像闺女和西域公主你们选哪个 不许打我全都要 我重生成古代九皇子 却狗在封地当老六 正所谓人不狠站不稳 老子的爹来了我都要宰 谁让咱封地主打一个 鸣封纯苦同所无欺 皇帝来到封地直呼好家伙 我让你戍边 这封地怎么比皇都还华丽 还有你天天给我哭穷 但这仓库的银子比国库都多 你哭个棒棒穷 房间里 穿越过来的我像往常一样 坐在那里给父皇写信哭穷 身旁一个侍女亲手包葡萄 金银的果肉和侍女的白兔 交相会应美不胜收 一旁的卢管家留着小胡子 给人的印象就是奸诈之人 王爷咱们啥也不缺啊 我直接给这老灯一脚 必须得缺 不缺老头子给我调回去咋弄 在这个大前王朝 历代皇子都要树边封地 而我最不幸被派到最差的幽州 然而没有人知道我是穿越者 经过几年治理 整个封地已焕然一新 数十米的城墙 赌场妓院酒楼 更是应有尽有 至于说周边的几个国度 那都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 甚至和他们都打通了贸易之路 不但不再打仗 反而坐下来好好谈生意 幽州数百里外的荒山中 数百人护持的一辆马车 缓缓经过 车内一个老者小声说道 陛下这幽州苦寒之地 您何必亲自来呢 就算您心疼九皇子 可这山路崎岖 您大可让其进京啊 一个面容与我相像的男子开口 朕对不起他呀 我要尝尝他这些年在这吃过的苦 你看看其他皇子 哪个不是天天写信 让朕掉他们回京城 而你看看定儿的折子 墨北一族都欺负到他头上了 仅仅只是问朕要点东西 一旁的老太监感慨 历代哪个皇子到这里 都哭电喊娘想掉回去 可九皇子一来就是八年 虽常常哭穷 但一直有为大前戍边的决心 突然马车一阵颤抖 原本有序的队伍也慌乱起来 车夫如同见鬼一般 伸出手指指向前方 公公您快看 看到外面的情形 车内众人直呼好家伙 这怕不是到了墨北了 漫山遍野的牛羊 还有这一眼看不到头的青石板路 如果不是旁边的路标 众人真想不到这是幽州 原来是马车撞死了一个牛犊子 王立氏下车就要给牧民赔偿 放牧的牧民看着倒在地上的牛 一脸不在乎 一头牛而已死了就死了 闻言王立氏不会了 这可是一头牛啊 这牧民如此财大气粗吗 牧民一脸嫌弃 这山上都是我们村的牛羊 一头牛犊子不值啥 咱殿下说了 有鹏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刚好杀牛大家一起吃 王立氏瞪大了眼睛 这幽州牧民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富裕了 众人吃着烤肉 从牧民那里得知 这幽州已经不是以前的幽州了 什么自由贸易城 什么琉璃做的尿壶 什么一件五百米的公墓 听得皇帝是一愣一愣 问到这些东西有很多吗 老牧民一脸骄傲道 城内肇事商行 里面啥都有要多少有多少 这个商行是我们燕王殿下开的 幽州有现在的生活 多亏了这商行 一听这话皇帝立马来的兴趣 本来就是来看儿子的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新鲜玩意 一阵闲聊打听清楚后 一行人抓紧登上马车 兴高采烈往城中驶去 望着众人消失在视野后 牧民掏出一个窜天猴 拉开引线在空中炸响 然后往幽州的沿路上 一道道窜天猴都冲天而起 牧民的儿子挠了挠头 爹咱这样是不是不厚道啊 刚才老爷还赏给我们金叶子呢 然后话还没说完 一个脑瓜崩就挨上了 这种大鱼能放过 越是富人越要宰 能宰多少宰多少 要不咱们能有现在的生活 王爷常说人不狠站不稳 就算他老爹来了 也得扒一层皮再出来 而此刻的燕王府内 管家激动地给我汇报 垫下来大鱼了 听说出手阔绰 吃了一顿饭 直接赏给咱们人一片金叶子 我文言对他说道 别跟没见过世面一样 去把价格都调整成50倍 然后整个幽州城商户动员起来 都把50倍的价格表换上 而马车内的众人浑然不知 还在夸赞民风淳朴 一路窜天后欢迎他们 当看到幽州的样貌 异形人的心脏再次受不了了 落日于灰下的巨城 哪里像是破旧的幽州 甚至比国都洛阳还要气派 强行咽下一口口水 皇帝才慢慢缓过来 吩咐到抓紧进城 城门处在检查完众人闻碟 卸下配刀后 皇帝的马车缓缓入了城 为首的官差小声吩咐道 肥猪已卸下刀兵 通知下去放心仔 入城后 首先是一条宽阔的街道 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王立氏感慨道 十几年前我逃荒到此地时 这还是个破旧不堪的小县城 现在到好清一色的青石路 而且进城得卸下武器 就不太需要担心安全问题 这都是燕王殿下的功劳啊 燕州的百姓们有福啊 听着几人夸奖自己儿子 再看看翻天覆地变化的幽州 皇帝笑得不停 趁得重 众人目的地很明确 直奔赵氏商行 去领略慕名所说的新奇玩意 此时的燕王府内院 我坐在椅子上享受着日光玉 管家一脸兴奋跑进来 王爷这次来的可是大客户啊 四十文的停车费说父就父 在王二狗族玉殿 更是一次结了三十多两银子 眉头都不眨一下 现在他们又直奔赵氏商行 保守估计 这次至少能宰十万两啊 我一脸嫌弃地劈开管家 区区十万两就高薪成正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管家被我揣飞后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王爷娘娘那边来信了 其实皇帝和母后经常来信 无非就是训诫一下 管好封帝爱戴子民啊 而在我看完信后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老爹要来幽州了 而且母后还在信里说 要抓住这次机会努力卖惨 争取调回京都洛阳 我直接裂开了呀 难道是今年哭穷太过火了 所以物极必反 抓紧吩咐管家 快去实行币计划 越快越好 此时的皇帝众人 已经被赵氏商行的商品迷住 挑了二十万两银子的货 而看着店内伙计帮忙 把货物都搬上车转身就跑 皇帝不禁问道 历士咱们又又被坑了吧 刚才在足域店我就怀疑 现在更加确信了 刚出商行门口 俩人就愣住了 这还是刚才的幽州城吗 怎么到处都是黄泥 还有不少人正在给房子涂黄泥 远处一声罗声传来 天王殿下能不能留在幽州 就看你们了抓紧干 以后谁再说幽州有钱 老子直接给他菊花缝起来 皇帝跟王丽氏在风中凌乱 莫非是赵定已经知晓 他们来幽州了 王丽氏半赏才缓过来 陛下有没有一种可能 皇后娘娘给燕王通风了 就在此时 一个士兵走到他俩跟前 我们燕王殿下有请 我们王爷最喜欢结交商骨 知道几位从大前而来 特地准备了韭菜招待各位 皇帝咬牙切齿 那就见见吧 坑爹是吧 咱就走着瞧 赵重元咬牙切齿地 看着这名官差 赵定是吧 坑爹是吧 那咱就走着瞧 翠云楼 二楼 赵定穿着一身破烂的王府 打着哈欠 坐在二楼的雅间里面 要不是胡三千说万说 这次来他们幽州的大钱商骨 是两个院大头 正好可以推广 他们最近打算推出的消费贷 顺带着再载一笔狠的 他打死都不过来 有哪功夫 不如在王府里想着 怎么对付他老爹赵重远 按照他养母马皇后 在信里说的 他老爹赵重远 应该过两天就到了 他要好好想想 到时候怎么让他老爹赵重远 继续给他留在幽州 去京城 那是不可能的 打死都不可能的 也就只能在幽州 当当土皇帝混混日子 所以必须想办法 掩盖住幽州现在的一草一木 想办法留下来 一旁的店老板 见自家燕王殿下 似乎有些走神 走上前 一脸谦卑地看着赵定 王爷 您看是不是可以上菜了 着急什么 记好了呀 一会你看我眼色行事 我要是没让你好酒 你就随便上几个菜 敷衍敷衍得了 我要是让你换好酒了 你就什么都给我按照顶配来 知道不 王爷 这 店老板一脸郁闷 本来他想着赵定能来 可以好好地宰一笔 看着店老板 赵定翻了翻白眼 喝了一声 你小子把注意打到我身上了 倒翻天罡了呀 向来都是他赵定宰人 还没有敢宰他的 回头就让人 把店给你封了 赵定心底 慢慢捏捏地说了一句 枝牙一声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派出去的牙一已经回来了 王爷 人到了 赵定已经看到了 跟着牙一走进来的赵重远 和王立世二人 第一眼瞧过去 有些眼熟 但具体在哪见过 一时之间 赵定却想不起来 主要是他穿越的时候 前身有用的记忆很少 最多的 就是在文化店读书 然后被夫子打手板的记忆 至于他老爹赵重远 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具体长什么样 早都不记得了 唯有自幼抚养他长大的养母马皇后 记得比较清楚 就在赵定打量着赵重远时 赵重远也在看着赵定 老爷 王立世负在赵重远耳边 但还没等他说完 就已经被赵重远挥了挥手 势意退下了 赵重远依旧在看着赵定 八年没见这个儿子了 他都有些认不出了 相对于八年前离经就藩时 赵定那稚嫩的面孔 此刻的赵定 棱角欲发的刚硬 虽然看起来懒懒散散 但眉眼开合之间 却有着几分亡者之气 我们见过吗 见赵重远看向自己 赵定略显疑惑 二人之间的细微动作 自然是瞒不过赵定 这两人一前一后 而且先说话的那个老者 从进来之后 眼神就一直落在这个中年男子身上 进门的时候 也明显落后半步 明显眼前看着他的中年人 才是正主 你没见过我 赵重远也是一脸诧异 我为什么要见过你 赵定一脸猛 就算是眼熟吧 但也不至于一定要见过 听着赵定这话 不知道为何 赵重远心底 反倒是生起了一丝黯然 本来他恨不得借此一巴掌 拍死赵定这个坑爹的逆子 让他赵定知道 到底谁才是爹 可现在看着赵定 居然对自己这个父皇 一脸陌生的样子 赵重远的心底 莫名地生起了一丝愧疚 赵重远洒然一笑道 本想和殿下套个近乎 没想到还没套成 在下乃是外地商人 一路所见 幽州的变化 以及赵氏商行内的各种稀奇玩意 却是让在下大开眼界 赵定心底偷笑 废话 不搞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怎么从你们这些 外地来的冤大头身上坑钱 没有废话 赵定给赵重远和王立氏 倒了一杯茶水 直接进入主题 二位平日里都做一些什么买卖 说不定 我们还有更多的合作往来 赵重远微微挑眉 那跑火车的话 也是张嘴就来 回王爷 在下雍州江南府人市 家里是做瓷器和酒水生意的 江南府 赵定一听 有钱啊 这不狠狠地宰一下 不过赵定心底 却也是暗自谨慎起来 江南府很有钱没错 但也同样靠近大前的帝都精灵 尤其是前脚自己老娘马皇后 才刚刚派人传信过来 眼前这人 可千万别是自己老爹啊 眼见着赵定似乎有所怀疑 赵重远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殿下 咱们这些生意人 不就是走南闯北的 在下本来打算到雍州寻找货源 结果在山里迷了路 这次误打误撞来了殿下的雍州 不曾想 眼下的雍州 着实让在下大开眼见 比咱们雍州江南府还要妇柔 客气了 听着这话 赵定心底稍稍放心 只要这人不是他老子本人 亦或是他老子赵重远派过来的 提前摸底的钦差就好 这么说来 自己老爹 应该还有几天才到 这就好 赵定松了一口气 确定眼前这人不是自己老爹之后 赵定看着赵重远的眼神 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江南府的商人 家里还是做瓷器和酒的生意 还要来雍州找货源 结果阴差阳错到了他幽州 这不就是送上门的韭菜吗 看着赵定的眼神 赵重远眉头一皱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好像被什么盯上了 掌柜的 没听到这贵客是做酒的吗 把咱们幽州最好的酒都给我上来 今日本王买单 赵定扭头向着外面喊道 第十五章 只要最贵的 不要最好的 没过一会 好酒就上来了 王立氏轻轻喝了一口 脸上的神色瞬间就变了 老爷 好酒啊 入口辛辣 回甘却绵长 一到肚子里面 整个肚子都是火辣辣的 但却很舒服 是吗 赵重远微微皱眉 也端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 很快脸上也露出金融 这酒和墨北的烧酒 有一曲同工之妙 但口感怎么相差这么多 这酒明明入口辛辣 难以下咽 可真喝下去 却异常的柔和 这又辛辣 又柔和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赵定正经微作 清了清嗓子 脸上露出神秘之色 一副我有天大的秘密 要和你们说实的 二位 有所不知 这酒啊 可不是一般的酒 也不是谁都能酿造而出的 乃是酒神杜康路过我幽州时 亲自传下的酿酒之法 并且 只有我们幽州有 外面自然是喝不到的 赵重远微微皱眉 酒神杜康 他说自己是做酒的酒商 那绝对是瞎说的 但作为一国之君 他什么样的酒没喝过 什么样的酿酒大师 他没见过 但这个酒神杜康 他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听都没听过 他当然没听说过 因为赵定也是瞎说的 是啊 这酒神杜康 曾经路过我们幽州 见我们幽州百姓困苦 食不果腹 因此也就传授了 我们这酿酒工艺 想以此让我们幽州的老百姓 过得富足一点 就说 二位现在喝的这个酒 名为玉女烧 从智区 晒区 到酿酒 蒸馏 所有的一切步骤 都是由十八岁以下 且是厨子之身的少女完成 就说这采取的过程 那也必须是由厨子之身的少女 且天生自带体香的少女 亲自采压 没有体香的少女是不行的 不是厨子之身的少女 也是不行的 至于我们这些粗狂的汉子 更是不行 那酿出来的酒 就没有了这份醇香 以及辛辣和绵柔艰巨的特点 听着赵定一阵吹嘘 赵重远和王力士 都皱起了眉头 不就是酿酒吗 有这么喧呼 不信 你们再尝尝别的 赵定自然看出的二人的狐疑 一挥手 门外顿时走进来的两个小丝 亲自给赵重远和王力士二人 再倒满了一杯酒 呸 这什么玩意啊 辛辣得要命 王力士喝了一口 还没咽下张嘴 就吐了出去 就是赵重远喝完 也皱了皱眉头 确实味道差了太多 你看看 本王没骗你们吧 赵定拉长声音说道 随后又指了指玉女烧 介绍道 这玉女烧啊 只有咱们幽州能酿制 因为咱们幽州有一个不老泉 泉水清澈干裂不说 而且有颜年益寿之效 女人喝了美容养颜 男人喝了颜年益寿 最主要 还能滋阴补养 本王一夜七次 不在话下 说到这里 赵定挑了挑眉 他还一句话没说 就是第二天他差点下白床 牛边盪饭吃壶补酒盪水喝 就这样恢复了半个月 才敢再战巅峰 赵重远见此 眉头也止不住地抽抽 真逆子 但终究是忍了下来 一旁的王立氏听这话 眼睛顿时亮了 老爷 这是好东西啊 还有什么 比皇室延续子嗣更为重要吗 嘿 上钩了 赵定咧嘴一笑 男人吗 谁不在乎这方面 尤其是他来的路上 还听王二马子足语店女技师说过 赵重远甚虚的事情 现在他这么一说 还不指定上钩 赵重远微微皱眉 不过呼吸却不自觉地沉重了一分 陈生问道 这酒怎么卖法 赵定伸出两根手指 二两一斤 赵重远挑眉 这价格虽说也不便宜 但以这酒的品质 却足以担得上着价格 赵定摇了摇头 二位搞错了 是二十两一两 卧槽 王立氏一听这话 刚刚倒嘴的玉女梢 差点喷了出去 不过一想到这价格 王立氏又生生地咽了下去 这才一脸吃惊地看着赵定 多多多少 一旁负责伺候的店小二眉嘴角 都剧烈地抽搐一下 到底是自家的王爷 这心是真的黑啊 明明二两一斤 到自家王爷嘴里 就变成了二十两一两 百倍啊 王 王爷 你说什么 二十两一两 一斤两百两 赵重远听到这话 眼睛也直了 这是什么九值十金子 哎 是啊 我也感觉定价低了 但没办法 毕竟这是杜康老爷子 交代下来的 他老爷子的理想 就是天下人人有酒喝 有好酒喝 如此宏愿 就是本王也不得不遵循啊 赵定一脸感慨 这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啊 主题在这一瞬间 被升华了 老爷 我怎么感觉身上有点热呢 就在此时 王丽氏突然开口喊道 听着王丽氏这话 赵重远扭头望去 此刻王丽氏一张老脸红的 和机关子一样 手情不自禁地拉开了衣领 你看看 效果来了吧 我说怎么来这 赵定指着王丽氏一脸得意 你什么感觉 赵重远狐疑地看着王丽氏 王丽氏苦着脸 我就是感觉有些热 然后 说到这里 王丽氏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就是一个太监 他能说出个屁啊 就是单纯地感觉有些热 问完王丽氏 赵重远也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自己问一个太监那方面 脑子抽了吧 不过看着杯子里面的玉女烧 赵重远的眼神 却带着一丝狐疑 这玩意真的有用 赵定乐呵地坐在一旁 有用 有个屁用 就是高度酒的酒精发挥作用了而已 至于那方面 确实有用 但不大就对了 这酒价格太高了 就算我买回去 也不一定有人买得起 你喝价格能不能便宜一点 赵重远沉着脸看向赵定 他是真的动心了 因为刚才就喝那么一点 他也感觉身上有点热了 而且那方面也久违地产生一丝悸动 这玩意真有用 一瞬间赵重远看着玉女烧的眼神也有些变了 赵定微微一笑 贵吗 本王不这么觉得 你要想一下 这酒乃是酒仙度康 度老爷子亲自传下来的酿酒手法 而且全程都是 必须十八岁以下 且是厨子之身的少女亲手酿造 酒区的采压 还必须是拥有体香的少女 而且采质的过程中 还不能穿袜子 就是要让少女的香焊与酒区完美地融合 这才能酿造出好酒 而且 那不老全一年冒出来的泉水也就四五百斤 除去酿造过程的损耗 一年玉女烧的产量 撑死也就四五十斤 这么好东西 真的不算贵 而且 你从我这里进过去 到时候倒手一卖 四百两一斤也不是不可以 赵重远依旧皱眉到 可这价格依旧是有些高了 高 那是不可能高的 赵定满口含笑 意味深长地看着赵重远 高于不高的事情 你要看卖给什么人 产品怎么定位 普通的老百姓 自然是买不起的 但你要是卖给你江南府的那些富商 那些达官显贵 不就是不高了 可那些人也不是傻子 你说四百就四百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地买账 赵重远皱眉 赵定笑道 这就要看你怎么营销了不是 营销 赵重远微微皱眉 赵定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这酒酿造工艺 谁传下来的 酒仙杜康 赵重远下意识地回道 那这就是谁酿的 赵定再问 必须是十八岁以下 且有储子之身的少女 酒区的材质 必须是由拥有体香 且是储子之身的少女 赵重远继续回道 那产量如何 赵定再问 一年也就四五十斤 赵重远答道 但说着说着 赵重远就梦了 这些不都是赵定之前给他说的吗 那如果你给他说 一年只有二十斤 然后别按他卖 你按瓶卖 一瓶装不多 就一两 每天限量供应 一次只卖一十平 钱给多了 咱也不卖 包装也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赵氏商行 不是有青花瓷吗 你从我这定一批瓷器 就专门用来包装这玉女烧 名字也改一下 别叫玉女烧 就叫穷江仙禄 然后再请一帮托 每天就在你店铺门口排队买 一天不行两天 两天不行三天 三天不行 那就四天 撑死一个星期 那效果指定上来了 然后再把他的功效夸大一点 女的喝了滋阴补羊 难得喝了一夜七次郎 卖的时候 都别说是普通人喝的 就说是从皇宫里面流出来的 皇帝喝了都说好 娘娘用了 都说享受的不得了 这样一来 我就问你买不买 至于价格的问题 不要怕 咱主打的就是高端 只在乎名 不在乎质 那帮有钱人买的 就是这个感觉 至于是马尿 还是牛尿 谁在乎啊 反正一般人喝不起不是 听着赵定这唾沫横飞的样子 王立氏羞愧地捂住了脸 本以为在宫里数十年 已经算得上是手段百出了 今天见了赵定才知道 论忽悠 他还得是赵定啊 不过这听着 怎么都有些耳熟 赵定继续说道 你想想 那帮有钱的达官显贵 有钱了之后 谁不想享受呢 但享受久了 身体遭不住 只能光看着多难受 你就代入一下 每天自己那貌美如花的小妾 躺在床上 而你 却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你难受不 你想要征服他不 你想要让他领略你的雄风步 但你无能为力啊 这时候 你是不是就要这个了 听着赵定这话 赵重远老脸胀红 要不是确定 赵定实在没认出来他 他都有些怀疑 赵定说的 就是他这个老子 不是正不努力 而是实在太多了 一瞬间 一股强烈的代入感 瞬间萦绕上赵重远的心头 呼吸 都变得急促起来 啪的一声 赵定一拍桌子 我就问你 这么一套操作下来 那些人买不买 买 情绪被煽动之下 赵重远想都不想直接回到 看着赵定的眼神都红了 而赵定也被眼前这一幕吓到了 这哥们咋代入感这么强 难不成家里也是美娇娘 家里也是夜夜做床头 涂炭夜色漫长 不过出于一个职业忽悠的本能 赵定还是情绪高昂的喊道 所以这生意能不能做 赵重远想都没想坚定的回到 嗯 不过这句话说完 赵重远又眨巴着嘴 不假思索道 不过 我觉得这玉女烧在江南府 不一定能卖得好 想赚银子 还是要卖到京城去 京城里面的达官显贵才是最多 那帮人也最愿意买账 我去 赵定嘴角一抽 下意识地看了赵重远一眼 好家伙 这把注意都打到京城去了 难道不怕没效果 人家找你麻烦吗 尤其是万一传到他老爹赵重远那里 到时候东窗事发 以他老爹的性子 还不给他吊起来打 赵定善笑一声 附和道 兄台想法不错 想把家族的生意开到京城 也是有很有想法 京城有钱人多 买得起这玉女烧的人自然也就多 不过 那毕竟是王宫贵州汇聚之地 如此高调 会不会太张扬 说这些话的时候 赵定的脑海里面 已经自动地开始脑补 自己老爹赵重远喝完之后 一开始感觉有用 但实际上没多大用之后的那张脸了 想想 赵定都有些不寒而栗 赵重远喝了一声 这有什么张扬的 王爷不是也说了 这酒是酒仙杜康所传 产量也极其地洗手 而且不管男人女人喝了都有好处 这么大的好处 那群王宫贵州能不心动 到时候 他们肯定要掏腰包的 赵定嘴角微微地抽搐地看着赵重远 这哥们心比他还大啊 反正死平道不死道友 只要这玉女烧不卖到他皇帝老子那里 一切都没问题 眼看着铺垫得差不多了 赵定伸手从袖子里面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合约 笑眯眯地看着赵重远道 那既然如此 咱们先签一个合约 没问题 赵重远点头道 伸手在赵定准备好的合同上 按下手指印 可一看合同上是整整五百斤的玉女烧 赵重远又梦了 咋就这么多了 嗨嗨 赵定清了清嗓子 回道 哎呀 库存 库存 听着赵定这话 赵重远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合约上市五百斤玉女烧 不知道王爷打算什么交付 赵重远一脸兴奋 五百斤啊 他卖个屁 全留着自己喝去 争取彻底让他的后宫再无一丝怨气 让他这个皇帝重回昔日雄风 合约签完 赵定心情也是大好 三天就好 到时候你们带上银子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银子 嗯 赵重远愣住了 这才想起来 他好像没银子了 就听赵定此刻笑眯眯地说道 我知道兄台手上现在没多少钱 不过没事 我们燕王府最近推出一个消费贷 你可以贷款 最高四十万两银子 利息不多 只要一成 第十六章 来喝鸡汤哦 赵定笑眯眯地从袖子里面又掏出一个合约递给赵重远 看了一眼合约上的内容 赵重远一咬牙 签了 二话不说 又在赵定新拿出来的合约上 按上了手指印 呀嘿 真的是狗大货啊 一看赵重远这爽力的架势 赵定后悔的口水都快从眼角流出来 要价少了呀 早知道直接翻倍啊 什么二两一斤的酒卖二百两一斤 直接四百两啊 一来二去少赚了十万两 再加上商业贷 那就是十一万两 隐约间 赵定似乎看到整整两架马车大小的白花花的现银 就这么离他而去了 唉 坐在桌子上 赵定颓然长叹一声 王爷这是怎么了 王丽是一脸疑惑的看着赵定 赵定感慨道 我只是感觉宰二不 是太高兴了 哈哈 太高兴了 赵定哈哈大笑 心底暗自给自己一个巴掌 刚才差点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随即冲着门外喊道 掌柜的你特娘的眼瞎了 还不赶紧上菜 不过虽说一时心善 让他少赚了十一万两 但五百金玉女烧就是十万两 再加上这消费贷 到时候还款就是十一万两 再加上之前赵氏商行赚来的七万两 等于这一天就是十七万两进账 而成本也就一百多两不到 但啥能有这来钱快 抢钱都没这效率 更别说刚才那他还埋了一个伏笔 庄玉女烧的瓷器必须从他们幽州进货 这一来一去又是大笔银子进账 所以还是稳赚不亏 就是下次下手再狠点更好 房门外面早都等得猴急的掌柜 一听赵定这话 掌柜的立马应喝道 哎 来了 来了 为了表示重视 掌柜一把接过小二手里的上好的老母鸡汤 哈哈 鸡汤来了 鸡汤一上桌 香气顿时扑鼻儿来 这鸡汤 好东西啊 闻到这香气 再看那诱人的色泽 赵重远和王立氏精神一震 不由得多看了桌上的鸡汤几眼 逛了一天 确实有些饿了 二位不远千里 来我们幽州城 照顾赵定的生意 让赵母人觉得 那是备有面子 来来来 喝汤 喝汤 这鸡是我们幽州特有的蓝银鸡 我让人在里面还放了枸杞 当归 大补 炖了三天三夜 才这么烂活 快趁热喝 赵定先给赵重远盛了一碗 然后又给王立氏盛了一碗 自己则拧了一个鸡腿 稍微盛了一点鸡汤 这鸡汤动过手脚 表面上是鸡汤 实际上是用牛鞭和虎骨熬制的高汤烹煮的鸡汤 纯纯的大补之物 他是不敢喝多 喝多了怕流鼻血 之所以王立氏和赵重远看不出来 是因为牛鞭和虎骨熬制出来的油汁 都被他提前派人在冷却之后 一层层的过滤掉 达到清水的状态 再用来炖鸡汤 这样赵重远这种肾虚的人 却是刚好 还能弥补玉女烧壮阳方面缺失的问题 至于后续怎么样 那就不是他照定能考虑的了 反正合同签了 他也不怕这李龙不给签 他是王爷 谁能赖了他的账 除非他老子 闻了一下鸡汤上飘出来的浓烈香气 王立氏老脸快笑成了一朵菊花 一路从雍州赶路过来 能在这地方喝到一碗如此美味的鸡汤 那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不错 不错 这鸡汤滋味甚好 极品极品 一口气欠了五百斤的玉女烧 够他喝好几年 此刻赵重远心情也是大好 就连找赵定算账的事情都忘记了 或许是心情好的原因 这鸡汤喝起来也极其的美味 看着二人喝得高兴 赵定屁颠屁颠地站在一旁 给二人碗里不断地加着鸡汤 就怕效果不好 二位喜欢 就多喝点 多谢 多谢 赵重远和王丽氏也是来者不拒 咕嘟咕嘟地喝个不停 赵定还在一旁不断地给他们二人 倒着玉女烧 越喝二人越是感觉身上燥热无比 而赵重远对着玉女烧也越是满意 心底就期待着早点交货 而趁着这个机会 赵定也顺带着给二人普及了一下 现代化的商业常识 以及手段 还有饥饿营销 品牌效应之类的 听得二人虽然有些迷糊 但一翻下来 看着赵定的眼神也是一彩连连 难怪赵定能在短短的八年的时间 把这幽州城打造成这样 就着商业头脑 铁公鸡来了 都要拔下一根毛 一顿酒足饭饱之后 赵重远和王丽氏 在赵定热情之志的欢送下 心满意足地走出了翠云楼 而在赵重远和王丽氏念念不舍之下 赵定也终究一咬牙 坐上了返回王府的路程 一阵冷风吹来 看着眼前依旧热火朝天 忙着给墙上涂抹黄泥 给屋顶盖着茅草的幽州百姓 赵重远的酒意 微微散去了片刻 脑袋也清醒了不少 望向一旁 依旧两腮通红 像个猴屁股似的王丽氏 赵重远皱眉问道 丽氏 咱们是不是又被那小子给坑了 没有吧 我觉得王爷还是很热情的 一个王爷的身份 居然能这样 属实不容易了 王丽氏不以为然 摆了摆手 说话的时候 又打了一个宝格 这么说也是 那羽女烧终究是个好玩意 听着王丽氏这话 赵重远也感觉自己 是不是太多疑了 这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效果也来了 再加上赵定这小子亲自出面 堂堂一个王爷 面子如此热情 总不能拿假货坑他一个外乡人 不过就是这一顿饭吃下来 他又道歉了十一万两 一想到这里 就是赵重远都有些肝疼 还有这幽州只来了一趟 要是多来几次 他的小金库都要空了 走吧 赵重远重重地哼了一声 迈不向着翠云楼外面走去 不过唯一让他有些伤感的就是 赵定这儿子居然都不认识他了 不过仔细想想 也是他赵重远自己 对于儿子太过于疏忽了 轰隆一声 就在此时 城外忽然一到惊天的轰鸣声响起 呼驾 王丽氏脸色一变 尖声高喊道 一旁在翠云楼外 早已等候多时的二娃子等护卫 顿时身形一动 窜到赵重远的身边 让开 百姓都不怕 朕怕什么 赵重远皱眉 醉意顿时消失了大半 一把推开 挡在自己面前的王丽氏 看着城外渐渐响起的厮杀声 以及赵定那刚刚坐上胶子没多久 又急急忙忙 掉下马车 翻身上马冲向城外的背影 赵重远心敌反倒是欣慰 终究是他的主 第十七章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陛下 奴才知道你担心燕王殿下 可您是大前之主 你若是有个万一 对于我大前来 就有轻腹之危 王丽氏依旧急切地说道 情妇 你们觉得 他们能打得进来吗 赵重远吃笑一声 虎目之中金光闪烁 在他的目光之中 一片片剑雨 从城头射出 刚才那道轰鸣之声 宛若天雷般 此起彼伏的诈响 每一次诈响 都伴随着无数凄厉的惨叫声 而纵观幽州城内 百姓依旧各行其事 该干什么得干什么 丝毫没有因为城外的喊杀声 而产生丝毫的慌乱 这不是麻木 而是对于赵定发自肺腑的信任 有赵定在 幽州无忧 幽州百姓更无忧 回客栈 赵重远大秀一挥 当先向着幽州城内的客栈走去 此前 那名负责给他们带路的导游 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客栈 虽然依旧极具幽州特色 黑得要命 但对于眼下亲眼看到自己儿子 将这幽州治理这么好的赵重远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了 厮杀声一直到半夜才消停下来 虽然不知道城外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看着城内万家灯火的模样 赵重远心底也能猜出一个大概 范边的边君估计没讨到好处 幽暗的灯火下 赵重远坐在桌前 王力士恭敬地站在一旁 力士 你觉得燕王怎么样 两久之后 赵重远突然开口 燕王自然是极好的 王力士开口答道 别给朕说套话 朕想听听你心底到底是怎么想的 赵重远目光带着威严地看着王力士 此刻虽然依旧是一袭普通长袍 但那古独属于帝王的威严 却是丝毫不弱 王力士苦笑一声道 陛下 奴才真的觉得燕王殿下是极好的 不管是治理封地的手段 还是今日敌军扣编之时的表现 都当得上极好二子 唯一有所欠缺的 便是燕王殿下与百姓打得太过火热 如此一来 奴才担心 殿下日后会恐失威严 恐失威严 赵重远吃笑一声 你知道 朕最不喜欢的 就是那帮书呆子的话 什么皇帝必须居于深宫之中 都是俯儒之言 常言道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朕是大前的皇帝 也是大前的贡主 贡主若是与百姓脱节 又如何能明白人间之极苦 先帝当年就是受了那帮俯儒之言 后又迷信方式之术 故而致使我大前朝刚动荡 世家横行 朕历经屠治二十年 也依旧是利有不歹 欺压百姓之事 更是常有发生 就是朕推行的那些政策 也一个个阳奉英维 收效甚微 也正是如此 朕亲自设立私礼监 以此钳制内阁 可就是如此亲自微服私访 看看我大前百姓 究竟生活如何 你现在还和朕说 燕王和百姓走得太近 会恐是威严 历世 你也成了那帮俯儒不成 赵重远邪谋的看向王历世 后者感受着赵重远的目光 更是被吓得冷汗淋漓 跟随赵重远多年 他是明白自己这个主子 是多想做出一番事业 可先帝所留弊端太多 所养的那帮俯儒 更是占据朝廷种植 再有敌国虎视眈眈 千亿发动全身 让自己这位空有报复之心的雄主 却无力施展 听着这话 王历世吓得浑身冰冷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奴才不敢 两久之后 赵重远站起身 走到窗前 透过那皎洁的月色 望向依旧灯火通明的燕王府和城头 历世 明日回宫吧 王历世道 陛下 那衍州还去吗 大前一共九州二十四府 幽州旁边便是衍州 虽不像幽州这般与南城北梁接壤 但衍州也是大前的缓冲之地 不去了 赵重远摇了摇头 见到了燕王 朕已经放心了 知道这小子过得还不错 朕更是安心 至于衍州那边 幽州无忧 衍州便无忧 那还要招燕王殿下回京吗 王历世再次问道 不用了 朕离京这么久 都是皇后垂帘 太孙监国 内阁辅政 朕不放心 朝臣应该也等急了 赵重远摆了白手 但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扭头望向王历世问道 历世 幽州如此富裕 按理说 赋税应该有所增加 可为何户部 给朕的折子 依旧是一如既往 甚至连幽州的事情 也从未和朕提过 啊 王历世欲言又止 随即悠悠地说道 陛下 你有没有想过 燕王殿下除了骗了您之外 顺带着还骗了户部 嗯 赵重远一脸错愕地转过头 你的意思是 这小子不仅骗了朕 还骗了户部 赵重远的声音 陡然提高了八度 嗓音尖锐地看着王历世 王历世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差不多吧 说完又不好意思地 捞了捞头 赵定能瞒得住皇帝 自然也要先瞒住户部 若是税收增加 户部的官员 早晚都能看得出来 混账东西 赵重远气得浑身发抖 回去给我把户部 那些官员好好查查 我倒是要看看 这小子 到底怎么买通户部的 赵重远咬牙切齿地 看着王历世 好家伙 赵定居然不止骗了他 还骗了户部官员 过了半晌 赵重远悠悠地说道 历世 咱前那小子多少银子来着 嗯 陛下你 王历世一张老脸 瞬间写满了问号 赵重远喝了一口桌上的茶水 不知可否地看着王历世 怎么了 他一个儿子 能骗了我这个做老子的 还不老实给朝廷缴税 我就不能从他这里 弄点好处了 啊 王历世卡壳了 额头上瞬间浮现出 一排的点点点 人家那是儿子 说出去还可以说个少不更事 可你这老子 但是这句话 打死王历世 他也不敢说 只能硬着头皮道 陛下 咱们一共欠燕王殿下 十一万两银子 那他给咱得消费代总额度是多少 四十万两 王历世硬着头皮道 才四十万两啊 赵重远砸巴着嘴 一脸的怅然落尸 可惜少了点 王历世 明早随朕去购物局 那玉女 稍再弄个五百斤 朕要慢慢喝 还有那什么香水 也给朕来个七八千坪路上带着 还有那什么香皂 如此芳香之物 朕的后宫应该也会喜欢 还有那 听着赵重远如数家真的 坐在桌子前数着赵氏商行里面的东西 王历世巴不得拔脸捂住 这就是自家的陛下吗 到了这一刻 他好像是明白 赵定这坑人的属性 到底是遗传谁了 果然那句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有如此坑儿子的爹 也就难怪有坑爹的儿子 深夜十分 刚刚从护城楼下来的赵定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怪灾 到底是谁在惦记着老子 随手看了一眼刚刚抓回来的俘虏 赵定一挥手 都给老子观音王府地牢去 回去慢慢醒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指使他们 来抢老子的神武大炮 第十八章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强踢 第二天 赵重远又一次带着王历世 出现在了赵氏商行里面 至于昨日城外边兵叩关的喧闹 早已消失 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般 城内一如既往 随着 赵重远带着王历世走了进来 看得赵氏商行的掌柜的都惊了 这不大肥 不 这不冤大 不 说到最后 掌柜的自己都结巴了 啪的给自己一巴掌 这才一脸谄媚的说道 贵客 您又来了呀 赵重远点了点头 随即啪的一声 一张昨日的借款合同 便出现在了赵氏商行掌柜的柜台上 额度四十万两 已经用了十一万两 还剩二十九万两 今天就紧着这些银子卖 还有昨日我在这边卖的那些东西 你都给我打包上 记在燕王的户头上 到时候从燕王府拿银子就行 说完 赵重远又补充了一句 你们 这些都是燕王殿下说的 燕王 掌柜一惊 看着赵重远 这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更是颤颤巍巍的 拿起柜台下面的老花镜 仔细瞧了一眼 四十万两银子的额度 再看了一眼 这合同底部 确实是有燕王的落款 就连拇指印都有 一看着架势 掌柜的脸上 顿时露出猎人般的微笑 直接大手一挥 几个早已饥可难耐的 赵氏商行的小二 顿时一脸激动地走了上来 就如此 不到半个时辰之后 在赵氏商行掌柜的 以及一众殿小二 近乎跪舔方式的家道欢送下 赵重远带着王力士 心满意足地 从赵氏商行里面走了出来 看着那满满四大马车的货物 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空手套白狼 真特娘的爽 一旁的王力士 嘴角却疯狂地抽搐着 果然是有棋子 必有其父 不是一家人 不敬一家门 而与此同时 燕王府内 得到消息的胡三 一脸兴奋地 冲到了赵定的寝室之中 兴奋的嘴角 都快咧到了耳朵根子 王爷 大喜啊 大喜 胡三 趴在赵定的门上 就砰砰砰地敲个不停 什么大喜 赵定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窗外 太阳照射在地上 不知不觉 居然已经是日上三干十分了 昨晚忙着审问那些男臣的俘虏 一直忙到了后半夜 就连说好的 要去摘桃子都没去成 一打开门 胡三顿时扑通一声地 趴到了赵定的房间里面 随后又一屁股 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脸兴奋地 把手里的文书递给赵定 王爷 那个雍州 来得里龙是大鱼啊 今早又去了咱们赵氏商行 一口气把您给他的消费贷额度全花光了 整整买了四架马车的东西 这一笔生意 除了消费贷的一成利息四万两银子之外 刨除成本 咱们还赚了二十六万零一千两 若是再加上昨天刨除利润之后的进账 那就是整整四十五万两银子 听着胡三唾沫横飞的介绍 赵定也是乐了 哑黑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但想想 赵定又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算那里龙再加大业大 也不至于如此挥霍吧 那里龙 买完之后 有没有离开咱们幽州城 赵定望向胡三问道 没有 胡三摇了摇头 那就更不对劲了 赵定皱眉沉声道 胡三一脸疑惑的看着赵定 哪不对劲啊 你这脑子 要是想得出来 你就不会当事业了 赵定翻了翻白眼 随后一步迈出房门 胡三 王爷 你的意思是 那里龙打算赖账 胡三突然一脸惊愕的看着赵定 他干嘛 赵定翻了翻白眼 老子是王爷 除非他是我老子 否则谁敢赖账 老子追到他家 嘿嘿 胡三善善一笑 自家王爷乃是大前皇帝九子 谁敢赖自家王爷的账 不行 合同我明天要改一下 赵定扎巴着嘴 随即问道 对了 我上次让你弄拿录音器 你弄好了吗 一听赵定三提起录音器这几个字 胡三顿时眼前一亮 拍着胸脯保证道 弄好了王爷 那玩意声音可响亮了 活灵活现的 行 到时候 你把那玩意 偷偷放在我签合同的那个房间里面 就当做摆设 什么都别管就行 赵定点头 他还就不信了 这世上真的有人敢坑他赵定的钱 你敢坑我钱 我就敢把这录音全天下公布出去 第三日一大早 赵定就被绿桃叫醒 睡眼朦胧的等着绿桃穿衣 嘴里含糊道 这才几时啊 就给本王叫醒 正午了 外面那个雍州的李龙 在等着王爷呢 绿桃熟练的帮赵定穿好衣服 冰凉的湿毛巾一把扣在赵定的脸上 赵定一个机灵 瞬间清醒了不少 哎呦 王爷我睡个懒觉容易吗 赵定扎巴着嘴 一脸无奈 绿桃在一旁也是无语 自家王爷每天睡觉 都要睡满六个时辰 睡这么久 自家王爷不累吗 躺久了 背上不会生疮吗 赵定也无奈啊 这个时代 要斗鹰没斗鹰 要斗鱼没斗鱼 娱乐项目极其的缺乏 他不睡觉能干啥 哦 对了 还能写说 但他那个歪嘴龙王 还有末期少年穷 已经断更很久了都 也得亏这年头没互联网 不然他估计 老底都被那帮追踪的人翻出来了 换好衣服之后 赵定缓缓悠悠的走出了卧室 门口胡三 早都一脸谄媚的等在了门口 手里拿着一份新式的合同 就等着赵定出来 赵定问了一声 放好了王爷 胡三拍着胸脯保证道 行 出发 赵定一步钻入轿子里面 轿子一路晃晃悠悠的 晃着晃着 赵定困意又来了 老爷 这是何物 与此同时 赵定所准备签约的密室内 赵重远和王立氏 站在一个怪异的装置面前 这是一个巨大的喇叭 尾部带着一根针 下面则对应了一个摇霸跟铜柱 模样极其怪异 他们两人盯着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 这东西到底是有什么用 第十九章 我赵定此生就是爱国人 砰的一声 王立氏轻轻在大喇叭上弹了一下 动 一道清脆的嗡鸣声 顿时响起 老爷 这 吓得王立氏顿时倒退了一步 赵重远却依旧看着眼前的 这个大喇叭样式的东西 可看了好久都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好像就仅仅只是一个摆设 而除了这个大喇叭之外 房间墙上还挂着一幅山水字画 画的是一株从石头缝里面 长出来的翠竹 虽说笔法和他们皇宫里面的画师 差了不少 但配合上着幽州这个三战之地 倒也独具一些韵味 而除了这些之外 在大喇叭旁边还摆放了一些盆景 以及一张桌子和数个板凳 如此搭配下来 更显得 这个大喇叭 只是一个装饰 或许就是一个摆设吧 赵重远 呢喃自语道 二人又在房间等了没多久 赵定已经带着胡三走到了房间里面 对着二人打了一个招呼 赵重远缓缓地转过身 道 燕王殿下 你墙上挂的翠竹图倒是不错 若是在联想着幽州之地所处局势 倒显得燕王殿下心性高雅 嘿 我特么的 就是让胡三随便找一幅图挂一下 你就能往这方面联想 你这脑补的水平 要是不混朝堂 真的是可惜了 赵定心底暗自琢磨 但脸上却大意凛然的一拍桌子说道 李龙先生 此话你就说错了 何来心性高雅不高雅之说 姑乃大前皇帝九子 从来不追求什么附庸丰雅之说 姑所信奉的 不过是人定胜天 当年 父皇将这幽州之地交给姑 封姑为燕王 而幽州谷为燕帝 父皇又如此分封 那自然是寄希望于姑 将这幽州百姓 当作自己的子民来对待 而幽州又是三战之地 自前朝以来 到我大前立国两百年 皆遭战乱之苦 如此险帝 姑既然奉命来此 自然要由清竹制止 如这清竹一般竹子 顶天立地 自强不息 从入幽州那一刻起 就要立志扎根幽州 而竹又有谭博其中 清华其外 清雅脱俗之态 更加符合父皇对我的寄托 如此能上成皇命 下对得起幽州数十万百姓 赵定一脸唏嘘道 李龙先生实不相瞒 这幽族图 就是当年我父皇 在我临行之前赠与姑 而姑也将此话表在此处 以此激励姑 要像这奥竹一般 顶天立地 自强不息 谭博其中 清华其外 说着 赵定又想着这这墙上挂的奥竹图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 见赵定这样 赵重远和王立氏 也赶紧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但二者低头的瞬间 却都是一脸猛逼 赵重远 我送过他这个吗 王立氏 陛下好像偏爱梅多鱼竹子吧 要送也会送梅吧 在他们三人身后 胡三翻了个白眼 好像这么多年下来 每次签合同的时候 自家王爷都这么说的吧 尤其是和大前的商人 好像都这么说 赵定还想狡辩一手 这叫防患于未然 先把爱国人设立住 将来哪一天 离开了这幽州 亦或是他老爹 发现了他的小九九 只要这爱国人 设立住也有退路 尤其是 他到现在还没看出 这李龙 到底是不是他老爹派来的钦差 就是摸底来的 所以 更要好好的立住着爱国的人设 我赵定全全爱国之心 日月可见 赵重远见赵定弯着腰死活不起来 累得腰疼 但赵定不起来 他这个商人 人设也不能起来 不然就露线了 一时之间 赵重远只能陪着赵定 对着这幅 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赐个赵定的奥竹徒行着大礼 王立氏更是目瞪口呆 左右张望 难不成燕王殿下 发现了自家主子的身份 所以故意在自己面前演这一首 好挽回形象 可带着自家老爹 对着一幅图形大礼 这装模作样的方式 可还行 又过了半赏 赵定这才恋恋不舍的起身 PS 主要是腰吃不消了 其实不瞒先生 其实此处不仅是你我签约之地 更是孤日日反省之处 这些年来 孤日日接来此处 对着这张图三省无身 今日有比昨日努力吗 早上吃什么 今日 今天有比昨天进步吗 中午吃什么 今日有比昨日优秀吗 晚上吃什么 当真是剑图如剑我父皇本人啊 说着 赵定一白手 不说了 让姑再对我父皇赐予我的这张图三拜 说着 赵定真的 又对着这张图败了三拜 看得赵重远都懵了 这张图 真的是赠送的吗 王立氏心底 却是无尽的感慨 好在九皇子是皇子啊 要是太监 咱在这私里间丙比太监的活 还能得到咱吗 接连三拜之后 赵定才一脸感慨地说道 哎 果然只有父皇 才是孤人生之路的指路明灯啊 赵重远老脸尴尬地站在原地 虽说这么多年来 他听人拍马屁 已经有些免疫了 但以这种方式拍他马屁 他还在场的 还是头一遭 除了有些小尴尬之外 不知道为何 莫名的还有些爽 赵定话锋一转道 说到这酒啊 实不相瞒 其实一次性给二位这么多 我还是有些舍不得的 毕竟这玉女烧一年的产量 也就四五十斤 那是喝一口少一点啊 不过 为了发扬杜康老前辈的红元 也为了继承杜康老前辈的遗志 让天下人人能有酒喝 姑爷只能忍痛割爱了 刚才姑听手下的人禀报 李龙先生还想再要五百斤 但又因为消费贷额度不够 故而只能忍痛放弃 但姑爷明白 李龙先生是有志 将家族的产业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争取卖到皇宫 让姑的父亲尝到杜康老爷子的手艺 鉴于此 姑爷只能成人之美 将李龙先生的你的消费贷额度 破例提升十万两 以成全先生之红愿望 王立氏面部一阵抽搐 合着燕王殿下 你铺垫了这么久 就是想在坑一笔呗 赵重远嘴角也是微微抽搐 不过一想到自己就是一个假名 家庭住址更是虚构 顿时配合的拱手道 那就多谢燕王殿下一番高意了 哎 无妨 无妨 为人子吗 无法亲自常办父皇膝前 也只能委托先生代劳了 赵定长叹一声 面色黯然的摆了摆手 随后又长叹一声道 就是碍于规矩 这借款合同 也只能让先生重新签一下了 第二十章 拜神仪式 黑心合同 嗯 嗯 这突然的转弯 让赵重远和王立氏二人 有些猝不及防 不是忠君爱国吗 不是私父许久吗 不是 可怎么就突然扯到 重新签合同的份上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你们真的想空手套白狼呢 看着赵重远和王立氏二人 一脸蒙逼 许久没有拿起笔的架势 赵定邪谋的看着二人 手已经伸到了一半 完全就是一副 随时都准备摇人的架势 王立氏 ad 警号美元百分号与新号 ad 警号美元百分号与新号 下划线 b 下划线 警号 下划线 反斜杠 o y 零 赵重远 新号与百分号人民币 警号人民币百分号与新号 不签 真的想空手套白狼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当本王爷 在这幽州城里面眼线吧 赵定依旧协谋着赵重远 和王立氏二人 同时 那小手指微微向下弯了弯 门外立马传来一阵脚步的踩踏声 同时还有盔甲的碰撞声 聪默着估计一下 不下于百人 听着门外的脚步声 以及赵定那一脸吃定你的架势 赵重远气得单都疼了 亏他当才还有一点点小感动 没想到赵定居然是这样 饶了一通中军爱国大话 结果是为了卖酒家 逼着他重新签合同 反正是假名 朕还怕了你 和朕逗 你还愣了一点 你爹终究是你爹 赵重远在心底咬牙切齿地看着赵定 但脸上却依旧笑容温和地道 签 怎么可能不签 空手套白狼 阎王殿下 你未明也太小瞧我李某了 胡三拿笔来 赵定大喝一声 一旁的胡三立马从袖子里面 掏出笔墨纸燕 甚至在掏出的瞬间 还言好了墨 请 砰的一声 笔墨纸燕摆放在赵重远的面前 胡三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指示 脸上那是丝毫不惊不亚 完全就是一个大写的波澜不惊 开玩笑 身为王爷身边的人 我胡三也是见过世面的好吗 顺带着递了两张纸过去 一张是幽州城合作合同 另外一张则是一份保密协议 赵重远略微看了一眼 觉得合同没有什么问题 内容大致和之前签的那个差不多 无非就是把原来的四十万两改成了五十万两 不过保密问题就有些问题了 第一条就是 不还钱的人出门被马踩死 喝水被水呛死 生儿子不开眼 生女儿飞机场 时长没一秒 小谢永留长 看着保密协议的第一条 赵重远当时就急了 哪有骂人这么毒的 尤其 尤其 尤其居然还有时长没一秒 小姐永留长 你这个逆子 赵重远当时就急了 怎么可以有这种狠辣的诅咒 心底默念三遍 莫生气 赵重远强忍着想要拍死赵定的冲动 耐着性子问道 燕王殿下 你这就是保密协议 为何第一条就是这个不还钱会后果 这有些不合适吧 哦 那我加一下 赵定呕了一声 随后随手从桌上操起毛笔 直接在保密协议四个大字旁边 龙飞凤舞的写下了几个大字 括号 借钱合同补充条例 括号 一事两份 你 很好 看着赵定那堪笔曲曲趴的自己 以及那直接五指手抓着毛笔的架势 赵重远只感觉有一口老痰卡在脖子里面 现在的他 只想 催赵定一脸 朕特么的 自幼让你们去文化店读书 请的是文化店大学士 结果你赵定苦读的十年 到最后 连个握笔的姿势都不会 那这么多年来给朕写奏折的是 恼火 当真是恼火 赵重远 感觉自己肺都要气炸了 堂堂一国皇子怎可连的毛笔都不会握 奏折居然还是别人代别 其实这真的是冤枉赵定了 他特么的就是一个穿越课 都21世纪了 谁写字还用笔啊 所以穿越来了之后 一看直接当王爷了 赵定当即决定 也摆烂了 练习毛笔字 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也就只能靠着摆烂过过日子了 而且 有人可以帮忙写 自己又何必动手呢 是吧 但看着保密协议下面的内容 赵重远又微微皱眉 于是开口问道 燕王殿下 为何不可对外提及幽州城 赵定微微一笑道 没什么 主要是我幽州处于三战之地 本来有多灾多难的 现在好不容易搞出了一些特产 每天除了抵御外族之外 还要忙着生产这些东西 产能有限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二来嘛 也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利益 这商人一多了 知道的人一多了 你们的利益不就受阻了吗 比如说 这玉女烧就是你们独家销售 难道李老板 希望我多分几家销售渠道 说到这里 赵定意味深长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 见赵重远不说话 赵定有继续说道 至于这第三吗 咱们幽州资源有限 若使人人 我父皇都知道我幽州妇柔 岂不是要有大量的人涌入 到时候 我幽州百姓 我赵定 如何生存 那下面这违背誓约者 与欠钱不还者同处这事 能不能改一下 不能 以上解释权规幽州所有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赵重远擦了把冷汗 这纯纯的 就是黑心合同啊 泄密的后果 以及欠钱不还的后果 他不在意 反正都是用的假名 再说了 是赵定这个儿子 先坑了他这个老子 他这个老子 再坑赵定这个儿子 赵重远心底也没压力 只是这最终解释权 他看得有些猛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过一想到 是假名 赵重远还是一咬牙 在合约上按了一个红手印 反正都是假名 他赵重远不在乎 欠钱的是李隆 与我赵重远何干 王力士在一旁看得嘴角直抽抽 这特么的赵定得亏是当了皇子啊 不然要是当太监 他这私里间并比大太监 估计骨头渣都不剩了 纯纯的玩不过 见赵重远签好了名字 按好了手印 赵定贴了一眼胡三 后者立马把属于赵定的那一份 拿到手里 赵定走上前 笑道 不过还要麻烦二位 再把这合同的内容念一遍 胡三准备一下 胡三熟练的绕过赵重远 从后面的柜子里面 掏出一卷银箔 然后走到喇叭前 转了几下摇霸 把银箔放在铜柱上 燕王殿下 这是什么合影 赵重远一脸疑惑的 看着胡三 站在他们之前 以为是摆设的喇叭面前 赵定一脸热情 拉起赵重远的手 笑着解释道 哎呀 就是一些小玩意 实不相瞒 咱幽州人啊 特别姓神 姑虽不是幽州人 但入乡需要随俗 所以就高了这个拜神的仪式 无非就是求个心安 也没什么 待会你只要和我一起 对着喇叭 把这上面的内容 再原原本本地读一遍就好了 也不要多长时间 求心安 赵重远微微皱眉 心底不由地多看了这个大喇叭一眼 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李氏 你帮老爷我念一下 赵重远望向一旁的王立氏喊道 哎 好嘞 老爷 王立氏点头答应一声 刚想走上前 但却被赵定一伸手拦住了 开玩笑 我要的是你 李龙的声音 我要你家奴才干嘛 赵定长叹一声 一脸唏嘘道 哎 李老爷 实不相瞒 咱这幽州的神啊 特别的灵 以前我也每当回事 和外地人签合同的时候 那商人也是让他手下的人代劳的 结果你猜怎么着 第二天 那个商人就满嘴生疮 口笔流浓死了 可惜啊 都怪本王 本王要是当时多一句嘴就好了 看着赵定这长须短叹的样子 赵重远嘴角直抽抽 尬笑一声 是吗 那我还是自己来好了 主要是赵重远一想到 就是一个假名 也就无所谓了 随后 带着胡三一切都调整好了之后 在赵定的引导下 赵重远随后拿起保密协议 开始念了起来 同时 胡三开始转动摇霸 赵重远一边念 胡三一边摇动摇霸 就在赵重远念动的时候 那个喇叭的尾部的细针 不断地在银箔上留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点 一盏茶的时间转顺过去了 赵定和赵重远都念完了 胡三取下银箔转身走出房间 赵重远见状 心底和猫爪一样 急切地想知道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惜 赵定完全不给赵重远机会 念完了之后 直接碾人了 片刻之后 燕王府外 看着两排清兵耸立的燕王府 以及燕王府外 早已准备好的四辆装玉女烧的马车 赵重远和王立世二人大眼瞪小眼 完全就是一脸懵逼 这么轻松就骗了五十万银子 就在此时 那之前 带着他们逛幽州的黑星导游 又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身后是一辆马车 二位客官 我是燕王殿下派来送出城的 二位车上装有玉女烧 沿着原路返回 估摸着不方便 所以燕王殿下让我带着二位 从燕王殿下 早都已经修建好的石板路回燕州 然后从水路运输回雍州 如此一来 最大程度的节省时间 也少了路上的损耗 黑星导游 依旧是一脸热情地说道 嘿 算这小子良心 一听这话 赵重远顿时笑了 确实他们之前来的时候 那路太颠簸了 如果继续 沿着原路回去 这一千斤的玉女烧 估计没走到一半的路程 全报销了 而若是沿着赵定修好的路走 却又快又省时间 到了燕州 就可直接搭上水路回京城 这确实是最方便的路线 而且安全 就在二人眼看着黑星导游 带人把东西全部搬好 二人也刚刚坐上马车的时候 黑星导游脑袋 突然从车帘外面伸了进来 二位贵客 送二位出城到燕州 并不在幽州的服务范围之内 乘惠三十两银子 王力士 赵重远 第21章 燕王无道 坑害过路百姓 这逆子怎么叫 赵重远气得轻轻暴跳 他自然看得出来 这些人定然是照定安排的 但这什么意思 五十万两赚的还不够 这三十两也不放过 老爷 老爷 一看赵重远脸色都黑了 王力士赶紧安抚 这可是幽州 燕王殿下的地盘 您前脚刚和燕王殿下发现那种毒誓 后脚闹大了 丢的还不是你自己的面子吗 呼呼 赵重远长舒一口气 硬生生把心底 这股邪火给压下来了 顺带着又默念了七八头十遍的 陌生气 力士 给钱 赵重远强压着怒气吩咐一声 王力士一脸为难 老 老爷 我 嗯 你没了 赵重远眉头一瞬间拧住了 啊 王力士善笑一声 被赵定这么一番操作下来 可不就是没了吗 还另欠了五十万两吗 但这句话 王力士那是打死都不敢说 没办法 赵重远只能轻哼一声 邪谋的看向二娃子几人 几人面色异苦 彼此相识一眼 但凑了半天 好不容易也才凑了二十九两的碎银子 距离三十两依旧差了一两 倒不是他们穷 而是身为宫廷内卫 又是和皇帝陛下出差 谁能想得到 有需要自己花银子的时候 故而出门也就没带几两银子 基本上就准备着白嫖自家顶头上司 没了 赵重远嘴角一抽 没了 二娃子几人面色异苦 彼此相识一眼都摆了白手 这一幕 赵重远的嘴角更是止不住的抽搐起来 要不是王立氏拦着 他就准备脱下鞋把子 冲到燕王府 抽赵定一脸 你就是这么让你老子丢人的 你就是这么让你老子一毛都不剩的 滚出幽州城的 你就是这么当儿子的 赵重远心底那个气啊 不过到最后 声声还是忍了下来 一旁的黑心导游 一看着架势 估摸着也拿不出钱了 在二娃子几人死抓着 恋恋不舍的眼神中 一把抢过几人手上的碎银子 对着身后的账房先生吩咐道 记账 雍州江南府商人李龙 欠燕王府一两银子 哎 伴随着黑心导游的话音落下 身后顿时走出一个头戴官帽 眼上挂着一个厚厚 带着老花镜的账房先生 一看这架势 原本还有些碍于面子 绝强扭过头去的赵重远 顿时惊望 下意识地扭过头 看向这名从黑心导游 身后走出的账房先生 你特么的前前后后 接近六十万两银子都赚了 这一两银子也要算账 求求你当的人吧 黑心导游咧嘴一笑 叹道 哎 没办法 咱毕竟是在燕王殿下手下当差的 这各种规章制度 都是燕王殿下定的 你说 给你免了这一两银子 但燕王殿下算起来 我没法补啊 不得已 您就劳了一下 说到这里 黑心导游一脸谄媚地看着赵重远 越是看着这个眼神 赵重远越是恨不得上去趴地 给这个黑心导游两巴掌 要不是这黑心导游四处到路 竟把他们往贼窝里面带 他们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块吊坠 赵重远哼了一声 随手抛给黑心导游 这老爷 不想欠这一两银子 一看这吊坠的橙色 黑心导游的眼灯时就亮了 一手摸着吊着 一手连竖大拇指道 对对对 您是真老爷 您是真老爷 他法外狂徒张三 虽说没有多少见识 也就会玩嘴 但没吃过猪肉 可也起码看过珠宝 这玉坠的橙色 这晶莹剔透的橙色 拿出去卖那起码上千两 当然处于黑心导游的 高操道德素养 这玉坠自然而然的 就被他当作一两银子的价值 收在了袖子里面 回头向着身后招手道 看什么看 还不帮这位真老爷搬东西 在黑心导游的招呼下 后面的那些帮忙搬货的人 顿时一脸乐呵的 屁颠屁颠地跑了了上来 按照他们家燕王殿下 货物里面所有的利润 三成会放在年底 一次性发给他们幽州百姓 作为年底奖金 而这趟货物的利润 起码超过四十万两 也就是说 有十二万两 要入他们幽州年底奖金池里面 到时候 分到他们手里 也有不少 而看着黑心导游 指挥着这些幽州百姓 上下搬弄着货物 一旁的王历是脸 都有些绿了 那玉坠 可是前几年南辰使臣 作为国礼 送给赵重远的 那可是真正纯天然的祖母绿 价值不可估量 就这么当作一辆银子抵押了 没过一会 在一群人的帮衬下 货物就装满了 整整六架马车 或许是怕玉女烧盐涂碎了 还特地换上了密封的木桶 如此一来 就可最大程度的减少 沿途的损耗 而赵重远和王历是二人 也自然坐在了 最中间的马车里面 一上马车 赵重远便黑着脸 看向王历是 回京之后 给赈你一份玉址 即刻派人八百里 夹记给我送到幽州 这 王历是下意识地硬喝一声 但很快就愣住了 一脸茫然地抬起头 看向赵重远 陛下 您要写什么 给赈写燕王无道 坑过路商旅 有损我大前皇室威严 这他伐奉三年 以示警戒 赵重远脸色阴沉地说道 王历是文言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小心地说道 陛下 您刚回京就下这份玉址 您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这不等于说 您和燕王殿下承认了 您就是李龙 我 我 赵重远我了我半天 愣是一句话说不上来 一拍马车的车厢 怒气冲冲道 朕就是承认了 又怎么样 难道还不能让朕说话了 谁给他的胆子 赵重远越想越来气 本来好端端地来看儿子的 结果到来 幽州与他想象之中的完全不同 也就算了 到最后 自己还被坑得一毛钱银子 都不胜地回去了 这口气 他如何能忍 王丽氏看着正在气头上的赵重远 欲言又止 过了半晌 终究忍不住说道 陛下 你有没有想过 燕王殿下早都不在意咱朝廷的俸禄了 赵重远 第二十二章 可惜 有些人 他不当人啊 幽州地界的路 还算好走 整整六辆马车 外加上赵重远自己的马车 一共七辆马车 快速地行驶在青石板路上 一路上没有什么颠簸 沿途的村落 也都是一排排修建整齐的木屋 看样式和房屋布局的构造 一看就是经过官府的统一修整规划 家家户户都有牛羊 老百姓虽然依旧还在田间劳作 但每个人脸上都或多或少地洋溢着笑容 看着这一幕 赵重远心底对于赵定的怨怨念也少了许多 至少他这儿子虽然坑了他这个老子 不过对于地方百姓却是不错 不仅是幽州城内的百姓富足 连幽州和眼州交接地带的百姓生活的也不错 可见赵定在地方治理上着实下来一番很功夫 其实仔细想一想 赵定也没坑他多少 反倒是他这个老子坑了赵定五十万两白银 一想到自己用的是李荣的假名 赵重远心底顿时有些得意 和老子斗 你还是嫩了一点 李氏 回去从政的内裤中拨出二十万两银子 到时候你派人送过来 赵重远对这一旁王立氏吩咐道 是陛下 王立氏点头应喝一声 赵重远对于赵定这个儿子 终究还是有些下不了手 至于为什么是二十万两 那自然是这几车祸 撑死也就值二十万两 他赵重远眼光何等毒辣 仔细回味过来之后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赵定在价格上做了手脚 故而给个二十万两 也算是他赵重远这个做爹的该做的了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他赵重远的内裤里 属实没多少银子了 大前年年征战 再加上前朝一流的弊端 这些年国库空虚 赵重远都是以自己内裤的银子贴补国库 如此今年累月下来 自然就没有多少银子了 就在此时 哐当一声 马车突然传来一阵颠簸 猝不及防之下 赵重远险些甩了出去 幸亏被王立氏一把扶住 陛下 王立氏急忙呼喊一声 赵重远却是微微皱眉 掀开车帘 望了沿马车外面 看着赶车的二娃子问道 这是出了幽州地界吗 是的陛下 此去再有三十里 就到了汽水 到时候 我们就能乘船回京了 二娃子恭敬地回应一声 听着二娃子这话 赵重远微微点头 心底却不知道 为何有些怀念在幽州的日子 那宽敞的马路 那整齐的街道 那一排排统一修建的村居 而眼下出了幽州 到了眼州地界 却仿佛一下 将他从梦境拉倒现实 然而还未等赵重远感慨一会 车辆忽然又停了下来 怎么停了 赵重远微微皱眉 目光不由地望向马车外面 崎岖不平的土路上 一排排流明的身影 挤满了潜行的土道 衣衫蓝绿 面黄鸡兽 车队里面除了二娃子 以及几名必须要留下的护卫之外 其余的护卫 已经跳下马车 开始驱赶流明 这才是我大前的常态啊 赵重远苦笑一声 眼底尽是唏嘘 大前立国两百年 乃是周遭列国之中 除了大禹和大离之外 立国最久的王朝 论年代远在南辰和北梁之上 但立国两百年来 也早就了大前 豢养出了一群无比庞大的官僚体系 世家门法 这些人就是趴在大前这棵 摇摇欲坠的老树上的吸血虫 再加上前朝立志腐败 就是他赵重远有心改革 但却也收效甚微 阳凤因为知识他见得太多了 只要有陛下在 一切都会好的 王立氏在一旁安慰道 哼 会好 赵重远自嘲一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要是会好 他就不用整整二十年 还要和那帮群臣斗智斗勇了 然而就在此事前方的流明队伍之中 忽然传了一阵骚乱 赵重远定惊望去 不知道何时 那黑心导游已经跳下了马车 在人群里面 夹起了一口大锅 里面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旁边还有几名随行的大汉 不断地从马车里面 掏出一大包的囊 馒头 窝窝头等冲击的东西 堆放在地上 黑心导游一边挥动着大铁勺 熬制着锅里的米粥 一边吆喝道 有碗的自己准备碗 每碗的来这边领 每人一碗 外加两个窝窝头和一个囊 有力气了就往幽州走 咱燕王殿下随时欢迎各位 到了咱幽州别的不敢说 饭馆饱 黑心导游一边吆喝着 一边亲自给那些蜂拥而来的难民 从大锅里面咬着米粥 本就混乱的场面 顿时变得更加混乱 一个个难民发了疯似的 往黑心导游那边挤了过去 黑心导游似乎早都料到了这一幕 身旁的那些魁梧大汉 直接从车上 掏出一个个铁制的狼牙棒 哐的一声 敲在地面上 老师排队的有的吃 想捣乱的也可以过来 黑心导游面色阴冷地看着人群 伴随着起几声吆喝下 原本混乱的人群顿时老实了起来 派人过去帮忙 赵重远见着这一幕 虽然有些诧异 但很快就对着王力士吩咐一声 随着王力士带着 原本在驱赶人群的宫廷那位加入 混乱的场面顿时变得有序了不少 一直忙碌到了下傍晚 所有的流民才都混上一口吃的 拿着南河窝窝头 沿着黑心导游所知的方向 向着幽州走去 见黑心导游停了下来 赵重远走上前好奇地问道 世人皆以流民猛于虎而不敢救荒 为何你们幽州反倒是让这些流民去幽州 不怕给你们幽州惹出祸端 怕什么 咱们燕王殿下最近正导过一些场子 正好缺人手 有这些人去了幽州 刚好帮忙 而且咱燕王殿下说过 人口才是第一声产力 有人在那就不缺吃的 每人干啥都没用 黑心导游咧嘴一笑 说完又自嘲笑道 其实不满几位 我当初也是流民来着 要不是燕王殿下给我一口吃的 我可能都饿死在幽州城头了 听着黑心导游这话 这一刻 赵重远突然有些沉默了 是啊 人口才是第一声声产力 有人什么都有 没人什么都没有 可惜 有些人 他不当人啊 第23章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看着赵重远 神色似乎有些低沉 黑心导游撇了撇嘴 没想到 这还是一个爱国商人 其实这场面 他看多了 当年赵定还没到幽州的时候 那叫一个惨 树皮都没得吃 几个馒头 换个媳妇回家的事情多得很 路上到处都是活活饿死的人 连尸体都没人埋 只能喂野狗 甚至一子而食的事情 都是常见 那才叫人间地狱 也就这几年 日子还算好过一点 黑心导游 随手把之前赵重远 丢给他的那枚吊坠 抛给了赵重远 看在你还有爱国心的份上 这玉坠咱就不要了 那一两银子 我张三帮你垫了 不用 赵重远挥手拒绝 天子送出去的东西 哪还有拿回来的道理 嘿 这商人有点意思 张三咧嘴一笑 也没在意 继续招呼着手底下人 帮忙给锅底添加柴火 一边眼神绿油油的 看着这些流明 这些可都是钱啊 等到了幽州这些人 都会成为他们家燕王殿下 手底下那些厂子工人 到时候 一个个厂子建起来 以他们家燕王殿下 弄出来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还不遍地都是黄金 与此同时 赵重远背负着双手 走到了马车上面 看着王力士 赵重远一脸的阴沉 眼中的郡王是谁 啊 听着赵重远这话 王力士眉头微微一皱 眼底有些错愕 说 赵重远 依旧脸色阴沉地问道 看着赵重远 一脸认真的驾驶 王力士感觉好像 也有些敷衍不过去了 硬着头皮道 是齐王殿下 赵折那小子 赵重远 亚然地看着王力士 声音都不由得有些拔高 是 是 王力士一脸善笑 齐王是赵重远的第八子 也就是赵定义母哥 本来齐王的封地不在这里 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后来是齐王的母妃张贵妃 亲自找赵重远说情 外加张家 在朝堂上也有不小的势力 故而才将齐王赵折峰 在眼周这地方 眼周 虽说不是特别附属 但也是大前重要的粮仓之一 黑土地上 最容易种庄稼 而且有幽州这个天然屏障在 只要幽州不破 眼周基本上没有战乱之忧 可如今 挑两匹快马 随我去眼周 另外再叫上几个人 随行护卫 赵重远一脸阴沉地吩咐道 啊 王力士一惊 有些犹豫地看着赵重远 眼睛咕噜噜地转 不屑不知道该往哪看了 犹豫什么 赵重远气得大骂一声 朕把幽州交给赵主这小子治理 结果你看看 他给朕治理成什么样了 王力士善善一笑 悠悠地说道 陛下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齐王殿下治理的不行 而是燕王殿下太过于优秀 什么赵定优秀 他优秀个屁 坑老子坑的优秀吗 赵重远有些不服气 又一拍大腿 怒骂道 他赵定优秀怎么了 再优秀 也是朕的种 是朕鞭策的好 我看齐王现在不行 就是朕鞭策的不好 赵重远耿着脖子 瞪着王力士 嘿嘿 王力士一脸善笑 赵重远这话 他不知道怎么接 好像您这个 老子也不如燕王吧 但这话 王力士打死都不敢说 看了一眼赵重远 又看了一眼 外面那整整六车的货物 王力士看向赵重远问道 那陛下 咱要是转到是 衍州齐王府 那这些从幽州 带出来的东西 怎么处理 让那个叫二娃子的护卫 带几个宫廷内卫 随行押送 记得挂上官船的旗子就行 赵重远不耐烦地吩咐一声 就在两人说话期间 护卫已经牵来了几匹快马 赵重远翻身上马 随手一挥马鞭 驾的一声 身下黑色的骏马 便向着眼周城而去 身为马上天子 赵重远虽然登基多年 但马上的功夫 却是一点没有减弱 老爷 看着赵重远骑马就走 王力士赶紧带人追了上去 张三一看着驾驶 顿时猛了呀 这半路绕到什么鬼 不过一看赵重远虽然走了 还留下不少人在一旁 心底也就放心了 这到手的大飞扬 可不能飞了 半日之后 眼周骑王府内 一名青年 懒散地躺在大厅里面 身边是歌舞成群 身材窈窕 模样貌美的歌姬 随着乐视的弹奏 翩翩起舞 在这青年的身边 站着一名如生打扮的老者 此刻正站在 附在青年耳边 小声地说着什么 青年一边享受着 身旁侍女娇柔的服饰 一边一脸不服气地 瞪着老者一眼 大王我在皇宫当了 十八年的孙子 现在难得到了封地 我想说点怎么了 怎么了 那如生打扮的老者 面色一苦 板井圈说道 殿下 小的不是不让您享受 而是外面的人 实在等得及啊 您要不先见剑 见什么剑 没看大王 我正享受了吗 就在二人说话期间 大厅里面的乐舞 也都停了下来 照着一看这架势 顿时急了 一拍桌子 从靠椅上坐起 节奏奏乐 接着舞啊 都愣着干什么 不就是两个人吗 等大王 我享受完了再说 赵哲满不在乎 就在此时 啪的一声 紧闭的大厅大门 突然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一个和赵哲面容 有些相似的中年人 提着鞭子走了进来 嘿 你还接着奏乐 接着舞是吧 来阵就让你好好的舞 啪的一声 就对着赵哲一鞭子 抽了过去 随着这名中年人进来的 还有一名面白无须的老者 此刻这面白无须的老者 正捂着脸 一脸不忍直视地看着赵哲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路快马加鞭 从幽州和衍州交界地带 赶到衍州城的赵重远 和王力士二人 本来赵重远就一肚子火 好家伙 赵哲居然还让他在外面 等了半个时辰 尤其是王府里面的管家 还和他说 赵哲正在享受乐舞 让他们继续等着 至于等到什么时候 看赵哲心情 好家伙 赵重远那瞬间 就是红温了呀 拎着鞭子就冲了进来 更是压根就不在乎 还有没有旁人在场 直接对着赵哲 就是一鞭子抽了过来 赵哲和赵定不同 赵哲的母亲张贵妃 是他赵重远 除了皇后之外 最宠爱的妃子 自幼赵哲也都跟在他身边 可以说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结果就这 就这 你大胆 赵哲仓皇地 避开赵重远抽下来的一鞭子 闪身躲到 另外王府大厅的柱子后面 侧立内忍地看着赵重远 嘿 我大胆 你看看我是谁 一听赵哲这话 赵重远更是怒了 黑了一声看着赵哲 你是谁 你是天王老子 父皇 赵哲下意识地 想要破口大骂 但一看清楚赵重远的面容 赵哲猛了呀 第24章 赵重远的决心 赵重远一边拎着鞭子 一边向着赵哲走去 你还知道我是你父皇啊 父皇 我 赵哲急忙辩解 你不是接着奏乐 接着舞的吗 奏乐啊 我啊 说着又是一鞭子 向着赵哲抽去 眼看着一鞭子抽来 赵哲抖得和筛糠似的 一边哆嗦着 一边后退 满脸求饶地看着赵重远 父皇 你听我解释 在求饶的同时 赵哲还不住地向着王力士 眼神示意 帮忙求情 然而王力士 却直接仰头45度望天 直接把赵哲当成了空气 看着王力士不敢插手的样子 赵哲嘴角抽搐 吞咽了一口口水 看向赵重远 一脸陪笑道 父皇 您来之前 您可以派人提前和儿子说一声吗 我派人去接你 说到这里 赵哲脸上露出一个 自以为真诚的笑容 赵重远同样咧嘴一笑 随后手里的鞭子 啪的一声 直接对着赵哲一鞭子抽了过去 那强烈的破空声 瞬间让赵哲头皮发麻 尸声喊道 爹 你这是要谋杀你亲儿子 今天老子还就是谋杀你了 打死你个不孝子 赵重远气得大骂 轮着鞭子追在赵哲的后面 你跑什么呀 你不是说 你在皇宫当了十八年的孙子 你要好好享受享受吗 来 你老子我让你享受 啪的一声 说完 又是对着赵哲一鞭子抽了过去 爹 你真的要打死我呀 赵哲教区 一屁股奔得老高 就这样 屁股 还是被碰了一下 顿时一股无穷的酸爽劲头 扑面而来 那张脸蹭的一下就红了 同时 一股久远的记忆 顿时扑面而来 那股酸爽劲 他可是好多年没体会过了 你小子能躲是吧 赵重远大骂 追在赵哲的后面 抡起鞭子又打 两个人一个逃 一个打 没多久 赵重远就累得气喘吁吁 毕竟不年轻了 一旁的赵哲 见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同样气喘吁吁的坐在地上 心底郁闷的一塌糊涂 自己这老子 怎么就突然杀到眼周来了 而且一见面就打 然而下一刻 就听着赵重远 对着王立氏喊道 立氏 带人 给把这个逆子绑起来 不是 爹 你来真的呀 一看王立氏已经带着走了上来 赵哲顿时急了 但王立氏却已经带人走了过来 王总管 我这 赵哲急忙后退 王立氏一脸苦笑 齐王殿下 您就老实点 别让奴才难做 等陛下消了这口气 你也就没事了 一挥手 身旁的几名大内敬畏 顿时走了上去 三下五除二的 就把赵哲捆了一个结实 顺带着直接给赵哲掉了起来 你小子不是厉害吗 自己以为封地建设的不错 就给老子得死了是吧 还想坑老子 老子是你说 能坑就能坑的吗 还逼着老子发毒誓 啊 瞧把你能耐的 你以为老子傻 老子用的是假名 赵重远一边抽着赵哲 一边骂骂咧咧 但赵哲听着 听着就猛了呀 他什么时候骗过赵重远啊 还发毒誓 这哪个呢呀 他完全是一头雾水 不过好在 赵重远并没有真的下死手 鞭子早已经换成了王府的鸡毛胆子 打的补位也都在屁股上 但就是这样 赵哲依旧被打得呲牙咧嘴 看着赵哲这凄惨的模样 王力士捂着嘴 差点笑抽过去 感情自家这主子 这是借机撒气呢 那赵定没办法 就拿赵哲出气了 过了半晌 赵重远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手里的鸡毛胆子 也被打得毛都快掉光了 被吊在房梁上的赵哲 一脸委屈 但愣是一句话不敢说 委屈屈巴巴地 看着自家的老子 看什么看 打你还不服气啊 赵重远一瞪眼 赵哲立马缩了一下脑袋 委屈地把头扭到一边 更不敢说话了 见赵哲不说话了 赵重远这才清了清嗓子 妄想赵哲说道 朕给你三年的时间 朕不希望在大前境内 再看到刘明 啊 有这事吗 赵哲茫然地 看向赵重远 给我吊起来 给朕把马鞭拿过来 一看赵哲一脸茫然的样子 赵重远顿时气地不打一出来 伸手接过一旁护卫手里的马鞭 啪的一声 直接一鞭子抽在了赵哲的屁股上 刹那间皮开肉绽 赵哲的脸蹭得一下就红了 急忙大喊道 父皇 饶命啊 饶命 谁饶了那些百姓的命 赵重远气地破口大骂 啪的一声 又是一鞭子抽了下去 刹那间 两道猙獰的血痕 出现在赵哲的屁股上 一身黑色的蟒袍 都被打得裂开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赵哲哭喊着求饶 他特么的 怎么知道 他老爹赵重远会过来 而且之前都没有消息的 还有那流民的问题 他怎么解决 自前朝开始 不就是这样吗 啪啪啪 又是几鞭子下去 打得赵哲哭天喊娘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杀猪 爹 别打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赵哲哭喊着 望向赵重远 那眼泪哗哗的就出来了 完全不需要酝酿的 看着赵哲这副模样 赵重远哼哧哼哧的喘着粗气 朕只给你三年的时间 如果三年内 眼周境内 还是到处都是流民 你这齐王就不用当了 你不是觉得流民正常吗 老子到时候 让你当流民去 啊 爹 我是你妻儿子 一听赵重远这话 赵哲哭得顿时更凶了 你再叫一声 赵重远气得鞭子 又轮了起来 一看这架势 赵哲顿时耸了 委屈巴巴的看着赵重远 儿子知道了 别叫我爹 这里只有君臣 赵重远大骂一声 顺手又把鞭子扬了起来 是 父皇 赵哲脑袋一缩 赶紧恭敬回道 赵重远看了赵哲一眼 另外罚奉三年 以示警戒 啊 赵哲惊呼一声 父皇 而臣就指着这个活呀 你不给我俸禄 我吃什么 然而赵重远却看都不看赵哲一眼 挥了挥袖子走出大厅 一出门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老子拿你没办法 我还不能罚别人了 舒服了 彻底舒服了 出了齐王府 赵重远望着不远处 那于幽州近乎一个天一个地的城池 以及明显冷清不少的街道 赵重远眼底满是忧虑 长叹一口气 赵远以为 只要秦正爱民 整顿励志 终有一天 会挽回前朝留下的弊端 让百姓生活富足 如今看来 赵倒是把这事想得简单了 没想到郑堂堂大前皇帝 到头来 反倒是不如自己的儿子 可笑 当真是可笑啊 王立氏赶紧安慰道 陛下 幽州终究是一城之地 而陛下 要面对的是整个大前九州二十八府 其中情况之复杂 远非幽州一城之地所能相比 燕王殿下虽有才华 但若是 放在您的位置上 也不见得能做得比您好 赵重远没作声 此周观望了一会 便向着重新骑上马 向着骑水的渡口赶去 第25章 你一个六十岁小儿 怎么睡得着 等赵重远带着王立氏 赶到骑水渡口的时候 黑星导游 已经带着幽州的人走了 至于那些 从幽州带回来的货物 早已经被人装好 放在货船上面 整整一大货船 货船的四周 二娃子 这些人全副武装 持刀而立 见着赵重远 带着王立氏走了过来 赶紧下跪行李 好了 在外面就不需要这样了 赵重远摆了摆手 他出身皇家 但也不喜这些礼仪 坐在船舱里面 赵重远略显忧虑地看向 王立氏开口问道 立氏 咱国库还有多少钱 任凭这货船 在汽水的河面上 缓缓滑动 赵重远望向身旁的 王立氏开口问道 身为大前司礼监掌印太监 王立氏除了有 前置大前内阁的职权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替他赵重远监查六部 陛下 这几年南京不稳 国内年年灾荒不断 去年潜水泛滥 一次性又拨出去 近七百万两银子 您又免了潜水沿岸的赋税 咱国库目前满打满算 也就还有不到四百万两银子 王立氏认真思索了片刻之后 低声回道 潜水是除了汽水之外 大前另外一条河流流域广泛 几乎笼罩着大前半壁的疆土 是大前南北往来重要的贸易渠道 可以说是大前的母亲河 但成也潜水 败也潜水 历年来 潜水每道雨季 总是会河水泛滥 沿途不知道多少百姓 被洪水闹的家破人亡 就是在修筑河堤上 赵崇远这些年来 都拨出去了大笔的银子 那真的内裤中 还有多少银子 赵崇远问道 回陛下 一共还有一百零二万两多一点 若是除去还给燕王殿下的二十万两 就还剩下八十万两 王立氏恭敬地回道 皇室内裤的银子 主要来自盐铁专卖的收入 而像土贡 山泽园池的出产 关税九税的收入 是归皇家所有 除此之外 其实大前师十四岁以下 未成年人也要交人投税 被称之为口钱 每年二十三文 其中的二十文归皇家 三文归国库 这是大前自开国以来 便立下的规矩 但自从赵崇远登基之后 这人投税便免了 起因便是 朝廷有大臣上奏说 民间有些人家 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口钱 孩子一生下来 就被掐死 赵崇远不忍如此 故而免去了这次大前立国以来 便有的人投税 其实一个孩子 一年二十三文钱 看起来并不多 但实际上 却是在征收的过程中 下面的当官的 会拿着鸡毛荡令件 在一年中多次征收 再加上地方的种种附加 数额早已经是规定的数倍 也正是因为如此 赵崇远才下令 直接从源头上 断了这笔人投税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导致如今赵崇远的内裤 远没有前朝皇室的内裤多 给国库再贴补个五十万两 留下个三十万两好了 赵崇远神色平静地回道 随后又是有些感慨道 哎 皇帝也没钱啊 赵崇远长叹一声 国库之所以没钱 倒不是因为大钱贫瘠 而是两百年的历史积累下来 那些门阀世家 和朝堂勾连的势力太大 若非大钱周遭列国强敌还四 赵崇远早都拿这些 趴在大钱身上吸血的蛀虫开刀 陛下 老奴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思索了半晌 王立氏有些犹豫地说道 你说便是 难不成你以为 正是那种听不见劝谐的帝王 赵崇远扭头斜眸地看着王立氏 其实老奴以为 眼下就摆着一条大好的身材之道 王立氏回道 嗯 赵崇远微微皱眉 陛下 其实燕王殿下 已经给咱们开了一条好的身材之道 说着 王立氏又从袖子里面取出了之前 他拿出来的那个琉璃杯 你的意思是 赵崇远眼前一亮 笑着看着王立氏 陛下 这玩意在幽州便宜 但在大前帝都内 却并没有普及 再加上之前高丽进贡之时 给这些玻璃杯一顿吹嘘 京城的那些王宫贵族 哪个不想得到一件 实不相瞒 就是奴才知道的 一件从皇宫里面流传出去的琉璃杯 已经在京城的那些达官显贵手里 卖出了天价 若是咱们 将这一次从幽州带回来的货物 全部拿出去卖 依我看着一来一去的利润 起码翻一倍 王立氏意味深长地看着赵崇远 他在大前身上吸血的世家大族手里 并非没有钱 若是直接开刀 难免要激起他们的反抗 但这样一搞 反倒是容易让他们掏钱 好好好 立氏啊 立氏 倒是跟随朕多年 你倒是懂得朕的心意的 赵崇远哈哈哈哈大笑 顺带着脸不红气不喘的 就把王立氏想出的主意给摘了过去 看着赵崇远这样 王立氏不动声色地翻了翻白眼 那陛下 这定价怎么说 确定好这个办法之后 王立氏又是望向赵崇远 我记得那玉女梢 哦 不对 是穷江仙禄 好像是八十两银子一两吧 赵崇远扎巴着嘴 有些模棱两可的说道 王立氏 论黑 还是你黑啊 就在赵崇远带着王立氏 乘船顺着骑水 向着大前帝都应天赶去之时 齐王赵折被赵崇远 吊在房梁上打 伐墨三年俸禄的消息 不进而走 一瞬间 整个大前朝堂 鸡飞斗跳 后宫里面 齐王生母张贵妃 哭得稀里哗啦 内阁里面 当朝首府杨府 杨太妇忙得飞起 一个年轻八十的老人家 趴在暗渡上 鼻走龙蛇 一个个奏折飞速地 在他眼前掠过 户部今年的税额呢 怎么还被拿过来 请兵告假了 户部侍郎正在统筹 告假 听着一旁府官的回禀 杨府一拍桌子 老夫今年都八十了 还在这里忙活 他一个六十岁的小儿高假 他这个年纪 怎么敢告假 你告诉他 今晚之前 不对 是陛下回来之前 户部今年的税额 要是没统计出来 让他提着脑袋来见 本太夫要是被他连累的 也罚了三年的俸禄 老夫直接抬着棺材板 睡他府上 第二十六章 本歪嘴龙王绝不会屈服的 一瞬间 整个大前的朝堂 都开始鸡飞狗跳起来 该查就案的连夜查案 该砍头死刑犯的连夜砍头 那是连一口断头饭 都没来得及吃啊 一时之间 京城五门外 乃是血流成河 这几天 囤留下来的死刑犯 一次性全部解决 后宫之中 马皇后端坐在梳妆台前 虽已经年余五十 但岁月在这位以贤惠 而闻名周遭列国的 大前皇后脸上 并没有留下多少岁月的痕迹 雍容而华贵 举止而端庄 太孙现在在何处 随着宫女 在马皇后高高盘起的发际上 插上最后一根凤钗之后 马皇后望向身旁的宫女 翠丸开口问道 这个点 估摸着还在文华殿 随张世伟夫子学习礼法 翠丸略微思索之后 答道 他能那么老实 马皇后狐疑地看向翠丸 嗯 翠丸略显犹豫 马皇后醋鹅一叹 我真的是给这孩子宠坏了 太孙赵清瞻 乃是大前已故 义文太子的嫡长子 义文太子故去之后 赵重远爱屋及乌 也为了避免大前后世子孙相残 便将义文太子嫡子赵清瞻 立为皇长孙 一直待在身边亲自教导 望其日后能继承大前国统 但奈何赵清瞻年幼 少年心性 再加上与其夫义文太子 脾性完全不同 儒雅不足 怒芒有余 一直令赵重远颇为头疼 此次微服私访出宫 将国阵交给赵清瞻 并且命马皇后垂帘 也是有意 想要锻炼锻炼赵清瞻这位皇长孙 结果这位皇长孙倒好 有马皇后在时 或许还能硬着头皮 看着奏本不至于睡着 可一旦马皇后不在 那就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直接将内阁一并事物 又给三朝首府杨府养老大人 自己跑去后宫 与太监宫女 玩起了排兵不振的把戏 自封大将军王 起码差点掉狐狸淹死 命好了没两天 又在后宫里面 命宫女和太监 模仿民间的方式 让宫女做决断 自己当起了市场牙医 后来干脆直接献学献卖 扮演起了乞丐 让宫女和太监 给他施舍饭食 最离谱的听说 民间有抓出鬼的男女 进猪笼的习俗 这位太孙一来进 直接让宫女和太监 把他装在猪笼里面 然后自己穿上女子的衣服 一边高喊不要 一边让宫女和太监 给他沉入湖底 得亏是马皇后及时赶到 不然这位皇太孙没准 就追随了其父的步伐 不过这位皇太孙 虽然顽劣的一点 但却也并未做出 什么真正残杀之事 也正是如此 赵重远和马皇后 才忍得了他 否则走废了 百驾东宫 穿好凤袍 马皇后悠悠 从梳妆台前站起 脉步走出昆宁宫 向着东宫走去 东宫 身为大乾隆楚的乾隆之地 向来规矩森严 守卫众多 但此刻却完全是 另外一幅光景 一条东宫的大道上 到处都是叫卖的小贩 各种东西千奇百怪 应有尽有 乍一看 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可若是仔细看去的话 就会发现 这街边的小贩 男的都没胡子 女的一个个模样 都出奇的别致 当的一声 一个面白无虚的小太监 敲着铜锣走在前面 后面跟着一群 穿着铠甲配到刀兵的宫廷内卫 而在这些宫廷内卫之后 一小丝牵着一匹黑色的骏马 载着一个骑在高头大马上 穿着明皇华服的少年 缓缓行走在街道上 在这个穿着明皇华服的少年前面 还坐着一个少女 此刻二人正在这名小丝的牵马行走下 大摇大摆地 走在东宫前的青石板路上 身后还跟着一群抱着仪仗的宫女和太监 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在东宫前面 随着最前面的小太监 敲动铜锣 原本热闹的街道 顿时安静了下来 那些在道路两旁 由宫女和太监扮演的小贩 顿时煽呼 见过皇长孙 而黑色骏马上的那个 穿着明皇色华服的少年 也是微微白手 满不在乎地喊道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长孙 随着这名穿着明皇华服的少年白手 那些宫女和小贩连连跪些 皇长孙 您看大前风貌如何 可有万国朝拜之景象 就在此时 那黑色的骏马前 那名穿着破烂负责牵马的小丝 顿时一脸得意地 望向身后高头大马上的少年 本太孙的皇爷爷治理得好 我大前自然有万国朝拜之 皇后娘娘驾到 还没等黑色骏马上 穿着明皇色华服的少年说完 东宫外面 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喊叫声 庶民面白无须的小太监 出现在东宫的门口 而在这些太监的后面 则是一座打着仪仗的拦架 而在这拦架之上坐着的 正是当今大前皇后 马如荫马皇后 一看马皇后出现在东宫外面 原本东宫一片热闹的场景 顿时大乱 一个个护卫 宫女 太监顿时跪服在地 神色惊恐地看着马皇后 而那名坐在高头大马上 一手搂着姑娘 一手抓住马鞍的少年 更是一溜烟地滚下马鞍 跪在地上 娘娘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再也不敢了 一边哭喊着 一边不断地往自己脸上扇着巴掌 然而马皇后 却看都没看这名跪在地上 不断地往自己脸上抽着巴掌的 明黄色华服少年 而是静直走到那名 牵着黑色骏马的少年面前 伸手直接凝住着小丝的耳朵 直接凝了180度 雍容华贵的脸上 静视怒色 好你个赵青瞻 本宫一日不来东宫 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祸事 还把自己的衣服给太监穿 谁给你的胆子 哼 本歪嘴龙王绝不会屈服的 然而 这名穿着破烂的小丝 顿时一哼 嘴角歪向一边 同时握紧拳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嘿 这说话一道一道的哈 默契少年穷都来了 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到底是哪来的 马皇后一听赵青瞻这话 顿时乐 伸出另外一只手 直接把赵青瞻另外一只耳朵 直接又凝成了180度 哼 本歪皇祖母饶命啊 我错了 第二十七章 赵定没回来 你错了 马如荫看着赵青瞻 还没等他说话 又摇了摇头 不 你没错 是皇祖母错了 随后对着左右大声喊道 来人啊 给我把他吊起来 皇祖母 我我我 一看这架势 赵青瞻顿时急了 但还没等他站起来 马皇后身边的几名侍卫 顿时冲了上去 给赵青瞻又按在了地上 顺带着捆了一个结实 直接挂在东宫的大门上 马皇后撸起袖子 伸手从旁边的岸台上 拿起一根鞭子 一步一步地走向赵青瞻 你不是本歪嘴龙王 绝不屈服吗 没事 本宫打得你屈服 啪的一声 但鞭子却抽在了地上 赵青瞻还没擦干眼泪的脸 顿时笑了起来 皇祖母 我就知道 你不会舍得打我 嘿嘿 别别别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皇祖母 还没等她笑完 说完 就看着马皇后 扔掉手里的鞭子 从路边捡起一条细长的柳条 走了过来 你错了 你没错 是本宫错了 话音落下 啪的一声 那一瞬间 那柳条接触皮肤的感觉 瞬间让赵青瞻疼得呲牙咧嘴 死 赵青瞻倒吸一口凉气 眼泪刷的一下就掉下来了 看着马皇后 哭喊道 皇祖母 你真的舍得打呀 你不是歪嘴龙王吗 你不是默契少年穷吗 上美给本宫弄出来的这些歪理 说着 马皇后又是一鞭子抽了过去 一边抽一边骂着 怎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是不是打算 等我和你皇爷爷归西了 你好好地报复我们 啪的一声 又是一鞭子下去 一股强烈的酸爽感 瞬间让赵青瞻疼得呲牙咧嘴 深吸一口气 结结巴巴的喊道 皇祖母 我没那意思啊 我就是说着娃啊 啪 又是一声 马皇后又是一柳条抽了下去 没那意思 马皇后继续沉着脸呵斥道 身为大前储君 不好好读书 整日和宫女太监私混 你就是这样报答你皇爷爷的 说着 马皇后抬手又要一鞭子抽下去 但就在她即将一鞭子抽下去时 东宫外面 一名小太监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 附在马皇后耳边 说了一些什么 马皇后眸光微微闪缩 听完之后 伸手把手里的柳条扔掉 对着左右的宫女喊道 给我把她放下来 一听这话 赵青瞻眼睛顿时放光了 赶紧晃动着身体 对着马皇后喊道 多谢皇祖母 多谢皇祖母 但马皇后却抬起了头 看着赵青瞻 笑道 别急 你皇爷爷回来了 啊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青瞻顿时惊了 颤声地看着马皇后 皇爷爷回来了 伴随着赵青瞻的话音落下 眼底那刚刚因为侥幸逃过一劫 而生起的余光 迅速地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皇爷爷回来了 这不是要男女混合双打 一想到那画面 赵青瞻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 朝天宫外 一面面龙骑迎风招展 长长地迎接队伍 从内庭一直排到五门 等马皇后 带着已经换好衣服的赵青瞻 赶到五门时 五门外面 已经站满了早已等候的满朝文武 臣等参见皇后 参见皇太孙 随着马皇后到来 五门外一名名文武大臣 顿时跪成了一片 诸位爱卿平身 马皇后仅仅只是硬喝一声 随后目光便焦急地 看向五门外面 赵青瞻 则依旧是一副生无可恋的站在一旁 在她的脑海中 已经演练过无数次 如何躲避男女混合双打的可能 但可惜 不管她如何演练 似乎都难逃一顿皮带炒肉丝 没过多久 五门外面 一辆黑色的马车 便缓缓朝着五门行驶而来 为首的 正是二娃子这些护卫 相对于在幽州和衍州时的轻装减幅 此刻二娃子等人早已换上了军装 换上了盔甲 神色素目无比 在马匹的一阵丝鸣声中 黑色的马车终于停在了五门外面 一旁早已等候的太监赶紧搬上下马凳 在王立氏的搀扶之下 赵重远缓缓地走下马车 钟正的脸上竟是威严 目光流转之间竟是王者霸气 陈等参见陛下 随着 王立氏搀扶着赵重远走下马车 满朝文武顿时再次叩拜 马皇后也走上前 微微欠身一礼 但看着马车上 只有赵重和王立氏走了出来 一双凤眸之中 顿时闪过一丝错愕 赵定怎么没一起回来 赵重远见此 嘴角微不可查地抽出了一下 但却并未说什么 依旧在王立氏的搀扶下 静止地走向太和殿 随着赵重远走向太和殿 满朝的文武也跟着走向了太和殿 到了最后 只剩下马皇后 带着赵清瞻依旧站在五门外面 你在等什么 又过了半晌 见马皇后依旧没有走的架势 赵清瞻一脸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 随本宫回宫 马皇后摇了摇头 一言不发地走向内庭 看着这个架势 赵清瞻乐了呀 这架势 他太熟悉了 一看就是自己的爷爷 惹皇祖母不高兴了 呀嘿 这岂不是意味着 待会儿我不用挨打了 一想到这里 赵清瞻顿时乐了呀 本来他还想着 怎么逃过男女 混合双打 可这么看下来 貌似不用挨打了呀 妙哉 妙哉 你挺开心啊 就在此时 马皇后的声音 忽然在赵清瞻的耳边响起 咯咯唠 那是牙齿打颤的声音 赵清瞻脸上 顿时露出一副笔哭 还难看的笑容 皇祖母 我 回去给我把太祖实录 给我抄写十遍 后天之前给我 不许让太监和宫女帮你 此话说完 马皇后又看向一旁的翠鸾 你盯着皇长孙 赵清瞻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皇祖母 你杀了我吧 太祖实录 那可是记载着 大前太祖圣武帝一言一行 全书加起来 有三万多字 还不许太监和宫女帮他抄写 只能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抄 这要抄到猴年马约 住 关于赵重远和马皇后的关系 各位读者大大可以 带入朱元璋和马皇后 只不过 一个是青梅竹马 一个是患难见真情 但都是真爱就对了 第28章 赵清瞻 你给我滚过来 皇祖母 赵清瞻悲呼一声 眼底那刚刚升起的神光 迅速地消散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太祖实录 实变 那就是整整三十万字啊 通篇还都是用官文书写而成 不说文周周的 他看起来都晕 哼 本歪嘴龙王 是绝不会屈服的 看着马皇后离去的背影 赵清瞻哼哧哼哧地站起身 抄就抄 随后 赵清瞻便憋着一肚子火 以及带着 默契少年穷般的稚气 迅速地跑回东宫 在一口一个翠鸾姐姐的叫声下 以及后者一口一个皇长孙 您也不想您在被男女 混合双打的威胁下 两只手握着十根毛笔 开始了自己的超书大业 太和殿内 陛下 这是今年刑部 您亲自定下的死刑犯名单 所有该处斩的人已经连 补补已经处斩完了 请陛下过目 刑部尚书刘德明 是一个胖子 此刻正气喘吁吁地 站在金鸾殿内 昨晚五门外血流成河 刀都砍费了几十把 就是他这个刑部尚书 急得都上去砍了两把 累得他这一身的肥镖肉 差点交代在哪里 结果没睡两个时辰 又被当朝首辅杨府 杨太师站在床边喊着 你一个五十岁的小儿 怎么睡得着的 刘德明怨啊 我一个五十岁的人了 孙子都能上私塾了 我怎么就是小儿了 但一看杨府都八十了 嗯 我刘德明是小儿 陛下 这是公布这几日迎善 鱼横 都水 屯田四清立丝 所有修建的项目 已经全部在加紧搭建 奏折里具体是进展程度 所有统计截至昨日 随着刘德明禀报完了之后 公布尚书张德干走了出来 人如其名 瘦得和马感一样 据说张德干没上任公布尚书时 还是一个胖子 但自从上任公布尚书之后 那体重蹭蹭地往下掉 恰好和刘德明相反 所以 在大前朝堂里面 二人一直被戏称为胖瘦头佗 对于此 张德干一直持反对态度 为啥自己这么瘦胖头佗 陛下 这是吏部今年统计出来的 全国官员考核名单 在上一年的任免的官吏中 三十六人有贪腐迹象 已经革职查办 还有十六人有怠慢之嫌 已经全部免职留用 另外还有三人应当得到升迁 陛下 这是护部 这是礼部 这是兵部 听着殿下一名名六部的主审官员 上前汇报这一段时间 他离京之后的事情 赵重远乐了呀 没想到 他这一招杀鸡紧猴 真正的猴没吓着 鸡倒是吓出了不少 这办事效率明显快多了吗 眼神示意王立氏走上前 一个个接过六部官员递过来的折子 赵重远便望向在场的六部官员 以及三位内阁大臣 朕离京这几日 太孙是如何监国的 朝中大臣又做了什么 赵重远的声音不虚不及 看不出丝毫的喜怒 本来还想着发发牢骚的杨府 一听到赵重远提起赵青瞻 顿时有些卡壳了 不仅是杨府 就连在场的其他两名内阁大臣 包括刘德明 张德甘在内的几名六部大员 都有些卡壳了 彼此相视一眼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最终 几人彼此相视一眼之后 杨府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 拱手道 陛下 您不在这几日 皇长孙他一直都是情情绵绵 配合着皇后处理 哎呀 你个老太师张嘴闭嘴我们小儿 怎么到这世上 畏畏缩缩起来了 我张德甘不怕死 我张德甘说了 皇长孙他 除了皇后娘娘垂帘的时候 还能听咱们的汇报 别的时候就躲在东宫里面 玩起来扮演游戏 还在东宫里面弄了一个方式 号称朝天方 汇聚一帮小太监 宫女在里面扮演商贩 自己则扮演管理方式的牙医 顺带着还把自己的四爪蟒袍 给了小太监穿 还有 张德甘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 一旁的刘德明 捂着脸 有些不忍之事 这破马感 当真是一点不给皇家的面子 不仅是刘德明 其他的几名六部大员 也是吓得冷汗淋漓 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越是听着张德甘的禀报 赵崇远的脸色越是黑色发子 所以这跃欲下来 那混账东西就一直是完了对吗 完全没干一点正事 赵崇远气得浑身颤抖 恨不得现在就抡起金瓜 直接对着赵青瞻脑袋当头一下 杨甫赶紧接过话题道 也不是 皇后娘娘垂帘的时候 太孙处理朝政起来 还是极为认真的 就是皇后娘娘一走 那就 但还没等杨甫说完 张德甘又立马气呼呼地接过了话茬 什么认真啊 就是给各地府衙上报今年荒年 请求户部拨款救灾的折子批 一个没吃的去抢了 什么 一听这话 赵崇远再也坐不住了 啪的一声 一拍龙案 赵崇远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操起一旁的金瓜 就向着东宫的方向走去 震 打死这个憋孙 王立氏赶紧追了上去 避避 陛下 这金瓜都拿起来了 要打死啊 看着王立氏 追着赵崇远跑了出去 杨甫气得浑身发抖 张德甘啊 张德甘 你可真的会干好事啊 你干嘛敢 你想死别拖累老子 老子这两百斤肥肉 可不想就这么丢在这里 刘德明指着张德甘 直跺脚 哼 老子说错了 老子没错 老子不和你们这些软骨头 同流合污 张德甘哼哧哼哧地站在原地 东宫内 赵青瞻难得老实地趴在案台上 手里拿着十根毛笔 每一个毛笔都捆在手指头上 在一张张宣纸上写下一排排 歪七扭八的象星文字 就这么一回的功夫 赵青瞻的脸上已经画满了墨水 翠鸾姐姐 你看我这都抄了两遍了 你就和黄祖母求个情 放过我可以不 赵青瞻扎巴着嘴 一脸讨好 看着一旁坐在不远处 啃着白礼的翠鸾 啊 黄掌孙 您在说什么 我听不见 翠鸾极为浮夸地凑起耳朵 啊呀呀呀呀 黄掌孙 我耳都聋了呀 我什么都听不见啊 哎呀 翠鸾姐姐 我的好姐姐 你就放过我吧 发发善心 饶了我吧 这里可是整整三十万字 我十个手指费了 都抄写不完啊 赵青瞻一脸痛苦地看着翠鸾 脸都直接卡在了暗台上面 而且 黄爷爷那边没准待会还要揍我 你就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 饶了我吧 陛下 黄掌孙正在里面 就在此时 门外忽然传来小太监的声音 嗯 赵青瞻一愣 翠鸾赶紧站了起来 哐当一声 大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赵重远提着金瓜 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赵青瞻 你给我滚过来 第二十九章妖兽啊 谋杀亲孙了 妖兽啊 谋杀亲孙了 看着赵重远 提着金瓜 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赵青瞻吓得魂飞魄散 一蹦三跳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着东宫的窗户 就想窜过去 但还没等他跑到窗户门口 就被侍卫抓着脸子拎了回来 你个憋孙 你不是能跑吗 赵重远怒不可遏 黄爷爷 你说 我是憋孙 您是什么 赵青瞻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但刚说完 就赶紧捂住了嘴巴 一旁的王力士捂着嘴 老脸憋得通红 好啊 你个憋王八 混账东西 说到最后 赵重远气得 伸手就要 拎起金瓜 对着赵青瞻打去 但一看金瓜那锋锐的寒芒 还是丢到了一边 随后 又从侍卫手里扔起马鞭 比划了两下 又扔到了一旁 最后从书架上 拿起一个戒指 啪的一声 抽在了赵青瞻的屁股上 死 赵青瞻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本来屁股刚刚才被自家皇祖母打完 还肿着呢 这一瞬间 又挨了一戒指 那一瞬间的酸爽感 瞬间让赵青瞻 痛得眼泪都下来了 黄爷爷 我刚刚被皇祖母打完 你又这么打我 你们是想真的是打死我啊 赵青瞻哭了 真得哭了 虽说他已经做好了 被男女双打的准备 但万万没想到啊 这男女混合双打 来得太快了 前脚屁股还没消肿 后脚又来了 嘿 你皇祖母打过了呀 赵重远一听这话乐乐了 手里的戒指也不落下去了 蹲下身子 望着哭得稀里哗啦的赵青瞻问道 你皇祖母打的是哪一边 右边 赵青瞻撅着屁股 来给爷爷看看 赵重远蹲下身 嗯 赵青瞻委屈地点了点头 随后撅起右边的屁股 对着赵重远 啪的一声 又是一道破空声响起 赵青瞻右边的屁股 顿时更肿了 随后 啪啪啪啪 一阵密集戒齿的拍打声 不断地在东宫里面响起 等赵重远停下手时 赵青瞻左右两边的屁股 已经高高肿了起来 不大不小 刚刚好好 赵青瞻一脸身无可恋地趴在地上 眼睛都哭肿了 不当人啊 真的不当人啊 哪有问人家那边屁股被打 然后对着被打的那边屁股使劲打的 打完之后 还数了一下次数 打到两边一模一样大小的 你皇祖母还罚你什么 打完之后 赵重远一脸的神清气爽 蹲下身望向赵青瞻 没了 真的没了 赵青瞻一个机灵 赶紧摇头 皇爷再问你最后一遍 真的没了 还是假的没了 赵重远低着头 看着赵青瞻 没了 真的没有 皇祖母就是打我一顿 别的什么都没有 赵青瞻一脸坚定 那行你把太祖实录 给朕抄十遍 明早到上书房递给我 赵重远站起身 看着赵青瞻吩咐道 赵青瞻急了 皇爷有啊 真的有啊 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抄吗 赵青瞻一溜烟的从地上爬起来 也不顾上屁股的酸爽了 像一道龙卷风一样 屁颠屁颠的跑到自己东宫的案台上 抓起那张抄写了一般 字迹已经分不清楚 是字还是毛毛虫爬的宣纸 递给赵重远 你不是说没有吗 赵重远一脸乐呵的看着赵青瞻 有有有 赵青瞻赶紧点头 一脸的诚恳 外加大意凛然的看着赵重远 皇爷爷 就算皇祖母不叫孙儿抄 孙儿也抄 孙儿我最喜欢抄太祖实录了 那行 你就再多抄十遍 赵重远一点头 赵青瞻的眼睛顿时捕棱一下凳的滚圆 哭喊道 皇爷爷 我 那个翠鸾啊 你在这里看着皇太孙盯着他抄 记住啊 不允许他趴着 让他给阵坐在地上抄 什么时候抄好 什么时候再让他站起来 赵重远仰起头 看着远处跪在地上的 已经笑得弯下腰的翠鸾吩咐道 是陛下 翠鸾强忍着笑意 恭敬地回道 哎呦喂 你杀了我吧 赵青瞻扑通一声道向了后面 彻底的生无可恋了 但还没等他躺好 死 赵青瞻思的一声 倒吸了一口凉气 捂着屁股 触电了一样 从地上跳了起来 赵重远见此 顿时有些忍不住了 不过却清了青嗓子依旧 面露威严地说道 现在知道疼了 刚才哪去了 你皇爷爷我让你坚果 结果你倒好 你干了啥 这次揍了一顿算轻的了 再有下次 我直接给你吊在东宫的放梁上打 和你八叔一样 让你再敢给朕胡闹 说完赵重远一挥袖子 不过里面哭喊歌不停的赵青瞻 转身向着东宫外面走去 出了东宫的范围 赵重远却再也忍不住 顿时笑了起来 笑骂道 这小子就该打 随后妄想 王立氏吩咐道 对了 你去找个人 给朕传一道一纸 去户部 把冯茂渊 还有主管幽州税收的户部主事 给朕叫过来 朕倒是要问问那个户部主事 到底是有几个脑袋 敢伙同赵定 不给如实上报赴税的事情 也问问冯茂渊 到底是怎么管理下属的 一想到幽州复成那样 居然不给他赵重远交税 赵重远顿时气得牙痒痒 不知道他老子穷吗 没过多久 养心殿内 户部主管幽州税收的主事 就被人带了过来 这是一个穿着朝服的中年人 但脸上的神色 却面如死灰的中年男人 自从赵重远派人 单独召唤他一个主管幽州税收的户部小主事 去养心殿问话 尤其还把他顶头上司冯茂渊 一同照过去的时候 孙斌便知道 这一次去 他八成要凉了 九十八年 不幽州的事情瞒不住了 一进入养心殿 看着赵重远坐在养心殿暗读前 孙斌一咬牙 反正左右都是死 不如直接照了算了 没准还能得一个从轻处置 故而 还没等赵重远开口 孙斌便哭喊了起来 陛下 臣该死了 但臣是冤枉的 臣有话要说 不是臣想欺君 而是燕王 他实在是不当人 第三十章 狗娘养的赵定 老子和你没完 这话一出 赵重远猛了呀 臣得陛下信任 贴为户部主事 也得陛下信任 主管幽州税务事宜 本该上不负黄恩 下不负黎明 可那燕王实在不当人 说着说着 孙斌哭得更凶了 你慢慢说 慢慢说 赵重远摆了摆手 示意孙斌慢慢说 还让王力士 给孙斌端上了一盏茶 一看赵重远如此信任他 明知道 他犯错 还让王力士 给他端上一盏茶 孙斌哭得更是稀里哗啦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沙哑着嗓子说道 数年之前 陈恩科近世 得陛下恩宠 天为户部主事 更是得陛下 亲自召见蒙寿龙恩 自那以后 陈就发誓 这辈子必定尽忠职守 为大前国库 守好每一分钱粮 事实上 陈一直是这样做的 但自从六年前 冯尚书让陈去了幽州 亲自核查当地官员 审计出来的年终税务账簿时 一切都变了 越是说 孙斌哭得越是伤心 一旁的冯茂渊不干了 你说你得 扯我干嘛 但还没等他说话 赵重远就瞪了冯茂渊一眼 后者立马善善一笑 不敢说话了 孙斌继续说道 六年前 陈刚到幽州之时 那时的幽州 已经出具规模 外围的土城墙 已经夯实到了数十米高 城墙内部 一层新建的砖石城墙 也在搭建中 老百姓生活富足 安居乐业 一点没有了 之前三战之地 民不聊生的景象 陈当时高兴的 也为燕王殿下开心 更为陛下开心 哪知道 哪知道燕王他套路深 陈当初拿完账簿 准备回京复命 燕王便以京城路远来回一趟不容易 又说 陈是陛下身边的人 见到陈 就好像远远地看见了陛下一样 非要拉着陈喝一顿酒 陈不好拒绝 只能答应 酒过三旬 燕王殿下又找来几名歌姬 在大厅里面跳舞 那短裙 那肉色的丝袜 那鞋底有着木棍的高跟鞋 陈哪见过这啊 所以 你就中了燕王殿下的美人计 冯茂渊适时地补刀道 压根没注意到 养心殿的暗台上 赵重远和王丽氏的眼神都变了 这特末地 怎么有点熟悉啊 王二马子足欲变 嗨嗨 赵重远喝了一口茶 清了清嗓子 努力地 让自己不要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孙斌耿着脖子 义正词言地说道 下官没有 下官读的是春秋 受的是诸子教导 自出世以来 陈一直以正 依 人 官 君 秦 子 兽 自居 虽当时酒义正浓 但一片泉 主 泉 药 爱 怕 国 死 之心 依旧让陈恪守了最后的底线 看着孙斌这义正词言 大意凛然的样子 养心殿外 二娃子几名大内侍卫 彼此相识一眼 不由得对养心殿里内的孙斌 翻了翻白眼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我禽兽 我一官禽兽 行了吧 那你这还是不错的 赵重远见此也点了点头 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都能抵制住诱惑 这孙斌确实不错 都是因为 陈对陛下 有一片全权的爱国之心啊 一听赵重远又夸奖了他 孙斌顿时哭得笨凶了 看着这架势 赵重远皱了皱眉头 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 一旁的王立氏 赶紧清了清嗓子 陈声道 说重点 陛下今日换你来 不是替你表忠心的 是 是 是 听着王立氏这话 孙斌赶紧擦干眼泪 谄媚一笑 又继续说道 当时陈氏真的抵制住了 燕王殿下对陈使用的美人计 就仅仅只是喝酒而已 后来宴会之后 燕王殿下说 最近 他们幽州在阵前抓了几名敌国的探子 可以让陈学外语 陈读的是春秋啊 学的是诸子百家治国之道 一听说能学其他各国的语言 陈顿时来了兴趣啊 想着彼此交流 增长学识嘛 然后燕王殿下就让一个叫张三的代臣 去了一间客栈 说那里面就有敌国的探子 并且已经被他们制服了 陈出于对燕王殿下的信任 二话没说就去了 那一曾想 说到这里 原本好不容易止住哭声的孙斌 顿时哭得更凶了 哭喊道 那曾想 陈刚刚到里面就被人敲晕了 然后第二天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浑身被人扒光的躺在床上 旁边还有一个女子 哭喊着说陈玷污了他 但陈真的没有啊 陈那晚进去就被人敲晕了 什么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给他解释清楚之后 结果还说 我要给他娘解释 陈读的是春秋啊 学的是诸子百家啊 所以陈就去了 好家伙 哪知道刚刚进去陈又被敲晕了 醒来之后 那女子大骂我禽兽 连她八十岁的老母都不放过 听着孙斌说到这里 赵崇远嘴角微不可查地抽搐一下 随后 就听孙斌陡然站起身 义正词言 大意凛然地说道 陈乃是朝廷命官 岂容他人诬陷 但还没等陈说话 大门就被人推开了 一个瘦的和马胆的老者冲了进来 抓着陈的衣领 就说 陈玷污了他家的老婆子和女儿 要抓着陈去见官 不然就当场给我表现 胸口碎大石而死 陈当时就猛了呀 但陈一想 这其中肯定有诈 索性就直接和他们一家去见官 当时主审的就是燕王殿下 陈刚想和燕王殿下说陈被诬陷之事 乃曾想那个老者哭着喊着 求燕王殿下给他做主 不然就直接在燕王府前 胸口碎大石而死 燕王殿下被他们折腾得没办法了 说幽州老百姓信神 只要在他们幽州老百姓面前 和他们的神明承认一下 就没事了 至于后面的事情 由燕王殿下处理 所以 陈就在 等等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大喇叭 同志的 还没等孙兵说完 赵重远忽然抬手打断了他 对啊 就是一个同志的大喇叭 后面还有一个同志的摇霸 下面是一根细针 银针下面还有一层银钵 孙兵下意识地说道 听着孙兵这话 一股不好的预感 突然在赵重远的心底生气 赵重远颤声望向孙兵问道 然后呢 看着赵重远这样 孙兵微微皱眉 下意识地问道 陛下 你不会 没等孙兵说完 赵重远又一次打断了他 你别管我 你继续说 看着赵重远这莫名的态度 孙兵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继续说道 陈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按照燕王殿下说的 在那个所谓的神明面前 故意假装承认了此事 说完孙兵脸色突然一苦 哭喊道 乃曾想 那大喇叭是邪恶 居然会模仿我说话的 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还当面放给了陈厅 一看这架势 陈当时都吓尿了 哪里见过这玩意啊 然后这个时候 燕王殿下就穷途比线了 威胁陈要是敢将 幽州的事情说出去 就把这记录下来的声音 放给全天下人听 呜呜呜 陈冰苦啊 说到这里 孙兵又一次失声痛哭起来 看准柱子 就让要往上撞 一旁的护卫赶紧拦下 到了这一刻 赵重远压根没有一点心思 搭理孙兵了 双目无神地 看向养心殿外 颤声骂道 狗娘养的赵定 老子和你没完 第三十一章 当真是不当人子的赵定 嗯 嗯 此话一出 不管是孙兵 还是冯茂渊 都愣住了 陛下这是咋了 赵重远气得浑身发抖 当初在幽州签合同的时候 他可是当着那个大喇叭面前 发下了那等恶毒的诅咒 尤其是其中还有 还有 一想到赵定那忽悠他的话 赵重远就越是气得浑身发抖 不当人子 当真是不当人子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神气 居然能录制吓人的声音 陛下 王立是有些担忧的 看了赵重远一眼 当时他可是就在场啊 亲眼看着 亲耳听着赵重远 是如何一步一步的 被赵定带到沟里 以至于最后发下 那等怨毒的誓言 至于那胸口最大实的老汉 王立是不用想也知道 就是当初那个在停车场 骗他们四十文钱的老汉 还有那个张三 可不就是那个黑心导游的名字吗 好家伙 这哪里是幽州城 这就是贼窟啊 团伙作案 谁能顶得住 陛下 王立是又再次担忧的 看着赵重远一眼 赵重远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之后问道 还有吗 朕要了解所有的情况 看着赵重远 这咬牙切齿的样子 不知道为何 冯茂渊和孙斌 同时一颤 孙斌思索了片刻 一咬牙又继续说道 后来燕王殿下为了安抚臣 就每年给臣送一千两白银 另外还在幽州 给陈盖了一处宅子 让陈以后养老用 然后便把陈给放了 但陈读的是春秋 学德 行了 行了闭嘴吧 朕不想听你在这里表忠心 还没等孙斌说完 赵重远直接抬手打断了他 随后望向一旁 到了现在 依旧是一脸猛逼的冯茂渊 把你的属下带走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不过死罪就免了 急去功名便可 是 户部尚书冯茂渊 赶紧恭敬地回应一声 一旁的孙斌 听着这话 脸上顿时露出狂喜之色 谢陛下 谢陛下 虽说被免去了官职 但身犯欺君之罪 却已经是死罪了 如今能免于一死 他还能求什么 看着冯茂渊 带着孙斌 向着养心殿外走出 赵重远又出声嘱咐道 此间的事情 莫要对外人去说 否则你孙斌就是有九个脑袋 朕也要给你全砍下来 至于燕王的事情 朕自会处理 孙斌闻言 脑袋一缩 赶紧抱拳谢恩 随后 就在冯茂渊的带领下 走出了养心殿 看着冯茂渊和孙斌走后 王立氏跑到赵重远面前 小声问道 不知陛下打算 怎么处置燕王殿下 赵重远一些眉毛 你想让朕怎么处置 难道让朕和全天下人说 朕被自己儿子算计了 然后恼羞成怒 要斩了自己儿子的脑袋 还是让朕的那段录音 就此流传事件 说到这里 赵重远怒骂一声 混账东西 有如此神气 却干着那等下作之事 当真是丢朕的脸 要不是看他在幽州 朕飞把他吊起来 好好地打一顿 看着赵重远 一脸生气的模样 王立氏善善一笑 不敢接话 过了半晌 又有些犹豫道 陛下 若是那神气真的能录音 那您欠燕王殿下那五十万怎么说 要还吗 还 赵重远一瞪眼 咬牙切齿地说道 老子从不欠人账 包括假名字 说到名字的这两个字时 赵重远咬得格外地重 说完 又招了招手 示意王立氏靠近一点 凑到王立氏耳边小声地说道 这个银子的事情 你就别和皇后说了哈 这 嗯 嗯 你懂得啊 赵重远给王立氏一个 你懂得的眼神 顺带着拍了拍王立氏的肩膀 后者顿时无嘴一笑 老东西 赵重远笑骂道 随即站起身 拍了拍做得有些麻烂的屁股 对着王立氏吩咐道 走吧 回来半天了 也没去见见皇后 估摸着等得及了 要摆家吗 王立氏小声地问道 不用 你和我去就行 赵重远回了一声 随后当先走出养心殿 向着皇后所在的昆宁宫而去 等他们二人到了昆宁宫时 却发现 门口已经站满了一排的宫女太监 除了到现在 依旧还在东宫间 督着赵青瞻 抄写 太祖实录的翠鸾之外 整个昆宁宫的宫女和太监 几乎都被皇后赶到了门外 这是怎么了 赵重远眉头微微一皱 望向昆宁宫外的太监和宫女问道 陛下 您还是亲自进去看看吧 其中一名小太监低着头回道 嗯 赵重远摸了摸胡须 对着身后的王立氏 明知故问道 立氏 我觉得 内阁好像还有事情 杨府杨老太师 好像还在等着我吧 啊 王立氏微微一愣 就见赵重远 几眉弄眼地看着他 王立氏顿时反应了过来 望向昆宁宫里面高声喊道 对啊 陛下 杨老太师在尚书房等着您呢 说完 带着赵重远赶紧扭头就走 吱呀一声 就在此时 昆宁宫紧闭的大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拉开 马皇后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看着赵重远 皮笑若不笑地道 陛下 我记得今日杨府杨老太师家里抱曾孙 还在半半月久 此刻估摸着不在尚书房吧 啊 是吗 赵重远故意哑然一笑 随后一拍大腿 那阵更要去尚书房一趟了 杨老太师乃是三朝元老 更是朕的授业恩师 如今既然抱曾孙 似是同堂的喜事 朕更要做做表示了 说完又看向一旁的王历师道 历师啊 赶紧摆架 朕现在就去尚书房 说完赶紧就走 但还没走多远 马皇后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赵重远的面前 挡住了赵重远和王历师的去路 依旧是皮笑若不笑地意味深长道 陛下 我觉得 你此刻更该在昆宁宫 至于杨老太师曾孙贺喜之事 我已经令人将鹤里送了过去 说完不等 赵重远说话 便一把拉着赵重远 向着昆宁宫里面走去 第32章 你给天杀的赵重远 你心真狠啊 还没进门 啪的一声 一个枕头直接丢了过来 赵重远一惊 赶紧一个闪身跳了过去 随后各种的瓶瓶罐罐 便像天外流星一般 哐哐哐地从昆宁宫里面甩了出来 落在赵重远的脚下 赵重远一阵闪躲 终于躲了过去 一脸善笑地看着昆宁宫里面 妹子 然而还没等赵重远再次开口 哐的一声 又是一个枕头摔了过来 刚好砸了赵重远一脸 赵重远摸了摸脸 伸手把砸在脸上的软枕拿了起来 眼角的余光 看到昆宁宫门口的王立世 正偷偷地瞄了过来 看什么看 再看老子把你的眼睛给抠下来 赵重远恶狠狠瞪了王立世一眼 小妈道 你个老东西 没见过呀 嗨嗨 王立世干咳一声 目光看向一旁 顺手把昆宁宫的大门给关了起来 然后看着那些站在昆宁宫外的宫女和太监 尖声骂道 再看 咱家把你们的眼珠子一个个给扣下来 随后 自己就偷偷地趴在门缝上 看着昆宁宫里面 此刻 昆宁宫内 赵重远依旧是一脸善笑地站在门口 藏在袖子里面的手 在龙袍上搓了搓 把脑袋伸进昆宫里面 一脸陪笑道 妹子 你这是做何呢 青瞻不懂事 咱也给你教训了不是 何必和咱置气呢 气坏了 身子多不好 咱都一大把年纪了 见昆宁宫里面没有说话 赵重远 捏手捏脚地 避开昆宁宫门口的 那一个个瓶瓶罐罐 刚刚走进去 就见马皇后正插着腰 一脸寒怒地看着赵重远 老九呢 什么老九 赵重远微微皱眉 旋即反应过来 你说赵丁那兔崽子啊 随后弯下腰 捡起地上的软枕头 放在桌子上 一脸陪笑道 还在幽州呢 赵重远啊 赵重远 你是真的很心啊 老九那孩子刚刚习惯 你就给他丢到了幽州 一丢就是八年 你都从来没照见过他一次 现在你好不容易去了一趟幽州 可你倒好 就去看了一眼 啥都不管不问 继续给老九那孩子 丢在幽州 你说 你这个做爹的 怎么这么狠心啊 啊 老九自幼媚娘 刚生下来才一尺长点 就被你送到我这里 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 给他养大 可你倒好 刚成年就给他丢到边疆去了 一丢还是八年 那地方多苦啊 这孩子那次 在奏折里面 不是给咱们诉苦 但又哪次给你说过一句 要把他调回来 本想着 你这次去 能给这孩子带回来 可你倒好 一个人回来了 你对得起敬飞妹妹吗 马皇后撬脸寒煞地盯着赵重远 马皇后自己就哭了起来 所谓的敬飞 就是赵定的生母 在生育赵定的时候 便难缠死 哎呦喂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哭笑不得 搞了半天 自家妹子发这么大火 是因为赵定 他还以为生那啥呢 悠悠地走到桌子旁 伸手拎了串葡萄放在嘴里 嘀咕道 嘿 亏你这个娘 还给老九那小子操心操肺呢 你觉得 人家过得苦 你是不知道 老九那小子 在幽州过得有多自在 就是我这个皇帝 和他比都差远了 一边说着 一边吐着葡萄子 你什么意思啊 马皇后擦了一把眼泪 抬起头来眼婆娑地 看着赵重远 但很快又哭了起来 你在哄我开心是吗 赵重远你个老东西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把老九带回来 我和你没完 说着说着 马皇后又哭了起来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坐在床边 一脸忧怨地看着赵重远 就知道 你不会把来就带回来 所以我还血性和他 知会了一声 可就是这样 你居然都狠心 不把他带回来 还拿这些话骗我 幽州那地方 什么时候过得好了 靠近南辰 靠近北梁 还和漠北交界 那南辰好惹 还是北梁好惹 还有那些乱民 土匪 山贼 那个好对付 当年 你那个皇帝亲王 不就是去幽州的吗 差点没死在那里 结果 你现在对我说 老九在幽州过得好 你当我瞎呀 我 说着说着 马皇后又哭了起来 哎呦喂 我的妹子啊 赵重远头皮发麻 你不相信我 你难道不相信历世吗 不信 马皇后摇头 他和你 从小一起长大 当年先皇你 还在前邸的时候 就跟在你身边 这些年又一直是你的贴身太监 他说话能不向着你吗 赵重远 那那个二娃子呢 就是我从京城带去幽州的那个侍卫 老家就是幽州的那个 赵重远试探性问道 你什么意思 看着赵重远这样 马皇后似乎有些反应过来了 抬起头看向赵重远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意思了 赵重远一摊手 当下赵重远把自己在幽州所见所闻 全部告诉了马皇后 尤其是提到那个五十万两银子的借款 以及会录音的大喇叭时 赵重远更是骂骂咧咧 等老九这小子回来 郑飞打断他的腿 好啊 好啊 没想到老九过得这么好 哎 我这个做娘的 也就放心了 也算是对得起 敬飞妹妹的在天之灵了 马皇后一脸欣喜地从床边站起 走到门外 对着天空双手和十道 脸上净是欣喜 赵重远 好啊 感情你儿子是人 你丈夫我就不是人呗 坑老子的事情 你也不管呗 赵重远翻了翻白眼 心底骂骂咧咧 对了 重远 老九今年也二十有六了 到现在还没个正式的王妃 咱们要不再给她讨一门亲事 你觉得怎么样 过了半晌 马皇后擦干了脸上的眼泪 转过身 笑呵呵地看着赵重远 这女人的变脸的速度 咋就比翻书还快脸 赵重远心底一脸无语 但看着马皇后脸上的笑意 却也不好意思打断 只能一脸幽怨问道 你是打算让老九又祸害那家的姑娘 第三十三章 咱给老九讨个媳妇吧 瞧你这话说的 这咋能叫祸害呢 马皇后邪眉 咱家老九那么优秀 自大前以来 多少代藩王都治理不好的幽州 咱家老九能治理好 这还不优秀 之前幽州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 现在幽州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 这还不好 还有你说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除了咱家老九 谁能倒不出来 就这还不优秀 嘿 你是把他坑我这个老子的事情 一句话不说啊 赵重远心底碎碎念的看着马皇后 但脸上依旧笑呵呵的说道 啊对对对 老九确实有咱的几分风范 这和你有关系吗 马皇后邪谋 赵重远 那是我教的好 老九这孩子 自幼在我身边长大 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娃 日后长大了 必定是一个照福封地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好藩王 马皇后拍了拍自己 一脸得意 呵呵 你咋压根不提 老九小的时候 被一篇签字文 差点把张世伟 张夫子 气得卧床不起呢 赵重远不动声色地翻了翻白眼 好的都是你教的好 坏的都是我这个当爹的呗 喝了一口茶 赵重远清了清嗓子 看向马皇后 你是想给老九说 哪家的闺女 马皇后走上前 给赵重远喝了一半的茶水 重新倒满 笑眯眯地到重远 你觉得天德家的长女 若云怎么样 哈 赵重远一惊 倒嘴的茶水 差点喷了出来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马皇后 你怎么打起天德家闺女的主意了 所谓的天德 就是当朝魏国公 徐天德 乃是他赵重远自幼的玩伴 与他关系默逆 有着过命的交情 和马皇后关系也不错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家这妹子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徐天德的身上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不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吗 马皇后不以为然 虽说我好几年没见过若云那丫头了 但那丫头自幼就是一个美人批子 今年刚好十八 和咱家老九正好般配 再说了 咱家老九这么优秀 看上他徐天德的女儿 也是他徐天德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好吗 可是天德早年就说过了 他家若云不嫁人 以后留作招个入坠的 难道你想让老九入坠啊 赵重远一脸无奈 入坠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世上就没有哪个女子 值得我家老九入坠 马皇后直接摇头 一脸骄傲 随即瞥了一眼赵重远 至于怎么说洞天德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赵重远 你是真的想把天德家的闺女 娶到咱们老赵家 过了半晌 赵重远试探性地问道 啊 马皇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咱们赵家是大前皇族 他徐天德的女儿 嫁到咱们赵家 不算是下嫁吧 那指定不算 赵重远投摇的和波浪谷一样 既然不算 那他为什么不能嫁 再说了 我可是听人说 京城里面不少达官显贵的子嗣 都在追求天德家的若云 有些好事的 更是把天德家的闺女 评为咱们大前三大美人 这么标志的姑娘 配咱家老九 不是刚好吗 马皇后挑了挑眉 看着赵重远 嗯 赵重远摸着下巴上的呼吸 一脸认真地道 这么说也是 随即又再巴着嘴道 就是一颗好白菜 又要被猪拱了 去 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儿子的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 又给赵重远倒了一杯茶 随后笑眯眯地 站在赵重远身后 给赵重远捏着肩膀 不过天德这脾气 实在是有些酱 到时候 估计不好说话 赵重远又有些皱眉道 那还不看你怎么 运筹帷窝的吗 马皇后挑了挑眉 你去准备一只烧鹅 赵重远拍了拍 马皇后的手 特地嘱咐道 你自己亲自下厨 天德就喜欢你做的烧鹅 随后又冲着 昆宁宫外的王力士喊道 去准备一谈穷江御鹿 嗯 穷江御鹿是什么 这名字怎么这么浮夸 马皇后皱眉 嘿 赵重远黑地笑了一声 站起身凑到 马皇后耳边小声说道 老九的好东西 天德那老东西 嗜酒如命 有老九倒过出来的 这个穷江御鹿在 再有你亲自下厨 做的烤鹅 肯定行 说着赵重远挑了挑眉 随后一道旨意 便迅速地穿过大前宫廷 直接由一名 私里兼红衣大太监 领着旨意 卫国公府赶去 当然借口是 赴宴 卫国公府 大前世袭公爵 最早的第一代卫国公 当年更是随着 大前太祖开国的功成 这些年 随帝王更替 那些追随大前太祖立国的公爵 伯爵家族 更是随着王群的争斗 不知道萧允了多少 但卫国公府门口 却依旧立着 护国注视的流金牌匾 此乃当年大前太祖亲笔书贤 即便是到了如今这个年代 卫国公府 依旧是大前军方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 此刻卫国公府内 一袭紫色长袍的当代卫国公徐天德 正腰杆笔直地站在王府大厅的中央 虽然已经年尽之天命的年纪 但常年行武出身 举手投足之间 依旧带着一股肃杀之气 但看着眼前的紫袍大太监 徐天德却是微微皱眉 陈公公 陛下请我赴宴 是的 公也 被称之为陈公公的私礼监 红袍大太监 一脸温和地说道 陈之礼乃是大前皇朝之中 仅次于王立氏的私礼监大太监 虽不如王立氏那样 在赵重远还在乾隆之时 就跟在赵重远身边 但陈之礼也深得赵重远的信任 既然如此 那请公公带路吧 徐天德点了点头 随后便跟着陈之礼 向着卫国公府外面走去 但走两步 徐天德又微微皱眉 趁着随行的小太监不注意 望向身边的陈之礼小心地问道 公公 你说陛下请我赴宴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奴婢怎么会知道 陈之礼一脸苦笑 越是看着陈之礼这样 徐天德嘴角就越是微微抽搐 忽然捂住胸口 坐在地上 哎呀 哎呀 我心抽着疼 这烟灰药不就算了吧 指着陈之礼 徐天德一脸痛苦 公公 你要不和陛下说一声 我这身体有些不好 需要就医 实在不方便去宫里赴宴 身为赵重远 自有一气长大的玩伴 赵重远不脱裤子 他徐天德都知道 赵重远要拉什么事 越是神秘 那越是美好事 陈之礼在一旁笑道 公爷 不怕您笑话 其实陛下早都料到您会生病 所以啊 特地让奴才出宫的时候 带了御医 你看您是现在让御医给您看看呢 还是等去宫里再看看呢 说话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如生打扮的老者 拎着药箱走到了魏国宫府门口 徐天德 第三十四章不可能 你就是打死我都不可能 没过多久 皇宫外面 一辆深紫色的马车便停在了宫廷的外围 随后 一名身穿紫色巢服 面容鹰雾 但神色幽怨的中年男子 缓步地走下马车 不是别人 正是徐天德 公公 你看都到这了 你要不就和我说说 到底是啥事 就是陛下让俺老徐上刀山 下火海 俺老徐也绝不皱个眉头 就是你这什么都不说 俺老徐心底出的慌啊 徐天德一路小跑 追上走在前面的陈之礼 小声地问道 陈之礼笑着解释道 公爷 您真的是想多了 陛下就真的是 找您赴宴而已 那为何没见杨府杨老太师 徐天德望向四周问道 陛下说了 这是家宴 您是陛下自幼一起长大的玩伴 陛下这是对您独有的恩宠啊 陈之礼一脸柔和地笑道 说话的同时 前面四个小太监 扛着一顶轿子 走到了几人的面前 放下轿子 陈之礼望向徐天德道 公爷 上轿吧 呵呵呵 徐天德面皮一阵抽动 家宴都来了 又是轿子的 这指定美好啊 但也没法 只能坐了上去 没过多久 在陈之礼的带领下 四名小太监抬起轿子 带着徐天德穿过宫廷的外围 过了太和门 却并未直奔平日里 赵重远居住的养心殿 而是直奔后宫的昆宁宫方向而去 一瞬间 徐天德心底更慌了 公公 我这心又抽着疼 来 王太医 给公爷扎扎针 不用了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一看这架势 徐天德赶紧摆手 好家伙 这是摆明了 不让我走呗 刚刚昆宁宫的 徐天德就被眼前的场景 看得愣住了 长长的桌子上 摆满了山珍海味 一名名宫女太监穿梭其中 手里端着一样样精美的糕点 摆放在长桌上 长桌的另外一头赵重远 吞下了一身龙袍 穿着长服坐在椅子上 看着徐天德走了进来 便笑呵呵地喊道 来来来 天德 坐下 吃饭 陛下 你有什么话 便直接说行吗 别搞得俺老徐 心底处得慌 徐天德一脸善笑 站在桌子旁边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尤其赵重远此刻 还特地换了一身长服 心底更是莫名地发慌 赵重远一瞪眼 故作责怪地看着徐天德 就是吃个饭而已 朕还不能没事 找你们这帮老兄弟试吃饭了 站起身 直接走到徐天德的后面 把徐天德硬生生地按的坐在了凳子上 徐天德一脸善笑 陛下 但还没等徐天德把话说完 赵重远就打断了徐天德的话 一脸责怪地看着徐天德道 此处梅君臣 你我兄弟相称就行 你叫赵老三 我叫你徐二德子 徐天德之所以叫徐二德子 主要是因为徐天德的上面 还有一个姐姐 同样嫁给了赵重远 也正是因为如此 徐天德的小名 一直叫徐二德子 不敢 徐天德赶紧摇头 但却一脸严肃地看着赵重远 陛下 君是君 臣是臣 臣为臣子 陛下可称呼臣为徐二德子 但臣不可直呼陛下的辱名 一听这话 赵重远顿时饿了 诶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徐二德子 咱可从来没发现 你这么有规矩啊 徐天德一笑 嘿 咱女儿教咱说的 若云啊 那丫头不错 赵重远扎巴着嘴 一边吃着饭 一边对着徐天德摆了摆手 坐下吧 还愣着干什么 真的是吃饭 徐天德还有些不放心 小心地看向赵重远 真的是吃饭 赵重远不置可否地说道 随后抬起头 看了徐天德一眼 你不吃我吃了呀 一边说着 一边哼哼唧唧道 嘿 亏我还想着 这次微服出巡 给你带点我大前各地的特产 结果你就这样看着震 没意思 没意思 说着 赵重远自己吃了一口 随后对身后帘子里面的马皇后喊道 如荫啊 天德觉得 咱们请他吃饭 是咱算计他 你那烧鹅呀 就别给他做了 他没口福 不配吃 一听这话 徐天德手上的筷子 巴搭一声 掉在了桌子上 随后赶紧站起身 沉着脸看着赵重远 陛下 你有话直说就行 不用来这一套 你说啥安老徐都听着 嘿 你个徐二德子 怎么的 朕吃你吃顿饭 还要害你不成 赵重远不乐意了 站起身插着腰看着徐天德 徐天德依旧满脸 严肃地看着赵重远 陛下 您想想 这么多年了 咱亲自吃到皇后娘娘下厨做的烧鹅 总共几次 不等赵重远说话 徐天德就摆着手指给徐天德数到 第一次 十五年前 幽州告急 南臣大将 陈之虎南下 你让陈带兵十五万 火速支援幽州 那是陈第一次 吃到皇后娘娘给陈做的烧鹅 第二次 还是眼州告急 墨北那帮蛮子 绕过天段山脉 骑西眼州 也是您让陈带兵去阻拦 那是第二次 吃到皇后娘娘亲自做的烧鹅 第三次 青州留三元叛乱 你让陈带兵死守其领 临行前 您也是让皇后娘娘给陈做的烧鹅 现在是第四次 说到这里 徐天德一拍胸口 拍得砰砰响 您说 这次又是要让陈去啊 陈绝不皱个眉头 嘿 你的二德子 朕难道就不能没事 请你吃个烧鹅了 听着徐天德这话 赵重远又是觉得好气 又是觉得好笑 不能 徐天德耿着脖子回道 因为陈知道 陛下清晨吃烧鹅 那绝对没好事 嘿 你的徐二德子 赵重远气得牙痒痒 站起身指了指徐天德 一咬牙 直接看着徐天德说道 行 老子也就直接和你说了 你嫂子看上你家若云了 想给若云许配给老九 你自己看着办 啥玩意 徐天德一惊 眼睛瞪得滚圆 难以置信地看着赵重远 马大姐看上我家若云了 还想把若云许配给燕王 啊 赵重远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 你看着办吧 徐天德一瞪眼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你就是打死我都不可能 第三十五章 这燕王殿下这套路 可真的深啊 与此同时 帝都 应天 最繁华的街道上 一家名为最先楼的酒楼 顺势开张 歌舞遍地 礼花漫天 一个身姿窍窍 长相貌美的舞姬 踩着与大前模样 截然不同的高跟鞋 黑色的丝袜 七吞的超短裙 紧身的制服 勾勒出诱人的曲线 在锣鼓声中 纵情而舞 勾魂夺魄的眉眼 再加上那极其大胆的服装 几乎一瞬间就吸引了一帮志 L 童 S 道 P 和的爱好者 一个小丝 穿着一身轻衣 头戴歪帽 当的一声 撬动着手里的锣鼓 吆喝道 来来来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呀 酒神出品 宫廷秘法 王宫独鼠 惊天秘方 穷江玉露 今日开售了呀 不要9999 不要999 一两只要176 今日开业打骨折 一两只要88 随着小丝的吆喝 还有那一个个舞姬 在阳光下纵情扭动的腰肢 当时就在这条京都最热闹的大街上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个正 Z 人 S 君 L 子 S 门 P 纷纷驻足凝望 可一听这价格 所有人顿时惊望 打五折一两 还要88两银子 这是卖金子啊 但也有人好奇地说道 最先楼 就是这些天 在京城里面 传着神乎其神的酒神 杜康杜老爷子 应该是吧 我听说杜康杜老爷子可玄乎了 不是咱大前的人 是大鱼那边过来的 酿出来的酒啊 那别说一口回味无穷了 就是大鱼皇帝喝了都说好 嘿 还说好 那是你孤陋寡闻了 你知道大鱼皇帝 为什么西夏有99皇子吗 嘿 我告诉你们 都是因为喝了九神杜康的酒 那一夜玉十八女啊 老猛了 真的假的 咋听得这么玄乎呢 不会是没有 有什么副作用 嘿 副作用 那是你想多了 这可是我七舅老爷的小女儿 四姨娘的三女婿的 四姑父的三儿子的 外侄孙女的远房表哥亲口说的 那还能有假 去去去 竟会扯淡 扯淡你还听 你特么着打 顿时这几人扭打成了一片 那是打的一个不亦乐乎 另外一边 几个一身华服的青年 其中一人眼珠子一转 就开始大声嚷嚷道 哎呀 赶紧让一让啊 耽误了老子卖酒 你们吃醉得起吗 嘿 还真有愣头青上当来 被推散的那人 顿时有些不乐意了 青年吼道 上当 上你妹的当 你当我胡汉三师那傻子 还大于皇室 就特娘的扯淡 大于离咱们大前这么远 天高皇帝远的 那么可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那家伙这么吹 指定是一个托 兄弟 你这话我有点认可的 我也觉得那是托 那你给我说说 你为啥要买来 一听青年这话 之前那神色不悦的人 顿时有些好奇了 青年不假思索地回道 那自然是好啊 说完 一拍大腿 瞪着眼看着这人 推散道 和你说个屁啊 说了你懂吗 别耽误老子买酒 老子天没亮 就在这里排队了 晚了可就没有了 这可是限量的一天就八十平 多了一个都没有 说完 青年顿时推开人群 向着醉仙楼里面跑去 一看青年这架势 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 顿时心动了 有好事者一步拦住青年 兄台 你就和咱说说 一边说着 那拦住青年的中年男子 还扭头看向一旁道 你给咱们大伙说说 我让家丁帮你排队怎么样 放心到时候 我一瓶都少不了你的 青年警惕地看着这中年 但看着周围的人 还是嚷嚷道 那说好 你可要给我留五瓶 好说 好说 中年立马点头 而随着青年说着话 那些还在观望的达官显贵 顿时好奇地凑过了头来 青年见此咧嘴一笑道 我实话 和你们说刚才那人是纯扯淡 酒神杜康老爷子 不是大鱼的人 也不是咱们大前的人 来历谁也不知道 但这酒呢 却是真的好酒 什么意思 中年文言皱眉问道 就算是酒再好 那也是酿石酿造的 成本摆在那里 就算酿得再好 也不值这个价 青年黑了一声 一脸比翼看着中年男人 那是你孤陋寡闻 你知道这酒 为什么叫穷江玉露吗 青年一脸神秘地问道 为什么 中年男子面露不悦 他堂堂一个大商人 家族世代经商 还没被人瞧不起过 青年一脸俱要地说道 粮食是不值钱 但是这酿造的水值钱啊 那是不老权 常人喝了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就是咱大前的皇室 都不一定能弄得到 一年产量也就四五百斤 可就是这么多不老权 而酿造这穷江鲜露 一年满打满算 也就四五十斤 这多稀罕 青年砸着嘴 继续说道 再说 这酿造工艺 那可就更加不得了 从制驱 采驱 发酵 蒸馏 提纯 所有的步骤 那都要十八岁以下的少女才行 还必须是厨子之身 尤其是采驱这个步骤 那必须是 要有体相的少女 亲自采压 还不能穿袜子 必须让酒驱 和拥有体相的少女脚面充分的接触 如此发酵出来的酒驱 才能酿造穷江玉露 而且整个过程都必须由十八岁以下的少女亲手操作 不是厨子之身不行 容貌不好看更不行 要是我们这些男人碰一下 那对不起所有过程全部白下 这穷江玉露 也就失去了仙气 我去 这么夸张 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吗 周围人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青年一脸鄙夷 你觉得玄乎 你别买啊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我就是这么说话的咋了 别挡着老子买酒 那青年一脸的巨傲 压根不搭搭理着人 说完又继续向着人群里面走去 见青年如此 之前开口的那名中年人 拉住青年邪谋道 可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而且 这价格属实有点高 青年一脸比一的看着这中年男子 那是你不知道他的功效 什么一业余十八女啊 那都是假的都是吹的 我就给你们说个实在的 一听这话 周围人顿时好奇的凑过了脑袋 青年一脸神秘的说道 咱京城 杨府杨老太师府上前两日不是办酒席吗 说是曾孙的满月酒 你们猜那是杨老的曾孙吗 那是杨老的儿子 啊 真的假的 杨老太师可都八十岁了 还能生儿子呢 此话一出 周围人顿时一惊 青年吃笑一声 一脸巨傲 那是你们没见识 不然这穷江玉路 咋就说是王宫专属呢 一般人可喝不到 而且 我太爷就是杨府的管家 自幼随着杨老太师一起长大 他说的还能有假 要不是他说 我会来这里买酒 一大早天不亮就来 我搂着我小妾 多睡一会儿不香吗 嗯 这么说也是 那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这青年说的也不假 毕竟杨府前两天 确实是办了满月酒 就是当朝的皇后马皇后 都亲自派人以陛下的名义 送上了鹤里 如果真的仅仅只是曾孙出世 怎么可能会惊动皇家 就在此时 青年又冲着周围人招了招手 一脸神秘地说道 其实我太爷也喝了 嗯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又是一惊 那中年人 更是一脸急切地问道 快给我们说说 到底怎么样 是啊 你快说吧 咱大伙都急死了 不仅是这个中年人 围绕在青年旁边的几人 都急忙问道 一个个急吼吼地看着青年 生长在天子脚下 谁手里还没点银子呢 他们在意的不是价格 而是疗效 青年一脸激动地道 我太爷爷直接给我生了个爷爷出来 卧槽 真的假的 你太爷爷是养老太师的半毒 青年也差不多八十了吧 这太离谱了 听着青年这话 周围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青年翻了翻白眼骂道 他娘的可不是离谱吗 要不是老子亲眼所见 老子都不敢相信 我那爷爷一出生九金八 特么的比我这个孙子都中了两斤 现在刚满月就到满地爬 见到我就喊我大孙子 你啥时候中状元啊 卧槽 听着青年这骂骂咧咧 不想作假的眼神 周围人顿时惊了 就在此时 人群忽然一阵惊讶 一个肥头大耳 满脸横肉 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 手里捏着一大把银票的人 冲出人群 骂骂咧咧的喊道 来了京城一趟 没想到碰到穷江玉露出世 都特么给老子让开 谁敢挡着老子买穷江鲜鹿 老子和他急眼 我去 又来一个 看着这名满脸横肉 脖子上带着大金链子 操着外地口音的大汉 急吼吼地向着里面冲 那青年顿时急了 一蹬腿 冲出人群 一边冲一边骂骂咧咧地喊道 草他娘的别和老子抢穷江玉露 老子太爷爷要给我生二胎 别挡着老子做孙子 你看娘的你太爷爷多大年纪了 能不能让点机会 比我们年轻人 我家婆娘还等着呢 看着这青年和满脸横肉的大汉 急吼吼地往里面冲 一个个急吼吼地 向着醉仙楼里面冲去 特么的 谁当老子生孙子 老子弄死他 生个屁孙子 老子还没儿子呢 你先后面后着 一瞬间 整个醉仙楼外 人群都乱了 看着这一幕 醉仙楼二楼 王历师的嘴角 笑得嘴角快咧到耳朵根了 四倍 翻了四倍 还有这么多人卖 都是银子 都是银子 一瞬间 王历师似乎看到了 无数白花花的银子 正在对着他招手 这托梅白请啊 燕王殿下说的可正对 不要最贵的 只要最好的 只要吹得好 拖掩得好 谁来都白打 活该自家陛下会上当 第36章 我是怕燕王降不住我家大姑娘 真的不可能 昆宁宫内 姜池依旧在继续 赵重远站起身 拧着脖子 看着徐天德 但还没等他继续说话 徐天德先伸手 挡在了赵重远的面前 打住 我先问一下 今天这是家宴对吧 咱们不是君臣 是发小 是玩伴对吧 对啊 怎么了 赵重远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的看着徐天德 那行 那咱今天就好好说道说道 徐天德也来劲了 耿着脖子 看着赵重远 来 你说 老子今天听着 我倒是要听听 你这徐二德子 到底能给老子说出个什么好歹来 赵重远插着腰 站在桌前走来走去 那我就说了 反正脑袋掉了碗大的疤 徐天德一摇头 同样插着腰 看着赵重远 压根没一点怂的架势 嘿 你个徐二德子 给你能耐了是吧 一看徐天德这架势 赵重远顿时来气了 你还让不让我说 你要是不让我说 我今天就不说了 你要是说我冒犯了 哎 直接找人给我砍了 我认了 谁让你是君 我是陈类 行行行 别给我扯那些有的没的 今天你说啥 老子都不会怪罪你 在这里 咱就是兄弟 出去了 我是君 你是陈 在这里 你就是把我赵重远 骂得狗血淋头呢 算是你徐天德能耐 没等徐天德把话说完 赵重远直接抬手打断了他 行 那我就说了 徐天德点头 直接彻底地放开了顾忌 一只脚踩在桌子上 一手点着桌子 耿着脖子看着赵重远道 你说你家那老九 和你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样子 扒棍子敲不出一个闷屁来 当初在养性店读书的时候 一篇签字文 背了一个月 都背不出来 差点没把张世伟老夫子给气死 还有 当年我家老二和你家老九 不想读书去掏鸟窝 结果看你来抓了 你家老九倒好 直接把咱家老二给卖了 说是我家老二带他去的 回家给我一顿好打 过了半个月 你家老九才闷坑闷坑地承认 掏鸟窝是他缩时 我家老二干的 没等赵重远说话 徐天德又唾沫横飞地说道 先不说你家老九 就说你 你年轻的时候 偷看宫女洗澡 自己够不着门窗 还让我给你当凳子 先黄过来了 你倒好 直接溜了 把我留在哪里了 害得我被我爹一顿打 听着徐天德这话 赵重远老脸一阵尴尬 但还没等他说话 徐天德又继续说道 还有读书的时候 那次不是我给你小抄 你说就冲这两点 你家那老九 哪里不像你 就这还想娶我家大姑娘 赵重远我告诉你 就是今天你给我脑袋砍了 我也不会把我家大姑娘 嫁给你家老九 徐天德越说越来气 到了最后 干脆伸出脑袋 凑到赵重远面前 嘿 你给徐二得子 你小心掩饰吧 咱都多大年纪了 当年的事情 你还记得呢 说出去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赵重远气得胡须乱颤 一个劲地喘着粗气 呗巴呗巴地说个不停 我就说 哎 你干的事情 还不让人说了 徐天德很光棍地 站在赵重远面前 好好 徐天德 你了不起 你清高 是我判刀支了行吧 赵重远一连说了三个好 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一白手 你家大姑娘 我赵家不要了 嘿 我还就不信了 我赵家还找不到一个 称心如意的儿媳妇 嘿 刚好 我家大姑娘 也不稀罕嫁 徐天德一拍巴掌 一脸不但失落的 同样瞪着眼看着赵重远 哎哟 哎哟 你说 你俩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半截身子都入土了 怎么还和小年轻似的见面就掐 帘子被人掀开 马皇后端着一腕 稍额走了出来 马大姐 你给咱评评脸 你说你家那老九 哪里不像她 读书 读书不行 出卖人有一手 现在就这么让我家大姑娘 嫁给你家老九 我不乐意的 也就是马大姐你人好 才看上了她 换作是我啊 嘿 打死都不可能 徐天德拍着手 看着马皇后 说到最后的时候 直接哼一声 嘿 你要是女人 我还瞧不上你呢 赵崇远不甘示弱地哼了一声 顺带着看着徐天德 那五大三粗的体型 一脸的嫌弃 徐天德同样哼了一声 嘿 我要是女人 我也瞧不上你啊 好了 好了坐下来吃饭 马皇后一脸无奈 各自拉拢了一下 见马皇后开口 徐天德和赵崇远二人 这才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的 坐在了桌子的对面 崇远 你不是说 有好酒要给天德喝吗 拿过来 拿过来 马皇后看向一旁的赵崇远 赵崇远开口道 给他喝 我都觉得浪费 赵崇远哼了一声 但还是转过身去 从柜子里面 取出了一坛子好酒 不是别的 正是玉女烧 不对 准确说叫穷江玉露 一打开酒塞 顿时一股扑鼻的酒香扑面而来 哇 好酒啊 闻着这酒香 徐天德眼前顿时一亮 情不自禁地嗅了嗅鼻子 一脸的陶醉 香吧 赵崇远一脸得意 香 比你前两年赐给我的那个墨北的供酒还香 看着赵崇远倒着酒 那晶莹剔透 宛若白水的酒浆 徐天德下意识地舔了舔舌头 刚想端起来瓶一口 就被赵崇远一手抢了过去 嘿 你这人 徐天德顿时不乐意了 赵崇远故意叹了一声 一脸无奈道 哎 说出来 也不怕你笑话 这酒啊 就是你最瞧不上的那个 对 没错 就是我们家老酒孝敬我的 可惜哦 你也就能沾点我的光 你是没这口福了 说着 咕嘟一声 赵崇远直接把原本倒给徐天德的酒 自己喝了进去 一脸陶醉地道 啊 好酒 真香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 有些人不要脸 明明是自己被自家儿子给坑了 还非说是笑进来的 当真是不要脸 当然 当着徐天德的面 马皇后也不好揭穿赵崇远 嘿 鬼迷三道的 不就是酒吗 我还不稀罕呢 徐天德哼了一声 自顾地倒了一杯水 孤独也喝了一口 一脸赞叹道 啊 好水 赵崇远 和两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马皇后轻偏了二人一眼 端起赵崇远面前的酒坛子 给赵崇远和徐天德一人倒了一杯 看着杯子里泛起的酒花 以及那浓郁的酒香 徐天德刚刚咽下去的蝉虫 又被吊了起来 马皇后一边倒酒一边 笑着解释道 这酒啊 是崇远花了好大功夫 才从幽州弄过来的 据说一年的产量也就四十五斤 你尝尝 谢嫂子 徐天德迫不及待地抿了抿嘴 刚等着马皇后 倒完就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 入口辛辣 回味甘甜 喝完之后 徐天德忍不住赞叹道 确实是好酒 赵崇远在一旁哼哼唧唧了一声 要不是为了忽悠着徐天德 他可舍不得 把自己仅存的几坛玉女 烧给拿了出来 来吃菜 马皇后又给徐天德 亲自加了一块烧鹅 谢嫂子 徐天德满脸欣喜地感谢一声 和刚才对赵崇远的态度 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看着赵崇远在一旁 心底一个劲地碎碎念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喝着喝着 饶是以徐天德的酒量 也开始有些晕晕乎乎的了 一旁的赵崇远 喝得也差不多 但让他郁闷的是 这一次和徐女烧 似乎和他上次在幽州喝的时候 感觉有些不一样 那方面虽然有些悸动 但也就是有些悸动而已 至于其他的 并无任何感觉 不过心底虽然有些疑惑 赵崇远也没有多想 趁着酒劲 一把搂住徐天德的脖子 醉眼朦胧地看着徐天德 你说你家大姑娘 嫁给我家 来就如何 不可能 徐天德虽然喝得有些晕 但却依旧果断地摇了摇头 赵崇远比划了一下 那我家老九 娶你家大姑娘如何 徐天德一把推开赵崇远 依旧摇了摇头 不可能 那你家大姑娘 嫁给我家老九如何 不可能 我家老九娶你家大姑娘如何 不可能 啪的一声 赵崇远一拍桌子 猛然从凳子上站起 醉眼朦胧地看着徐天德 我就问你 这酒好不好 好 徐天德想都不想地 直接点头 那你家大姑娘 嫁给我家老九 好吧 好 嗯 嗯 刚说完 徐天德突然愣住了 刚刚有些上头的酒意 瞬间清醒 反应过来 一脸不愤地看着赵崇远 好你个赵老三 你套路我是吧 此刻赵崇远 也在无一丝喝醉的模样 一脸得意地看着徐天德 这哪能叫套路呢 这叫兵不厌诈 反正你已经答应了 说完又拍了拍徐天德的肩膀 指了指旁边的马皇后 你嫂子也听到了 这个不能改口哈 哎呦喂 我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徐天德一脸懊恼 哈哈 赵崇远 哈哈哈哈大笑 马皇后见此无奈一笑道 好了 好了 我家老九 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人了 说着起身 从房间里面 拿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摆在徐天德的面前 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望远镜解释道 你看看 这是千里镜 你们行军打仗的时候 有了他 敌人就是在千里之外 你也能看清楚 这是老九倒过出来的 不等徐天德说话 马皇后又拿出桌子上的铜钟 又解释道 这叫做钟表可以详细地看清楚时间 你要是配备了 每个军营里面放一座 以后你行军打仗的时候 也不需要再因为阴雨天 看不清楚月色分辨不好时间 这样一来 你调动大军的速度也能更快 还有这是 这是 看着马皇后 一个个介绍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 徐天德看的目瞪口呆 这都是老九倒过出来的 下意识地拿起来 挨个地倒过着 赵重元也不在意 反正他买回来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给徐天德 他们这些大前将领配备的 好东西啊 真的是好东西 徐天德一边倒过着 一边忍不住地连连感慨 有这些东西在 他以后掌握敌人的动向 可就方便太多了 你以为啊 赵重元一脸得意 我告诉你 你知道南城和北梁这些年 为什么这么老实吗 那都是被咱家老九给打怕了 不然你以为那两瘪犊子 会这么老实 死 徐天德倒吸一口凉气 但仔细一想 倒也是这么回事 这些年 赵定虽然天天在奏折里面诉苦 但南城和北梁 大范围进攻幽州的事情 倒是真的没出现 他这些年 骨头都快咸痒了 老九真的把南城和北梁的那些兔崽子 收拾得服服帖帖 徐天德依旧有些不敢相信 他和南城北梁交手多年 他太清楚 那两帮人到底有多难缠 背靠大鱼 尿尿都是尿一个坑里 为此 这些年大前不知道在北境上 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那是自然 赵重远不知可否地说道 说完又搂着徐天德的脖子 小声地说道 在老九的军营里面 有一种弩 能一次性连射石剑 而且距离远 就是能拉开牛角硬弓的神剑手 都没他那个远 你说有这样的神器在 北梁和南城能不老实吗 死 徐天德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脸急切地问道 那你这次去 怎么不带点回来 这玩意 可真的是神器啊 大前因为身处内地 自古以来骑兵缠入 而南城北梁都是以骑兵为主 每次在战场上 他徐天德碰上南城北梁的骑兵 都头疼得要命 打又打不过 追也追不上 每次都要耗费人命去天 才能挽回步兵 对骑兵的天然烈士 就算是赢了 也是残胜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前才被困在了这三战之地 见徐天德说这话 赵重远忧愿地看着他 可那别独自不给我了 当下赵重远索性 把幽州的事情 都告诉了徐天德 当然 赵定坑他的事情 那是一个字都没说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丢不起这个脸 哎呦喂 笑死我了 老子认得爹 儿子不认得老子 赵老啊 赵老啊 你说 你这是咋混的 徐天德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越是看着徐天德这样笑 赵重远脸上越是忧怨 这特么的能怪他吗 他也不想 可实在兼顾不到啊 过了半晌 徐天德才一脸正色地道 不过这燕王殿下 倒也是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一个幽州居然能治理成这样 确实有些手段 我不如他 听着徐天德这话 赵重远笑眯眯地问道 那你家大姑娘 可以嫁给我家老九不 不可能 绝不可能 然而 徐天德却依旧极为果断地摇了摇头 一听这话 赵重远顿时不乐意了 嘿 徐二德子 老子给你脸是吧 一看赵重远有些来火了 马皇后赶紧站起来拦住赵重远 随即望向徐天德问道 天德 你给我说说 到底因为什么 看着马皇后 徐天德一叹 哎 既然马大姐问了 那我也就说了 我是怕你家老九 也就是燕王殿下 想不住我家 那大姑娘 第三十七章 取也得取 不取也得取 啊 什么意思 赵重远眼底闪过一丝错愕 一脸蒙逼地看着徐天德 哎 既然你们问了 那我也就实话和你们说了 徐天德长叹一声 我家那个大姑娘 继承了我徐家的血脉 十四岁的时候就能开三十的工 现在才十八 刚刚集贯 那五弹的工 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百米之内的冲刺 不到三个呼吸就可 搬起三百斤的巨石 还能急不如飞 在军中摔跤 更是没有五个一等一的好手 进不了身 说着 徐天德又掀开自己紫色的长袍 指着胳膊上露出的一块 青紫色的瘀青说道 瞧见没 这是我和我家大姑娘 摔跤留下的 随后又掀起背后的衣领 上面一条紫色的棍印 清晰浮现 这是我和我家大姑娘比武的时候 他失手打上去的 还有这 这 这 越是看着徐天德身上 各种惨烈的痕迹 赵重远和马皇后嘴角 就越是止不住的抽搐 徐天德可是号称大前第一猛将啊 上马可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下马可坐镇中军 统领百万雄师 就算现在年纪大了 不负当年之勇了 可毕竟底子还在 可就这样 全还 嗨嗨 赵重远清了清嗓子 拍了拍徐天德的肩膀 一脸正色的说道 天德呀 我仔细想过了 这婚事啊 咱还是算了 毕竟咱们也不是老一辈的迂府之人 说什么只赴为婚啊 什么父母之言 媒妇之约的 这两个孩子的婚事呢 我觉得 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 你家大姑娘不愿意嫁呢 就随她去 今日就当你我兄弟喝酒如何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赵重远站起身 亲自给徐天德 加了一块徐天德最爱吃的鹅屁股 然后又赶紧示意 马皇后给徐天德倒酒 对啊 天德 你说 咱们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为何要干涉孩子的婚事呢 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去 你家大姑娘不愿意嫁人 就不要勉强她 我老九呢 也还小 没到婚娶的年纪 这婚事啊 依我看就算了 反正 你不是也不愿意吗 马皇后一边给徐天德倒酒 一边笑呵呵的说道 嘿 嫂子 你这话说的 我就不爱听啊 前面是你们说 要给你们家老九找个媳妇的 也看上了我家的大姑娘 现在你们又给我说什么 父母不要牵扯孩子的婚事 什么父母之约 媒妁之言 都是老一辈的传统 太迂腐了不好 什么你家老九还小 没到年纪 怎得好话坏话 都让你们说了呗 我看老九就挺不错 这婚事 我同意了 徐天德一嘴吃着鹅屁股 一边喝着酒 一脸不乐意的 看着赵重远和马皇后 赵重远拍着手 不是 你这人讲点道理吗 指着马皇后 来如荫 你给咱评评理 前脚是不是他徐二得子不愿意的 咱好说 歹说他死活不乐意 结果现在咱不勉强了 他倒不乐意了 还说什么好话坏话 都让我们夫妻说了 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 马皇后一脸苦笑 还没等他说话 徐天德不乐意了 张嘴吐掉嘴里 额屁股的骨头 指着赵重远道 嘿 赵老三到底是谁不乐意啊 你不就是嫌弃我们家大姑娘 继承了我们徐家的血脉吗 怕你家老九取过去 招架不住吗 嘿 不行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认识你家老九了 你今天就是答应也得答应 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说到这里 徐天德话锋一转 当然了 你要是以君臣的礼仪来压我 那我也不是不接受 毕竟你是君 我是臣吗 臣子哪有说君王不对的 万一惹怒了我们皇帝陛下 那我岂不是脑袋上 就多了一个晚大的疤痕了 赵重远被说得嘴角直哆嗦 指着一旁的马皇后 如鹰 你瞧瞧 你瞧瞧 这种人说不过咱们 就开始说咱仗势欺人了 搬出那套什么军啊 臣啊的 咱是那种人吗 马皇后温婉一笑 解释道 天德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 重远什么时候 拿过君臣的礼仪压过你 今天找你来 不也是和你商量吗 现在我们双方父母商量没商量好 那还不就算了吗 再说啊 这孩子的婚事 咱做父母的也不好插手 咱家老九今年也二十六了 你家大姑娘若云也十八了 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看咱要不这样 你和我们都各自退一步 老九和若云婚事的事情 先不急 先让这两个孩子自己处处怎么样 要是看对眼了 皆大欢喜 要是没对上眼 那就好聚好散如何 哼 你家老九是男人那不吃亏 我家若云还是一个带字归中的姑娘 那吃了亏找谁去 徐天德哼哼唧唧地看着马皇后 眼看着赵重远又要说话 徐天德一拍桌子 伸手挡在赵重远面前 打住 今天这事先到这里 咱谁都别说了 就当是放个屁过去了 哎 放个屁 放个屁 赵重远赶紧点头 徐天德又耿着脖子说道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赵重远想了想 直接说道 改天 你要再去幽州的时候 你要带上我 我要见见燕王殿下那连珠弩 行 没问题 一听徐天德这话 赵重远立马拍着大腿 表示赞成 开玩笑 只要不让自家儿子 去个暴力狂回来 什么都好说 但想了想 赵重远又说道 不过这件事 你要等等 等朕先把这一段时间的正事给处理完 行 没问题 徐天德想都不想直接点头 陛下 大喜啊 大喜 就在此时 王立士的声音 忽然从昆明宫外面响起 哐当一声 昆明宫的大门 直接被推开 王立士连滚带爬的身影 顿时跌倒在了昆明宫的大门口 慌慌张张的成和体统 赵重远哼了一声 但王立士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一脸惊喜地看着赵重远 陛下 你知道 今天半个时辰 咱们赚了多少吗 第三十八章 人不狠 站不稳 多少 赵重远下意识地问道 一旁的徐天德也好奇地凑起了脑袋 马皇后更是有些期待 陛下 整整六千八百两 什么 这么多 全卖完了 听着王立士这话 赵重远 徐天德 马皇后三人都有些猛 王立士按照赵重远的吩咐 把这些从赵定那里倒过来的穷江玉路 找个地方给卖掉 这件事情他们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居然一天就卖完了 何止卖完了 交押金预约的人都排到三个月之后了 算上预付款的三成的定金和今天的利润那就是三万零五百六十两 王立士越说越激动 掰着手指看着赵重远 一脸的兴奋 陛下 如果咱们把这些穷江玉路全部卖出去 光这一项的进账就是六十六万八千两银子 轰隆一声 赵重远内心一颤 身为大钱的皇帝他不是没见过大把的银子 而是这银子来得实在太快了 六十六万两那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府城一年的税收 而整个大钱一年的税收加起来也不多才两千四百万两 其中还要包括各种征收上来的粮食 而现在一天之内居然有六十六万两的进账 陛下 这是抢钱啊 徐天德呢喃自语 到了现在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地儿的幽州能发展如此之快了 马皇后下意识地扶着桌子缓缓地坐下 目光带着茫然 他一直都好奇赵定是怎么把一个破败的幽州 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面发展到这种地步 可现在他算是明白了 历史 赶紧把朕此次从幽州带回来的那些东西 除了留下一些天德军方所必须的天目镜以及坐中之外 其余的全部拿去给朕卖掉 赵重远声音颤抖赶紧吩咐道 本来他还打算了着把那些香水 肥皂留下来当作后宫赏赐之用 可现在看来 完全就是暴殖天物 银子这么好赚 为什么不拿来赚银子 有了这些银子 他又何必要为大钱的国库空虚而发愁 同时 赵重远的心底也有些来气 这帮王公贵宙天天喊着没银子 每次他赵重远 想要从这些王公贵宙身上 募捐一些银子救济百姓的时候 这些王公贵宙都是百般推托 说什么家里没银子 府里各种开销一年的愤怒都不够 这是没银子吗 这是不舍得拿出来 天德 你收拾一下 等历史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之后 收拾回来的银子 咱们再去一趟幽州 回过神来之后 赵重远赶紧对着徐天德吩咐道 他这一次去幽州不仅是为了这些货物 而是想看看赵定这小子 到底还给他藏了多少把信 那要发个诏书 先通知一下燕王殿下吗 徐天德下意识地问道 赵重远笑骂一声 通知个屁 通知了那小子嘴里还有真话 这些年把咱们瞒得多苦 我不怕你笑话 这些年赵定这小子 除了给我上奏折诉苦之外 还把户部主管幽州税务的主事给收买了 不然你以为 正这么多年会不知道幽州的情况 越是向着赵定干的那些事情 赵重远越是气得牙痒痒 狗东西 连他老子都满 徐天德 过了半赏 徐天德才一脸苦笑道 燕王殿下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这也得亏赵定是碰上了赵重远 这么一个好说话的爹 要是先帝 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黄爷爷 黄爷爷 我也要去 就在此事 赵轻瞻忽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那是满脸的墨水 也就两个眼珠子 还露在外面 你是谁 赵重远一脸猛 我是轻瞻啊 赵轻瞻指了指自己 轻瞻 赵重远一脸的狐疑 又上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赵轻瞻 那满脸墨水的小脸 伸手啪的一声 在赵轻瞻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死 一瞬间 赵轻瞻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黄爷爷你 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看着赵轻瞻这副模样 赵重远眨巴着嘴 哎 对了 就是这个反应没错了 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还逗弄一个孩子 马皇后不满地瞪了赵重远一眼 赵重远呵呵一笑 伸手在赵轻瞻那满是墨迹的脸上 弹了一个脑瓜崩 你黄爷爷我是有事情要去做 你以为是去玩的 你给我好好的留在京城 和你皇祖母监国 学习治理朝政 黄爷爷 你放过我吧 我就不是那个命啊 赵轻瞻哭丧着脸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死 但刚刚坐下去 又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蹭了一下 从地上跳了起来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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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幽州 燕王府中 赵定向着燕王府地下走去 作为一个封地的藩王 尤其是幽州这种 靠近敌国边境的藩王 除了治理封地之外 和对付敌国的各种试探 也是不少 比如说 前不久那个趁着夜色 进攻他幽州的事情 走进地牢 一股酸腐的气息扑面而来 各种鬼哭狼嚎更是不断 王爷 赵定刚刚走进这座燕王府地下的地牢没多久 一个穿着狱卒服饰的人就走了过来 手里拎着一把燃血的皮鞭 在他的身后 是一个被吊在架子上 浑身血气麻乌的大汉 此刻见赵定走了过来 大汉顿时抬起头 望向赵定张口吐了一口唾沫 呸 一口混着血迹老痰向着赵定吐了过来 赵定微微摇头轻而易举地毙了过去 嘿 你个王八蛋 你找死 狱卒见此也是下了一条 赶紧抡起鞭子 就要向着这个大汉身上打去 被抓了吗 有怨气正常 赵定摆了摆手 见身旁的狱卒搬来凳子 赵定便一屁股坐了上去 顺手拿起旁边清洗干净的水果 赵定咬了一口 抬起头笑着看着这个大汉 说吧 你到底是哪边来的 南辰 还是北梁 说出来给王爷 我见识见识 呸 大汉张嘴又想吐出一口唾沫 但还没等他开口 赵定身旁的狱卒就一拳打了过去 几颗混着血水的牙齿 从大汉嘴里脱落 挺硬气 我就喜欢硬气的人 赵定笑了 把他的牙给我一个个拔掉 另外倒点盐卤进去 记住把一颗就给他嘴里倒点 好消毒 明白吗 明白 狱卒宁笑一声 伸手从旁边的火炉里面 拿出一个烧得发红的老虎钱 缓缓地向着大汉走去 啊 一道凄厉地惨叫声 在这座地牢内响起 狱卒出手狠狠 而且很果决 烧红的老虎钱 探入这大汉嘴里的一瞬间 就生生地掰下了一颗牙齿 任凭这大汉凄厉地惨叫 又取出一旁早已准备好的盐卤 直接往大汉嘴里强行灌下去 顿时一股更为恐怖的剧痛 在大汉的嘴里生气 看着这一幕 赵定的眼神 没有丝毫地波澜 这是诸国混战的乱世 不是前世那个和平的年代 尤其他还身处 幽州这种三战之地 人不狠 站不稳的 继续 眼看着大汉 似乎刚刚痛感稍稍减轻 神色有些平复 赵定继续平静开口 是 狱卒硬喝一声 又继续走上前 直接掰开大汉 已经被烫出水泡的嘴 拎起另外一把烧红的老虎钳 又探了进去 再一次硬生生地 拔下大汉的一颗牙齿 啊 凄厉地惨叫声 又一次响起 吓得原本鬼哭神嚎的地下暗牢 顿时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神色惊恐地看向赵定 看着这个在外面 被整个幽州老百姓拥戴 但是在他们眼中 却如同魔鬼一般的男人 我说 剧烈的痛楚 早已让大汉没有了之前的硬气 神色惊恐地看向赵定 没事 继续 赵定看都不看一眼 挥了挥手 示意玉族继续 啊 又是一道凄厉地惨叫声 在地牢内响起 每一次都是换上一把 刚刚烧好的老虎钳 然后在扒完牙之后 往大汉嘴里灌上盐卤 所谓的盐卤 实际上就是幽州老百姓家里 研制咸菜的卤汁 这玩意别的好处没有 唯一的好处就是 里面的盐特别多 若是伤口碰上去 那滋味绝对酸爽 我给过你机会 可你自己不珍惜 没办法 我只能让你知道珍惜 赵定笑着说道 可这个笑落在大汉的眼底 却无异于魔鬼 我说 我说 大汉艰难地开口 嘴里的盐卤里面的盐分 混在伤口里面 疼得他止不住地颤抖 想好了 赵定抬起头 看了一眼大汉 想好了 想好了 大汉强忍着剧痛 结结巴巴地看着赵定 随后不等赵定 大汉赶紧回到 温良 南辰的温良 他 赵定挑眉 南辰与大汉不同 大汉是以藩王戍边 南辰则是以守将戍边 温良便是南辰的守将 之前他赵定刚来幽州的时候 温良还不是南辰的守将 后来南辰的守将 被他射成了筛子之后 守将就换成了温良 温良他想得到殿下的神武大炮 以及殿下连珠弩的制作方法 而且他还知道 小人本是幽州人士 后来逃到了南辰那边 所以就派小人返回幽州 大汉强忍着剧痛 含含糊糊地说道 你是幽州人 赵定眉头一掀 幽州前家 大汉回到 前家 赵定吃笑一声 我说你们这帮人去了哪里 没想到逃去了南辰 听着赵定这话 大汉顿时不再说话了 他们幽州前家 本来是幽州最大的门户 坐拥上万亩良田 堪称幽州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就是幽州本地的官府 拿他们也没办法 在幽州老百姓嘴里 一直都流传着 铁打的钱家 流水的郡守 这钱家 就是他们的钱家 可自从赵定来之后 一切都变了 他们钱家这些年 在幽州干的那些事情 全部被翻了出来 府里豢养的恶奴 在赵定燕王府守军手里 连一轮骑射都没撑过 就死得七七八八 家主更是被赵定 拉到了燕王府前 当着幽州所有老百姓的面 直接砍了 以井笑游 没了钱家 没了那些豢养的恶奴帮衬 他们这些钱家的子孙 自然不敢在幽州逗留 而他就是逃到了南辰 看着眼前的大汉 赵定笑了笑 但这一笑 却是让大汉心底 莫名地泛起一丝寒意 哭喊着求饶道 殿下 我错了 你饶我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饶你一次 谁让那些被你们前家 折磨的家破人亡的百姓啊 赵定吃笑一声 随即拍了拍手 扭头走向外面 对着身后的狱卒吩咐道 按照老规矩 砍去手脚 做成人质 挂在城头 殿下 听着赵钱这话 大汉更是凄厉的大汉 然而赵钱却头也不回地 向着外面走去 凄厉地惨叫声 再一次在地牢内响起 过了半晌 燕王府和城外连接的密道出口 一道浑身浴血 都看不出人形的物体 被缓缓地挂在了城头 而随着这道浑身浴血 已经看不出人形的身影 挂在城头 第39章这年头 此刻这么不专业的吗 出了地牢的大门 胡三便走了过来 靠近赵定的身边 恭敬地喊道 王爷 咱幽州城内 还有多少借着做生意的幌子 实际是南辰那过来的探子 赵定懒散的梁亭的台阶上 眯着眼看着出城的太阳 既然和南辰和北梁做生意 那这种事情 就是避免不了 上个月 王爷你让我杀鸡警猴杀了两个 现在还剩下五个 胡三如实地回到 胡三除了是赵定王府的管家之外 另外一个任务 便是负责监视幽州城内的南辰 北梁的探子 至于为什么留着不杀 那自然是留着有用 赵定扎巴着嘴 思索了半赏道 把咱们神机大炮藏匿的位置具体在哪 找个机会给这些人透露出去 啊 听着赵定这话 胡三一愣 一脸的为难 王爷 你这不是等于说 把咱们的底牌 先给别人看了吗 赵定翻了翻白眼 站起身 轻轻踹了胡三屁股一脚 你都知道的事情 我能不知道 嘿嘿 这么说也是 胡三善善一笑 揉了揉屁股上 赵定留下的鞋印 赶紧去做 这次王爷 我要王的大的 赵定瞪了胡三一眼 随后 又继续躺在了梁亭的藤衣上 是 胡三闻言 赶紧向着外面跑去 看着胡三离去的背影 赵定嘴角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敢打他神机大炮的主意 那就王的大的 就在此时 赵定忽然扭头 看向梁亭外的水池 扎巴着嘴道 都看了那么久了 该出来了吧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原本平静的湖面 忽然掀起一阵波澜 一道穿着镜装 分不出是男侍女的身影 骤然从湖水中跳出 手中一缕寒芒闪过 一柄不足一尺长的匕首 出现在那道身影的手里 静止地对着赵定刺了过来 嘖嘖嘖 你说你杀人 也不选个晚上 非要白天过来干嘛 赵定砸巴着嘴 依旧笑盈盈地躺在藤衣上面 顺手还捞起了一颗洗干净的葡萄 放在嘴里 狗贼 我今日要你小命 那杀手见赵定没有闪躲 居然依旧躺在藤衣上 顿时开口 可出声却是一道女子的嗓音 还别说 挺好听的 嘖 没想到还是一个妞 赵定笑了 望着空无一人的背后喊道 下手轻便 没准你王爷 我能给你们弄个王妃回来 是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一道穿着青色长衫 头戴歪帽的身影 忽然从赵定头顶的梁亭上面 跳了下来 抬手一掌对着女刺客的头顶拍去 女刺客脸色大变 身形一动 就要向后倒退 但那人速度之快 宛若一头灵活的长远一般 探出五指 直接抓向女刺客的肩膀 你不是那个导游 看清楚 从梁亭的屋檐下 跳出来的这道身影面容 女刺客顿时一惊 但手里的匕首 却是猛然向着张三刺去 张三咧嘴一笑 谁告诉你当导游了 导游就不能当护卫的 你不知道这年头赚钱难吗 当导游不易啊 只能兼职护卫 才能混点饭吃 张三咧嘴一笑 一双手瞬间化为阴爪 双手宛若五股长蛇一般 避开女刺客刺来匕首 同时缠绕在女刺客的肩膀上 五指微微一握 咔嚓 咔嚓 两道清脆的鼓鸣声响起 女刺客的手臂 顿时软软地垂落了下来 啊 一道惨叫声响起 女刺客身形瞬间倒退 急忙转身 向着外面跑去 当张三速度更快 几乎两个纵步间 就追上了女刺客 双手在女刺客的腿上 微微拍打了一下 女刺客身形脚下 忽然一软 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上 手里的匕首 更是早在她肩膀脱臼的 一瞬间掉了出去 张三手从袖子里面 扯出一根麻绳 根本不等女刺客说话 直接给女刺客捆了一个结实 张三这才咧嘴笑道 以后请叫我法外狂徒张三 说完压根不管女刺客 那近乎杀人的眼神 直接压着女刺客 走到赵定的面前 王爷 嗯 赵定微微点头 站起身 随手扯开脸上的 女刺客脸上的面睛 一张精致的面容 出现在赵定的眼前 皮肤干净嫩滑 眉若清淡 阴半浅唇不点赤 一对酒窝若隐若现 可爱至极 哟 没想到还真的是一个美人披子 嘖嘖嘖 你说 王爷我是怜香西域好吗 还是辣手催花好 赵定扎巴着嘴 站在女刺客的面前 上下打量 这女刺客年纪约莫十八九岁的模样 皮肤细腻而嫩滑 赵定的手指 轻轻地触摸在女刺客的脸上 甚至能感觉到那皮肤之中所蕴含的弹性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这女刺客的小脸 此刻有些发白 貌似是个新手 呸 你个灯徒子 要杀药刮随你 女刺客一甩头 避开了赵定的手指 赵定笑了 哎呦喂 还是一个小辣椒 蹲下身 赵定抬起头看着这个女刺客 说说吧 你是南辰的 还是北梁的 还没等着女刺客说话 赵定又扎巴着嘴道 不过依我看 你应该不是墨北的 墨北的妞皮肤没你这么滑 你个灯徒子 本小姐 我可不是南辰那般软骨头 看着赵定 居然就这么蹲在他面前 对着他平头论足 这女刺客气得又羞又怒 张嘴就要对着赵定咬过来 嘖嘖嘖 还真的是挺蛮 哎呀哈 不是南辰 那就是北梁了 赵定扎巴着嘴 两脚一蹬 就被他轻易地毙了过去 重新站起身 看着这个女刺客 深吸一口气 一脸感慨道 也就是你命好 遇到王爷 我这个不喜欢辣手催花的人 不然你就是长得再好看 也是一句死尸 关起来吧 赵定摆了摆手 伸了一个懒腰 是 王爷 张三点头 随后一伸手 直接把女刺客 从地上拉了起来 直接带着女刺客 向着梁亭外面走去 看着赵定要给自己关起来 女刺客破口大骂 赵定 你个杀人魔 你装什么伪君子 有本事你杀了本小姐 本小姐算你是个爷们 嘿 还本小姐 一听这话 赵定顿时乐了 再看看女刺客那一身 极为不专业的夜行衣 以及那三脚猫的功夫 好像确实是一个门外汉 走到女刺客面前 赵定笑道 没想到 你还是一个世家大族的小姐啊 呸 然而 还没等赵定说完 女刺客张嘴一口唾沫 涂在了赵定的脸上 啪的一巴掌 赵定抬手直接一巴掌 冷着脸看着这名女刺客 寒声道 本王爷是不杀女人 但没说本王爷不打女人 再有下次 别怪我直接杀了你 赵定你个灯徒子 你个杀人魔 你居然敢打我 哇 一道刺耳的哭喊声 瞬间在赵定的耳边响起 一瞬间 赵定愣住了 就连张三也愣住了 这年头 此刻这么不专业的吗 第四十章 让他尝尝社会的险恶 嘿 你张口闭口骂我杀人魔 登徒子的 我打你怎么了 赵定被这女刺客逗乐了 我和你熟吗 不熟 女刺客咬牙切齿的说道 不熟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赵定乐了 那也不能打 女刺客依旧咬牙切齿的看着赵定 还有我去 来了个公主病 训练你当刺客的人 脑子怕是有什么大病吧 你这种人 都能在杀手组织里面活下来 赵定一脸愕然 王爷 这怎么处理啊 张三也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要是个男的 直接打死算了 关键是女的 还是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这有些难办了 关起来 三天再说 赵定一挥手 懒得搭理 公主病是吧 我赵定专治公主病 得嘞 张三点头 提起女刺客 就向着地牢走去 赵定 你个灯徒子 你不得好死 女刺客一边被张三拖着 一边不断地回头 骂骂咧咧 嘿 我特么的 赵定来火了 拖下鞋靶子 就想冲过去 当刚刚鞋靶子 抡起来的时候 这女刺客 突然一脸委屈地看着赵定 我错了 你放过我 不是真的想杀你 我就是出来玩 他们说 你是大魔头 你是杀人魔 所以我就 没等着女刺客说完 赵定就接过话茬 所以 你就为名除害了对吧 嗯 嗯 你的头 砰的一声 赵定直接赏了这女刺客 一个脑瓜崩 骂骂咧咧咚 毛都没长齐 还学人家当刺客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我毛掌齐了呀 女刺客一脸委屈地看着赵定 赵定翻了翻白眼 你知道我说的毛是哪里的毛吗 女刺客文言沉默了一下 过了半晌 突然反应过来 满脸羞红的大骂道 你个灯徒子 关关关 关起来 赵定脑壳痛 一挥手 直接懒得搭理这个女刺客 这一看 就是那种自幼武侠小说看多了 学了点三角猫功夫 就想踢天行道的大家族小姐 好嘞 张三点头 又拎着女刺客 向着地牢走去 我可以给你银票 只要你放了我 被张三提着 像那小鸡一样的女刺客 突然一本正经地看着赵定说道 但还没等赵定说话 又立马委屈巴巴地看着赵定 求求你 不要给我关地牢好不好 我怕老鼠 说完 脑袋一缩 立马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赵重 赵定那是一脸的无语 这特么的 到底是哪来的愣头青啊 把他这里当作新手村了 清了清嗓子 赵定看向这女刺客 扯着嗓子问道 魏大姐 咱能不能说个事情 指了指自己 赵定说道 我是被你刺杀的人 说完又指了指女刺客 你是要刺杀我的人 现在你刺杀 我没成功 然后你还想求着我给你好吃好喝的 天底下有这么一个礼貌 赵定一脸无语 可你也没受伤啊 女刺客不假思索地看着赵定 好吗 这特么的 就是一个纯纯的小白 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的 赵定一挥手挡住了女刺客 继续说下去的欲望 行了 别说了 关 给老子关起来 随后切齿地看着女刺客 伸出一只手 挑起女刺客雪白的小白 赵定的脸上 故意露出一副阴狠的模样道 既然你不知道江湖的险恶 那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江湖的险恶 给我把他和十个大汉关在一起 挑那种不喜欢一两年没洗澡的 而且还有脚臭的 怎么拉他怎么来的 赵定又嘱咐道 啊 赵定你个混蛋 你个王八蛋 你不得好死我出十万两 你放过我 就当我今天没来过 好不好 我求你了 女刺客哭喊着大骂道 那双明亮的毛子 眼眶里面泪珠子巴达巴达地往下掉 但没骂两句 又一脸委屈巴巴地看着赵定 多少 赵定神色一惊 下意识地扭过头看向着女刺客 看着赵定那眼神 女刺客吓得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一张小脸写满了委屈 结结巴巴巴地回道 十十十万两 只要你放过我 哪呢 赵定一抬头 眼神瞥着女刺客 看着赵定那火辣辣的眼神 女刺客更慌了 赶紧回道 在我胸口左边的荷包里面 你放开我 我自己拿出来给你 不用 我帮你 赵定挑眉 走上前 二话不说 把手伸了进去 一抹惊人的弹性 瞬间让赵定精神一振 下意识地上下 瞥了一眼女刺客 有料啊 你个灯徒子 你怎么敢 你回我亲吧 我要 我要 女刺客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打住 赵定一把堵住女刺客的嘴 扯着嗓子回道 是你在这里 怪我了 那你摸我右边干嘛 女刺客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 不对 准确说是刚刚哭过 现在又快哭了 哦 左边 赵定恍然伸手 又往左边探去 啊 一道威力堪比穿精烈时的声音 忽然在赵定耳边炸响 一瞬间 赵定和张三都下意识地堵住了耳朵 赵定挠了挠耳朵 终于从女刺客贴身的荷包里面 找出了一张银票 刚刚好好十万两 看着赵定手里的那张银票 女刺客一脸委屈 抽了抽鼻子 沙哑着嗓音 委屈巴巴地看着赵定 现在你能放过我了吗 赵定看了一眼银票 咧嘴一笑 嘿 还真的是北梁的大康钱庄的银票 大康钱庄是北梁最大的钱庄 堪称富可敌国 各种当铺开遍了周遭五国 就是大鱼那边都有大康钱庄的分号 这十万两银票是大康钱庄的银票 赵定自然不愁花不出去 赵定伸手把十万两银票收到袖子里面 妄想着女刺客 真的想走 嗯 女刺客连连点头 赵定一咧嘴 那不行 你可是我的挚爱亲朋 手足兄弟 得加钱 听着赵定前面的话 女刺客还有点懵 但听着后面的话 女刺客瞬间反应了过来 又是一阵穿津烈士的尖叫声响起 啊 啊 啊 赵定我杀了你 女刺客张牙舞爪 在张三手里折腾了半天 张牙舞爪的想要向着赵定扑过来 可折腾了半天 都愣是动都动不了一下 反而像是一只 被人薅住了后脖稿的猫一样 看似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 但却透露着一股娇憨 赵定拿起牙签 剃了一口塞在嘴里的肉丝 望着女刺客道 没钱了 没了 女刺客赶紧摇了摇头 关牢里去 赵定摆了摆手 是 张三点头 一滴溜又拎起女刺客 向着地牢走去 眼看着自己又一次 要被滴溜进地牢 与那些老鼠 臭虫 还有那些大汉为伴 女刺客吸着鼻涕 哭喊着道 我还有 还有 一听这话 赵定顿时眼睛亮了 眼神在女刺客身上一阵打亮 看得女刺客心底之发慌 但却依旧委屈巴巴的看着赵定 那你拿了银子 真的会放了我吗 赵定没说话 跑去厨房拿出一块砧板 拿出一把锄刀 又拿出一条鱼 把鱼放在砧板上 随后啪的一刀砍了上去 昂着头看着女刺客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女刺客抽了抽鼻子 眨巴着已经有些枯红的眼眶 委屈巴巴的看着赵定 多闹着嘴盗 最后的五万两 在我鞋底 你拿了之后 我不求你放过我 但是能不能别把我关到地牢里面 我长这么大 最怕的就是老鼠还有蟑螂 我会吓死的 说着说着 女刺客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然而赵定却没空搭理女刺客 直接让张三换来两个家丁 让他们一起把女刺客给按住 抱起女刺客的脚底 一巴 一双晶莹剔透的小脚丫 顿时出现在赵定的眼前 嘿 还没脚臭哎 不错 赵定扎巴着嘴 但被按着的女刺客脸却红的 已经到耳朵根子了 整个人像是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般 能掐出水来 可这一次倒是学乖了 虽被赵定故意调侃了一下 但愣是一句话不说 就是昂着头 把头扭向一边 赵定翻了半天 终于在女刺客鞋底的家层里面 发现了一张五万两银子的银票 同样是大康钱庄的银票 乖乖 这样的刺客多来几次 老子就发财了 拿着两张银票 赵定坐在地上一脸的胆开 那你要怎么处置我 见赵定拿着银票坐在地上 女刺客急忙问道 不杀你了 也不给你关牢房了 但你要告诉我 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个愣头青来了 赵定摆了摆手 又望向女刺客问道 你咋还骂人呢 委屈地看着赵定 但一看赵定又扔着鞋靶子走了过来 立马说道 我说 我说 嗯 乖 赵定摸了摸女刺客头 但另外一只手 却依旧握紧鞋靶子 看得女刺客又是一脸都委屈 不过还是继续说道 我是听说 你杀了我们不少的边军 连陈可里将军都死在你了手里 所以我就 所以 你就傻乎乎地过来了 没等女刺客说完 赵定便接过话查 嗯 女刺客连连点头 但很快 又抬起头望向赵定 你咋又骂人呢 赵定翻了翻白眼 没接着话查 又指着这两张银票问道 说说你来历呗 不说 然而一听到赵定问她的来历 那女刺客 立马投摇的和波浪鼓一样 真不说 赵定邪谋再问 不说 女刺客依旧是一脸坚定 行 赵定点头 对着张三喊道 找个房间 给她关起来 先饿个三天 让她尝尝社会的险恶 第41章北梁六公主 哎呀 真香啊 与此同时 幽州与北梁的交界处 一片山林之中 一名老者 和一名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 正一脸焦急地 站在一株百年古树下面 在他们的四周 竟是一名名穿着北梁战甲的士兵 没过多久 密林深处 便有一名士兵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拱手拜道 拜见李大人 拜见其大人 哎呀 哎呀 先别说这个了 还没等那名老者开口 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 急忙摆手问道 六公主找到了吗 对对对 你们找到六公主了吗 那名老者文言 也急忙站起身 看向这名赤后 没有 周边都寻遍了 赤后摇头回道 六公主会水性 河里找了吗 中年男子再次问道 找了 那山里呢 也找了 哎 完了 咱们怎么和王后交代吧 听着赤后的回答 那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哎 齐大人 再等等吧 那名老者 也是一脸的愁苦 他们二人 本来是陪着自己的六公主 来巡视边境的 因为皇帝身体不适 而六公主 又是他们北梁皇帝 最为宠爱的六公主 故而 皇帝才让他们北梁的六公主 带皇帝巡视边境 以安稳均心 可没想到 现在还没到了边境大营 六公主却跑没影了 连随行的赤后 都找不到 这个真的是捅破天了 一旦这个消息 传到北梁的帝都变梁 他们两个的人头落地是小事 重要是九族 都会被牵连 因为六公主自出生开始 就是她北梁皇帝的掌上明珠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可如今却生死不知 这可真的是捅破天了 报 就在此时 远处的密林深处 又有一名赤后 快速地跑了过来 其步与站起身 一把抓起这名后来的赤后衣领 将其从地上拉起 拽到面前 急切地问道 找到六公主了吗 没 感受着其步与眼底的急切 那名赤后结结巴巴地回道 不过有山明说 看到一个女子 越过大梁的边境 去了幽州 什么 此话一出 其步与 李方如神色一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名赤后 那山明可曾知道 那女子的模样 其步与声音颤抖地问道 没看清楚全貌 但就看到了一个背影 我听她的描述 有些像六公主 赤后声音颤抖地回道 噗通一声 其步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目无神地看着头顶的天空 完了 彻底地完了 极客只会刘天权将军 带兵去幽州 李方如神色急切地望着眼前的这名赤后 吩咐道 但还没等这名赤后说话 其步与陡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把抓住李方如的衣领 神色猙獰地说道 你想死吗 你不知道那赵定的厉害 陈之里陈大将军都死在了那赵定的连珠弩下面 你有把握对付那连珠弩 还是说李方如敢承担失败的后果 我告诉你 就是你李方如敢 他刘天权也不敢 其步与神色猙獰地看着李方如 听着其步与这话 李方如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回头神来之时 身上已经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几年北梁朝堂上下 谁不知道赵定的大名 那就是一个孝颜望 你好好地和他说话 坐下来做生意 什么都好 要是敢轻易地派兵涉足幽州 那就是死 陈之里就是这么死在了幽州城外 那怎么办 现在回京也是死 去幽州也是死 难道我们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 等着你我的九族人投落地 李方如急切地看着其步与 我想想 我想想 其步与深吸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过了半晌 其步与望向李方如说道 那赵定贪财 你我化作大梁的商人 以做生意的名头进去 只要不碰出幽州的利益 不去探查那连诸弩 以及那所谓的神机大炮的机密 赵定不会拿 我们怎么样 只有这样 才是最好的方式 其步与深吸一口气 神色凝重地看向李方如 其实 化作大钱的老百姓也行 但谁都知道 赵定搞了一个什么 所谓的身份证 若是冒出被发现 直接就是 做成人质挂在城头 这几年下来 他们北梁不知道派进去多少的探子 最终被挂在了幽州城外 好像也只能如此了 李方如深吸一口气 战端不能轻气 赵定更不能轻易地招惹 两天之后 幽州城内 燕王府 一间门窗 封死的房间外面 赵定悠闲地 坐在房檐下面 面前是一个火炉 火炉上面 摆放着铁制的烤架 如火震望 而在这铁架上面 有着一节烤得滋滋冒油的羊腿 在炭火的制烤下面 不断地滴着油水 发出滋滋的声音 放点滋然 快 再撒点惊炎 赵定一边享受着绿桃的按摩 一边不断地对着张三指挥道 好嘞王爷 听着赵定的嘱咐 张三不断地从身上 掏出一个个瓶瓶罐罐 对着羊腿上 撒着滋然和惊炎 胡三 你特娘扇风扇的大一点好不好 不然飘不进去了 赵定掳了掳嘴 瞧了一样旁边紧闭的房门 胡三立马反应过来 赶紧卖力地扇动着手里的蒲扇 好嘞王爷 你看我用力扇 随着胡三卖力地扇动手里的蒲扇 烧烤架上 那一整整诱人的香气 顿时顺着门缝 飘向了房间里面 咕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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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清晰的咽口水声音 从门缝里面传出来 隐约能看见 门缝里面有着一双明媚的毛子 此刻正透着门缝看着外面 尤其是看着那炉火上烤得滋滋冒有羊腿 咕嘟咕嘟地咽着口水 呃不饿 赵定邪眸地看着房间里面 不用猜他也知道 那个女刺客现在正趴在门缝后面呢 不说 房间里面女刺客依旧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但还没等他完 又咕嘟咽了一口口水 嘿 还不说是吧 赵定咧嘴一笑 对着胡三喊道 来个王爷 我拿一串 来来王爷 胡三顿时屁颠屁颠地站起身 一只手拿起一根羊肉串递给赵定 另外一只手继续卖力地往女刺客房间里面 扇着羊肉的香气 第四十二章 哎 就是完 哎呀 真香啊 结果羊肉串 赵定一脸的感慨 一边拿着羊肉串 一边对着房间里面比划道 你看这羊肉串 他又大又宽 你看这羊肉味啊 他又麻 啊什么来着 赵定看了一眼旁边的胡三 胡三立马一脸谄媚地提醒道 他又麻又香 赵定点了点头 立马对着房间立马喊道 啊对 他又麻又香 随即又赵定翻了翻白眼 看着胡三 王爷 我要你提醒吗 王爷英明神武 天纵奇才 怎么会要小人来提醒呢 王爷问小人 不过是给小人一个表现的机会 胡三耿着脖子 立马回道 嘿 你特么娘的是个人才 赵定乐了 得意地瞥了胡三一眼 指了指房间里面被关着的女刺客 等会去王府帐房临上去 就说我给的 钱他付的 恩谢王爷我的 谢王爷 胡三咧嘴一笑 一张老脸都快笑成了菊花 一个劲地给赵定捶着腿 就喜欢你这拍马屁的劲 赵定咧嘴一笑 从袖子里掏出一钉银子 丢给胡三 胡三立马一脸激动地接了过去 谢王爷 看着 绿桃和张三望了过来 赵定翻了翻白眼 又掏出两钉银子丢了过去 嘿嘿 谢王爷 王爷最好了 捏着手里的银钉 绿桃和张三一脸的激动 赵定翻了翻白眼 没说话 拿起手里的羊肉串 放在嘴里咬了一口 一脸感慨外带鱿鱼 望着房间里面喊道 你看这羊肉串啊 它又大又宽 你看这羊肉啊 它又麻又香 这小自然一洒 那味道嗖嗖的 真香 太香了 香得不得了 孤独 房间里面顿时传来一阵 咽口水的声音 但女刺客依旧咬牙说道 不说 不说是吧 没事继续 赵定也不在意 丢了一把扇子给绿桃 给我使劲衫 咱就慢慢和他耗着 好嘞 王爷 绿桃无嘴轻笑 一脸责怪地看着赵定 但还是接过赵定丢过来的扇子 和胡三一起扇着 炉火上升起的羊肉香味 让其尽量地往房间里面飘 眼看着羊肉烤得差不多了 赵定接过张三递过来的羊腿 咬了一口 嘴里含糊七词地喊道 去厨房 把今天王爷的菜 全部端到这里来 王爷我今天在这里用膳 得嘞 张三点头答应一声 扭头就跑 但没跑两步 赵定又问道 咱今天吃啥来着 张三张嘴说道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尔 烧花鸭 烧厨筋 烧子鹅 卤煮咸鸭 酱鸡 腊肉 松花 小朵 酱肉 香肠 石井酥盘 熏鸡 白豆 清蒸八宝猪 姜米酿鸭子 罐野鸡 罐鞍醇 鲁石井 鲁子鹅 鲁虾 慧虾 呛虾仁 山鸡 兔斧 菜蟒 银鱼 咕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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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报一个菜名 房间里面都传来一阵极为清晰的咽口水声音 但还没等赵定开口 房间里面 那女刺客又咬牙切齿地哼了一声 哼 我就不说 不吃你这一套 不就是想逼着我报出自己的来历吗 然后好借此敲诈我家人 让我家人叮你这个大魔头送赎金吗 我告诉你 死了这条心 房间里面 那女刺客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过说话的时候 依旧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的娇憨 赵定乐了 还他们的 自动挠不起来了 公主病是啊 我赵定就专治公主病 他就是想看看 到底是谁派这个女刺客来的 顺带着问问女刺客 到底是北梁那个大家族的 结果这女刺客 都想到绑架上去了 快能挠补的 赵定依旧懒洋洋地靠在藤衣上 享受着绿桃的伺候 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爱咋脑补 咋脑补去 反正我不急 咱慢慢来 反正你饿着 我不饿 我有的 吃你没得吃 还只能看着 哼 房间里面 那女刺客轻哼一声 傲娇地扭过头去 没过多久 一盘盘精致的菜肴 被燕王府的下人给端了过来 全部摆放在 关押着女刺客的房门外面 看着那一盘盘精致的菜肴 胡三 张三 绿桃三人 都情不自禁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自家王爷 可难得这么奢侈一次 都过来 吃吃吃 和王爷我生了什么 赵定招手 直接让几人坐下 胡三谄媚一笑赶紧坐下 直接上手撕了一块 清蒸八宝猪的猪腿下来 一咬满嘴流油 一双绿豆大的小眼 都快放光了 张三也在一旁胡吃海喝 抱着一个猪蹄就啃 一边吃着 一边对着赵定呵呵地傻笑 笑个屁 赵定笑骂一声 绿桃家过一劫 蒸得已经软烂的鹿尾 放到赵定面前的盘子里面 脆生生地说道 王爷 这是您最爱的蒸鹿尾 奴婢先服侍王爷您吃 还是咱绿桃最贴心 赵定咧嘴一笑 伸手轻轻刮了一下 绿桃那小巧的穷鼻 惹得后者霞面飞红 但却依旧极为贴心地 给赵定用筷子剥离鹿尾的尾巴骨 赵定乐呵一笑 又轻轻踹了一脚 吃得一脸傻乐的张三 好吃吗 好吃 张三嘴里含糊不清地回着 赵定斜着眉瞪着张三 我特娘的是让你光吃的吗 熬熬熬 张三瞬间反应了过来 抱着猪蹄品头论足道 这猪蹄啊 软糯无比 肥而不腻 一入口啊 那八角和贵皮的香气啊 扑面来 嘿 看着张三那满嘴糊烈烈的样子 赵定顿时笑了 笑骂道 你特娘的也是一个人才 咕嘟一声 房间里面又传来一阵咽口水的声音 极为的清晰 还伴随着一阵肚子饿的打鼓的声音 以及那死死吞咽着口水的倔强之声 听着房间里面的声音 赵定咧嘴一笑 又不动神色的 踹了一脚胡三 胡三立马极为浮夸地哭喊道 王爷这八宝猪实在太香了 奴才我这辈子 就没吃过这么好的八宝猪 一定是精选了刚刚断奶的乳猪 这种乳猪的肉质最为细腻 而且自带胎肥 那肥肉入口 简直和血一样 入口即化 而且还有这乳猪特有的肉香 简直太好吃了 哎呀 王爷 我最喜欢这烧厨鸡了 一看就是咱们幽州特有的兰英鸡 那肉质紧绷又弹性 一入口汁水四溢 奴婢也好喜欢吃呢 绿桃抓起一只烧厨鸡咬了一口 一张小脸上 净是满足 看得赵定差点笑抽过去 都特么娘的人才 咕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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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密集的咽口 水声不断地从房间里面传来 透过门缝 隐约能看到门缝后面 一只明媚的毛子 死死地看着外面 尤其是看着胡三 张三 绿桃几人手里 吃得得尽的食物 想说了不 赵定好征以侠地看着房间里面 不想 孤独 想 说到最后 那女刺客的语气 彻底地软了下来 扒在门缝上 可怜巴巴地看着赵定 尤其是看着赵定面前 那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粉润的小嘴不断地吞咽着口水 真的想啊 赵定挑眉问道 嗯想想 那女刺客赶紧点头 只要你给我吃的 我啥都说 哟 想通了呀 赵定也愚道 想通了 女刺客一边点头 一边望着桌子上的各种菜肴 吞咽着口水 她消欲弩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 成成两天没吃过东西 然而 赵定却是咧嘴一笑 抓起桌上杀鸡啃了一口 笑眯眯地说道 嘿 小爷我不想听了 就是逗你歪 说着又啃了一口 还故意在萧玉奴的面前 添了一下嘴上的油水 赵定 我杀了你 萧玉奴气急败坏 抓着门框 咬牙切齿地看着赵定 第四十三章 北梁有女名玉奴 我想回家 我不要在这里啊 赵定 你个死人头 你个王八蛋 本小姐和你没玩 呜呜呜 房间里面 传来呜呜呜员员的声音 赵定听得一脸无语 就着还要当杀手呢 得亏遇到她 赵定是个正 Z 人 S 君 L 子 S 哥 P 不然就着她这智商 还不纯纯地给人送菜 嗯 好像已经给人送菜了 把房门打开 赵定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 踹了旁边的张三一脚 后者立马站起身 取出身上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房门一打开 萧玉奴顿时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 赵定我要杀了你 你个混蛋 但没跑两步 又被张三像拎着一个小鸡仔一样 两脚悬空地拎离了地面 就这样 还张牙舞爪地扑向赵定 只不过此刻的萧玉奴 相对于两天之前 明显憔悴了不少 一张小巧的瓜子脸 透着一股苍白 并脚的并发散乱地垂下 原本整齐的发术 此刻也凌乱了不少 像个鸡窝一样搭在头顶 小巧而薄润的红唇 透着一股苍白 平添了一股凄美 就是那眼神 依旧杠杠地怒视着赵定 像是一头发怒的小母狮一般 恶狠狠地盯着赵定 哦 不好玩 我要回家 但还没等赵定说什么 萧玉奴嘴角又是一撇 哇的一声 又哭了起来 赵定 一瞬间 给赵定 胡三 张三三人都整得有些不会了 绿桃也是有些不忍直视地捂住了脸 哎 这特么的是祖宗啊 赵定一脸的无奈 苦笑道 哎呦喂 我的大小姐啊 你说 就你这智商 还当刺客呢 你这不是纯纯地点人送菜吗 我 我又没刺杀过人 我不是第一次吗 萧玉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红润的小嘴 撇向一边 说着说着 眼泪又要掉下来了 赵定又是气又是好笑 一脸无奈地吩咐到给他放下 是枉眼 张三点头答应一声 手一松 萧玉奴顿时掉了下来 扑通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随后猛然从地上站起 又一次张牙舞爪地冲向赵定 同时一脸得意地笑道 这叫兵不厌诈 话音还没说完 萧玉奴脚上的锁链一绷紧 砰的一声 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甩了一个狗吃屎 我一般不笑的 除非我忍不住 哈哈哈哈 赵定捂着嘴 本来还想忍着 但看着萧玉奴 那一脸狗吃屎的模样 顿时再也忍不住 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哎呦 这 胡三 张三 绿桃三人顿时有些不忍直视地 撇过了头去 你说你这智商 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 赵定强忍着笑意 捂着肚子 蹲在萧玉奴的面前 看着到现在 还依旧趴在地上的萧玉奴 我不是没注意吗 萧玉奴揉着摔红的额头 一脸都委屈地 从地上站起 算了 我也不指望你能刺杀得了我了 说说吧 你到底是北梁那个大家族的 叫什么 又是那个脑子有大病的人 谁让你来送菜的 过了半晌 赵定好不容易才忍住的笑意 捂着肚子 坐在了藤椅上面 看着忠于老实下来的萧玉奴 我说了 你会放过我吗 萧玉奴可怜巴巴地看着赵定 胡三 在 去厨房给我拿一把刀 一条鱼 一个砧板过来 我说 我说 还不行吗 眼看着赵定 又是一副前天的那副架势 萧玉奴嘴角一撇 委屈巴巴地道 我叫齐玉奴 我爹是北梁户布侍郎 齐布宇 我在家排行第六 所以我爹都叫我溜 说完又低下了头 雪白的柔衣相互的摩擦 低着头道 那天我已经和你说了 没谁指使我来 我就是听说 你残杀我们北梁的边军 我气不过 所以我就来了 齐布宇 你爹是齐布宇 赵定神色一惊 目光不由地在萧玉奴的脸上 多看了几眼 齐布宇 北梁萧帝六年的恩科禁士 及其受北梁萧帝的信任 虽是户布侍郎 但在北梁内部 谁都知道 齐布宇是北梁下一任的户部尚书 只等着这一任的户部尚书 告老还乡 齐布宇就能接手户部 而且 齐布宇也是一个人才 对于税收治理一道极有手段 就是他赵定在幽州都听说过 没想到 眼前这女刺客 居然是齐布宇的女儿 如此看来 也难怪这女刺客 一脸蠢萌的样子了 对对啊 萧玉奴有些紧张地看向赵定 你在骗我吧 赵定忽然蹲下身 一脸肃目地看向萧玉奴 萧玉奴大惊 仓皇后退 一直退到了墙角才停下来 结结巴巴地回道 没 没没有 不等赵定说话 萧玉奴又继续说道 我爹其不语 恩科六年的进士 祖籍大同府 祖上三代无人为官 出生寒门 祖父是祖母是 赵定微微点头 萧玉奴说的这些 确实和他派人去北梁收集的情报 一一对上了 等等 你在家排行老姐 还没等萧玉奴说完 赵定一抬手挡下了他继续说下去的欲望 老六啊 萧玉奴一脸不解地看着赵定 嘿 还真的是老六 赵定翻了翻白眼 一脸苦笑 从他萧玉奴的开始 萧玉奴出牌的方式 却是很老六 我感觉你好像在骂我 但我是我又说不上来 你到底哪里骂我了 过了半晌 萧玉奴一脸委屈地抬起头 看着赵定 我在夸你 赵定一脸正色地说道 说着瞅了一眼 旁边已经憋的脸都红得绿桃道 是吧 绿桃 绿桃先是一愣 随后快速地反应过来 点头道 啊对 萧小姐 我们家王爷在夸你呢 是吧 我也觉得 我这老六的排名挺好 我父 我父亲可宠我呢 萧玉奴破涕而笑 但一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 很快又拢搭着脑袋 看着赵定 一脸委屈地看着赵定 我真的没钱了 但是你能放了我吗 胡三 在 去 别别别 我不想走了 一看赵定这架势 不等赵定说完 萧玉奴立马摆手 一脸委屈地看着赵定 说着说着 眼泪又要掉下来了 但目光却撇向赵定面前桌子上 那满满一桌的山珍海味 情不自禁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望向赵定 强行扯出一抹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怯弱地看向赵定问道 那个 那我现在能吃了吗 说话的同时 又是吞咽了一口口水 胡三 赵定扭头看向一旁的胡三 在 去吧 咱们王府专门给犯人吃的伙食 给端过来 是 随着赵定的一声令下 胡三一六烟地跑向这座院子的外面 没过多久 又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手里多了两个白面馒头 外加一盘咸菜 看着这清汤寡水的饭食 一瞬间 萧玉弩那秀气的眉头 瞬间就皱了起来 随后哇的一声 又哭了起来 哭喊着看着赵定 赵定你个王八蛋 你又你骗我 一边哭着 一边指着桌子上的那些各种的山珍海味 哭喊道 你不是说给我吃那些吃的吗 怎么会是只有馒头 我不吃这个 爱吃不吃 有得吃就不错了 赵定拿起其中的一个馒头 自己咬了一口 刚到幽州那会 为了酿造玉女烧 他可是连馒头都吃不上 没想到给这个齐玉弩吃 他自己倒嫌弃起来了 还是没饿够 张三给他关起来 都当了阶下求了 还公主病 我就专治公主病 赵定一挥手 张三顿时站了起来 一看赵定真的生气的架势 萧玉弩顿时一把抓住盘子里面 仅剩的一个馒头 往嘴里塞 看着萧玉弩 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赵定心底又有些不忍 对着一旁的绿桃吩咐道 去厨房再给他拿一个馒头 然后端一盘 我们碰过的菜给他 是 王爷 绿桃点头 刚准备跑向王府的厨房 院子外面 一个牙医 忽然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 消息放出去了 放出去了 听着这话 赵定眼前一亮 随即赶紧看向胡三和张三 吩咐道 你们两个和我来 说完又看向绿桃 继续吩咐道 你留下照顾这个公主病 看好了她 别让她跑了 是王爷 绿桃点头 就在赵定带着胡三和张三 走向院子外面的时候 同样有几个穿着铠甲的大前边军 从外面走了进来 站在绿桃身后 齐小姐请吧 绿桃伸手指了指 肖玉弩身后的房间 看着赵定匆忙离去的背影 肖玉弩忍不住问道 你们家王爷 真的是杀人魔 刽子手吗 绿桃咧嘴一笑 提起赵定时 小脸上带着一丝崇拜 一脸骄傲道 我们家王爷 那是对外人狠 对自己人可老好了 老好了 肖玉弩微微皱眉 第四十四章布局 温良的野望 事情怎么样了 你确定 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燕王府 一间密室里面 赵定坐在主位上 面前站着的 正是之前的那名牙医 所谓的消息 自然就是神机大炮所在的位置 确定 牙医不假思索地回道 那人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就故意和我套近乎 这不胡三爷让我放消息 我就故意借着酒精 假装埋怨 顺手把神机大炮的事情给他说了 他表面上没说什么 但心底肯定会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温良 而且 刚才守城门的兄弟 已经看到了一个南辰那边的商旅出城了 应该就是给温良递消息去了 好 赵定一拍桌子 对着胡三命令道 你马上派人在神机大炮的周围放上炸药 越多越好 只要他们赶来就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此话一出 胡三悚然一惊 王爷 如果在神机大炮周围放上炸药 那咱们的那些神机大炮岂不是 对啊 王爷 咱们现在手上一共只有八门啊 除了放在天荡山放着北梁的四门之外 就只剩下了那四门 现在直接全部炸了 那咱们短时间对付南辰可就没有神机大炮了 张三同样一脸紧张地看向赵定 神机大炮的图纸 虽然是他们家殿下给的 但幽州冶炼技术有限 到现在八年过去了 也不过才打造出八台神机大炮而已 四台放在幽云山对付南辰 四台放在天荡山对付北梁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赵定一脸感慨 神机大炮炮管虽然难以野炼出来 但也不是不能重新炼制出来 但若是接着这一次 却能很好地错一错南辰的锐气 他赵定好久没杀人了 南辰那帮屠宰子似乎都忘记他 赵定为什么叫孝颜忘了 至于空档期 赵定早都想好了替代品 好王爷 我这就去办 我听你的 反正我胡三这条命是王爷给的 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听着赵定这话 胡三也没有迟疑 看似奸诈的脸上 此刻也是露出了正经之色 递到去城外 被他们发现就不好了 赵定嘱咐道 当初他修建幽州城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 一旦幽州城被围之后 断水断粮的可能性 故而在幽州城下 建了一条四通八达的密道网 而出口和入口 只掌握在他和胡三 以及张三还有绿桃这几个心腹的手上 至于最终的通向地点 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是 王爷 胡三点头 随后赶紧带着人走了出去 王爷 我要做什么 见胡三走了出去 张三搓了搓手 有些迫不及待的看向赵定 你 赵定邪谋了张三一眼 随后笑道 你和我等着 看烟花就行了 温良居然敢打他神机大炮的主意 这一次要么不来 要来就来一个大的 最好炸的他 温良不死 也要脱一层屁 而与此同时 幽云山的另一侧 南臣境内 靠近边境县的一座行军大营之中 一名穿着南臣战甲的青年 突然火急火燎的 冲入了行军大掌之中 看着坐在一座巨大的沙盘面前 郑祥戏和周边将领 说着布局的面容儒雅的青年男子 这名穿着南臣士兵战甲的青年 急忙对着那名面容儒雅的青年男子攻守道 侯爷 咱们派去幽州的人回来了 回来了 这名面容儒雅的青年 眉头一皱 目光不由地望向这名穿着战甲的青年 多看了一眼 而这名面容儒雅的青年 不是别人正是温良 南臣骑过功温子横之子 温良 也正是眼下 南臣这支边军 近十万大军的首领 他怎么回来了 见手下人禀报 温良非但没有惊喜 反而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侯爷 自然是打听到了 那赵定隐藏神机大炮的所在之地 那名穿着战甲的青年 恭敬回道 温良冷冷地看着这名青年一眼 废话 还需要你说 难道我不知道吗 说完又站在大帐里面走来走去 前一段时间 他才派人趁乱混进幽州城 结果没多久 就被赵定做成人质挂在了幽州城外 结果现在转眼间 就被他前任派去幽州的探子 就回来说 知道了神机大炮的藏匿地点 这让他不得不多想 带进来 思索了良久之后 温良抬起头 看向那名穿着战甲的青年 是 那名穿着战甲的青年 领命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 一个穿着商人服饰 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就被带进了温良的大帐里面 一见到温良 那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顿时一脸谄媚的道 见过温世子 温侯爷 小人乃世 好了 不用和我掏惊虎 说你知道的消息吧 还没等这名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说完 温良一抬手 直接打断了这名中年男子的话 中年男子见此善善一笑 也不敢生气 赶紧将自己 在幽州打探到的消息 以及神机大炮的摆放地点 告诉给温良 你确定就在海岭 听完中年男子的回话 温良嫌弃眉眉 面无表情地望向这位中年男子 确定 那人是燕王府的牙翼 是燕王府管家胡三的远房表弟 一直不受赵定重视 被排挤在边缘 这个消息 还是他听他表哥胡三给他说的 绝不可能出错 那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一口咬定道 绝不可能出错 温良嗤笑一声 冷眼地看着这名中年男子 你觉得 那胡三能从一个流明 爬到现在的位置 还能成为那赵定的左膀右臂 会是简单的人物 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消息 告诉一个 不受赵定重视的远房表弟 你真的不是蠢就是坏 男人啊 没等着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说话 温良直接对着帐外喊道 把这人拖出去斩了 侯爷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饶命啊 饶命 眼看着帐外的士兵 已经走了进来 这中年男子急忙大喊 跪在地上不断地给温良磕头 然而温良却看都不看一眼 任凭着士兵 把这名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拖了出去 眼看着这名中年男子 被拖了出去 温良呢喃道 已经暴露的碟子 也就没有了利用的价值了 死了更好 派两个人摸黑过去看看 如果是真的 咱们就动手 思索了两久之后 温良看着大帐外面的侍卫吩咐道 神机大炮啊 那是一个何等的神器 只要得到神机大炮 他温良在南辰的地位 必然无可撼动 甚至他可以借此 想北梁皇室提亲 求取北梁的六公主 萧玉奴 这才是他温良毕生所求 第四十五章来了 王爷 兄弟们在海岭 看到南辰的探子了 两天之后 燕王府内 赵定一如既往地 躺在院子里面的凉亭下面 该安放好的炸药 都已经安放好了 就等着温良上当了 这两天 祁玉奴依旧被关在那间屋子里面 但明显比之前安静了不少 给啥吃啥 也没有再想着 刺激逃跑了 不过 赵定也没心思顾忌这些 有绿逃看着就行 以祁玉奴的那三脚猫的身手 也逃不出去 多少人 赵定坐起身 望向胡三问道 不多 前前后后加起来就七八个人 而且都是分批次过来的 对面很谨慎 胡三思索了片刻 躬身回道 那温良不蠢吗 赵定咧嘴一笑 对于温良的谨慎 赵定没有丝毫的意外 毕竟是能统军一方在外的人 放在同龄人中 都是天之骄子的存在 没有谁是真正的蠢货 而且 通过这几天搜集的情报来看 温良也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出身南臣其国公一脉 父亲温子恒 在南臣其军方之中的地位 丝毫不下于他们大前的魏国公徐天德 自幼接受温子恒的熏陶 也让温良年纪轻轻的 就被南臣皇帝封位了齐远侯 此次派往边疆的之前更是直接下旨 夹封定边侯 距离他父亲的公爵之位 也就只差了两个位分 继续盯着 有什么情况再说 赵定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博弈吗 那就等 等郎上套 又继续向胡三嘱咐了一些事情 以及询问最近幽州那几个厂子的搭建近况之后 不得不说 他那个八个赵哲 真的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本来他还愁着幽州的人手 如果搭建一些新的厂子不够用 结果赵哲直接就送了他一大波 站起身 赵定向着关押萧玉奴的房间走去 绿桃依旧站在门外 见到赵定来了之后 微微欠身一礼 王爷 怎么样了 赵定看了一眼 关押着萧玉奴房间里面 开口问道 绿桃鸣嘴一笑 这两天挺老实了 给啥吃啥 也不说这要逃走了 还问了奴婢不少关于王爷你的事情 关于我的事情 赵定文言有些愕然 他有点搞不清楚 这个骑玉奴的小脑袋瓜子里面 到底是在想的是什么了 难不成这丫头还想着上演 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乔蛋了 多恶俗啊 赵定一脸的嫌弃 或许是听到赵定的声音了 房间里面萧玉奴趴在门缝上 一脸急切的喊道 赵定 赵定 干嘛 赵定皱眉回了一句 随即 一脸正经的纠正道 请叫本王 王爷 哼 房间里面极为明显的 传来一声不满的轻横 过了半晌 萧玉奴不情不怨的声音 才从房间里面传了出来 王爷 嘿 还不甘心是吧 赵定一听这话 顿时皱起了眉头 对着一旁的绿桃吩咐道 再饿她个三天 什么时候老实了 再给她吃的 啊 我错了 我错了 别饿我呀 别饿我 一听赵定这话 房间里面 萧玉奴顿时哭喊哀求道 赵定咧嘴一笑 哪错了 哪都错了 萧玉奴委屈巴巴的声音 从房门里面传来 就是隔着房门 都能看到萧玉奴那委屈巴巴的小脸 知道错就好 赵定哼了一声 本王也懒得和你闹 过来就是看你有没有饿死 没饿死就行 扭头向着外面走去 这两天 幽州城内 来了两个北梁的商人 他还正想去看看呢 你是不是关心我啊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你特地跑过来 肯定是担心 我在这里有没有饿着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房间里面萧玉奴的声音 顿时响了起来 赵定喝了一声 你这是喝了几两二锅头啊 就给你醉成这样 但凡你要是吃了一粒的花生米 也不至于这样 赵定翻了翻白眼 懒得搭理萧玉奴 我吃的都是馒头 你又不给我花生米 还有那二锅头是什么啊 好喝吗 房间里面萧玉奴的声音 顿时再次响起 听着萧玉奴这话 赵定顿时一脑门的黑线 翻了翻白眼 扭头就走 他怕自己在这里待久了 也要和萧玉奴一样 脑袋瓜子都要出大病了 一看赵定要走 房间里面萧玉奴的声音 顿时响了起来 一脸的讨好 赵定 你去不去跟班 我可以做你跟班啊 只要你放我出去 我骑玉奴就是为奴为弊都行 我告诉你 我念按摩的手艺可好了 就是我父 我父亲都很喜欢呢 要不要我帮你按一下 但还没等赵定说话 房间里面萧玉奴 且哀告怜地趴在门缝上 只求你放我出去啊 四天了 我在这里都快逼疯了 哎 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本小姐想出去啊 房间里面 萧玉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想他堂堂一国之公主 皇帝的心干疙瘩 什么时候遭受过这待遇 你真的想出去 赵定邪谋地 看着房间里面 嗯 房间里面 萧玉奴头倒如算 小脑袋巴搭巴搭地点个不停 但很快 却又一脸警惕地顺着门缝 满腹狐疑地盯着赵定 你是不是又想说 不可能 赵定 嘿 这丫头学聪明了 看着自家王爷 难得地吃扁 绿桃也忍不住在一旁 无嘴倾笑 既然你都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确实不可能 啊 赵定 我杀了你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房间里面顿时传来 萧玉奴那抓狂的声音 哼 和王爷我斗 你还嫩了一点 见着萧玉奴抓狂 赵定顿时心满意足地 哼着小曲 向着外面走去 话说自己那本 歪嘴龙王 是不是该更新一下了 还有那 末期少年穷 是不是也该是时候更新一下了 要不再搞本 我而有大地之资 赵定眨巴着嘴 貌似也不错 看着赵定离去 萧玉奴又一屁股声 无可恋地坐在了地上 王爷 王爷 来了 他们人来了 就在此时 胡三忽然急急忙忙地 从院子外面跑了进来 多少 赵定急切地问道 本来他还以为 温良会多等几日 没想到这么快就等不及了 既然你等不及了 那老子 就早点送你去西天 看了一眼身旁的绿陶 奴嘴望向房间里面道 他不是想出去吗 王爷我今天心情好 带他去看烟花 赵定哈哈大笑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房间的大门 顿时被从外面打开 萧玉奴像一阵风一样 直接从房间里面窜了出来 整个人像着一个大马猴一样 挂在了赵定的身上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嗯 感受着身上的软香入怀 赵定一脸的猛逼 整个人都成了一黑人脸问号 你特娘的搞啥来 第四十六章 嗯 第二声 嗯 第三声 嗯 第一声 嗯 第一声 哼哼 萧玉奴一脸尴尬地从赵定的身上爬了下来 看着赵定黑黑黑直笑 秀雅绝俗的脸上满是大写的尴尬 萧玉奴善善一笑 我不是顾 赵定喝了一声 对着身后的张三一白手 喝道 捆起来 萧玉奴顿时急了 哎 不是 我都说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不是和你解释了吗 解释有用的话 那道歉还有什么用 赵定翻了翻白眼 萧玉奴立马说道 对不起 赵定 看着捆 看着捆 赵定翻了翻白眼 他有些实在拿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大小剑 没有办法了 嘿嘿 萧玉奴得意一笑 随后就又被张三捆成了粽子 萧玉奴 没过多久 幽州城 巍蛾壮丽的幽州城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同样高大 同样雄伟 同样 嗯 到处护着黄泥的城墙 因为前天刚刚下过雨 故而导致行走在城楼上 还显得有些湿滑 没走两步 脚底就沾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泥 看着脚下的黄泥 赵定一脑磕得疼 这都快大半个月过去了 说好的他爹赵重远要来 结果到现在 没个人影 派出去的探子 也是一个踪迹都没找到 要不是他养母马皇后 提前给他指挥了一声 他都有些怀疑 他爹赵重远 是不是闲得淡疼 和他挽起了微服私房 唉 赵定长叹一声 这年头太有钱也不好 人家都是打肿脸充胖子 到了他这里 只能半穷 一看赵定带人走了上来 守城的将领 顿时一脸谄媚地跑了过来 王爷 赵定点了点头 带着张三和绿桃 继续往上走 胡三早都被他派到了 海岭那边 和牛不斗一起守城 萧玉奴倔强地 从张三手底下跳了下来 虽然整个人 依旧被捆得和粽子一样 但不妨碍这位大小姐 喜欢玩离地跳远 啪的一声 没跳两下 这位大小姐 就顺利地吃了一个狗吃屎 袖色可餐的瓜子脸上 出了一脸的狗屎泥 你也是我让你看着捆 你给他捆得这么结实干嘛 赵定一脸的无语 瞪了张三一眼 张三一脸的委屈 王爷 你不是让我看着捆吗 我熟练了呀 以前咱们穷的时候 大姐过路商队 不都是这么捆的吗 都特么的老黄厉了 你还翻出来 赵定翻了翻白眼 那还是他最早 到幽州的时候 为了酿造玉女烧 全程筹集粮食 结果自己人吃的都没了 他一个王爷 只能献学献卖 带人干起了山贼的勾当 专门翻过天荡山 去北梁那边打劫 赵定你居然还干过山贼 萧玉奴一脸的惊讶 刚刚松开的小嘴 瞬间张成了一个O型 张三一脸得意道 嘿 何止干过山贼 俺们家王爷和我还有胡三 还有牛不斗之前 可是号称天荡山F4 你们北梁的那些边军 被咱们耍得团团转 愣是找不到咱们 那个沉直里蠢的要命 满天荡山的找咱们 结果他没找到咱们 顺手把咱们的对手全打没了 嘘嘘嘘 低调 低调 赵定清了清嗓子 说起这事 他也有些得意 好啊 你个赵定 原来你就是那个大盗 我要去报官 你报谁的官 赵定狐疑的看着肖玉奴 当然 开玩笑 开玩笑 肖玉奴一脸的激动 但一看周围人看他的架势 再看看脚下站立的地界 原本的义愤填膺 瞬间变成了善笑 赵定翻了翻白眼 继续把他嘴巴塞住 网友让你给他松绑 谁让你把他嘴里的布给拿下来的 这不是没控制好吗 张三善善一笑 看着肖玉奴 直翻了翻白眼 没多久 好不容易才解放了嘴巴的肖玉奴 嘴巴又一次被塞了起来 一瞬间 肖玉奴的眼神更加优怨了 王爷 看着赵定走上城楼 负责守城的将领 顿时走了过来 对着赵定微微拱手 随后一挥手 顿时有人搬来了一张太师椅 放在赵定的身后 赵定一屁股坐了上去 看着眼前的将领问道 怎么样了 而随着赵定 开始和守城将领说话 一开始还不安分的肖玉奴 顿时老实了下来 像个乖宝宝的一样站在一旁 也不想着把嘴里的白布吐出来了 还是三百多人 不过那温良真特娘的谨慎 每次就是派一点点的人 来试探咱们的火力 守城将领恭敬地回道 但提起温良又有些骂骂咧咧 海尔领距离幽州城并不远 站在城楼上 借着赵定给军方特制的望远镜 就能够看清楚 海尔领那边的所有情况 那牛不斗他们的伤亡呢 赵定开口问道 提起牛不斗 那将领咧嘴一笑 老牛这小子惊得很 一直躲在王爷 你给咱们修的碉堡里面 在有海尔领附近的 几座箭塔的帮衬着 伤亡倒是还没出现 就是有一个兄弟 不小心被刘剑碰了一下 擦破了一点皮而已 那就好 听着将领这话 赵定稍稍放心 随即又开口问道 南城那边的伤亡怎么样 死了三拨人了 也丢下了几百具尸体 不过那温良一直很谨慎 每次派出来的人手 都控制在三百人左右 而也都是以死囚营的 炮灰为主力 正规军倒是没多少 陈海恭敬地回道 赵定摇了摇头笑道 这不是问题 只要温良既然派人来了 那就是动心了 待会传令各方 让那几座箭塔和牛不斗 他们放箭的瓶次降低一点 顺带着故意迈出一点破绽 吸引温良的注意力 对于温良会不会赶下重主 赵定一点都不怀疑 既然温良出来了 那就不会轻易地退去 眼下的谨慎 不过就是在试谈 他赵定的态度 而这契机 他赵定早都给他准备好了 距离海岭 不足两里之外 一处山坡上的密林里面 温良神色平静地站在树下 目光遥遥地看向 不足两里之外 那漫山遍野的喊沙声 在他的面前 是一名浑身沾染着血迹的侍卫 此刻正一脸急切地看着他 侯爷 要出动中甲营吗 再这么下去 咱们从京城带过来的死囚 快死完了 攻击从黎明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前前后后 死在海岭下面的死囚 夹起来 已经快过千了 去附近给我抓三百个名夫过来 把我们不需要的铠甲丢给他们 让他们往上冲 温良神色平静 直接下令 侯爷 抓名夫可是大忌 朝廷若是追查了下来 怕是 听着温良的话 侍卫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欲言又止地提醒道 你若是不怕死想上去 我也不是不答应 温良冷笑一声 冷眼地看着这名侍卫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况且 相对于死伤自己手下的那些精锐 他更乐意牺牲那些可有可无的名夫 况且 赵定不是一向不愿意杀平民吗 他倒是想借此看看 赵定面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 到底下不下得去手 我这就去 看着温良那近乎冰冷的眼神 这名侍卫浑身一颤 赶紧掉头带着 向着附近的村落走去 赵定啊 赵定 你拿神机大炮 给我当诱饵 我也想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真得下得去手 看着侍卫带人离去 温良儒雅的脸上露出一丝冷酷之色 没过多久 在一阵阵哭喊声中 接近三百多名 穿着破烂战甲的名夫 在温良的一道道鞭打声中 不断地向着赵定 修建在哈尔岭上的碉堡靠近 而与此同时 幽州的城楼上面 一名侍候急急忙忙地跑到赵定面前 王爷 那温良开始驱赶名夫了 向着咱们的碉堡 靠近了 咱们也要射吗 拿平民当炮灰 他怎么敢 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脸色一变 目光不由地望向坐在城楼上的赵定 这几年 幽州虽然和南辰北梁一直都有摩擦 但都还有克制 并没有杀平民 而赵定也不喜乱杀无辜 故而时间一长 在南辰和北梁那边 就流传着赵定不杀平民的事情 萧玉奴此刻也难得的安静了下来 一张小脸上 竟是怒意 以平民当肉盾 不管是在南辰 还是北梁都是大计 杀 赵定冷酷 温良想试探他 那他就成全温良 在战场上妇人之人 那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 是 听着赵定这话 那赤后立马恭敬回了一声 随后掉头就向着城楼下面跑去 通知牛不斗 抓紧时间 多埋藏一些炸药 他温良想算计我 我不能不报复回去 另外让牛不斗 留下一些老弱病残 让他们靠近碉堡 是到收网的时候了 是 随着赵定的这声令下 那赤后立马恭敬地回了一声 第四十七章 大爆炸 兄弟们 那温良要坏咱们燕王殿下的名声 咱怎么办 孩儿隐碉堡呢 牛不斗站在碉堡内部的空间之中 看着在场的近百名的幽州军将士 大声喊道 干他娘的 弄死那个温良 狗娘养得亏他 还是出自南辰将门之后 手段真特娘的下三滥 牛夫叫你说什么 咱们就干什么 随着牛不斗这一声令下 在场的众人顿时群情积愤 那咱们就好好地买好炸药 待会把那帮南辰的兔崽子给炸上天 给咱们燕王殿下出气 牛不斗抱吼一声 一边不断地按动手里的连珠弩 一道道弩剑机事出 瞬间就夺走了数人的性命 干特娘的 随着牛不斗的这句话音落下 碉堡内的众人的情绪瞬间达到了巅峰 疯狂地扣动着手里的连珠弩剑 但也有人翘无声息地撤了下去 在地堡下面摆放更多的炸药 而随着人手的减手 碉堡外的剑雨顿时降低了大半 一些老弱病残 故意被牛不斗等人放了进来 侯爷 侯爷 那些名夫有人进去了 他们的剑阵的频次减弱了 距离海尔岭 不远处 那些一直观察着这里情况的伺候 几乎瞬间就把消息传递给了温良 再看看 温良依旧极为谨慎 眼看着又有十几名名夫冲了进去之后 这才极为冷静地下令道 派十几个人穿上重甲冲过去 是 随着温良的话音落下 山林之中顿时有十几名穿着重甲的南臣士兵 一手拿着盾牌 一手向着握着刀 冒着鸣弦减弱了许多的剑羽 向着牛不斗等人所在的碉堡而去 他娘的终于来了 看着那十几个重甲步兵 拿着盾牌 顶着剑羽走了过来 牛不斗大喜 迅速地吩咐道 兄弟们 抡起棒子 进来一个敲晕一个 别给我打死了 王爷最近建厂子 需要不少人手 这些人都是尚好的苦力 在南臣的军队之中 能被选入重甲营的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就算带到幽州 那也是一等一干活的好劳力 自然不能放过 好嘞 随着 牛不斗的话音落下 碉堡内顿时响起一道道声音 而在这些声音不远处 则是一个个被捆得和粽子一样的老弱病残 一个个眼神惊恐地看着四周 尤其是那堆放在一边 宛落小山一般的见识 这尼玛的 哪里是没见了 这纯粹就是苦肉计 但可惜 他们的嘴巴早都被人用不堵住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牛不斗等人 故意减少射箭的频次 虽然中途 依旧有几个重甲兵被射死了 但依旧有七八个人冲了上来 兄弟们 为温侯爷立功的时候到了 为首的南辰重甲兵爆吼一声 扔掉盾牌就要往里面冲 然而还没等他话说完 哐当一声 一个铁制的狼牙棒 几乎瞬间敲在了他们的脑壳上 咚的一声 这名武掌模样的南辰重甲兵统领 脑袋一歪就晕了过去 牛不斗翻了翻白眼 一脚踩在这人的脸上 什么档次 也敢抢我的台词 兄弟们给我上 一看着牛不斗走了出来 那几个跟着进来的南辰重甲兵 顿时梦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张张大网就从天而降 随后猛然锁紧 几乎瞬间 就被扎成了粽子到了一地 风浪越大 鱼越贵 兄弟们这一次 咱们能抢回多少苦力回幽州 就看你们的表演了 牛不斗大喝一声 抡起铁制的狼牙棒 挨个给这些南辰的重甲兵敲晕 随后 又故意故意抛出了几句 穿着他们幽州士兵战甲的尸体 然后碉堡里面 一群幽州士兵顿时哇哇大叫 听到一旁那些被俘虏的南辰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这尼玛都是一群细精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 侯爷 差不多了 咱们的人进去了 看着那些穿着幽州士兵战甲的尸体 从碉堡里面掉落出来 而且 自从他们的人进去之后 牛不斗等人 几乎都没有再往外面射箭 树林下面 温良的侍卫 一脸激动地看着温良 你确定 温良文言大喜 确定 那名伺候 一脸激动地看着温良 就在刚才 他已经又看到了好几具尸体 从那碉堡里面掉了出来 而里面的喊杀声 也从未听过 好 好 好 温良一脸说了三个好 兴奋的眼珠子都红了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 神武大炮 在对他招手 大手一挥 温良身后的密林中 顿时有近千名穿着重甲的步兵 拿着盾牌 向着牛不斗等人 所在的碉堡跑去 与此同时 幽州城楼上 一直在关注着战场的赵定 也几乎同时 发现了那边的动静 尤其是看着那近千名 穿着重甲的男臣士兵 冲向那座碉堡时 所有人的脸上 都透露着喜色 王爷 下令吧 张三强忍着激动 看向赵定 他们为了这一刻 等了太久了 而那温良也太过谨慎 不急 再等等 派一些人过去 佯装支援 赵定摇了摇头 接连下令 萧玉奴站在一旁 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赵定 这一刻 他似乎感觉赵定有些不一样了 是 随着赵定的一声令下 站在城头上骑兵 顿时挥舞战旗 而随着这些骑兵 挥舞战旗 那几座靠近牛不斗等人所在的箭塔 顿时奋出数百人冲向 牛不斗等人所在的碉堡 而牛不斗等人所在的碉堡 那些一直从未动用过的神武大炮 也轰轰轰地响得不听 整个海尔岭周围 顿时被漫天的炮火所覆盖 那些冲向海尔岭碉堡的南臣重甲步兵 几乎在一瞬间被炸得人仰马翻 但早已退到安全地带的温良眼底 却露出兴奋之色 援兵 赵定的援兵终于出现了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侯爷 我们的人发现 幽州那边有大批的人马 正在快速地赶过来 应该就是赵定的援兵无疑了 就在此时 又有一名赤后 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 好好好 温良大喜 直接下令道 速速通知下去 全军压境 争取在他们所有援兵赶到 抢下那座碉堡 拿走里面的神武大炮 是 随着温良的话音落下 刹那间 海尔岭周围喊沙震天 密密麻麻的南臣士兵 从山林里面冲了出来 宛若蝗虫一般 向着牛不斗等人 所在的碉堡冲去 王爷 南臣那边发动总攻了 距离牛不斗 他们所在的碉堡 还有不足八百米 七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四百米 随着斥后的每一次回报 在场众人的内心 就紧张一分 三百米 王爷 他们已经进入 咱们埋伏炸药的范围了 牛不斗 他们撤出来了吗 赵定冷静地问道 除了几个本就患有绝症 自愿赴死的老兵之外 其余的人 全部从地道里面撤出来了 听着赵定这话 事后赶紧回道 听着这话 赵定的目光之中 有些不忍 这些老兵 都是最早一批 跟着他起家的老兵 深吸一口气 赵定看向已经返回的胡三 吩咐道 后代那些老兵的家人 他们妻儿父母 日后所有一切的开销 全部由阴王府承担 城内所有的生活物品 一缕 对他们的父母妻儿 免费开放 是王爷 胡三文言心神激荡 恭敬地回了一声 两百米了 王爷 一百米了 王爷 给我炸 炸死这帮狗娘养的 赵定深吸一口气 直接下令道 随着赵定的一声令下 轰 轰 轰 一道道 比着那些神武大炮的炮火 还要猛烈百倍的爆炸声 骤然在海尔岭上响起 第四十八章 请做好一个阶下球 该有的觉悟 乱石横空 尘土漫天 海尔岭上那座碉堡 在巨大的爆炸声中 轰然爆碎 无数的碎石翻飞 在那恐怖的爆炸推动之下 那些往日里 看起来极为平常的碎石 此刻都变得锋利至极 几乎瞬间 那些还没有进去的南辰士兵 就被这些碎石洞穿 身上厚重的战甲 宛若纸糊的一般 然而还没等他们落地 轰 轰 轰 一道道更为猛烈的爆炸声 骤然响起 刹那间 整个海尔岭周围 都被无数的爆炸声所覆盖 那静万的南辰重甲兵 几乎在瞬间伤亡了大半 凄厉地惨叫声 不断地响起 就在所有人以为过去之时 那些距离海尔 领不到三百米的距离内 本该无剑可射的箭塔之中 陡然即射出漫天的剑鱼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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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低沉的闷响传来 那些侥幸逃过一劫 以为劫后余生的南辰士兵 几乎在瞬间 便被射成了筛子 淋漓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不 不远处 一直躲在后方的温良 淒厉的大吼 他以为所有的一切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可现在才发现 这一切 不过都是彻头彻尾的圈套 是赵定针对他温良设下的圈套 儒雅的面孔 惊呼扭曲地看着这一幕 双眸近乎喷火 赵定你该死 你该死啊 温良咬牙切齿 儒雅的脸上 此刻竟是争鸣 这一场爆炸下去 他损失了境外的人马 而这些都是他南辰边境守军中精锐中的精锐 侯爷 咱们上当了 侍卫哭喊着看向温良 眼底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惊恐之色 他不懂 为什么没有神机大炮 而那片地区却也发生了如此恐怖的爆炸 境外人的伤亡啊 整个南辰边军一共才有多少人 更别说温良为了此次行动所挑选出来的都是军中的精锐 而眼下这些精锐全部都死了 可想而知 一旦朝廷知道 他们将会面对何等的惩罚 你闭嘴 温良大怒 眼眸近乎疯狂 手中长剑枪的一声猛然出鞘 一剑刺穿了这名侍卫的身上 动摇军心折死 抽回长剑 随着长剑的抽回 那名侍卫尸体 无声地倒了下去 看着这一幕 温良周围那已经被吓破胆的南辰边军顿时浑身又是一颤 回去 温良冷冷地呵斥一声 随后翻身上马 咻 一道破空声陡然响起 一道风锐至极的寒芒陡然自他身后激视而来 慌忙之下 温良急忙抽剑斩去 但这支箭矢实在太快 根本不给他任何的反应时间 几乎瞬间动穿了他的肩膀 哼的一声 温良的身形一颤 陡然自马上坠落 而就在温良坠满的同时 密林深处更多的箭矢陡然射出 噗哧 噗哧 又是一阵细密的闷响传来 那些跟着他一起向着南辰大营逃去的侍卫 几乎都在瞬间被一根根箭矢冻穿 谁 温良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到了这一刻 他终于慌了 然而四周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嗡的一声 又是一道冷箭自暗中射出 直接射向温良的脚底 温良急忙躲向一旁 呛的一声 长剑入地 剑尾在地面上微微颤抖 你到底是谁 出来 温良拔剑看向四周 眼底竟是惊恐 他看得出来 暗中之人要是想要他性命 刚才那一剑足矣 嗖 又是一道破空声响起 又是一道冷箭从暗中击视而出 看着这一剑射出 温良急忙躲闪 可却依旧躲避不及 大腿上一块血肉被狠狠地撕扯了下来 啊 一道凄厉地惨叫声 骤然响起 温良抱着鲜血横流的大腿 在地上剧烈地翻滚 眼神之中 透露着前所未有的慌张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仓皇地向着远处的密林逃去 然而还未等他跑多远 嗡的一声 一道冷箭 骤然射在了他面前的三米之处 箭头入地 只有箭尾留在地上 砰的一声 温良吓得一股屁坐在了地上 刚才还好他跑得不快 若是再快一步 可能现在死的就是他的 嗖 嗖 嗖 就在此时 一道道破空之声 骤然响起 一冰冰闪烁着寒芒的飞剑 骤然从暗中射出 温良慌忙躲闪 整个人像是一只猴子一样 在原地左闪右闭 出来 你出来 在暗中放冷箭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出来 温良撞落风魔一般 望向四周凄厉的大喊 心底更是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看得出来 暗中的人不杀他 只不过就是为了戏耍他而已 扑呲一声 又是一根冷箭从暗中射出 猝不及防之下 温良的小腿瞬间被冻穿 整个人又一次摔倒了下去 脸直接撞在地上 鲜血横流 你到底是谁 求求你 别折磨我了 要杀药刮给个痛快 温良惊恐地看着四周 到了这一刻 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儒雅和冷静 望向四周之时 眼底充斥着惊恐之色 然而 四周却依旧死一般的安静 一切都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 可越是如此 温良的心底越是惊恐 他现在就仿佛一个猎物一般 被人盯着 生死全在对方的一念之间 然而依旧丝毫的回应都没有 无形的恐惧 笼罩温良的心头 他到现在 甚至都不知道对手在了 又过了半场 温良的内心终于崩溃了 望向四周惊恐地哭喊道 你不要杀我 有什么话好说 我是南臣齐国公之子 只要你不杀我 我父亲会花大价钱赎回我 温良一边哭喊 一边对着四周疯狂的磕头 眼底尽是惊恐 我以为温侯爷是个汉子 会选择自我了结 没想到 也是一个软骨头啊 一道满是鱷鱼的声音 从树林里面传来 赵定的身影 缓缓从树林后面走了出来 在他的身旁 还跟随着一男一女 以及一个 上半身被捆得和粽子一样 然后嘴里塞着白布的绝美少女 赵定一脸讥讽地看着温良 温侯爷 你之前驱赶名副当炮灰的时候 不是很硬气吗 怎么现在这副模样了 然而温良却并未看向赵定 而是目光带着错愕地看着 赵定身旁的那名上 半身被捆得和粽子一样 嘴里还塞着白布的绝美少女 玉奴 你怎么在这里 温良满是错愕地看着萧玉奴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他会在这里看到萧玉奴 呸 谁是玉奴啊 你不要和我掏金花 我可不认识你 萧玉奴催了一声 原本塞得紧实的白布突然掉落 说完又清了清嗓子 看向赵定 赵定 我可不认识他 你别听他瞎说 然后 不等赵定说话 萧玉奴又叼起挂在身上的白布 小嘴一阵如动 又白布塞回了嘴里 这熟练的架势 一瞬间赵定都看呆了 还能这么玩呢 然而萧玉奴却 昂着头看着天 顺带哼起小曲 压根不搭理赵定 那架势完全就是一副 我没说过话 你什么都没听到 你也什么都没看到 赵定 张三 绿桃 然而听着萧玉奴这话 温良却猛然回过神来 神分运毒地看着赵定 你就是赵定 是我咋的咯 赵定瘫了贪手 说完又摸着巴又补充了一句 嗯 忘了告诉你 你得到的消息 也是我故意放出去的 听着赵定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温良的毛子瞬间红了 咬牙切齿地从地上站起 抡起手里的长剑 就向着赵定冲了过来 我要你死 赵定叹息了一口气 哎 怎么这年头 反派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呢 张三 王爷 小的在 交给你了 赵定吩咐一声 然后 然后就拉着绿桃 跑向了远处的树下 躲了起来 萧玉奴懵了 看着赵定 你跑什么 我不会武功啊 赵定瘫了贪手 一脸不置可否地看着萧玉奴 嗯 有道理 萧玉奴点了点头 随后 呗巴呗巴地一路小跑 躲在了赵定的后面 然后伸出个脑袋 看着不远处 已经和温良站在一起的张三 你跑我后面干什么 赵定一脸地懵逼 我手被你捆着呀 嗯 有道理 赵定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伸出手 拧着萧玉奴的耳朵 直接把萧玉奴滴流到了他的前面 接下球 要有接下球的样子 你躲在本王后面 本王岂不是很没面子 不应该是你一个男人 躲在我一个女人后面 还以我一个女人当挡箭牌 更没面子吗 萧玉奴一脸疑惑地看着赵定 嗯 你说的没毛病 赵定摸了摸下巴 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拎着萧玉奴的耳朵 硬生生地把他揪到了自己的前面 不过 请你站好 不要动体本王挡好 做好一个接下球该有的觉悟 谢谢 萧玉奴 绿陶翻了翻白眼 对自家这个不靠谱的王爷 一脸的无语 萧玉奴同样的一脸的无语 亏他之前还觉得赵定是那啥 没想到 都是错觉 而也就在此时 砰的一声 张三一脚给温良踹飞了出去 第49章 殿 你儿子 我向来两袖清风 看着温良一脚 被张三一脚踹的吐血倒飞了出去 赵定那是一脸的心疼 胆尽喊道 清殿啊 别打死了 都是银子 他死了 王爷我要损失多少的银子 呵呵呵 萧玉奴面皮一阵抽搐 那是一脸的嫌弃 但刚刚准备以眼神蔑视一下赵定 就看到赵定的手已经伸了起来 萧玉奴脑袋一缩 赶紧看着张三 义愤填膺的喊道 对 别杀咯 咱王爷说了 那都是银子 温良 温良郁闷的想要吐血 他好歹还和萧玉奴有过一面之缘 甚至还想着 可没想到居然 赵定一脸嫌弃的看着萧玉奴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萧玉奴同样邪谋的看着赵定 我娘说女人是水座的 我是女人 我为什么要骨气 一听这话 赵定瞬间猛了呀 眨巴着嘴 仔细的品味了一下 赵定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 对着萧玉奴 伸了一个大母哥 嗯 有道理 哼 萧玉奴一脸得意的轻哼了一声 幸亏没尾巴 要是有尾巴 尾巴估摸着 不要翘上天了 赵定眯着眼 你嘴里的布什么时候又掉了 嗯 掉了吗 没有啊 萧玉奴一边说话 一边快速的 把挂在脖子上的白布 塞进了嘴里 那架势 那麻溜的程度 看得赵定都心疼啊 暗自下定决心 这次回去 不管怎么这 也要把焦布给再点搞出来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张三听着赵定的话 头也不回的硬喝了一声 明白了王爷 你放心好了 属于咱幽州的银子 我张三绝不会 让他少了一文钱 话音落下 张三直接当着温良的面 取出一个巨大的拳套 带在手上 啊嘟给 猝不及防之下 温良的脸 重重挨了一拳 整个人又倒飞了出去 甩了甩头 过了好长的时间 温良才回过神来 看向赵定的眼神 已经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怨毒 是可杀 不可辱 赵定有本事 和老子单挑 先是算计 后又群殴 算什么本事 赵定喝了一声 失笑道 开玩笑 老子要是能打得过你 老子还用得着躲在这 说完 赵定大喝一声 牛不斗 给我上 好嘞 王爷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赵定身后的树干上 牛不斗的身形 顿时从树上跳了下来 摩拳擦掌地 对着温良冲了过去 看着牛不斗 那撞得和牛一样的体型 再看着明显 有些进气多出气少的温良 赵定赶紧喊道 嘿嘿嘿 活的 活的 打死了就不值钱了 哦好的 王爷 牛不斗文言一正 赶紧收拳回撤 他力气大 他还真的怕把温良一拳打死 而温良见此眼底 骤然闪过一丝冷笑 手中常见寒芒一闪 宛若一条阴冷的毒蛇一般 刺向牛不斗的面门 就在此时 胡三忽然从温良的脚底下 钻了出来 大吼道 黑虎掏心 温良文言微微一正 目光不由地向脚下看了一眼 他居然不知道 胡三什么时候 已经跑到了他的脚下 身形急忙接连倒退 双手更是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然而下一刻 瞬间从地上跳了起来 儒雅的面孔 瞬间变成了酱紫色 卧槽啊 温良弯着腰 在原地疯狂地乱跳 胡三一脸尴尬地看着温良 捞了捞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呃 不好意思 忘记我现在半截身子还在土里 抓错了地方 抱歉 抱歉 我杀了你 温良怒吼出声 眼底带着前所未有的怨毒 手中长剑 猛然对着胡三刺了过来 然而还没等他冲到胡三的面前 哐当一声 张三那硕大的拳套 已经打在了温良的脸上 P.O 咚的一声 温良眼前一黑 随后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爱何必呢 赵定长叹一声 一脸无奈地看着温良 好好做生意不好 为什么非要想着抢呢 牛不斗摸了摸头 一脸憨厚地看着赵定 王爷 咱们好像也是抢劫起家的 赵定邪谋地看着牛不斗 咱那叫抢劫吗 咱那叫完成原始积累 要是没有咱们之前的原始积累 咱们幽州城有今天吗 嗯 王爷说得对 听着赵定这话 牛不斗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确实要是没赵定那两天 带着他们 抢完北梁抢南辰 抢完南辰抢墨呗 他们幽州城 还真的不一定能发展得这么快 哼 萧玉奴喝了一声 眨巴着嘴不愤道 喝你这意思是 咱们咱大梁的伤侣倒霉呗 赵定 你咋又能说话了 萧玉奴 哦 赌卓 随后在赵定那近乎喷火的眼神之中 萧玉奴又一次自己把自己的嘴巴给赌上了 张三 胡三 牛不斗 自家王爷和这个萧玉奴 当真是卧龙与凤厨 过了半晌 一个近乎被捆得和木乃一样的人形生物 出现在赵定的面前 看着温良那凄惨的模样 赵定嘴角微微抽搐 眼神有些嫌弃地看着张三 你怎么绑成这样了 张三这小子 是不是对绑人的理解出了点问题 怎么被他训了两次之后 现在绑人都绑得和木乃一似的 也好在是麻绳 要是后世的那种塑料绳 赵定真的有些怀疑 温良会不会被活活地憋死 萧玉奴嘴角微微抽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以后的下场 王爷 我这不是怕他和萧小姐一样跑掉吗 张三挠头着脑壳 一脸善笑地说道 嗯 有道理 以后见谁都这么绑 这是咱幽州的特色 赵定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顺带着也适时地给萧玉奴投了一个微笑 萧玉奴 看着不远处 那到处都是残缺尸体的孩儿领 顺带着又踹了脚下的温良 张三望向赵定问道 王爷 咱们接下来咋办 找一个活口放回去 让他给咱们带信给南梁 让温子恒准备五十万两银子赎回温良 赵定吩咐道 听着赵定这话 张三嘴角一抽抽 苦着脸看着赵定 王爷 您真的打算在那个温子恒啊 可他毕竟是南辰的七国公 我怕 怕什么 风浪越大 于月桂 赵定翻了翻白眼 他温良有靠山 王爷我没有吗 胡三 在 写奏折 不 不用奏折 直接飞鸽传书 王爷我想想怎么说啊 看着胡三已经掏出了纸盒笔 赵定站在原地思索片刻 一拍脑门哭喊道 爹啊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天降陨石 直接把南辰的边军给砸了 死了一万多人啊 那场面老惨了 儿子我本想 趁着这个机会 来一手回手掏 好好出一出之前的恶气 但奈何势单力薄 不敢出城 不过好在天道好轮回 苍天绕过谁 那南辰七国公之子温良 居然慌不择路 逃到了咱们幽州城 儿子我为不若我大前的威势 亲自匹马上阵 与他大战三百回合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外加好几次 差点被他挑落下马 不过好在有老爹神威庇佑 儿子我终于不负众望 把他拿下 本想着直接就地斩杀 以撞大我大前军威 但奈何那温良小贼 看着你儿子我手里没几两银子 居然以金钱来诱惑我 你儿子我是谁 你儿子我是独春秋的 向来以正人君子自居 两袖清风 其实钱财如粪土 不在乎那些虚名 但奈何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整整五十万两啊 你儿子我穷这事 你也知道 没办法 为了幽州百姓 你儿子我也只能委屈自己 为无斗米折腰了 不过 儿子我又怕自己势单力薄 那温子横老贼 又是南辰的七国公 手底下精兵强将无数 到时候万一会出尔反尔 你儿子我丢脸是小 但大前生威不能剁呀 故二 儿子想请爹速派人 带兵来幽州支援儿子 至于带兵的人 儿子已经想好了 就户部主是孙兵就好 户部主是孙兵 与儿子打交道多年 对于此人品性极为了了解 其不仅酷爱学外语 而且喜读春秋 乃是一等一的正人君子 有他在儿子 我必然不追大前君威 事成之后 咱父子 二八分账 爹你有钱 少拿点 儿子我没钱 多拿点 您的好儿子 赵定敬上 说完 赵定还摸了摸眼泪 没办法入戏太深 不流泪 说不出那些肺腑之言 看了一眼 愣在原地的胡三 赵定踹了他一脚 记下来了吗 记 记 记下了 胡三一脸猛逼 想当初 他为了把幽州写的 残写的更真实一点 还特地跑去了墨北体验 生活了三个月 这才写的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结果到自驾王爷者 那正式的张口就来 全篇几百字 连个逗号都不是真的 但你特么的听的 却又感觉 无时无刻不充满了 真情似的 高 实在是高啊 胡三满脸的崇拜 王爷请收按胡三一拜 胡三面色肃目的 看向赵定 拱手就要跪下 却没赵定一脚踹了过去 翻了翻白眼道 滚一边去 王爷我那是句句 发自肺腑 是是是 胡三干赶紧点头 论胡吹 还是要看咱家王爷啊 你乃是发自地府吧 肖育奴翻了翻白眼 张三 有 给我把他按照 温良的套餐捆个结实 先饿个三天再说 得嘞 别别别 赵定有话好说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救命啊 谋杀仙女了 嗯嗯 没过多久 赵定回程的马车上 一大一下两个木乃衣 被张三和牛不斗 一人扛一个 向着幽州走去 当晚幽州城内 几只信鸽 冲天起 向着远在千里 大前帝都应天飞去 之所以选择多放几只 主要是最近不知道 哪个王八蛋 天天逮着飞往他幽州的信鸽吃 导致他很久都没收到 孙兵的传信了 而他那些飞往京城的信鸽 也无一例外地 驶沉大海了 第五十章 原来你俩是那啥呀 嘖嘖嘖 怎么办 都五天了 还没找到六公主殿下 要是时间久了 陛下那边知道了 咱俩这小命可就完了 别说话 老子知道 妈的 你现在这么急 之前你干嘛去了 要是真的找不到六公主殿下 老子第一个和陛下坦白 是你的责任 幽州城内 一间酒楼里面 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老者 坐在二楼的雅间里面 这两人一中一劳 两名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乔装打扮 以商旅身份混进幽州城的 齐步语和李芳如 眼下不过才六天不到的时间 这两位北梁朝廷一等一的大员 都不知不觉 受了一大圈 李芳如的胡须 宛若一团杂草一般 原本梳理整齐的银发 此刻也散乱地搭在脑袋上 整个人仿佛瞬间憔悴了七八岁一般 一旁的齐步语虽然好点 但儒雅的脸上也净是憔悴 厚重的黑眼圈挂在眼睛上面 也得亏这个世界没有大熊猫 不然保不准 就要被人以为是那个大熊猫成金了 二位客官 今日的房钱结算一下 就在此时 门外忽然响起电小二的声音 齐步语一开门 电小二的脸顿时出现在门口 伸着手看向 齐步语笑道 二位客官 成会十两银子 一听这价格 齐步语的面皮止不住地抽搐了一下 两间房一天的房费十两 这特么的杀猪啊 就是他们北梁帝都汴京最好的酒楼价格 也没这么离谱 但偏偏他们这些外地来的商旅来幽州 也只能住这间照定指定的酒楼 别的酒楼虽然便宜 但奈何 他们不是幽州本地人 亦或是大前百姓 也只能看一看 客官 您要是不想结账的话 那按照规矩 小的我也只能给您办理退房吗 客官 您这是要办理退房吗 殿小二意味深长的看着齐步语 所谓的退房 也就是赶出幽州城 那 那怎么可能呢 我们二人还没选到新意的货物呢 齐步语一脸的陪笑 照定对于幽州城 对于本地的百姓并没有什么约束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外地的来客 尤其是不属于大前的来客限制 却极为严格 一旦被赶出城 那只能等下个月初一 城防军再次对他们这些异国来客 发放进城文书的时候才能进来 如果真的要等到下个月 那他们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那给钱吧 殿小二伸了伸手 齐步语虽然极为肉痛 但终究从袖子里面掏出十两银子递了过去 成会您嘞 殿小二掂量递过来的银子 刚准备塞到口袋里面下楼 齐步语就一把抓住了殿小二 一脸陪笑道 那个麻烦您吧 我们的两间房退一间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两人住一间就行 住一间 殿小二神色古怪的 在齐步语和李芳如的脸上扫了一下 随后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望着齐步语笑道 哎呀 早说 你们是这个关系吗 有什么的 我做殿小二这么多年 啥没见过啊 咳咳嗨 小二轻咳一声 看了一眼左右 确定这个点没人之后 小心地靠近齐步语耳边 实不相瞒 其实咱们燕王殿下 当初设计这座酒楼的时候 考虑到二位客人的这种情况 说到这里 殿小二又一脸我懂 我懂得眼神看了一眼 齐步语和李芳如 笑着说道 只要二位可能肯加钱 小的可以给二位单独安排一间 你看二位要不考虑一下 绝对安全哦 各种设施都有哦 殿小二声音 急剧诱惑地看着齐步语 说话的同时 也对着齐步语身后 李芳如挑了挑眉 李芳如 齐步语 算了 算了 我们二人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齐步语一脸善笑地 看着着殿小二 殿小二拍了拍齐步语的手 意味深长地笑道 二位客观 我懂 我懂 说完不等齐步语说话 殿小二又挑眉道 二位客观若是有需要 随时找小刀 小的随时可以给二位开房 保证安静 绝对隔音 而且没人打扰 说完又冲着齐步语 和李芳如眨了眨眼 一脸意味深长地 向着楼下走去 看着殿小二离去之后 李芳如那一张老脸 彻底地黑成的煤炭 啪的一声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怒气冲冲地看着齐步语 老夫这一世的英明 就这么让你得毁了 齐步语和他笑了一声 你若是有你 大可自己去开一间房啊 一天无两银子也不贵 李芳如 齐步语和地笑了一声 没银子这几晚就老实点 不然你睡大街 我可不会管你 李芳如 他要是有银子至于如此 再说了 特么的就算有银子又能如何 以他们二人的俸禄 能在幽州城这等贼窝住几天 楼到旁 趴在门缝上 听着房门里面的声音的殿小二 咋巴着嘴 一脸的感慨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喜欢这么刺激的 嘖嘖嘖 就在殿小二刚刚走下楼梯时 轰隆隆 轰隆隆 就在此时 窗外忽然传来一道道 宛若雷鸣一般的声音 恐怖的余波之下 李芳如和齐步语二人所在的房间 都忍不住微微的振战 地震了 地震了 快跑 急忙站起身 就要向着楼下跑去 齐步语同样目光微变 不过 却并未像李芳如那般慌忙逃窜 而是打开二楼的窗户 向着楼下望去 此刻的幽州城 虽然比起他们上次来之前杂乱了不少 也不知道为何多了不少黄泥巴 甚至原本青瓦铺成的屋顶此刻 都盖上了茅草 但城下却一如井然有序 大街小巷里面叫卖声不断 看着已经跑到门口的李芳如 齐步语翻了翻白眼 哪有什么地震 大惊小怪的 我看 你是活得年纪越大 胆子越小了 看着四周 仅仅只是轻微的颤动了一下 李芳如一脸的尴尬的站了起来 硬着头皮道 老夫这是防患于未然 呵呵呵 齐步语呵呵呵笑了一声 楼上的客观不要怕 这是咱们幽州城特有的神机大炮的声音 眼下南辰的军队正在冲关 有燕王殿下在 他们过不来 而且诸位都是过路商旅 此事与你们无关 诸位莫要担心 殿小二的声音从楼下响起 南辰军队冲关 此话一出 齐步语和李芳如脸色顺息大变 第五十一章开城门迎燕王 燕王来了不大量 公主 萧玉奴的身影几乎同时出现在二人的脑海里面 眼下南辰和大前大战 若是萧玉奴真的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的话 那就 尤其是想到萧玉奴自幼被自家陛下和皇后保护到大所养成的刁蛮习性 齐步语和李芳如心底有莫名的异景 推开门 头也不回地向着楼下冲去 开城门 迎燕王 燕王来了 不大量 开城门 迎燕王 燕王来了 不大量 然而还没得齐步语和李芳如冲出酒楼 大街小巷上一名名幽州百姓欢聚在街道上 原本紧闭的城门已经打开 在无数的欢送队伍之中 一名青年骑着一匹通体纯黑色的汗鞋宝马走在前面 在他的身后 还有着一名头戴歪帽 小丝打扮的青年 以及一名尖嘴猴腮八字胡的中年男子 而在他们三人之后 则是整齐滑衣 充斥着肃杀之气的将士 放眼望去 人数不下过万 那是赵定 李芳如疑惑地看着那名骑在通体纯黑的汗鞋宝马身上 随着周围的欢呼声响起 不断对着人群挥手质疑青年 齐不语也有些不太肯定 他虽然来过幽州几次 但是却从未见过赵定 故而此刻看到赵定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是听这个口号 怎么感觉有点像造反派的意思 与此同时 人群中间骑在黑色的汗鞋宝马上的赵定 听着这话嘴角也是微微的抽搐 骂了个八字 老子明明一个正经的王爷 怎么就听起来好像造反派一样 胡三 这特母娘谁弄的口号 搞得老子要造反似的 赵定骂骂咧咧的看了一眼 身后正满脸兴奋的 不断对着人群招手的胡三 王爷 您不满意吗 胡三听着赵定这话 一脸的猛逼 满一个屁 换个 赵定翻了翻白眼 得嘞 胡三一挥手 一瞬间 整个幽州城的口号 瞬间大变 王爷我爱你哟 撒浪黑 王爷 太酷了 王爷 奴家今晚洗干净等你哟 王爷 我娘和我说了 等我爹死了 我娘就嫁给你 王爷 我媳妇和我说好了 一四五去你家 二四六回我家 王爷 我老娘今年八十了 她好忠于你啊 赵定五六五脸 脑门上顿时浮现出 一排排清晰的黑线 清了清嗓子道 还是上一个吧 于是乎 全城的口号 又再一次变成了 开城门 迎燕王 燕王来了 不那两 开城门 迎燕王 燕王来了 不那两 开城门 迎燕王 燕王来了 不那两 听着这欢迎的口号 赵定一瞬间感觉舒服多了 当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老齐 我好像看到咱们公主殿下了 人群里面 岂不渝扯了一下 旁边正情不自禁的 随着口号 挥舞的李芳如 哪呢 李芳如瞬间回过神来 目光带着狐疑的看向场中 眼神满城的欢呼 人群身上掠过之后 又看向那人群之中 骑着黑色汉鞋宝马 走在前面的赵定 还有赵定身后 那镜万民穿着战甲 全身充斥着肃杀之气的将士 甚至就是那些 排在队伍最后面的一辆辆球车 哪有啊 扫射了一圈之后 李芳如一脸疑惑地看着齐步语 那 那个 齐步语一脸的尴尬 下意识地指了指 排在赵定身后 被胡三和张三所骑着的 两匹高头大马 夹在中间的 那一匹枣红色的大马 尤其是那匹枣红色大马上面 那个被一名侍女 带着骑在马上 此刻正随着人群的欢呼 而前后摇晃得人形木乃伊 你你说的 那个 是咱家的六公主殿下 李芳如一脸的猛逼 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了 齐步语一脸的尴尬 看着李芳如清了清嗓子道 你觉得 除了咱们家六公主殿下 心能这么大之外 还有谁会被捆成这样 还能那么开心的 李芳如 那怎么办 回过神来之后 李芳如一脸急切地看着齐步语 他们本以为肖玉奴 偷偷越过天荡山的边境线 跑入大前的境内 就是觉得被束缚惯了 想要自己出来溜达溜达 可谁曾想 居然落在了赵定的手里 一个敌国的皇子 一个本国的公主 尤其两国还处在敌对阶段 眼下还不知道 赵定知道不知道肖玉奴的身份 若是让赵定 甚至大前朝堂内部的人 知道肖玉奴的身份 那岂不是 一瞬间 李芳如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了 李芳如下意识地吞咽了 一口口水 声音颤抖 带着哭腔的 看向齐步语 老齐 你点的多 你拿点主意吧 万一六公主有个三长两短 咱俩九族的脑袋 可就全没了呀 我拿个屁主意呀 我心也慌啊 齐步语也懵了 这怎么出脸 眼下的情况 直接强行劫走 以他们手无缚机之力的书生 基本上等于是送死 可若是就将这件事 直接回禀朝廷 那等待着他们的 就算不是灭九族 那也是人头不保 毕竟肖玉奴 可是梁帝最为宠爱的掌上明珠 若非是女儿身 以梁帝对肖玉奴的宠爱 只怕早都立位了太子 孤独 齐步语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望向李方如问道 老李 你身上还有银子不 你要银子干啥 李方如一脸疑惑地看着齐步语 能不能别托磨的 总是为要干啥 我就问你有没有 你要是没银子 咱俩现在就回汴京 然后一人准备一口棺材 等着砍头 齐步语拧着眉头看着李方如 李方如和他齐步语不同 李方如出身北梁世家大祖李家 虽说是个庞系 但家底也比他齐步语厚实 哟 有那么一点 李方如结结巴巴地看着齐步语 哪来 齐步语一把抢过李方如 从袖子里面掏出的静囊 头也不回地向着幽州城内跑去 第52章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叫老六 聊聊吧 聊什么 燕王府一间卧房内 肖玉奴双手拖着下巴 一双秋水般的毛子 好奇地看着照定 此刻的他将一头青丝挽起 用一支烧蓝点翠牡丹簪固定 垂下少许流苏 坠着几颗铃 走起路来 发出清脆的声音 发间亦又横插着一支 带坠樱花银簪 脖间带着一条带虚玉铜链 手上带着碎花金香灼衬的肌肤 如此之白 外加那散乱的鬓发 垂在古典精致的瓜子脸旁 高挺的穷鼻 乍一看去 竟有几分混血美人的立体感 偏这个年纪 赵定也有些被惊住了 没想到 这蠢鸭子打扮起来 居然这么好看呢 如果说 绿桃那是小家碧玉般的美 那肖玉奴 那就彻彻底底的 就是另外一种美 美得让人窒息的那种 尤其是那一双丹凤眼 眼波流转之间 更是带着一股惊人的魅力 见赵定看着自己的眼神 盯在自己的身上 肖玉奴顿时得意一笑 故作惊讶地道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你真的爱上本小姐了吧 然而还未等她说话 赵定一个脑瓜崩 已经敲在了她的额头上 赵定翻了翻白眼道 爱上你 叫你那飞鸡 赵定刚刚准备调侃 但一看 有些说不上话来了 起初肖玉奴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一看赵定 突然有些不说话了 眼神瞬间回味过来 羞恼地看着赵定 赵定 你流氓 说完 就张牙舞爪地 冲着赵定扑了过来 但却被赵定 轻而易举地毙了过去 赵定摸了摸鼻子 翻了翻白眼道 谁让你这么有料 怪我咯 你还说 肖玉奴咬着银牙 休脑地等着赵定 好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赵定摆了摆手 随即望向肖玉奴问道 问你个事 你说 肖玉奴似乎还没从之前的状态退出来 回话的时候 依旧带着一股娇蛮 赵定见此喝了一声 冲着外面喊道 张三 有 门外 张三立马回应了一声 赵定 去厨房 哎哎 别别别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一看赵定这架势 肖玉奴立马像是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站起身 一脸陪笑地看着赵定 随即又不满地轻哼一声道 你这人正是奇怪 上一瞬 还眼神怪怪地看着我 后一瞬就这样 哼 本王爷那叫本色流落 赵定心底喝了一声 不过脸上 却依旧是一脸高傲的道 有吗 我这叫不为美色所动 是吗 肖玉奴意味深长一笑 站起身捏着兰花纸 额手轻轻地靠近赵定 吐气如蓝地看着赵定 那王爷这个喜欢这个吗 说话的时候 白皙光洁的小手 轻轻地撩了一下裙摆的开插处 嗯 赵定先是一愣 可当看清楚 肖玉奴裙摆开插处景象之时 扑 赵定刚刚倒嘴的茶水 险些直接喷出来 在肖玉奴裙摆下面 露出一截近乎透明的肉色丝袜 一双奇长水润匀称的绣腿 在肉色丝袜衬托下 浑圆比直 多一分则肥 少一分则瘦 近乎透明的肉色丝袜上方 是一截黑色的短裙 看看包裹住那翘臀疯腰 再配合上那一双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踩在脚底一双大红色黑色的高跟鞋 阳光的照耀下 脚趾头像嫩藕牙似的 而在肖玉奴那故意的撩拨之间 那诱惑力瞬间飙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鼻尖一缕温热 瞬间袭来 赵定赶紧捂住鼻子 一脸见鬼地看着肖玉奴 瓦塔阿游弄啥来 肖玉奴吐气如蓝地看着赵定 声音宛若空骨幽蓝 肃软人心 大人 好看吗 孤独 赵定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不是他定力差 而是实在扛不住 赵定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好看 肖玉奴娇嘀嘀地地道 那大人可以让奴家自己出去吗 奴家被关在这里 好无聊呢 赵定呵呵地一阵干笑 随即脸色一板 面无表情地看着肖玉奴 道 不行 随即伸出手在肖玉奴的耳朵上 凝了一下 故作恶狠狠地看着肖玉奴 哈 学坏了哈 还知道这一招来着 嘶嘶嘶 疼疼疼 肖玉奴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的那股 魅色瞬间消失 捂着耳朵嘶嘶地倒吸着凉气 狠狠地瞪了一眼赵定 你个死人头 本小姐都这样了 你还是不让我出去 随即还不等赵定说话 肖玉奴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哭喊道 苍天啊 大帝啊 你杀了我吧 我都快被逼疯了 赵定啊 你要不杀了我吧 给我一个痛快啊 赵定扯了扯嘴角 行了 别哭坟了 再哭 本王就要被你哭死了 你想出去可以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谁 嗯 此话一出 肖玉奴一愣 眼珠子一转 打着哈哈道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我叫齐玉奴啊 我爹是齐步语 大梁护步左侍郎 真的 赵定邪谋地看着肖玉奴 昂 肖玉奴娇憨昂起雪白的下巴 你一个护步侍郎的女儿 怎么会认识温良 而且 那那温良 还是第一眼就给你认出来了 你若是说 你只是护步侍郎之女 我可真的不信 赵定扰有趣味地看着肖玉奴 齐步语 虽然是北梁的护步侍郎 文化殿大学士 但终究只是一个从二品官员 距离二品的护步尚书 还差了半个台阶 更别说是一品国公这种大员 虽说南辰和北梁属于两个朝廷 可齐玉奴见到温良时 那种随意的表情 绝不是一个低阶官员的女儿 见到国公世子该有的样子 虽说 嗯 齐玉奴有点神经大条 行为处事也能以常理揣夺 可即便如此 也不得不然赵定起疑心 哎 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那我也就实话和你说吧 肖玉奴长叹一声 脸上带着追忆之色道 其实我认识温良 那是在一场皇家宴会 别水自树会挨骂 挑重点的说 哦 其实我就是和温良见过一次了 他想追求我 但我瞧不上他 所以咯 说到这里 肖玉奴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而是给赵定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所以 温良这次突然袭击我幽州边境 是因为你 赵定扯着嘴 一脸狐疑的看着肖玉奴 那不是 我和可一点都不说 肖玉奴 头摇的和波浪鼓似的 赵定眨巴着嘴 我觉得也是 毕竟舔狗不得好死 啥是舔狗 肖玉奴一脸的疑惑 啊 你不用懂 赵定喝了一声 你这人真奇怪 总是会说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词 肖玉奴撇了撇薄润的小嘴 随即又一脸期待的看着赵定 那我可以出去了不 可以 赵定点了头 爷 还没等赵定继续说话 肖玉奴顿时一脸兴奋的站了起来 扑到赵定的怀里 给赵定来了一个满怀 赵定 呵呵 赵定呵呵一笑 看着赵定这眼神 肖玉奴本能地感觉到一丝不妙 下意识地后退 就见赵定冲着门外喊道 绿桃 在那王爷 绿桃的声音瞬间从门外响起 随后 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绿桃手里拿了一副铁制的镣铐 出现在房间里面 呵呵呵 肖玉奴一脸地善笑 赵定同样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说 你是堂堂一个朝廷从二品大园的女儿 就这么让你出去了 万一你逃了 那我血亏 毕竟温良国公的儿子都值五十万两银子 而你堂堂户布侍郎的女儿 就算不值五十万两 三十万起码值的吧 我不是给你抢去了十五万两 肖玉奴翻了翻白眼 那这不是还差十五万两了吗 肖玉奴 赵定乐呵一笑 所以你要不 说话间 绿桃已经带着铁制的镣铐走了上来 一看这架势 肖玉奴顿时哭喊道 赵定 你这人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好歹也是 赵定 二选一 肖玉奴 我带 于是乎 在肖玉奴那一脸忧怨的眼神中 终究还是戴上了那副铁制的镣铐 不过看着镣铐和脚裸相接触的地方 赵定早已命人缠上了一层柔软的薄布 而且锁链极其的轻薄 似乎不影响走路 不知道为何肖玉奴心底咧嘴一笑 这鱼木疙瘩 也不是那么不懂得疼人吗 别说我欺负你啊 从今天开始 你有两条路 第一天路 写信给你爹 让你爹筹集十五万两银子 到时候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不交人 另外就是 你在我燕王府打工 什么时候凑够十五万两 什么时候就放你自由 毕竟我佛罗里达从不养闲人 啊不对 是我幽州不养闲人 肖玉奴 肖玉奴好奇地问道 燕王府丫鬟俘怒多少 赵定喊道 绿桃 绿桃笑眯眯地看着肖玉奴 七小姐 其实咱们燕王府的丫鬟 是没有俘怒的 没 没俘怒 一瞬间 肖玉奴的声音 陡然尖锐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赵定 看着绿桃 没银子 没银子 他干的锤子 这不就是苦工吗 还是没工资的那种 绿桃继续说道 其实 咱们燕王府的鸭没俘怒 并不是说没银子 而是咱们燕王府 乃至整个幽州城的 所有人俘怒 都是统一由幽州 每年营收的总利润 到年底按劳分配的 正常的丫鬟 差不多一年 是一百两银子左右 这么多 肖玉奴一惊 水汪汪的眸子 瞬间瞪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老神 在在坐在他面前 凳子上的照定 一百两银子 一年的俸禄 足以抵得上 他大量欺品官员 一年的俸禄了 当丫鬟上 哪能赚这么多银子啊 一瞬间 肖玉奴似乎 重新看到了希望 眼底都迸发出干净了 看着肖玉奴 这干净十足的样子 绿陶善意地提醒道 七小姐 其实你一百两银子 对我们来说不少 可是对你来说 什么意思啊 肖玉奴皱眉 一脸疑惑地看着绿陶 一百两银子一年 十年是一千两 一百年是一万两 那十五万两就是 天杀的赵定啊 老娘和你没完 回过神来之后 肖玉奴立马张牙舞爪地 扑向赵定 就在此时 赵定手里的瓜子也磕完了 拍了拍手站了起来 一脸笑呵呵地 看着眼前被绿陶抱着肖玉奴 赵定笑眯眯地道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叫老六 第五十三章 谁给你的勇气 梁静如吗 老六 肖玉奴皱巴着眉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绿陶 绿陶姐 老六是啥意思 为啥我总感觉 赵定他在骂我来 绿陶清了清嗓子 靠近肖玉奴的耳边 小声说道 老六就是脑袋不太好的意思 赵定老娘 杀你 还没等绿陶说完 肖玉奴那刺耳的尖叫声 顿时在绿陶的耳边响起 然而赵定却早已跑得没影了 两千两 八百两 一千九百两 八百两 一千八百两 八百两 不是 掌柜的我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啊 还是紫玉 雕刻的这工匠 可都是一等一的大师 你这给的价格 未免也太低了 幽州城内 一建档铺之中 七步与手里 拿着一枚和田玉 雕筑而成的玉佛 脸红脖子粗地 看着当铺里面那个戴着帽子 眼镜上挂着老花镜的老学鸠 老学鸠处了处鼻尖上的老花镜 轻了一声嗓子 看着齐步与 对不起 咱这里能给的价 只有八百两 客官爱卖不卖 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别的当铺 齐步与咬牙切齿地看着老学鸠 老学鸠咧嘞嘴一笑 对不起 咱幽州城 只有咱这一家当铺 您爱当不当 你这是黑店 齐步与气得浑身颤抖 老学鸠黑黑一笑 对不起 客官您这话就说错了 咱这不是黑店 咱这是直属于燕王府的当铺 咱这叫垄断经营 您可以选择当 您也可以选择不当 一切的决定权都在客官您自己手上 老学鸠笑眯眯地看着齐步与 气得齐步与响一巴掌 甩在这老学鸠的脸上 但看着当铺周围坐着的 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齐步与想了想 还是算了 当真是有什么主子 就有什么奴才 照定黑 照定这帮手下更黑 思索了半赏 齐步与一咬牙 把玉佛拍在桌子上 当了 别别别啊 那是老朽的传家宝啊 还是从我太奶奶那一杯传下来的 到了这都快一百多年了 你就八百两银子给当了 我太奶奶知道 非要从坟里面爬出来 弄死我 李方如心疼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常言道 宰卖也填不心疼 尤其是齐步与 还不是他的宰 当真是腾字的一撇都没有啊 原价怎么也有四五千两的玉佛 就这么卖了 脑袋重要 还是传家宝重要 齐步与邪谋的 看着李方如 脑袋 李方如下意识的回了一句 荡了 齐步与一推 得嘞 老学九打扮模样的掌柜的高鹤一声 一脸激动的 从齐步与手里拿过玉佛 和田玉子料 还是大师雕琢 这一转手 价格至少翻四五倍 果然还是咱燕王殿下高瞻原主 啥店都只倒一个 直接从源头上 断了外地人货币三家 囤货齐居念头 随着掌柜的话音落下 殿小二顿时从柜子下面 拿出一摞一摞银钉 递给齐步与 还有没有 齐步与没有看向 殿小二递过来的八百两银子 而是转头看向一旁的李方如 没 没了 李方如下意识地无紧口袋 银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 脑袋 李方如委屈巴巴地看着齐步与 嗯 知道就好 齐步与点头 一把抢过去李方如手里的锦囊 全部丢给了老学鳩 全当了 你给个数 你特么的就抢老夫的传家宝 你为什么不当你自己的 李方如来火了 那可都是他的家底啊 我又没有宝贝 齐步与翻了翻白眼 那脖子上那观音不是 李凡如耿着脖子看着齐步与 那是我和我夫人的定情信物 哎呦喂 你这老匹夫怎么上手抢了 还没等齐步与说完 李方如直接上手 一把扯断齐步与脖梗的那门御观音 随后喷的一声排在桌子上 荡了 最低价 哎呦 卧槽 齐步与顿时梦了 就如此半个时辰之后 两个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渊肿 哼哼唧唧的从当铺里面走了出来 当铺里面的老板嘴都快里到耳朵根了 就特么的喜欢这种顾客 去哪 出了当铺之后 李方如哼哧哼哧的看着齐步与 和老子来 齐步与同样哼哧哼哧的看着李方如 说完就带头向着幽州城里面的一个小胡同走去 一边走一边 哼哧哼哧的看着李方如 李方如也哼哧哼哧哧哧的看着齐步与 可当二人走到一处小院 尤其是看着小院门上风条的时候 齐步与猛了 他好不容易安插进来的碟子 就这么没了 人呢 李方如看着齐步与 我不知道啊 齐步与也是一脑袋的猛 那咋找 李方如有些牙疼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本来他们二人是打算利用北梁在幽州埋伏好的碟子 让他们想办法拿银子汇入燕王府的人 找机会安排他们两人进去 不说就出肖玉奴 起码也要见到肖玉奴 可现在倒好 他们在幽州安排的碟子早都被人端了 整个院子里面连个毛都没留下 齐步与深吸一口气 神色肃目的看向李方如 眼下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 嗯 李方如父态的脸上此刻也露出肃目之色 二人彼此相视一眼 眼底都露出决然之色 转身向着燕王府走去 没过多久 燕王府后门 齐步与和李方如二人一脸讨好地看着张三 不是 有话好说 别打行不行 张三喝得笑了一声 就你俩这身高加起来 腿脖子都够不到墙脚跟的 还敢学人家翻墙入室啊 谁给你们的勇气啊 梁静如吗 这不是练练手吗 谁知道一不小心 就翻到了燕王殿下的府邸 要不您让我们再翻一次 我们保证不翻燕王府了可好 此刻齐步与和李方如二人 一脸鼻青眼肿地坐在原地 齐步与一脸善笑地 看着张三身后那一群魁梧大汉 已经心有余悸地 看着那些大汉牵着的一条条狼狗 天知道 燕王府养那么多狗干嘛 尤其是院墙还见得那么高 就在此时 绿桃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一脸急切地看着张三 快跟我走 有人刺杀王爷 什么 此话一出 张三脸色一变 第五十四章 胡三走 和王爷我去杀人 张三脸色大变 急忙对着身旁的人喊道 你们几个看好这两个毛贼 等我先去王爷那边看看 说完 张三身形一动 整个人像是一只迅猛的猎豹一般 几个纵步之间 身形就快速地向着赵定的院落跑去 不仅是张三 随同张三而来的不少燕王府护卫 也是急忙地向着赵定的院落跑去 同时 眼底还散发着戾气 燕王府守卫森严 怎么可能会有人无缘无故地闯了进来 他们倒是想看看 到底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齐步与和李芳如二人面面相去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们完全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难不成 他们还有帮手不成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赵定所居住的院落内 赵定一脚踹飞了一名冲向他刺客 扭头怒视着一旁胸口染血的萧玉奴 谁特娘的 让你救我的 说话的同时 右手猛然用力 直接把萧玉奴拉进了怀里 也就在赵定刚刚把萧玉奴拉到怀里的一瞬间 一柄风锐至极的寒光 陡然向着萧玉奴刚刚站立的方向落下 哐当一声 火星四箭 长刀猛然看在了地面上 爆发出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萧玉奴脸色苍白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在他的肩膀上有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烟红的血水顺着伤口一出 欺然一笑地看着赵定 你不是说你不会武功的吗 就在此时 呛的一声 一道金铁交鸣的声音陡然在赵定的背后响起 一柄长刀猛然砍在赵定的背后 但却并没有传出任何肉体被撕裂的闷响声 反而像是砍在了一块钢铁上一般 传出铿枪之音 赵定反手一巴掌 直接打在了那名刺客的脸上 啪的一声 爆响 那名刺客顿时抛飞了出去 而在月光的折射下 赵定衣服下面却折射出一层软甲的金光 顾不得去看着那名刺客的死活 赵定低头怀里的萧玉奴 骂道 老子说我不会武功就不会吗 老子要是没点伸手 当初怎么在那个蠢货陈志利手底下逃出来 轰隆一声 就在此时 房门忽然被人从外面踹开 牛不斗那壮硕如山的身形 陡然出现在赵定的眼前 王爷 牛不斗大喊一声 整个人如同一个人形的蛮牛 向着赵定冲了过来 而伴随着牛不斗的身影 出现在房间里面 房间内 仅剩的几名刺客 顿时如同封膜了一般 挥刀向着赵定砍了过来 但却被牛不斗手中长枪的一击横扫 直接打飞了出去 碰 碰 碰 一道道低沉的闷响传来 那些原本冲向赵定的刺客 顿时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房间里面的那些上等红木家具 都被砸得倒飞了出去 赵定冷眼望向那几名刺客的眼神之中 更是带着彻骨的寒意 森冷开口道 给老子留活口 老子倒是要看看 谁本事这么大 居然能把人安排进我幽州城 自从他赵定在幽州站稳脚跟以来 还是第一次 有人能够瞒得过城房的守卫 以及他燕王府的守卫 将此刻安排到他身边 他倒是要看看 这些人的背后到底是谁 是王爷 牛不斗闷头答应一声 手里的长枪 再次如风一般 对着那几名刚刚站起身的刺客扫去 萧玉奴嘴角艰难地抽了抽 勉强地抽出一缕笑容 看着赵定 你又骗我 闭嘴吧你 这时候还在意骗不骗的事情 你心可真大 赵定翻眼 瞪了萧玉奴一眼 抱起萧玉奴 就向着燕王府的药房跑去 就在此时 张三爷跑了过来 看着萧玉奴身上的血迹 脸色也是瞬间大惊 王爷 萧小姐答 你不用管 你帮着牛不斗 尽量给我多留下几个活口 我要看看 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放人 进入我燕王府 赵定头冷眼吩咐道 这一刻 他彻底地动了杀计 燕王府被他经营的 早都成了铁桶一块 现在又刺客闯了进来 只能说 燕王府内部出了内鬼 越来越多的王府守卫冲了过来 一瞬间 将那几名刺客包围的水泄不通 而赵定眼下却顾不得这些 继续抱着萧玉奴 跑向燕王府的药房 你挺在意我吗 萧玉奴突然轻声说道 我在意你个屁 赵定大骂一声 抬腿一脚踹开药房的大门 你还欠老子十五万两银子没给呢 赵定气得破口大骂 萧玉奴扁了扁 没有说话 但看着赵定那满脸紧张的神色 苍白翘脸露出一丝会心的笑意 大门被踹开 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来 里面的一个老手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看着这名老者 赵定急忙喊道 方大夫 快救他 是 是 王爷你别劫 听着赵定这话 尤其看着萧玉奴浑身是血 这老手急忙点头 赶紧二话不说 直接清理出一张台面 刚好可以让萧玉奴躺着上去 老手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萧玉奴肩膀上的伤势 随即送了一口气 看向赵定 王爷 齐小姐这伤势虽然深 但好在没有伤到筋骨 只要把伤口缝合了之后 吃一些药就没事了 不会影响到日后的活动 那就好 赵定也松了一口气 看向老手 方大夫 齐玉奴我就交给你 至于后续所需要的所有药 你直接从药房里面拿 如果缺少什么 你直接去赵氏商行里面取 所有的花销算我赵定的头上 王爷 您客气了 这是老朽应该做的 名为方大夫的老者连连点头 听着方大夫这话 赵定点了点头 随即看了一眼 躺在台面上已经有些昏厥迹象的萧玉奴 赵定深吸一口气 走向房间外面 等出了房间之时 脸上已经带着前所未有的冷色 胡三 赵定冲着黑暗中喊了一声 胡三的身影顿时从阴暗中走出 看着胡三 赵定一把拿过胡三手里的长刀 冷眼看着刺客所在的房间 喊道 胡三 走 和王爷我去杀人 话音落下 赵定拎着刀 直接向着那间 依旧还有打斗声的院子走去 第五十五章 一三足 岂有权凌迟 等赵定回到自己的院子里面的时候 院子里面的打斗声 已经停了下来 张三一脚踩在一名 穿着黑色夜行衣的刺客身上 神色冷冽地看着这名刺客 见到赵定到来 张三赶紧一个手刀 给这名刺客打晕了过去 再除了张三之外 牛不斗等人 也已经带着几名燕王府的护卫 给这些刺客一个个捆了起来 神色恭敬地看向赵定 拱手道 王爷 嗯 赵定点了点头 望向牛不斗问道 问出来 到底是谁干得了吗 他们的嘴很硬 一个都没说 牛不斗摇了摇头 这些人明显都是训练有素的死士 即便被抓到 但也是谁都不愿意说 拿刀过来 赵定没说话 而是对着牛不斗身后的一名侍卫 开口喊道 那名护卫 胆紧把手里沾着血迹的佩刀递了过来 赵定接过长刀没说话 静止地走向其中的一名刺客 用刀口挑起这名刺客的下巴 说说吧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又是怎么混进我燕王府的 燕王府守卫三严 又是赵定的大本营 一直以来都是赵定经营最为稳固的地方 呸 那名刺客张嘴想要一口脆向赵定 但还没等他吐出去 牛不斗已经一拳打在了这名刺客的肚子上 砰的一声 剧烈的痛楚之下 这名刺客顿时下意识地蜷缩起来 牛不斗神色凶狠地走上前 一巴掌住这名刺客的头发 直接这名刺客的脸拎得重新抬了起来 王爷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少死是吗 说完 又是一拳打在了这名刺客的肚子上 一缕血迹顿时顺着这名刺客的嘴角流了下来 但即便如此 这名刺客的脸上依旧带着桀骜之色 一脸不屑地看向牛不斗 没吃饭吗 哼 牛不斗顿时笑了 抬手一拳又要打过去 但却被赵定拦了下来 赵定笑眯眯地看着这名刺客 是条汉子啊 可以 呸 刺客又是张口吐出了一口 混着血水的涂抹 这一次赵定没有闪躲 任凭血水喷在了他的脸上 只是静静地从袖子里面取出一个颈部擦了过去 依旧笑呵呵地看向这名刺客 我就喜欢汉子 但眼神却冷冽到了极致 看着这一幕 牛不斗浑身一颤 下意识地看向赵定 轻声喊道 王爷 赵定摆了摆手 没事 随后直接搬来一个凳子 坐在这名刺客的对面 依旧笑呵呵地看着这名刺客 聊聊 说话的同时 手里的佩刀 却猛然向着刺客的脚掌 直接插了进去 随后一边笑着 一边拧动刀柄 我就喜欢汉子 啊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瞬间响起 猝不及防之下 剧烈的痛楚之下 让这名刺客 忍不住凄厉的大喊 赵定依旧笑呵呵地看着这名刺客 你不是汉子吗 你喊什么呀 随后 手里的长刀猛然拔出 随后再次落下 枪的一声 刀剑触碰地面的声音响起 刺客的脚掌 瞬间被冻穿 一股笔致刚才还要猛烈的痛楚 骤然袭来 在这股剧烈的痛楚之下 刺客忍不住凄厉的大喊 但还没等他喊出来 赵定依旧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依旧笑呵呵地看着刺客 调侃道 汉子是不能叫的 说完手起刀落 直接一刀砍在了刺客的另外一只脚掌上 风锐的刀芒闪动之间 瞬间飞了出去 血水如泉涌一般 从刺客断裂的脚掌涌出 几乎瞬间整个房间就弥漫上了一股血腥之气 我说 剧烈的痛楚之下 之前还挺硬气的那名刺客 顿时强忍着剧痛 结结巴巴地看向赵定 赵定摇了摇头 不 你不想说 话音落下 又是一刀向着刺客另外一只脚掌砍去 不过这一次 赵定学聪明了 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把刺客的脚掌直接砍断 而是留了一半的刀刃 先在刺客的骨头里面 像是一个锯子一样 一点点地在刺客的骨头里面 反复地摩擦 发自骨髓深处的痛楚 几乎瞬间让那名刺客 再次忍不住凄厉地惨叫起来 即便有两个侍卫在强行按着他 但身形依旧止不住地颤抖 望向赵定的眼神中 已经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之色 杀了我 求你杀了我 刺客撞弱风魔地看着赵定 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眼神更是惊恐无比 不 你是汉子 我说过 我不杀你 赵定依旧笑着摇头 随后慢悠悠地从袖子里面 拿出一枚棱形的锥刺 一颗颗短小而锋锐的倒沟 弥补棱形锥刺的四个棱形的跳槽 看着赵定拿出这枚棱形的锥刺 此刻又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在他惊恐的眼神中 赵定握着这柄不过巴掌大小的锥刺 顺着这名刺客的伤口 一点点按了进去 伴随着这枚棱形的锥刺 一点点地按进刺客的血肉里面 这名刺客的身形 更是如同触电了一般剧烈的抽搐 并且不断地翻着白眼 惨白的白眼球 几乎彻底占据眼眶 赵定一边扭动着这柄棱形的锥刺 一边笑音音地扭过头 看向在场的其他刺客 笑着问道 还有谁是汉子吗 说来 我最喜欢汉子了 听着赵定这话 在场的所有刺客 又是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在看向赵定的眼神之中 已经带着前所未有的畏惧之色 我们是南辰的人 是其有权派 我们来的 其中一名刺客 顿时结结巴巴地看着赵定 混蛋 牛不斗神色阴沉地低骂一声 望向赵定的眼神之中 已经带着前所未有的怒意 其有权 乃是燕王府的内部管事之一 虽然不像他牛不斗 胡三 张三这般是赵定的心腹 但在燕王府地位也不算低 尤其和他牛不斗关系 还一直不错 平日里没少剧 就在此时 外面忽然传来一道淒厉的哭喊声 一名穿着锦衣的中年汉子 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哭喊着抱着赵定的大腿 王爷 我就是一时财明心窍 不是真的想出卖王爷 王爷饶命啊 赵定没说话 而是抬起头 看向牛不斗 你觉得该怎么处置 看着赵定那平静的眼神 牛不斗身形一颤 赶紧躬身语气冰冷地说道 一三足 岂有权凌迟 第五十六章 沙温良 彻查幽州 那带下去吧 赵定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 是 王爷 牛不斗一把提起这名 抱着赵定大腿的中年男子的衣领 直接倒拽着 将其拖向了屋外 岂有权剧烈地挣扎 一边挣扎 一边哭喊道 王爷 饶命啊 王爷 看在小的多年伺候您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说话的同时 双手用力地掰扯牛不斗的大手 想要从牛不斗手底下挣脱出来 但却被牛不斗死死地按住 继续拖向外面 看着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心底又是一颤 没过多久 燕王府外 便传来一道道淒厉的惨叫声 听着这惨叫声不断地响起 房间里面 那些被俘的刺客 一个个神色惊恐地看向赵定 赵定笑了一声 望向几人问道 现在能聊聊了吗 能 能 王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到了这一刻 这些刺客再也没有之前的硬气 一个个急切地看向赵定 谁派你们来的 刘三元 还是陈全 赵定声音冷烈地 看向在场的几名刺客 刘三元和陈全和温良 一半都是南辰戍边的首将 唯一的区别就是温良为主 而他们二人为辅 现在温良被抓 他手下的那一万重甲营的人 又被他一锅端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以刘三元和陈全南辰首将的身份 自然要报复 是温 温子恒 那人结结巴巴地回道 温子恒 赵定文言一正 随即笑道 有意思 当真是有意思 赵定捏着下巴 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随后 望向门外的张三喊道 去把温良带过来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张三带人快速地 向着王府的地牢跑去 没过多久 穿着一身囚服的温良 顿时出现 被张三带到了赵定的面前 相对于那一日的狼狈 此刻的温良 似乎已经恢复了往日里 儒雅冷静的模样 看着赵定 就坐在房间里面 身旁还有着不少 被人压着的刺客 温良冷笑一声 看向赵定 赵定 你要是有种就杀了 然还还没等温良 把话说完 张三一脚踹在温良的膝盖上 跪下 猝不及防之下 温良膝盖猛然跪在了地面 但很快却又抬起头 依旧是一脸桀骜地 看着赵定 是他吗 赵定扬了扬下巴 对着一旁的几名刺客问道 是他 为首的那名刺客 顿时结结巴巴地回道 什么是我 温良一脸疑惑地 看向赵定 赵定笑着摇了摇头 你不用知道 为什么 说完又望向张三旁边的侍卫喊道 把刀给我 是 王爷 那刺客顿时攻进地硬喝一声 随后攻进地把手里的佩刀递给了赵定 嗡的一声 一道清脆的嗡鸣声响起 惨白的月色下 长刀之上折射出森冷的寒芒 指尖在刀刃上一点一点地划过 随后直接挑起温良的下巴 赵定指了指旁边的那些刺客 笑眯眯地看着温良 看见没 这都是想救你的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 救我的人 温良文言一正 下意识地看向这些刺客 但赵定手里的长刀 却已经对着温良的膝盖 直接刺了下去 扑呲一声 一道低沉的闷响传来 赵定手里的佩刀 直接刺进了温良的大腿里面 剧烈的痛楚 让温良浑身一颤 几乎瞬间便淒厉地大喊了起来 赵定 你敢动柿子 国公也知道了 绝不会放过你 几名刺客之中 其中一人顿时站起身 急切地看向赵定 杀了 赵定看着那人一眼 随后单手用力一把 刺入温良大腿里面的长刀 顿时抽了出来 一股血剑几乎瞬间喷涌而出 而此时 也直接从袖子里面 抽出一柄细长的匕首 顺着那人脖子一抹 又是一股血剑涌出 那名替温良说话的刺客 顿时倒在了 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淋漓的鲜血 从这人脖梗里面涌出 瞬间染红了地面 还有谁想说的 站出来 我看你他说 赵定眼神阴冷地扫过 在场仅剩的那几名刺客 在赵定那蕴含着浓烈杀鸡的眼神之下 原本还想替温良说话的一两名刺客 顿时畏惧地低下了头 一个个大气不敢喘地看向赵定 温良依旧在强忍着剧痛 赵定蹲下身 抓起温良的衣领 直接将他提了起来 声音冰冷地看向温良 不是老子想杀你 也不是老子想折磨你 但奈何你那老爹他不放过我了 给了他机会 他自己把握不住 还要派人来杀我 没办法 我只能成全他了 我爹 一惊急忙看向那几名刺客 但还没等他说话 赵定手里的佩刀 又一次直接砍向了温良 扑呲一声 血光乍响 温良的右臂齐劲而断 烟红的血水 几乎瞬间 就将温良面前的衣服染红 强烈的剧痛之下 温良身形止不住地颤抖着 眼底再无一丝桀骜 哭喊着看向赵定 别杀我 别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一切好说 我舅舅是南臣当朝的皇帝 只要你不杀我 就算我爹不救我 但我舅舅一定会救我 温良哭喊着看向赵定 没用 就算你舅舅是老子他爹 也没用 赵定冷酷开口 随后手起刀落 扑呲一声 一个陡大的头颅 便直接抛飞了出去 温良无头的尸体 软软地倒在地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 赵定冷冷地 瞥了身后的那些刺客眼 把他所有人 给我做成人置卖在城头 我倒是要看看谁再敢 是 张三抱拳硬喝一声 随后 赵定又声音冰冷地 开口问道 给我查查 除了岂友全外 燕王府 还有幽州城 到底还有多少 吃里爬外的东西 一个都别放过 有一个杀一个 王爷 这件事你放心就好 我张三肯定会 处理得妥妥当当 绝不放过一人 随着赵定话音落下 张三同样声音 冰冷地开口回道 是自家王爷 太久没杀人了 那些人都以为 自家王爷没了脾气 这一次 他张三倒是要 好好地看一看 到底是哪些人 吃着碗里 瞧着锅里 第五十七章 男臣长公主 萧玉奴的倔强 当天晚上 幽州城内 凄厉的惨叫声不断 一直到天亮的时候 才稍稍地消停 而随之 也有几个浑身 雪泽麻屋的尸体 被挂在了城墙上面 岂友全没到 一千刀的时候就死了 至于他的三族 虽然哭喊冤枉 但身为一个封地的王爷 尤其是赵定 还是从幽州 最混乱的那段时间 走过来 甚至此刻的富人之人 到了最后 只能害了他自己 害了整个幽州城 害了他花费了八年的时间 才打造出来的局面 不过即便如此 赵定的心底 还是有些不好受 感觉自己自从穿越之后 自己的心 好像就渐渐变得冷血了 可也没办法 在这种诸国争霸的时代 人不狠站不稳的 既要有慈悲心 也要有俯虎意 找了一个房间 赵定把自己关了起来 喝了一晚上的酒 整个燕王府的人 也没人敢打搅 他们也明白 自家的王爷 已经很久 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了 就是绿陶 也仅仅只是将饭食 摆放在赵定的门口 并未敲门去打扰 而张三 依旧在奉着赵定的命令 四处地追寻着幽州城内 那些吃里扒外的东西 逮到一个杀一个 不杀无以立威 而与之相对的 温良生死的消息 也不进而走 南城的边防大营内 两名穿着战甲 面容粗犷 留着落腮胡须的南城大将 神色阴沉地 坐在中军大帐内 这几天 对于他们南城的边军来说 也是噩耗连连 先是王派精锐的仲甲营 全军覆没 后 又是他们南城的 齐国公之子温良贝勤 现在又是他们派入 幽州城内的杀手 自从进入燕王府之后 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所有的消息全部消失 甚至就是那些 被他们买通的幽州内部人 也彻底的销声灭绩 就在此时 大帐外忽然传来一道 急促的呼喊声 爆 一名穿着南城假皱 事后打扮的南城士兵 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刘副帅 陈将军 出大事了 那赵定把温侯爷打 赤后声音颤抖地 看着刘三元和陈全 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你特娘的倒是说啊 刘三元一脚踹在了 这名赤后的身上 急得抽出手里的佩刀 就要往这名赤后的脖子上架去 但是却被陈全拦住 陈全面色凝重地 看着这名赤后 那赵定把侯爷怎么了 所谓的侯爷 自然指的就是温良 而他们此刻坐在这里等的 也就是温良的消息 侯爷他 侯爷他死了呀 说到这里 那名赤后 顿时哭喊了起来 温良那是齐国公 温子恒之子 还是当今南城皇帝的亲外甥 在南城朝堂之上 可谓是风头正盛 甚得当朝皇帝的宠爱 不然也不会明明 本身已经是齐国公世子 下一代的南城齐国公 结果现在就这么 死在了南城的边境上 还是在南城的 敌国大前的藩王手里 可想而知 这个消息一旦传回京城 会造成何等的轩然大波 别人不知道 但温良之母 南城的常公主 必然会发疯 一旦那个女人疯起来 就是温子恒 都要退让三分 轰隆一声 这句话宛若一到惊雷一般 在刘三元的耳边乍响 刘三元只感觉眼前一黑 身形不受控制的 软塌塌地倒在地上 颤颤巍微地扭过头 看向陈泉 完了 你我的仕途到此为止了 温良之母 南城的长公主 全是滔天 是南城当朝皇帝 唯一的妹妹 深得南城皇帝信任 在南城的权势 还在骑国公温子恒之上 怕什么 陈泉脸色一冷 这件事是他温子恒 让咱们做的 若是那个疯女人追究起来 也是找他温子恒去 与咱们二人有什么关系 此话说完 陈泉扭头向着外面贺道 即刻休书 派人八百里加急送回京都 将此事禀报陛下 一切由陛下定夺 是 随着 陈泉的话音落下 没过多久 就有一匹快马 飞速地向着南城的国都跑去 而与此同时 幽州城 同样有一匹快马 向着应天而去 燕王府内 齐玉奴的房间 脸色苍白 肩膀上还包裹着纱布的齐玉奴 已经醒来 终究如那个大夫所言 萧玉奴虽然看似伤得很重 但却并未伤到筋骨 休养一段时日便好 此刻萧玉奴正坐在床边 绿桃亲自给他喂药 枝牙一声 大门从外面被人推开 赵定走入房间 身后还跟着齐布宇和李芳如 一看这两人居然跟着赵定进来了 萧玉奴顿时大惊 齐大人 李大人 你们 公主殿下 我们 李芳如善善一笑 齐布宇也是一脸的尴尬 说来的 来救人的 结果自己两人连人家的城墙都没跳下来 就被抓了个正正 结果一番审讯 人家都不需要动刑的 他俩能招的全招了 不能招的也招了 我的身份 一瞬间 萧玉奴蒙了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小心地看向赵定 我不是 好了 不说这个 还没等他说完 赵定便抬手打断了萧玉奴的话 随即坐在萧玉奴房间的桌子上 随后拿起一个水果啃了一口 望向萧玉奴道 你回去吧 你刺杀我一次 又救我一次 既然如此 那你我就两个象牵了 另外赵定 从袖子里面掏出十五万两的银票 一并拍在了桌子上 这是当初你的十五万两白银 你拿好 虽说这几天 他萧玉奴一直心心念念地想着 自己那十五万两的白银 也想着早点回去 但不知道为何 此刻看着赵定这样 萧玉奴心底 反倒是生起了一丝莫名的情绪 咬了咬嘴唇看向赵定 但终究没说什么 然而一旁的齐步语 和李芳如听着赵定这话 却瞬间大喜过望 赶紧拿起桌上的十五万两银票 走到萧玉奴的床边 看着此刻脸色依旧苍白的萧玉奴 公主殿下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然而萧玉奴却倔强地扭过头去 望向绿桃问道 绿桃姐 他赵定凭什么赶我走 我要是不走呢 第五十八章消息传京城 赵宠远色变 嗯 绿桃揉了揉雪白的下巴 思索了片刻道 萧小姐 既然王爷让您回去 您最好还是回去 王爷此举也是为了你好 为什么 萧玉奴一脸疑惑地看着绿桃 绿桃意味深长地看着萧玉奴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王爷杀了温良 什么 赵定杀了温良 温良死了 此话一出 还未等萧玉奴说话 齐步语和李芳如先叫了起来 就是萧玉奴此刻 都感觉自己的脑袋有些梦了 赵定杀了温良 这是要挑起南臣和大前的战争吗 还是说大前有意要对南臣发难 看着齐步语 李芳如 萧玉奴三人脸上的神色 绿桃鸣嘴一笑 白皙的脸上尽是肃穆 所以请萧小姐 齐大人 还有李大人 尽早离开咱们幽州城 否则若是起了刀兵 你们北梁参与进来的话 王爷能看在萧小姐 替他挡了一刀的份上 放你们三位回去 自然也能因为你们北梁人参与进来 而拿你们记齐 说到这里 绿桃的声音已经渐渐地冷了下来 大胆 你一个小小的丫鬟 有何资格敢对我们如此说话 莫不是你以为你们大前 真的能够抗衡我北梁和南臣联手不成 听着绿桃这话 李芳如脸色一冷 寒声呵斥道 李大人 还未等绿桃说话 萧玉奴便先一步冷冷地看了李芳如一眼 后者这才老实地不敢说话 齐步语站在一旁 眼底眸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绿桃吃笑一声道 李大人 先不说 你眼下脚下所站立之地 到底是何处 就说你北梁大将臣职里如何死的 你们自己心底不清楚吗 需要我绿桃一个丫鬟 来提醒你们吗 你 听着绿桃这话 李芳如又是大怒 但张了张嘴 终究还是没有敢说话 齐步语接过话茬 一脸裴笑道 绿桃小姐 李大人就是读那些诗词歌赋 读坏了脑袋 说话的时候也没个轻重 还请绿桃小姐见谅 绿桃淡然一笑 无妨 都是看在萧小姐的面子上而已 说完站起身 对着肖玉奴微微欠身之后 便走出了房间 看着绿桃离去的背影 李芳如气的吹胡子瞪眼 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指着绿桃的背影 他一个丫鬟 如何敢对老夫堂堂 正三品的大员如此 齐步语冷冷的 看了李芳如一眼 李大人 你是北梁的官 这里是大钱的地 你那所谓的正三品大员 在这里屁都不是 你要是不想连累公主殿下 你就赶紧闭上你这张臭嘴 你 李芳如气得浑身颤抖 但看着齐步语那冰冷的眼神 想了想 终究还是没有再说话 你还不服气 齐步语吃笑一声 八年前 赵定来的时候 幽州什么样子 现在幽州什么样子 你以为他敢杀温良 就没有想过 后面可能面临的局面 李芳如啊 李芳如 你少读点 你那些圣贤书吧 齐步语 懒得搭理李芳如 也好在赵定和绿桃 是看在他们家六公主的面子上 否则就冲着李芳如刚才那几句没脑子的话 现在他俩都已经挂在城头上了 齐大人 你说赵定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就在此时 肖玉奴的声音 忽然在李芳如和齐步语的耳边响起 肖玉奴捏着葱白的小指 一脸认真的看着二者 一瞬间 齐步语 李芳如 齐步语更是一头的黑人脸问号 这你都能想到这脸 到底是自家的六公主 这脑回路轻奇的 不是一般人能比啊 就是李芳如嘴角也是微微的抽搐 一时之间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两天之后 大前 应天府 皇宫 王立氏一路小跑 急急忙忙的向着昆宁宫跑去 此刻昆宁宫内 马皇后正一脸温柔的 给赵重远捏着肩膀 而此刻 赵重远正一脸享受的 喝着面前的一碗小米粥 不时的夹着桌上的几碟小菜 身为皇帝 平日里 饮食像着赵重远这般简朴之人 属食是没有多少 擦了一把嘴 赵重远一脸享受的 看着身后的马皇后 妹子 这么多年了 咱就是喜欢喝你熬的鸽子粥 马皇后轻哼一声 可不是吗 这鸽子 可是你儿子不远千里 从幽州飞给你的 随即不等赵重远说话 马皇后又白了赵重远一眼 你心也真大 咱家老九都在信里说了 他抓了温良 让你派兵过去支援 可你倒好 到现在一句话不说 还把咱家老九给你的信鸽给吃了 你说 你这是当爹的吗 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 哎 咱就乐意了咋逼 赵重远咧嘴一笑 随后死皮赖脸地抓起马皇后的手 哼吃一声说道 他悄悄 他那是找朕帮忙吗 他那是怕自己都不住 找我给他撑腰 还有 你不是不知道那幽州都负成啥样了 结果你那好儿子咋说 事成之后 那南辰温子恒的赎金 他还要和我三七分 他老子我拿三成 他拿七成 好家伙 区区四万五千两 还不够大军开拔一次的军费 你说他这是找他 老子我求救吗 他这是坑他老子 以他幽州城的城防 还有那一次信实发的连诸弩 别说是南辰屯边的不过十万大军 就是加上北梁的那十万 也不见得能冲到幽州城下 还有那孙兵什么玩意啊 一个贪财好色之人 他在信里居然硬生生地给他夸成了圣人 什么两袖清风 什么不畏强权 尤其是还好学什么外语 那孙兵什么玩意 我自己心底不清楚吗 越是说起赵定给他的那封飞鸽传书 赵重远越是起得牙痒痒 这是啥 这是他赵定 把他这个老子当孙子耍 啪的一声 就在此时 昆宁宫紧闭的大门 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王力士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 气喘吁吁地看着赵重远 陛下 陛下 大事不好了 燕王殿下把那温良给杀了 什么 此话一出 赵重远猛然一惊 就连马皇后的脸色都变了 第59章 记得欠我的十五万两银子 要还的 大前立于四战之地 虽近百年来一直与大骊交好 但与大骊的死对头大鱼 却一直关系恶劣 尤其是和依附于大鱼的南臣北梁 更是常有冰封之争 双方在边境之上 一直争斗不断 赵定杀了南臣弃国公温子恒之子 按理说 乃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 但奈何自前朝以来 大前朝政腐败 官商勾结日益严重 虽然他赵重远历经图治了整整二十年 局势稍有缓和 但已如今大前的国力 却着实不太适合与南臣再起兵戈 这小子竟给朕捣乱 朕本想夸一夸他 没想到转眼之间 就给朕捅出个这么大的篓子 赵重远气得骂骂咧咧 本来喝到一半的小米粥 也没心思再继续喝下去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赵重远一推桌子 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脸色略显阴沉地看着王力士 自从上一次去了幽州回来之后 赵重远就已经派人 在盯着幽州的情况 倒不是他不放心赵定这个儿子 而是幽州如今兵强马撞 一招觊觎 有他的人帮忙看着 除了什么事情 他这个做爹的 也好给赵定兜底 陛下 王力士神色凝重地 将这几日大前那位 从幽州城探来的消息 一五一十地告诉赵重远 听完之后 赵重远哼哼唧唧了地看了王力士一眼 那温良死了也活该 还有那狗日的温子恒 居然敢派人刺杀老子儿子 你即刻通知下去 让我大前在南辰安插的暗庄 给他温子恒 早点不自在 是陛下 王力士恭敬地回道 列国伐交 明得有暗的 自然也有 温子恒能把人安插到幽州境内 他赵重远 自然也能把人安插到温子恒的旁边 不过虽然这么说 但赵重远的脸色 却依旧显得有些凝重 原因无他 以大前如今的朝堂情况 外界国库的内裤营 确实支撑不起一场国战 尤其是南辰和北梁 向来都是穿一条裤子 南辰若是动手 北梁必然不会坐视不管 如此一来 双面夹击之下 就是赵定把幽州成建的铁桶一块 但稍有不慎 也要吃不小的亏 南辰那边有什么消息 赵重远抬起头 看向王力士 王力士恭敬地回道 南辰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是 温子恒在外 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但温良之母南辰的常公主原青 已经进宫求见南辰国主 想要让南辰国主出兵讨伐燕王殿下 赵重远咧嘴冷哼一声 原青那娘们也就会这一招了 随即扎巴着嘴 思索道 朕虽然不把那原甲放在眼里 但以那原甲的性格 八成会议了 他这个妹妹 抬起头 再次看向王力士 你派人盯着有什么消息 即刻汇报给我 尤其是关于南辰皇室和北梁 皇室之间的书信往来 更要事无巨细的全部禀报给我 是 陛下 王力士再次恭敬的应和一声 这才倒退出了昆明宫 所谓的原甲 自然就是南辰国姓 南辰本是一族 趁乱占据中原之地 为了统治中原的贵族 故而改一族之姓名 破拔为原 前几代国主都是一方雄主 但奈何命不长 到了原甲这一代 已经有了没落的趋势 看着王力士离去之后 马皇后这才开口道 崇远 我觉得与其等着南辰和北梁勾连好了 我们再见招拆招 倒不如直接敲山正虎 将驻扎在衍州的天甲军 和驻扎在青州的落水军 调往幽州 以此震慑南辰和北梁 原甲性格多疑 虽宠溺原青这个妹妹 但忌惮温子恒功高震主 眼下他这个外甥是死了 但却也帮他无形之间 削弱了温家的势力 而北梁那边王储之位未定 各皇子都有夺嫡之心 北梁皇室也不想此刻招惹我大前 致使内忧外患 而眼下 我们若是直接态度强硬一点 没准他们的同盟 便不攻自破 只要南辰和北梁退却 咱们也能腾出手 收拾一下那些暗中勾连南辰和北梁的世家 马皇后望向赵崇远 一字一句地说道 能得赵崇远这样的民主独宠 还一宠就是这么多年 马皇后自然也有过人之处 只不过这过人之处 从不对外展露 只是与赵崇远说而已 而且就算赵崇远拒绝 马皇后也从来不会抢求什么 深知作为一国之母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我想想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崇远皱了皱眉头 站起身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而马皇后也不急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赵崇远 事实上这么多年下来 他们夫妻二人也一直都是如此 过了半晌 赵崇远点了点头道 我觉得要可行 大前内部有问题 南辰和北梁内部自然也有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能形成僵持的局面 如今 既然南辰和北梁内部的问题 要打过他大前 他大前自然可以壮大声势 敲山震虎 尤其是幽州在赵定这几年的精英之下 早都打造成铁桶一块 就算没有他赵崇远的支持 南辰和北梁 想要吃下幽州这块硬骨头 也要做好被崩掉牙的准备 而震慑了南辰和北梁之后 他也可以腾出手来 对付大前境内那些摇摆不定 暗中勾连南辰和北梁的世家大族 一想到这些蛀虫 赵虫远弃的就牙痒痒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要去幽州一趟 幽州 燕王府外 一辆马车停靠在燕王府外 齐步雨和李芳如站在燕王府外的马车前 上下地忙活着 绿桃姐 我可以留下吗 肖玉奴一脸委屈的看着绿桃 说话的同时 眼神时不时的看向燕王府内 想看着赵定的身影出现 但可惜赵定的身影依旧没有出现 公主 该走了 刘将军在等着我们 齐步雨催促的声音响起 知道了 肖玉奴撇了撇薄润的红唇 一脸不满地看了齐步雨一眼 凑起小脑袋 又看了一眼燕王府的里面 但依旧是空荡荡的一片 压根没有赵定的声音 就在肖玉奴转身之时 赵定的声音 却突然从燕王府大门里面响起 挤得欠我的十五万两银子 要还的 第六十章 我这算是被白嫖了吗 赵定 肖玉奴扭头看着赵定正 晃晃悠悠地 从燕王府后面的大门里面走了出来 斜靠在门框上 啃着手里的清理 肖玉奴顿时大喜过望 领着拖地的绣花长裙 一路小跑 但刚刚跑到赵定的面前 却又停了下来 捏着葱白的小指 随后昂起雪白的下巴 有些傲娇地看着赵定 我现在可是公主 你就不考虑涨价 一边说着 一边眼神带着挑逗地看着赵定 绣花长裙勾勒下衬托出来的鲜洗腰肢 尤其是看了极为有料的地方一眼 看得肖玉奴下意识地缩了一下 随即又再一次像一个傲娇的小母鸡一般 昂起雪白的下巴 看着赵定 赵定扎巴着嘴 摇了摇头 道 不长了 你就值这个假 哼 肖玉奴不满地轻哼一声 随后扭过窈窕的身形 回头看着赵定 得意道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 那就怪不得我了 去去去 赵定翻了翻白眼 懒得搭理他 哼 肖玉奴又不满地轻哼一声 走了两步 一溜烟地跑了回来 给了赵定一个大大的熊抱 一瞬间 软香入怀的感觉 差点让赵定有些飘飘然 但很快 赵定又翻了翻白眼 指了指肖玉奴 又指了指自己 你顶到我了 肖玉奴轻哼一声 明媚的眸子 同样回瞪了赵定一个白眼 我喜欢 嘿 一听这话 赵定顿时乐了 但还没等赵定说话 肖玉奴又像一个害羞的小鸟一样 一溜烟地小跑 结果没跑几步 又一溜烟地提着裙摆跑了过来 对着赵定的侧脸 那双红润的薄唇 蜻蜓点水般地碰出了一下 随后又快速地分开 赵定摸着脸 一瞬间愣住了 神色古怪地看着肖玉奴 我这算是被调戏了吗 算是吧 肖玉奴扎巴着嘴 小脸上洋溢着满意地看着赵定 一字一句道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赵定翻了翻白眼 那要涨价 哼 涨就涨 肖玉奴毫不示弱地轻哼一声 随后昂起雪白下巴 迈着小碎步 背着手 一脸胜利地向着燕王府台阶下面走去 看着齐步语和李芳如 两人也是一脸的无语 这到底是他们成功把自家公主就出了狼窝呢 还是自家公主把魂丢在了狼窝呢 貌似这仗怎么算不亏了呀 老六 就在肖玉奴恋恋不舍地向着马车上面走去时 绿桃的声音忽然在肖玉奴的身后响起 嘿嘿 绿桃姐 一听绿桃叫他这个名字 肖玉奴脸上顿时喜笑颜开 他还怕绿桃会因为知道他的身份之后 就排斥他 如今听着绿桃叫他这个名字 肖玉奴心底那颗悬着的石头 也算是彻底地落下了 绿桃瞥了一眼不远处马车上的骑步语和李芳如 把手里的包裹递给肖玉奴 轻声说道 这是王爷给你的 让你回去带着用 肖玉奴一脸惊喜地接过绿桃递过来的包裹 并没有急着打开 而是抬起头看了一眼 依旧已靠在大门旁边的赵定 这是给我的 赵定昂着头 不然嘞 嘿嘿 肖玉奴文言一喜 白皙的小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 随后低头打开绿桃递过来的包裹 里面都是一些女子使用的东西 包装也是极为的精致 一看就是花了一些心思 但看着一打用丝巾包裹起来的长条形状之物 肖玉奴脑袋却是微微一皱 一脸好奇地拿起其中一个戴在脸上 疑惑地问道 这是口罩吗 噗 赵定刚刚到嘴的果肉 直接喷了出去 绿桃捂着嘴 强忍着笑意 老六 那个 那个是咱们女子馈水来的时候用的 馈馈水 肖玉奴先是一正 随即毛子陡然瞪大 看着手里刚刚贴在嘴上的那玩意 再回想着那玩意 啊 一道足以穿精烈石 就是把过路的大雁 都要吓得掉下来的尖叫声 陡然在燕王府外面响起 赵定 老牛我杀了你 一想起这是女子馈水来食用的东西 结果自己呆在了嘴上 肖玉奴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气鼓鼓地冲向赵定 结果被赵定按在脑门上 动弹不得 赵定翻了翻白眼 伸手喊道 不要给我 这个时代 女子馈水来的时候 都是用一些草木灰混着塞进去 这样系不干净 而且还容易滋生一些疾病 他搞出这个东西 还没来得及散出去 就好心拿来给肖玉奴用 结果这丫头倒好 还怪起他来了 是他赵定拿不起刀了 还是你肖玉奴飘了 谁曾想 肖玉奴突然一撇薄润的小嘴 嚼哼一声道 谁说我不要 说完根本不给赵定反应的机会 就美滋滋地塞回了包裹里面 说完又跑过来 在赵定的另外一边脸 小鸟啄石一般地啄了一下 不等赵定反应过来 一溜烟地跑回了马车上 骑大人走 看着赵定有些摸不着头脑地站在原地 肖玉奴得意一笑 对着齐步雨喊了一声 哎 好 齐步雨一听这话 赶紧催促着马夫 抡起马鞭 抽动缰绳 向着幽州城城门的方向驶去 看着肖玉奴离去的背影 赵定扎巴着嘴 一脸玩味地笑道 我这算是被白嫖了吗 想到这里 赵定又是无奈一笑 与此同时 马车上 看着渐渐消失在视野里面的燕王府 肖玉奴惺惺惺念念地收回了目光 看着同样坐在马车里面的齐步雨问道 齐夫子 你说我以后还有机会来幽州吗 不知道为何 他现在反倒是有些怀念在幽州的这些日子了 唉 齐步雨长叹一声 看着肖玉奴那一脸失落之色 自家这公主 是真的把魂丢在幽州了 思索了两久之后 齐步雨才悠悠一叹道 难 唉 听着这话 肖玉奴又是一叹 但眼底却是闪过一丝坚定 第六十一章 殿下 那是放烟花呢 看着肖玉奴的马车 渐渐消失在燕王府前 绿桃心心念念地收回了目光 看了一眼身旁赵定 绿桃忍不住撇嘴道 王爷 您心可真大 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您就给放走了呀 奴婢我还想着 咱燕王府终于有王妃了呢 那这不是现成的吗 赵定嬉笑看着绿桃 目光在绿桃那出落 越发纤细窈窕窕之上 来回扫落 王爷 讨厌 绿桃娇哼一声 小脸通红地向着王府里面跑去 看着赵定又是咧嘴一笑 蜜桃成熟时啊 背着手 赵定继续向着燕王府里面走去 但目光却看了一眼 那渐行渐远的马车 也不知这丫头 会不会记得王爷我 赵定眨巴着嘴 刚进入燕王府没多久 张三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身后跟着一群燕王府的护卫 一个个手提着一个个被捆得和木乃一样的身影 看着这一幕 赵定的嘴角又止不住地微微抽出了一下 张三这捆绑 玩得那是愈发的变态了呀 谁啊 赵定开口问道 张三咧嘴一笑 回道 都是南辰的赤后 兄弟们 发现他们鬼鬼祟祟 在打探着咱们幽州城的动静 牛不斗就带人一溜烟 全给抓了 全是南辰的 没有北梁的吗 赵定饶有趣味地看着张三 本来他还想借此敲一敲刘天泉那个老狐狸 没想到这老狐狸压根不上当 张三咧嘴笑道 刘天泉那老狐狸滑溜得很 这些年 王爷您和他做生意 他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王爷您又把萧玉奴放回去的消息递给他了 他犯不着 为了一个温良 得罪咱们 和咱们稳定做生意 对他来说比啥都强 那也是 赵定点了点头 嘱咐道 没事派人 把那六门神武大炮拿出去晒晒太阳 顺便再放几炮 免得有些人觉得咱们大炮生锈了 他照定赶杀温良 自然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本想借此再敲北梁一笔 但奈何 刘天泉似乎真的很滑溜 不过 滑溜虽然滑溜 但该有的敲打还是要有的 免得刘天泉也和温良一样 没事给自己找不通款 没过多久 幽州和北梁的交界处 一座高山上 一道道震耳欲龙 炮火声冲天气 打得山石崩碎 乱石横空 山坡的另外一边 一鸣鸣穿着北梁甲州的赤后 吞咽着口水 艰难地望着那一道道 被炸得裂开的山石 他们自然明白 这是照定给自家将军的威慑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北梁大营外 北梁守将 刘天泉穿着一身金色的战甲 立在北梁大营的门口 刘天泉是一名年纪约莫五十左右 双鬓已经有些斑白的 大富翩翩的汉子 与其说他是一个将军 反倒是更像一个商骨 大富翩翩 故而刘天泉在北梁内部 一直都有一个雅号 名为朱将军 此刻 看着远处那逐渐行驶而来的马车 刘天泉脸上 顿时露出一丝谄媚的笑容 带着身后的一群人 赶紧跪拜道 属下 参见六公主 这辆马车上的人不是别人正式 其不语 李芳如 萧玉奴三人 此刻萧玉奴好奇地 看向远处的天边 那不断传来的轰鸣声 刘天泉见此 赶紧一脸谄媚道 殿下 那是放烟花呢 燕王殿下这是庆祝您回来 萧玉奴 南辰 都城 昌黎 幽深的宫围内 一辆四匹高头大马 拉动着的珠红色马车 停在宫门外面 车帘打开 一名和温良 有着六成相似的中年美妇人 在侍女的搀扶下 缓缓地走下马车 随着这名和温良 有着六成相似的中年美妇人 走下马车 宫门内灯时 有一名穿着紫袍的老太监 踩着小碎步走了上来 身后跟随着一群小太监 这名和温良 有着六成相似的中年美妇人 不是别人 正是温良之母 南辰常公主 原青 虽说原青已经年近四十 但岁月似乎在她的脸上 并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反而多了不少成熟妇人特有的韵味 唯独眼圈有些发红 病发凌乱了不少 看起来有着几分欺楚 常公主殿下 随老奴来 陛下已经在昆河殿等着殿下了 随着原青走下马车 那紫袍老太监顿时一脸谦卑地走了上来 看了一眼原青低头说道 有劳公公啊 原青声音沙哑地回了一句 随后 独自跟着这名老太监 向着南辰皇宫内走去 穿过外围 进入内庭 一座守卫森严宫殿 出现在原青的眼前 从大门口到台阶上 都是带刀的大内侍卫 紫袍老太监 将玉牌递给一名首领模样的大内侍卫之后 紧闭的宫殿大门 这才缓慢打开 看着这一幕 本就强忍着心底悲伤的原青 再也忍不住 拎着长裙 一路小跑 向着宫殿里面跑去 而紫袍老太监 却留在了外面 进入宫殿的大门 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依旧有不少宫女和太监 恭敬势力 在穿越外殿之后 原青终于在一间堆满奏章的内殿里面 看到了一名穿着龙袍 和他面容相似的中年男子 随着原青走了进来 内殿里面 两名穿着南城官服的老者 顿时恭敬地倒退了出去 等房间里面 只剩下两人之后 原青这才妄想 那名穿着龙袍的中年男子哭喊道 哥 俩儿他死得好惨啊 你要为你的外甥报仇啊 报仇 坐在龙椅上的中年男子 抬头看了一眼原青 这句话 你应该去找你的相公去说 而不是找我 原甲吃笑一声 冷冷地看着原青 两国伐交 兵来将往 背负也是常有之事 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 花点银子就行 可你呢 居然以温子良的名义 拍刺客去刺杀赵定 这到底是你所为 还是温子恒所为 朕倒是有些好奇 原甲一字一句地看着原青 毛子开合之间 自带一股上位者的威严 再加上多年身处高位 就是原青这个妹妹 此刻看着自己 这个异母同胞的包胸 心底都有些胆寒 哥 都这个时候 还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吗 原青依旧泪眼婆娑地 看着原甲 那依旧所想 你觉得我该如何 原甲神色平静地问道 原青急忙道 那自然是派兵攻打幽州 为我而报仇 为大臣血耻 那你觉得派谁合适呢 原甲依旧神色平静地看着原青 自然是我夫君 大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自然是我夫君最为合适 原青想都不想地回道 然而 原甲脸色却骤然一冷 张口直接骂道 愚蠢 兄弟们 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更新很慢 不是我想慢 而是这本书到了这里 是一个转折 如果我这一段处理不好 那这本书基本上就崩了 而且这一段剧情 也同样对于后面的剧情很重 所以 小扑接我写的时候 都是反复地琢磨和思考 我也想多写 多写我钱多啊 但问题是 一本书剧情 如果处理不好 写了也没意思 所以 实在抱歉 等梳理好了剧情 后面一定会补上来的 放心 第62章 养的鸽子挺好吃 看着原甲脸上的神色 原青一下子被吓到了 下意识地倒退一步 但很快却再次 等着头看向原甲 眼底浮现泪花 沙哑着嗓音喊道 皇兄 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梁儿 死在那赵定的手上吗 他可是你亲外甥 从小骑在你脖子上长大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 看着他就这么死在幽州 死在大前人的手里 原青越说 眼底的泪水越多 那你想如何 原甲神色阴沉地 看着原青 报仇 原青近乎咬牙切齿地 看着原甲 那赵定杀了我 我就要他陪葬 陪葬 原甲吃笑一声 随手从桌上 拿起一个奏折丢给原青 你好好看看 看看你那好儿子 在庆城干了什么事情 所谓的庆城 也就是南城和幽州接壤之地 也就是温良所驻扎之地 啪的一声 奏折掉在了地上 还没等原青去捡 啪的一声 又一本奏折 从原甲手里丢给了原青 原甲冷着脸道 你再看看这一本 这是庆州官员弹劾你儿子 贪功冒进 致使一万众假营将士 被那赵定算计 死在庆州边境之事 随后又是一本 原甲继续说道 这是你弹劾你儿子 擅自滥杀无辜 擅杀我南城暗谍之事 说完又是一本 同样丢给了原青 原甲 这是弹劾你儿子自己为事 擅自破坏 我南城和赵定签署盟约之事 致使两国再起刀割 致使庆州边境不稳 百姓人心惶惶 接连四五道奏折丢给原青 砸得原青脑袋嗡嗡的 便见原甲脸色依旧阴沉道 你看看这里的那一条 不够我砍你儿子的脑袋 原青吞咽了一口口水 便解道 皇兄 这些人的话信不得 现在我儿子死了 他们自然要把责任 推在我儿子身上 你不能相信他们 你要相信我 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只有我们 还没等原青把话说完 原甲脸色又是一愣 闭嘴 要不是看在 你是我妹妹的份上 母后也只有 我们兄妹两个孩子 你觉得你能站在这里 说完 不等原青开口 原甲便一挥手 回去吧 这件事 你莫要再管了 说完看都不看原青一眼 起身直接向着内殿里面走去 随着原甲离去之后 两名穿着内饰服饰的太监 顿时走了上来 常公主 我自己会走 原青冷冷地看着这两名太监一眼 眼底闪过一丝怨毒之色 擦干脸上的眼泪 转身向着昆河殿外面走去 看着原青离去之后 唉 原甲又一次走了出来 长叹一声 听着原甲的这声叹息 之前带着原青进入昆河殿的老太监 顿时走了上来 原甲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名老太监 吩咐道 派人看着他 别让他又发疯 是 随着原甲的话音落下 这名老太监顿时向着外面走去 原甲再次开口问道 温子横到哪了 人手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陛下 那老太监转身回道 原甲瞥了这老太监一眼 揉了揉 没心 长叹一声道 动手吧 是 这名老太监低头答应一声 随后便向着昆河殿外面走去 看着这老太监离去 原甲又是叹息一声 本来他想将温良培养成下一任七国公 毕竟七国公身具他皇室血脉 没想到温良却死在了赵定手里 那也只能快刀斩乱麻了 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而他的那些皇子 只怕也无人能镇得住一个功勋标柄的七国公 既然如此 也只能送温子横去死了 唯一苦的 只能是他那个妹妹了 唉 想到这里 原甲又是叹息一声 与此同时 幽州 风和日丽 山清月明 本以为南辰会有一些反扑 可没想到 小丑居然是他赵定 这几天 他派过去监视南辰和北梁动静的赤后 那是一天十八个走报 可都是相同的一句话 没有任何动静 北梁安静的要命不说 毕竟刘天权的反应 也在他赵定的预料之中 可南辰那边 却是真的一定动静没有 除了加强了一些探查 防止他赵定阶级挑事之外 别的一定大军开动的迹象都没有 这可真的是让他赵定闲得骨头都痒了 本来他都已经做好玉 狠 架 敲 清 一 针 你 的准备 结果现在完全找不到由头了 想到这里 赵定又是一探 砍顺手了 早知道就不砍温良了 一想到自己平白无故 损失了五十万两银子 赵定心底就抽着疼 从萧玉奴那里 扣一点也好啊 唉 该死的大男子主意 王爷 京城来消息了 就在此时 胡三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有话说有屁放 赵定翻了翻白眼 抱起藤椅上的被子 又翻了一个身 刚睡醒还困 继续睡会 见此胡三也不恼 依旧一脸谄媚地看着赵定 凑近赵定面前 满脸激动道 王爷 陛下来信说 让您节制驻扎眼州的天甲军 和驻扎青州的落水军 让您一手负责应对南城和北梁的战士 是打是合 全由您做主 胡三一脸激动地说道 天甲军和落水军 都是大前戍边铁军 和他们幽州军一样 都是大前战斗力最强的边军 军是各个虎狼 战力一直与他们幽州军齐名 当然 那是之前的幽州军 眼下配备了连弩和神机大炮之后 那自然是他们幽州军 战力最为彪悍 但赵定一听这话 却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抽着牙花问道 除了这 还说了什么不 有没有提派监军或者替分银子的事情 抑或是在旨意里面骂我 赵定小心地问道 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有些不像他爹召重启的风格 胡三摸出怀里的圣旨又看了一眼 挠了挠头 一脸茫然 确实没有啊 但随即却一脸惊喜地喊道 有有有 还有一句 小的我没注意到 胡三一脸激动道 说什么了 赵定同样急切地问道 过了半晌 胡三才一脸神色古怪地说道 陛下夸王爷 营养的鸽子挺好吃 赵定 骂了个八子 第六十三章 儿子坑老子 老子坑儿子 王爷 你这是咋了 胡三一脸懵地看着自家的王爷 咋就好端端地抱起粗口来了 尤其还就骂自家老子 最主要的是他老子 还是他们大前当今的陛下 这传出去 是要掉脑袋的 赵定邪谋地看着胡三 你觉得 咱们得鸽子好吃不好吃 瞧好吃 吃 胡三下意识地回道 那你都知道咱们得鸽子好吃了 那你说我父皇他怎么知道 赵定翻了翻白眼 继续问道 嗯 胡三有些答不上话来了 随后突然一脸惊恐地看着赵定 王爷 你说陛下他不会 幽州远离大前腹地 与大前都城应天 更是有千里之遥 而现在赵重远居然 呵呵呵 赵定喝得笑了一声 翻了翻白眼 懒得搭理胡三 胡三一脸惊恐地看着赵定 看了一眼左右 沙哑着嗓音喊道 王爷 你说 咱们要不 啪的一声 还没等胡三说完 赵定一巴掌抽在了胡三的脑袋上 把胡三的帽子都抽歪了 斜瞄了一眼胡三 赵定继续说道 造反啊 你是想死 你觉得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胡三跟着他赵定这么多年 不多裤子 他赵定都知道胡三要拉什么屎 呵呵呵 胡三善笑一声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赵定 倒不是他胆子小 而是这些年 自家王爷干的那些事情 确实是有些过 单凭欺君这一条 就够自家王爷掉脑袋了 胡三想什么 赵定自然知道 但他赵定有什么办法 他一个孤苦无依的王爷 不搞点家当护身 难道等死不成 这可是封建社会 还是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病例的时代 他老子赵重远在的时候 他或许没事 但是等他老子赵重远嘎了 估计他赵定离嘎了 也就不远了 这种情况下 他能不藏一手吗 老话说得好 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 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才是最安全的 拿过来 思索了半晌 赵定抬起头 重新看向胡三 胡三下意识地 把手里的玉纸递给了赵定 打开玉纸 赵定瞅了一眼 心底也有了个大概 他老子这是在敲打他呢 想到这里 赵定翻了翻白眼 与他幽州有来往的 除了户部主是孙兵之外 就没人了 现在他老爹 以鸽子的事情敲打他 估摸着 也是那孙兵 因为什么事情被抓了 然后他赵定和孙兵的事情 自然而然的也就 嗯 又要大出血了 想到这里 赵定看着胡三吩咐道 从明天开始 睡收如石角 啊 一听这话 胡三顿时叫了起来 苦着脸看着赵定 王爷 那咱们 岂不是又要多出一大笔银子 赵定没好气地 直接踹了胡三一脚 你觉得你脑袋重要 还是银子重要 脑袋 胡三下意识地回道 那你觉得 咱幽州靠啥赚钱 赵定翻个翻白眼 继续说道 当然是王爷 你捣过出来的那些活 胡三不假思索地回道 那咱大钱主要收什么税 赵定再问 那自然是浓税 胡三不假思索地回道 但很快 却又惊喜地笑道 王爷 这么说 咱们幽州 其实也不用交多少税啊 呵 赵定喝了一声 都懒得搭理胡三 亏胡三 还跟了自己这么久 那王爷 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过了半晌之后 胡三再次开口问道 这道御址里面 对于鸽子的事情 赵重元只是提了一嘴 但最为主要的事情 还是让赵定截至 天甲军和洛水军 以此来震慑南城和北梁 让天甲军和洛水军先备战 暂时不用开服幽州 赵定思索了梁酒之后 才说道 不过这句话刚说完 赵定又狐疑地看着胡三 我老子除了让天甲军和洛水军 让我截志之外 有没有单独下狱子说一下 梁草从哪里攻击的事情 嗯 胡三扎巴着嘴 思索了梁酒之后 才说道 好像是没有 赵定 过了半晌 赵定才翻了翻白眼 一脸忧愿地骂道 真不怪我坑我老子 是他自己为老不尊啊 三十万大军的梁草 让我一个藩王妇 他怎么就好意思 一点都不提梁草的事情 胡三站在一旁 善善一笑 这话 他是一点都不敢接啊 不过自家王爷和当朝陛下 倒也没错重 当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儿子坑老子 老子坑儿子 对了 前几天牛不斗 从外面抓回来的 那几个男臣的侍候 审问的怎么样了 有什么发现吗 赵定抬起头 看着胡三问道 胡三苦着脸回道 那倒是没有 那几人就是过来探路的 行吧 赵定长叹一声 想再遇到一个温良那种的愣头青 是真的不容易 不过看着胡三离去 赵定还是嘱咐道 最近让人多打听打听 男臣那边的事情 有什么情况立马来报 另外传令落水军和天甲军 让他们整军备战的动静弄得大点 越大越好 所有的粮草开销 王爷我出 一说到我出这两个字 赵定脸上的神色更加优越了 就差再来一句国粹了 两天之后 大前帝都 应天 皇宫 王丽氏 急急忙忙地冲进养心殿 看着赵重远正独自一人 躺在龙榻上哼着小曲 王丽氏一脸羡慕地说道 陛下 大喜啊 男臣那边传来消息 男臣齐国公温子横玉席 生死不知 长公主原青 被禁足在齐国公府 说完 王丽氏又一脸谄媚地道 陛下 那袁甲应该是等不及动手了 他等不及才对 赵重远闻言冷笑一声 随即挥秀从龙榻上站起 望着王丽氏声音冷然地吩咐道 既然袁甲动手了 那几个和南臣勾连的世家 也没必要留着了 现在正是时候 还有那几个暗中和北梁游往来的世家 也一并收拾了 收缴所有家产 充实国库 是 陛下 王丽氏闻言大喜 急忙掉头向着外面走去 他深知赵重远想动这几个世家多久了 但没走两步 赵重远又喊道 对了 最近这鸽子怎么了没 第六十四章 血雨腥风 赵重远的屠刀 王丽氏善善一笑 这还能有鸽子吗 您老在御址 给燕王殿下的御址里面 都点出了鸽子好吃 燕王殿下 只要脑袋没糊涂 那指定是不放鸽子了呀 但这话 打死王丽氏也不敢说 不过一想起鸽子这事 王丽氏赶紧从袖子里面 掏出一本奏折 递给赵重远 陛下 这是燕王殿下 派人八百里 夹几给您的奏折 说什么 赵重远看都没看一眼 继续回身坐在龙榻上 抓起桌子上的瓜子一边磕 一边饶有趣味的 看着王丽氏 不过听着八百里夹几这几个字 赵重远心底还是蛮舒服的 点了赵定一下 赵定终究还是知道分寸的 王丽氏轻了一下嗓子 看着敲着二郎腿的赵重远回道 陛下 燕王殿下在奏折里面说 之前他是被蛀油蒙了心 穷怕了 这才胆大包天 勾连孙兵隐瞒税收的事情 现在主动请求陛下 免去其一年的俸禄 并且保证 日后幽州的税赋如实上缴 一听这话 赵重远顿时笑了 亏这小子还有点良心 还知道如实上缴税赋 并且主动请辞 免去一年的俸禄 不错 不愧是老子的儿子 赵重远扎巴着嘴 但细细一琢磨 又感觉有些不对劲 死 赵重远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一把抢过王丽氏手里的奏折 陛下 但赵重远依旧翻开赵定递过来的奏折 仔细地看着 啪的一声 赵重远直接丢了出去 插着腰 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骂骂咧咧道 我说这小子 怎么这么识去了 搞了半天他老子顽心眼了是吧 好小子 你有种 赵重远气得吹胡子瞪眼 陛下这是何意啊 王丽氏一脸的懵逼 赵重远邪谋了王丽氏一眼 咬牙切齿地问道 幽州什么最赚钱 那自然是燕王殿下的肇事伤心啊 赵氏商行那赚钱的速度 他们是亲眼所见 带了十七万两银子去幽州 结果赵氏商行转了一圈半天没到 他们几个屁都没胜地走了 关键买的东西还不到一马车 至于成本算下来 也就是不到一千两银子 这利润简直是离谱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按照赵重远说的 把那些从幽州带回来的东西散发出去 半个月下来 赵重远的内裤里面 都有了大几十万两的白银入账 不仅把他们从幽州花出去的银子 原封不动地转了回来 还多转了不少 也正是因为如此 赵重远才下定决心 对那几个远在边疆齐强的世家大族动手 那咱们大钱收的税 主要来自哪里 赵重远哼哼唧唧地再次问道 能恩 哈哈哈哈 王丽氏说到一半 突然哈哈 捂着嘴笑道 滚 你个老东西 就知道叫你主作 赵重远气得吹胡子瞪眼 恶狠狠地瞪了王丽氏一眼 大钱收的主要是农税 凡君田人户 不论其家寿田多少 均按照人丁缴纳君额税付 并且服一定的谣逸 但幽州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是商业 是赵氏商行的收入 是行商所得 可问题是 这税 他赵重远收不了 大钱向来以收农税为主 商税虽然也收一些 但向来以打压为主 毕竟若是都去经商 都去投机倒把了 不从事农耕 乃那么多老百姓吃什么 大钱怎么威胁 也因此 市农工商商人的地位 一直都是最低 不能穿景衣 后代也不能考取公民 但赵定却不用考虑这些 因为幽州不过一州之地 老百姓就算是全部投身商业 赚来的银子 也足以养活幽州的百姓 可问题是 这些行商所得的税 他赵重远却收不了 一想到这里 赵重远心底就抽着疼 本来磕得正殆尽的瓜子 一瞬间 他不香了 陛下 王丽氏赶紧关切地喊道 没事 让朕缓缓 赵重远摆了白手 越想心底越是抽着疼 看着赵重远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模样 王丽氏在一旁捂着嘴 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半晌 似乎终究是想不到办法对付赵定 赵重远也只能哼哧哼哧地坐在龙榻上 骂骂咧咧地道 行 算你小子有种 与此同时 幽州 燕王府内 赵定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揉了揉有些发红的鼻子 骂骂咧咧地道 哪个老王八蛋又算计本王爷呢 翻个身继续睡觉 赵定骂什么 赵重远自然是不知道 过了半晌之后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对着王丽氏挥了挥手 下去吧 下去吧 是 王丽氏点头答应了一声 这才拱着手 向着外面走去 但没有走两步 突然脚步一顿 望向赵重远再次开口问道 陛下 那几个世家在秦王和赵王殿下的封地呢 而且和秦王和赵王殿下走得颇近 现在对他们动手 秦王和赵王殿下那边可要知会一声 不便 听到秦王和赵王时 赵重远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霾之色 直接动手 若是他们敢拦着 亦或是暗中通风报信 就当着没有他们两个儿子 说到这里 赵重远眼底闪过一丝杀机 大前击毙已久 矫枉必须过正 否则难以立威 尤其眼下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更不能错过 就是他赵重远心底舍不得这两个儿子 但为了大局也不得不如此 是 王丽氏身形一颤 赶紧躬身向着外面走去 看着王丽氏向着外面走去 赵重远又是一探 只希望他那两个儿子 别在这件事上犯傻才好 随着赵重远的这刀命令下去 大前境内 九州二十八府之地 顿时掀起阵阵腥腥血雨 一坐坐在大前这片土地上 出立了数百年 乃是上千年的世家大族 人头滚滚 富丽堂皇的宅院内血雨腥风 无数人头落地 所有家产被全部充公收归国库 一时之间弄得人心惶惶 无数王公贵胄 为之胆寒 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一次 他们的这个向来好脾气的陛下 要来真的了 第六十五章 赵王赵横 大前 义州 乾陵 赵王府 盔甲林立 一名名披肩直锐的赵王府那位 手持真刀真枪的与一名身穿虎头王凯 面容与赵重远有着几分相似的青年 在赵王府的演武场中激烈地厮杀 每一人手持的戾气都是明晃晃的长刀 枪间风锐的红音枪 兵器碰撞声与喊杀声不断 但任凭这些赵王府那位如何厮杀 却都始终靠近不了演武场中间的那名穿着王凯 手持方天画戟的青年一步 没过多久 伴随着方天画戟最后一丝破空声响起 那些围绕着那名青年的王府那位 全部哭喊着倒在了地上 一群废物 本王养你们有什么用 看着这一幕 那名面容和赵重远有着几分相似的青年冷哼一声 随手把手里的方天画戟丢到了一旁的几名侍卫手中 这方天画戟落在那几名侍卫手中 顿时让那几名侍卫倒退了数步 庶人合力之下 他好不容易保住这感方天画戟 王爷神力盖世 自然非一般所能比拟 就在此时 演武场外 一名穿着王府管家服饰的老者笑着说道 顺带着把手中冒着热气的毛巾 递给了这名穿着王凯的青年 青年一把接过毛巾 随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 便自顾得看向这名老和尚问道 有消息了 那自然是有消息的 这老者笑着说道 那几个暗中勾连南臣的世家 之所以突然被陛下抄家灭族 乃是因为南臣齐国公之子温良 死在了燕王殿下手中 南臣皇帝元甲 趁机对南臣齐国公温子恒动手 致使南臣内乱 故而陛下这才找到了机会 抄家灭族 我记得那几个世家 好像是和我二哥有些来往吧 以他的脑子没出面货 青年擦完脸 丢掉手中的毛巾 伸出胳膊 任凭身旁的侍女和小太监 为其卸甲 老者咧嘴一笑道 秦王殿下自然是想的 但暗中似乎有高人点拨 故而忍下了这口恶气 甚至为表忠心 还杀了一个周家送过来的妾室 以此表达自己与周家绝不往来的决心 所谓的周家 自然就是那几个 和南臣有些往来的世家之一 所谓千年世家 百年王族 流水的王族 铁打的世家便是如此 周家在大前立足近千年 数大根深 与朝堂 南臣皆有往来 左右逢源 若不是这次南臣出世 就是当朝的陛下 想动周家都有些难 高人 青年吃笑一声 不就是老四那个废物 和老九一样 母族没什么本事 也就只能投靠在老二门下 给老二当个狗头军师而已 这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大前当今皇帝赵重远的第三子 晋王赵恒 母亲乃是赵重远最为宠爱的几个妃子之一 而其背后的母族 更是当今大前军方 除了魏国公徐天德之外 另外一位国公 卢国公前松 说起四皇子韩王赵华之时 赵恒眼底 闪过一丝鄙 王爷有卢国公护持 又得陛下宠爱 封我大前最为富饶的扬州 自然无须将那韩王放在眼里 老者拍着马屁笑道 不过说到这里 话音却是一转 意味深长地提醒道 不过王爷 若是韩王和秦王走到一起 王爷还是要多多注意为好 你是怕 万一哪天父王费了青瞻那小王八蛋 立秦王为太子 赵恒邪谋地看着这名老者 不错 老者点了点头 赵恒不懈道 大哥在的时候 老二一个屁不敢放 现在大哥死了 他倒是蹦跶起来了 不过就凭他那老子 父皇也不会皇位传给他 赵重远虽然立了赵青瞻为皇长孙 但所有人心底都明白 这不过就是缓兵之计 真正的皇位绝逐人 还是几位母族势力身后的皇子 一个是二皇子秦王 一边是三皇子卫王 还有一个便是眼前的这位赵王 不管是以三位皇子背后的母族势力 而论 还是受封的王爵 大前诸多皇子之中皆是 以这三位皇子为尊 至于四皇子韩王赵化 不过和九皇子赵定一样 没权没背景的普通皇子而已 基本上从出生开始 便已经被排斥出了皇权的中心 而封地也都是在偏远地区 就算日后赵重远 真的废了皇长孙赵青瞻 以四皇子赵化 和九皇子赵定的实力 也基本上没资格参与皇位的角逐 我让你派人调查老九那边的动静 你调查出来了吗 过了半晌 赵衡突然望向这名老者开口问道 消息自然是有的 老者自得一笑 不过还没等赵衡开口 老者便一脸苦笑道 说起来温良背负这事情 也颇为滑稽 乃是因为南辰庆州那边 天降陨落 落在了南辰的大营 那温良慌不择路之下 带人逃到了幽州 结果就被燕王殿下 带着他那些老弱残兵给服了 我听说中间好几次 燕王殿下还险些 被那温良给俘虏了 说起来也颇为滑稽 自家的王爷 在自家的封地 却被几个慌不择路的毛贼给俘虏了 说到这里 这老者又是摇头苦笑一声 当真 赵衡狐疑地看着这名老者 那自然是当真的 老者不置可否地说道 当初我也以为这消息是假的 故而两方取证 一方面暗中联络 咱们在幽州的暗探 一方面联络咱们之前 在京城留下的暗哨 这消息 还是那暗哨花了重金 从王公公身边的小太监嘴里买来的 自然做不得假 而且 我还两方对比了一下 更无作假的可能 老者一边摇头 一边说道 听到这话 赵衡顿时笑了 那温良可真的是个蠢货 老九也真的是 走了大运 没想到在皇公读书时 他那闷坑闷坑 扒棍子敲不出一个屁的样子 居然也能走这大运 回想着当初在京城读书之时 照定那老是憨厚的模样 赵衡也是吃笑一声 随即吩咐道 你去派人将本王花大价钱 从京城弄来的千里镜 穷江玉露 还有那从南辰流传过来的座钟 给本王带上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本王自然该进京给父皇献一献孝心 说起那千里镜 那可真的是个好宝贝 站在山上便能看见 树里外的一草一木 并且清晰无比 仿佛就在眼前一般 还有那穷江玉露 更是酒神渡康所酿造 据说就是杨府养老太师的曾孙 都是养老太师 喝了这穷江玉露之后 和小妾生下来的 可惜 那醉仙楼对外出售 一直限量 就是这个王爷 派人也不过才弄了四五两回来 正好借着此次进京 献给赵重远 至于那座中就更恶不得了 可以详细记录时间 完全取代日免的作用 若是配备在军营里面 那更是能极大的提升军队的调动速率 以他那父皇 一心想要扭转大前颓势的性子 定然洗得不得了 到了那时 他赵衡也必然会更受自己 父皇重视 第六十六章 秦王赵刚 凤出来了 与乾陵相邻的 青州 洛城 秦王赵刚耿着脖子 看着面前的一名 与他有着几分相似的青年 你的意思 是我不仅要杀了我的小妾 我还要父亲请罪 请求父皇原谅 赵刚怒气冲冲地坐在太师椅上 抬手喝了一口桌上摆放的茶水 随后又呸的一声吐了出来 大骂道 那个王八蛋 给王爷 我放这么热的水 是想让老子死吗 哐当一声 赵刚手里那精美的茶盏 直接摔了出去 砸得稀巴碎 吓得大厅里面的下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低着头 不敢看向自家的王爷 就在前不久 赵刚最为宠爱的一个妾室 被赵刚亲手活活勒死 所有人都知道 秦王眼下正在气头上 而在赵刚的左手边 一名坐在太师椅上 同样穿着王袍的青年 面容冷静地看向赵刚 不错 你不仅要杀了你的小妾 而且 你还要进京和父皇请罪 尤其是要把你这些年 从周家弄来的银子 全部上交给父皇 如此 你才有希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青年一字一句 极为冷静 儒雅的脸上 看不出丝毫的波澜 即便是赵刚此刻 正在气头上 也是如此 赵刚神色阴沉地看着这名青年 老四 你到底是来帮你二哥我的 还是害你二哥我的 那些人死就死了 去给父皇请罪我也能接受 可你居然还想让我把这些年 从周家弄来的银子 全部交给父皇 我秦王府上下数百人 就指望着父皇每年给的那点俸禄 你让我怎么养活他们 你让你二哥我吃糠燕菜吗 说到后面 赵刚的声音越来越大 近乎咆哮一般 这名被赵刚称之为老四的青年 不是别人 正是韩王赵华 因为韩王母族并没有什么势力 再加上其母妃并不受赵重元宠爱 孤儿与赵刚一般被封在了青州 二哥 父皇给咱们一年的路米 抄 紧 等各种折合下来 差不多也三万两银子了 这么多银子 咱们只要省一点足够花的 你是想省一点好吗 还是彻底失去父皇对你的宠幸 难道你没看出来 这次抄了周家 摆明了就是冲着你来的吗 你要是不杀了你那小倩 你觉得朝廷下来的人会怎么样 据我的消息 一周李家这一次也被抄了 从头到尾 老五连面都没露一下 他都能想到这一点 你想不到吗 而且 这次父皇北巡 皇后娘娘与青瞻坚国 青瞻所作所为 已经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 谈和青瞻 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还计较你那一点 从周家弄来的银子 而且 你除了从周家弄来的这些银子 在别的地方 你也能弄来不少吧 说到这里 赵华意味深长地看了赵刚一眼 呵呵呵 赵刚突然笑了 挑眉看向赵华 咧嘴道 老四 没想到你对我这个哥哥 倒是关心挺多的 连我别的生财 门路你也知道 赵华同样咧嘴一笑 二哥 你这就担心错了吧 满朝上下谁不知道 我是你青王党 你倒下我也跟着倒霉 再说 老大死了 你是老二 就算父皇废的青瞻 第一个想到的 也指定是你 而不是我 你怕我作甚 呵呵 赵刚笑呵呵地走上前 拍了拍赵华的肩膀 靠近赵华的耳边 笑眯眯地说道 没有最好 也最好没有 否则 我可不是老大 看着赵刚那脸上 皮笑肉不笑的笑容 赵华咋巴着嘴 笑道 你给我胆子 我也不敢啊 这就好 这就好 赵刚拍了拍赵华的肩膀 随后站起身 继续走向自己的位置 看了一眼身边的管家 还愣着做什么 给王爷我百嫁进京啊 是木头吗 没看到韩王爷吩咐了 是 管家文言浑身一颤 赶紧点头回应道 随后就急急忙忙地 向着外面跑去 但没跑多远大厅外门 一个一副王府小厮模样 打扮的青年 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急忙喊道 王爷 小的打听到赵王向京城去了 现在已经出了潜陵 听着这小厮这话 赵华眼底 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赵刚却猛然从太师以上站起 骂道混账东西 你怎么不早点说 说完又冲着 已经跑到门口的管家喊道 赶紧把王爷 我从京城弄来的 那个什么穷江玉露 还有那从高丽弄来的琉璃杯 给王爷我带上 即刻背马 我要马上动身 是王爷 那管家文言脚步一顿 赶紧攻身回道 说完就急匆匆地 向着外面跑去 看着管家离去 赵刚这才咧嘴看向赵华道 四弟啊 你也别怪你 二哥我心眼小 而是你二哥我不得不这样 不过现在看来 你是真心帮你二哥我的 哈哈 说着赵刚对着 已经站起身的赵华一抱 赵华同样笑道 二哥 瞧你这话说的 自古皇家无亲情吗 这道理 你四弟我还是懂得 但咱俩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你荣华富贵 我也能有一口汤喝 你要是到了 我连汤喝不到 不是 赵华笑呵呵地看着赵刚 对 这才是我的好弟弟 赵刚拍了拍赵华的肩膀 伸手穿上一旁侍女 已经准备好的巢服 这才笑呵呵地看着赵华道 等你二哥我静静 哄了父皇开心 回来咱哥俩再慢慢聊 说完又从袖子里面 掏出一瓶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液体 递给赵华 这玩意叫香水 是你二哥我花了大价钱 从京城弄来的 你带给弟妹 算是我这个大摆子一点心意 又拍了拍 赵华的肩膀之后 赵刚这才大大咧咧地 向着秦王府外面走去 看着赵刚离去 赵华把玩住手里的香水 眼底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秦王党 呵呵呵 片刻之后 秦王府外 一列穿着战甲的士兵 骑着快马 护卫着一辆黑色的马车 出了骆城 快速地向着京城方向而去 第六十七账店 你要是喝了这个 没准眼呢 应天 皇宫内院 赵重远一脸悠闲地 躺在一名滋容靓立的妃嫔身上 正一脸惬意地享受着 来自爱妃小手的安抚 陛下 臣妾这力道 安得还行不 飞瓶娇嘀嘀的声音 在赵重远耳边响起 赵重远懒洋洋地摆手道 还行 还行 还行不还行 他赵重远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 这一次 借着赵定顺手砍了温良 让袁甲对温子恒动手 致使南辰内部朝局不稳 他借此刚好一口气 除去了自大前开国以来 就一直留下的弊端之一 彻底的江州家 李家 孙家 陈家 这四个趴在大前头上吸血的四大蛛虫出去 顺带着把青州 益州这两州的世家势力瓦解 还把这四大家族 升入朝堂的手脚全部斩断 从此彻底将收缴益州和青州大前 两个最为富庶的周郡 全部说服纳入国库 充实国库 这可以说是他赵重远自登基以来 干的最爽快的一件事 顺带着 还把那帮等着从他手里的要银子的老臣 全部丢在了钱殿 一想到这些 赵重远心底更是美得不行 刚抄完架 这帮老东西 一个个鼻子都和狗似的 银子还没算出来 就寻着喂过来了 这银子 老子都没误热了 就想抢去 想都别想 赵重远哼哼唧唧地回想着 之前在朝会上的一幕 赵重远一边拉着这名年轻的飞瓶小手 一边眨巴着嘴干凯道 你说 咱要怎么赏赐老九呢 啊 陛下您在什么 燕王殿下 不是在幽州吗 飞瓶一脸疑惑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微微一震 这才反应了过来 打着哈哈叨叨 哦对对对 乔镇这记性都忘记燕王不在京城了 不过说起赵定 他倒是有些怀念赵定那鬼机灵的模样 说完 不等着飞瓶说话 翻身从这飞瓶的怀里站起 今晚就不用给朕留宴了 朕要去皇后那边 听着这话 这名面容娇媚的飞瓶 眼底顿时闪过一丝忧怨之色 看着赵重远赶紧干咳一声 随后 抬起头 昂首挺胸地向着大门外面走去 临走之时 还不忘对着那飞瓶嘱咐道 对了 把朕带过来的那玉女 烧给朕砸咯 啊 陛下 您不是挺喜欢这酒的吗 一听赵重远这话 那模样妩媚的飞瓶 顿时疑惑地看向赵重远 没用 赵重远哼哼唧唧道 什么没用啊 陛下这酒不是挺好的吗 妾身感觉和最近京城里面 那卖得极为火热的穷江玉露差不多啊 听着赵重这话 这妃子更加不解了 他虽然久居深宫 但对于宫外最近流行的火热的 什么穷江玉露 也有所耳闻 甚至还托人从宫外给他带了点进来 那滋味 别说 还真的和自家陛下今天拿来的这个玉女烧滋味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是 那穷江玉露和玉女烧比起来 滋味好像稍微把淡了一点 此处化重点 但 但就是如此 那也是一等一的好酒 如今自家这陛下 咋就说扔了就扔了呢 这面容妩媚的妃嫔 一脸疑惑地看着赵重远 可 看着这妃嫔脸上一脸疑惑的样子 赵重远又忍不住干咳一声 只能清了清嗓子 正色道 静妃啊 你若是觉得好喝呢 你就多喝点 说完遍 挥了挥袖子 向着这座后宫外面走去 一边走 赵重远一边还忍不住地翻了翻白眼 朕要的是好喝吗 朕要的是 狗娘养的 等老子再去幽州看来 自不扒了你的屁 越是想到 赵定当初给他推销这玩意的时候 说的那些话 赵重远心底越是气得牙痒痒 不过好在 他没让王丽氏打着皇家的名后 出去卖这个玉女烧 顺带着还改了一个名字 唉 如此就好啊 想到这里 赵重远不由地咧嘴一笑 还好老子脚兔三哭 知道改了一个名字 正走着 还没走多远 就见王丽氏一脸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陛下 秦王和赵王殿下求见 这两逆子怎么来了 赵重远一脸疑惑地看着王丽氏 但随即脸上却是露出一丝笑意 这两逆子 白知道认错来了 不错不错 赵重远眨巴着嘴笑道 周 李 孙 陈四家各有依附 其中 周家便是依附在秦王门下 而李家便是依附在赵王门下 至于此次 将这四大家族抄家的过程之中 赵刚和赵恒的表现 他也听王丽氏禀报了 倒也是个之进退之人 没让他赵重远背上世子的名头 这也是为何 他赵重远愿意放下手里的政武 难得偷闲的原因之一 这两逆子在哪呢 赵重远望向王丽氏问道 就在陛下的养心殿候着呢 王丽氏恭声回道 养心殿 赵重远文言脸上露出一丝玩味之意 他本以为赵刚和赵恒会找马皇后来给他们说情 没想到居然自己去了养心殿 这一点倒是让他赵重远颇为满意 走吧 赵重远点了点头 随即当先向着养心殿走去 等赵重远带着王丽氏刚刚走到养心殿时 就看到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 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宝贝 赵刚手里举着一个玻璃杯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一脸献宝地看着赵重喜 爹 你看这是我花了大价钱 从高丽弄来了琉璃杯 据说是墨北的能工巧匠 从万丈冰山之下取出的天然水晶 历时三年雕筑而成 一枚就价值千金 你儿子我取得巧 派人以八千两银子 从一个高丽商人手里买来的 那人一开始还不卖 你儿子我一通大意给他说完 他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 把他们家祖传的琉璃杯卖给了我 嗯 赵重远一脸的神色古怪 尤其是听到赵刚居然花了八千两银子的时候 嘴角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 然而还没等赵重远说话 赵衡一把扯过赵刚 谄媚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 递给赵重远 鲜妹道 爹 你看这是我花大价钱 从京城最先楼弄来的玉露穷江 这一两可就要八十八两银子 还限量 每天只卖一百瓶 一瓶一两 这一斤 还是你儿子 我派人蹲点 蹲了一个月才 好不容易买来的 说到这里 赵衡清了清嗓子 凑近赵重远耳边 压低声音道 我听说杨老太师那玄孙 实际上就是杨老太师 喝了这个之后 和小妾生出来的 为了面子 所以才故意 对外宣称是玄孙 爹 你说 你要是有了这个 没准眼呢 说到这里 赵衡还对着赵重远 挑了挑眉 第六十八账 爹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王立氏 在 给我来鞭子过来 赵重远一声爆喝 王立氏赶紧跑进养性殿里面 没过多久 手里就多出了一条龙纹金边 恭恭敬敬地 递到赵重远的手里 一看这架势 赵刚和赵衡 顿时猛了呀 赵刚一溜烟地 从地上蹦了起来 刚想耿着脖子 看着赵重远 但一看赵重远是他爹 又赶紧缩回了脖子 结结巴巴地喊道 不是爹 你怎么大人啊 儿子都是一片孝心啊 看着赵刚站了起来 赵衡赶紧躲在赵刚的身后 缩着脑袋 两只手抓住赵刚的腰带 小心地躲在赵刚的身后 头都不敢露一下 啪的一声 赵重远一挥手里的鞭子 猛然朝着赵刚甩了过去 吓得这哥俩 下意识地往后一跳 嘴角都情不自禁地 哆嗦了一下 赵重远气的胡须乱颤 抡起龙纹金边 指着赵刚 骂道 孝心 老子要孝心 八千两银子 你就给我买了 这么个玩意回来 还人家心不甘情不愿的 是你说了一通大意之后 才卖给你的 还祖传呢 你看他哪里是祖传呢 赵重远气得胡须乱颤 越是开着赵刚手里的那玻璃杯 赵重远越是气得甘疼 八千两就买了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回来 尤其是还被人忽悠一愣一愣的 人家说什么 就是什么 人家说祖传的 就是祖传的 一想到赵刚这憋三模样 在想自己那内裤里面摆放的那些玻璃杯 赵重远更是气得甘疼 这特么的 在幽州两闻前 都没人不要的玩意 你花了几千两银子 不是 爹 我真的就是给那人讲道理啊 我没有傻 我真的没派人打他 也没派人威胁他 我就是带着三百人过去和他讲道理而已啊 一听赵重远这话 赵刚顿时有些不乐意了 以为自己老子又以为他干了什么事情 赶紧解释 说着还扯了一把躲在他身后的赵衡 老五 你别光顾着躲在我后面啊 你给我替我解释啊 我真的是只带了三百人和人家讲道理啊 赵衡一听这话 赶紧清了清嗓子道 爹 老二有没有花八千两银子这是 你儿子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你儿子我可就只花了八百八十两 一分钱都没多花啊 赵刚 我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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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兄弟俩还攀比起来了是吧 一听赵衡这话 赵重远更是气得不打一出来 抡起鞭子就往赵衡和赵刚兄弟俩身上打去 本来他还不来气 结果这两兄弟以为他发这么大火 是因为这个 啪的一声 躲避不及之下 一鞭子顿时抽到了赵刚的屁股上 咻的一声 赵刚瞬间一蹦毛高 连带之下 瞬间把身后的赵衡给抖擞出来了 看着赵重远又抡起鞭子打了过来 赵衡善善一笑 爹 你儿子我可真的没多花啊 你儿子我自幼穷怕了 你给我的俸禄 我可是一文钱都不敢乱花啊 此处应该有赵德汉 看着赵刚和赵衡兄弟俩这副样子 王立氏站在一旁捂着嘴憋笑 那是想笑又不敢笑 赵重远不听赵衡这话还好 一听赵衡这话 顿时气得不打一出来 嘿 你还给我这诉苦是吧 你老子我哪里亏待你了 来你给我说说 说着 啪的一声 一鞭子又抽在了赵衡的身上 那股强烈的酸爽感 瞬间让赵衡远得直接跳了起来 感受屁股上火辣辣的痛感 赵衡哭喊道 爹 我没说你亏待我啊 然而不说还好 一说赵重手里那鞭子 更是猛地朝他身上抽去 吓得赵衡又一次躲在了赵刚的后面 扯住赵刚就往自己身前顶着 二哥 大哥不在你 你就是长兄 长兄如父啊 我父你大 哎呦 还没等赵刚把话说完 赵重远那一鞭子顿时抽了过来 打得后者直撮牙花子 过了半晌 养心殿外 赵刚和赵衡两人灰溜溜地跪在地上 不远处站着王力士 至于赵重远则早都自己回到了养心殿里面 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王力士 赵刚揉了揉屁股上的被鞭子抽出的肿胀 一脸陪笑着 看着王力士问道 王公公 咱们兄弟俩都跪了半天了 这挨打也挨了 你老倒是好歹给咱兄弟俩一个说法 父皇为何突然发这么大的火气 你说那周家 李家 孙家 陈家的事情 咱兄弟俩不是也没插手吗 是啊 王公公 这就是杀头吧 也就是一个晚大的吧 你说父皇这就是让咱们兄弟俩去死 那也好歹也给个说法吧 赵衡同样善笑着看着王力士 身为赵重远贴身的大太监 王力士跟随赵重远多年 可以说是除了马皇后之外 最为了解赵重远的心思 此刻赵重远已经进了养心殿 赵刚和赵衡兄弟俩 自然就是有些迫不及待的 秦王爷 赵王爷 您就别为难奴婢了 陛下什么心思 奴婢哪知道啊 再说了 奴婢就是一个烟渣之人 也不敢忘喘圣意 万一陛下怪罪起来 奴婢也不好交代啊 王力士一脸陪笑着 看着赵衡和赵刚兄弟俩 听着王力士这话 赵衡和赵刚兄弟俩 也是气得牙痒痒 他们二人自然是看得出来 王力士这是故意不想告诉他们的 赵刚一拍屁股从地上站了起来 随后直接坐在地上 嘿 我今天还就不跪了 吓得赵衡赶紧拉扯赵刚 一个劲地使着眼色 老二 赵刚一把甩开赵衡的手 哼哼唧唧地道 这自古以来杀人还给个理由呢 今天又是打又是罚的 从上午一直跪到了现在 也不给个说法 今天我还就不跪了 要杀要寡 父皇你看着办 我赵刚认了 老二 一听这话 赵衡又是吓得一个机灵 赶紧拉扯赵刚 拉我干什么 你也别跪 跪啥呀 沙头不过一个晚大的吧 反正老大死了 父皇膝下儿子又不缺咱俩 怕啥 老五 我告诉你 你今天也 不怕死事吧 让我瞧瞧 你赵刚胆子到底有多大 还没等赵刚把话说完 赵重远的声音 忽然滋养心里面响起 扑通一声 赵刚直接跪在了地上 一脸谄媚地看着赵重远陪笑道 爹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第六十九章 难道你们还想让我给你们留饭吃 开玩笑 赵重远哼唧一声 抡起手里的龙闻金鞭 比划了一下 吓得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赶紧一哆嗦 不过见此 赵重远倒是没有真的打下去 反而把手里的龙闻金鞭子丢在一旁 坐在赵刚和赵恒兄弟俩中间 看着这一幕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 却老实地坐在了赵重远的身边 看着身旁的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赵重远一脸感慨道 一转眼 你们都这么大了呀 爹老了 赵刚一听这话 立马拍马屁道 爹 您万古春秋 正值鼎盛呢 就是儿子们老子 您都已久 马屁惊 一听这话 赵恒顿时翻了翻白眼 小声地嘀咕道 但很快 脸上就露出一副 惨媚的笑容吹捧道 爹 二哥说的对 您老正值春秋鼎盛吗 老那是不可能的 以您老这身子骨 怎么着也要保玄孙才对 早呢 嘿 老五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 爹只能长命百岁是不 一听这话 赵重远还没说什么 赵刚反倒是上纲上线来的 你 赵恒气得浑身发抖 我那是咒爹吗 你竟给我鸡蛋里面挑骨头是吧 眼看着 赵恒梗着脖子要骂 赵重远赶紧伸手拍了拍二人的肩膀 笑骂道 好了 好了 都是一家人就别玩什么小九九了 今天你们来了也正好 你爹我正好有事情要和你们说说 啥事啊爹 赵刚急忙问道 爹 您有话拍个太监传旨就是了 何必您老等着咱们哥俩上门才说来 赵恒一脸责怪的看着自家的老子 赵重远见此乐呵一笑 却没说啥 拉着二人的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爹啊 这是想明白了 在英雄的皇帝都有老的一天 万一身边有个什么事情 你们这些做儿子的不在身边总是不好 所以啊 我想了想 说到这里 赵重远话音顿了顿 看着赵刚继续道 你呢 是我儿子 虽说不是嫡子吧 但也是叔叔的长子 说完不等赵刚说话 又妄想赵恒 你呢 也是一样 也是我叔叔的第四个儿子 说完又拉着二人的手 一脸感慨地说道 其实啊 在爹的心底 哪有什么输出这迪触的概念 都是我赵重远的种 爹 你有什么话 直接说了 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还说这些煽情的话干什么呢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刚顿时哭得稀里哗啦 赵恒虽然一脸的不屑 但也还是极为配合地摸了摸眼睛 硬生生地挤出两滴眼泪 爹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有什么话 就直说了吧 儿子我一定照办 赵重远一拍大腿 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赵刚和赵恒喊道 老二 老五 爹想把你们调回京城 哈 哈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顿时梦了 一脸吃惊地看着赵重远 这是弄啥嘞 幸福来得有点突然 怎么 你们两个不愿意 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脸上的神色 赵重远邪谋地看了二人一眼 不是爹 我就是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 儿子我一时之间有些受不了啊 说着说着 赵刚又抹起了眼泪 看那一旁的赵恒心底直腻弯 不过还是立马地配合地哭喊道 是啊 爹以前你儿子我多少次想上书给您 求您给你儿子我调回京城 你都始终没同意 现在没有来的 突然这么一说 你儿子我一时之间有些不适应啊 以前他俩那是真的不止一次 想要上书 让赵重远给他们调回来 尤其是自从他们大哥死后 更是如此 但没有一次赵重远是答应的 反而数次下语指呵斥他们 现在突然要调他们回京城 一时之间 他们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 毕竟在外当的逍遥王爷是好 但哪有在京城更加靠近权力的核心 对于他们的运作也更加的方便 赵刚和赵恒的小心思 赵重远心底自然是明白的 见着二者还在这里给他言苦肉戏 赵重远顿时挥了挥手道 那不适应 就算了 我只是这么一说 说完 转身又向着养心殿里面走去 一看这架势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顿时急了 屁颠屁颠地追了上去 一人扯着赵重远的一个胳膊 赵刚谄媚道 爹 儿子自然是愿意的 咱们虽然是君与臣的关系 但说到底也是父子 既然是父子 那儿子自然是想常办父皇膝下的 说完还一揣赵恒几枚弄眼道 是吧 老五 赵恒翻了翻白眼 不过脸上却是露出一副恍然的样子道 是啊爹 作为儿子的 哪有不想留在父皇身边的 您是不知道啊 您那几个孙子 天天嚷着 让我带他们进京来见爷爷呢 但没您的玉址 儿子我也不敢带啊 赵重远文言 抚恤笑道 哎 还是我这几个大孙子好 随即拍了拍二人的肩膀笑道 那行 这件事就这么办 我等下让王立氏下一个玉址 你们兄弟俩 就把一家老小都带到京城来 你们二人也没事 多带带我那几个孙子进宫 见见我这个爷爷 得嘞爹 我这就回去 命人收拾戏软 一听赵重远这话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顿时拍着胸脯保证道 赵重远同样咧嘴一笑 挥了挥手道 行了 那就这么办 你们先回去 改日就带人进京 啊 爹 您找我们就这事啊 看着赵重远如此爽开的样子 并且立马一副就要赶人的架势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顿时有些懵了 赵重远邪谋的看着二人 怎么 难道你们 还想让我给你们留饭吃 啊 不不不 不敢不敢 一听这话 赵刚连忙摆手道 眼看着赵重远 向着养心殿里面走去 赵刚扎巴着嘴 踹了一旁 依旧还在一副谄媚的赵恒 阴沉着脸道 老二 我怎么感觉 咱们被爹算计了呢 算计 听着赵刚这话 赵恒一脸的懵 但很快 也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第七十章 抄家 有啥不对劲的啊 回京城 不是更好吗 赵恒思索了半天 依旧有些猛的看着赵刚 摆着手指数道 你说 咱们以往给爹地折子 爹哪次这么快地答应了 哪次不是在折子里面 训斥咱们 要老实做好 做一个藩王的本分 要治理好封地的百姓 为百姓谋福利啥的 可现在呢 咱什么都没说 爹自己就要 咱们回来了 你说这是为什么 爹这是 想咱们了呗 赵恒下意识地说道 赵刚翻了翻白眼 想你 还是想我 你也不想想 你那撒瓜俩早的 值得咱爹惦记吗 嗯 你这么说也是 听着赵刚这话 赵恒的眉头 也彻底地皱了下来 望着远处 依旧守卫森严的养心殿 再想着这几日 赵重远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直接派人灭了周 李 陈 孙四家 就是他们 这两个儿子 都派人暗戳戳地警告 一时之间 也似乎明白了许多 望着赵刚道 老二 咱们这一次 彻底地被跌完了 你什么意思 赵刚眯着眼看着赵恒 虽然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具体不对劲在哪 他心底也没底 就是感觉赵重远很反常 赵恒脸色阴沉道 爹 这是觉得 咱俩在青州和益州碍事 故意给咱们演这一出 等咱们回了京 那些依附在咱们门下的势力 自然也就没了依仗 尤其是爹 现在还弄了周家 李家 孙家和陈家 这四大家族 到时候 那帮依附在咱们门下的世家大族们 还不认由爹想 怎么收拾 就怎么收拾 四 赵刚倒吸一口凉气 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出呢 想到这里 赵刚心底又是一颈 急忙看向赵恒 老儿 你的意思是 咱们这些年在青州和益州 积累下来的势力 岂不是要 说着 赵刚有些后怕的 在脖子那里 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呼 赵恒长吐一口气 嘴角咧了一下 以一种看着二傻子的眼神 看着赵刚 随后大步向着皇宫外面走去 眼下赵重远竟然说了 让他们回来 要是不回来 那就是抗脂 那是掉脑袋的事情 从这一次 赵重远收拾赵家 李家 孙家 陈家调动的人手 都是从京城里面抽取 而不是 让他们两个藩王出手 已经能看出来不少的东西了 若是此刻 他们在抗脂 没准他们这个藩王 也就到头了 眼下抗脂 是不可能抗脂的了 唯一能做的 只能是让那些衣服 在他们门下的势力 先夹紧尾巴做人 这才是他们要做的 看着赵恒离去 赵刚眼底 也是泛起一丝冷色 到了这一刻 他就是再傻都明白了 不过不得不说 高还是自家老子高 先是一出苦情戏 让他们上当 然后又给他们抛出一个 不能拒绝的诱惑 让他们乖乖回京 结果到了最后 不过就是嫌他们 在青州和益州爱事而已 好一处掉虎离山界 可问题是 现在抛出来的这个骨头 他们不吃也得吃 吃不下也得吃 不然 他老子可不会 对他们手下留情 想到这里 赵刚也只能向着 皇宫外面走去 而就在二人走后 赵重远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了 养心殿的大门口 看着二人的背影 眼底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陛下 陛下 统计结果出来了 就在赵重远 刚刚躺在龙榻上 没多久 王立氏急急忙忙地 跑了过来 多少 一听王立氏这话 赵重远立马 从龙榻上坐了起来 眼神有些急切地 看着王立氏 王立氏恭敬地回道 回陛下 这一次 咱们从燕王殿下 那边带来的东西 售卖的总利润 是两百二十万两 其实 按照原本的价格 也没有这么多 但后来 看着抢的人太多 在赵重远的售一下 王立氏也就顺水推舟地 把价格往上提了提 这一提 利润自然而然的 也就涨了那么一丢丢 好 好 好 王立氏一连说了三个好 眼下国库空虚 有这两百万两银子 可谓是彻底地 给国库回了一波血 不过赵重远 一想到这些东西 能这么快就卖完 心底还是气得有些牙痒痒 这帮王公贵胄 一个个天天喊着 没钱 可到他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倒是舍得呢 还有呢 听完王立氏的汇报 赵重远再次看向王立氏 开口问道 看着赵重远的眼神 王立氏自然是明白 赶紧恭敬地回道 陛下 这次抄了 周 陈 孙四家 总共抄出来的银子合计 一千两百七十八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两银子 这还是除去那些古玩字画 要是加上古玩字画的话 约莫两千万两银子 多多多多少 一听这话 赵重远都愣住了 两千万两银子 大钱一年的税付才多少 陛下 确实是大概两千万两银子 王立氏一脸苦笑道 他一开始也有些不相信 可后面当看到户部的主事 亲自把账本拿上来的时候 也才彻底地相信 说着 把从怀中取出一个账本 恭恭敬敬敬地递给了赵重远 略微一翻开之后 赵重远顿时气得不打一处来 妈了八子 都是一帮蛀虫 周 四 陈 李四家 在大钱立根多年 不管是在大钱 还是南辰那边 都有爪牙 陈家的岁月 更是早在大钱之前 可谓是树大根深 要不是借着这一次 赵定弄死温良 致使袁甲对温子恒出手 从而造成南辰内乱 他也不会找到机会 将这四家连根拔除 眼下去一转眼 超出了几乎大钱一年税收的银子 这一点 着实是让他赵重远没想到 将这些银子封存在国库内 谁都不能动 马上就要到雨季了 不知道又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想到这里 赵重远又是一探 洪水年年泛滥 几乎每到雨季 就有大坝要决堤 之前他还愁着 今年镇压灾的银子拿来 现在 他可总算是不愁了 不过却又很快 抬头看向王历世道 百嫁昆宁公 朕又有事要找皇后商议 第七十一章废除 哟哟哟 多大的喜事啊 给你乐得合不拢嘴的 还没进昆宁宫的大门 马皇后便已经带着人迎了上来 赵重远咧嘴一笑 也不顾着马皇后身边的那些侍女 走上前 拉着马皇后 向着礼物走去 见着没人跟进来之后 这才笑眯眯的看着马皇后 挑了挑眉道 妹子 你猜这次 咱抄了那孙家 李家 周家 陈家 这四家 咱一共抄出来了多少银子 赵重远一脸献宝的看着马皇后 这一次 他趁着南辰内乱 派人去青州和益州抄家的事情 马皇后自然是知晓的 看着赵重远脸上的喜色 马皇后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却也跟着笑了起来 毕竟 自从他和赵重远的大儿子 一闻太子去世之后 他似乎也好久没看到 赵重远脸上露出这种笑容了 给赵重远 亲自沏了一杯茶 随后 马皇后像是一个寻常百姓家里夫妻一般 坐在赵重远的对面 看着赵重远把他沏的茶一饮而尽之后 又细心地倒上一杯之后 这才问到 多少 赵重远伸出两根手指 二百五两银子 马皇后下意识地问道 往大了猜 赵重远挑了挑没道 往大了猜 马皇后文言一愣 玄机脸上的神色就彻底地变了 师声道 两千 还没等马皇后说完 赵重远就一把捂住了马皇后的嘴 虚声道 小声点 让人听了去 那帮老东西又要找我要银子了 听着赵重远这话 马皇后又是一愣 一脸见鬼地看着赵重远 真的这么多 两千万两什么概念 那是接近于大钱一年的付税 大钱一年的付税 也就差不多在两千三百万两 到两千五百万两之间 倒不是大钱收不上来税收 而是大钱立国近两百年 击毙承重 再加上前朝励志腐败 先帝不作为 一心炼丹长生 对于朝政放任不管 如此累积之下 就是自赵重远登基以来 就一心改革励志 但却也收效甚微 朝廷内外勾结 再加上敌国虎视眈眈 一直无处施展 也正是如此 大钱每年能收上来的税收 一直都是周遭列国最低 也就是 借着这一次 赵定弄死了温良 致使南辰内乱 这才让赵重远找到机会 赵重远又喝了一口茶 哼哼唧唧道 光抄家抄上来的银子 就一千两百七十八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两 若是再加上那些古董自画 田器 店铺 以及那四家暗中掌握的各种黑矿 加起来 差不多就是两千万两 这四家怎么能单凭一家之力 积累下这么多的钱财 饶氏听着赵重远说出这个数字 马皇后一时之间 依旧有种如梦似幻般的感觉 这不是多 而是太多 他马如荫也是出身大族 自幼也跟着自己的母亲 打点过一些家业 但一个家族 不管如何经营一年的进账 始终都在那个数值 在网上 已经不是可以靠着常规手段 能够赚来的银子了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冷哼一声道 这周家 孙家 陈家 李家 都是太祖立国前 便立在我大前的世家大族 恩系庞大 势力错综复杂 这些年 利用我大前和南臣北梁交恶 不知道发了多少国难财 如此今年累月之下 积累的钱财 自然和你马家区别大了 说到这里 赵重远又摇了摇头 看向马皇后道 先不说这个 我和你说个事 你感觉怎么样 什么事 见赵重远 并未在这件事上过多地纠结 马皇后索性也不问 身为一个父道人家 什么事情该问 什么事情不该问 他心底还是清楚的 我想把老九给召回来 赵重远思索了半赏 望向马皇后问道 什么 此话一出 马皇后顿时一惊 召回藩王这事 可不是小事 尤其是赵定 还是早已就翻的藩王 更为重要的是 大前如今储君等于已经立下 眼下召回藩王 可不就等于是 变相地向着朝臣说 大前储君不稳吗 这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一旦传出去 那帮俘虏估摸着 又要投转宫门了 看着马皇后脸上的神色 赵重远没有丝毫的意外 沉着脸道 我已经让老二和老五回来了 随后不等马皇后说话 又继续说道 有他们两个在青州和益州 我办事不方便 把他们两个召回来 也方便 我派人处理青州和益州的 那些世家大族残存的势力 那你把老九现在召回来这事 马皇后下意识地问道 说富裕 谁能比得过赵定治理下的幽州 虽说他没去过 但这些天赵重远 在他面前的那些吹嘘 以及这些天王力士 按照赵重远的吩咐在宫外倒雇的那些东西 赚钱的利润 却也能感觉出来不少东西 赵定倒雇出来的那些东西 赚银子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似乎猜到马皇后想说什么了 赵重远立马地摇头道 那自然不可能 随后又继续说道 老九这小子 鬼心思虽然多了一点 也混蛋了一点 但对待百姓还是不错的 比老二和老五强 而且这些年 幽州在他的治理下 所发生的改变 我也看在眼里 我这个做爹的 自然是做不出抢自己儿子东西的事情 虽说他那个小王八蛋 也没把我这个老子放在心上 说到这里 赵重远又狠狠地瞪了幽州方向一眼 看着赵重远那一脸受气的模样 马皇后也是无嘴一笑 这些天赵重远在幽州发生的那些事情 他基本上都知道了 尤其是赵定倒雇出来的那个留声机 更是让他大开眼界 世间居然还能有如此神气 倒是真的没让他想到 不过听着赵重远 马皇后的脸色 却也渐渐地冷峻了下来 陈生问道 所以你是想 嗯 没等马皇后说完 赵重远便点了点头 有些无奈道 青山这孩子 虽说是老大的嫡子 但他的性格 终究不是当一搏储君的料 强行浮上去 到了最后 也会落得一个国破城王的下场 不如让他当个闲散王爷 大富大贵地过完一生 如此也算是我们对老大的一丝弥补 唉 听着赵重远这话 马皇后又是一叹 第72章 你为我在这酒里和菜里面放了些药 那你是药 过了半场 马皇后欲言又止地看向赵重远 一旦皇帝下了这个心思 那皇储距离被废就没有多远了 而纵观历朝历代 被废的皇储都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这一点赵重远自己心底也明白 可是他先是这大前的皇帝 大前数千万百姓的君父 后面才是赵青瞻的爷爷 在国宇家面前 他只能选择国 要怪也只能怪他 赵重远自己当初为了求稳 为了稳固朝局而害了赵青瞻 不急 赵重远摇了摇头 一处的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说得清楚的 就算我有心想让老九计我的位置 但朝臣也很难心服 我的那些儿子也很难心服 此事要慢慢来 思索了两久之后 赵重远才说道 说到底 老九终究不是嫡子 他母亲也死得太早了 背后的家族也没有什么势力 想立他为储君 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说到这里 赵重远又突然一笑 随即狠狠地道 而且这小子也要好好敲打敲打 一想到 当初赵定知道他要去幽州时 居然当着他的面 招呼着幽州百姓往墙上呼泥巴 赵重远又是气得牙痒痒 自古以来 哪有皇子不想当皇帝的 可赵定倒好 居然当着他们的面 开始糊弄他 他赵重远是那么好糊弄的 行吧 你是皇帝 你自己拿主意 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马皇后深吸一口气 望着赵重远说道 到了这一刻 他也看得出来 赵重远这一次来 不仅仅是为了给他说抄家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事情 估摸着 也是想试探 试探他的心思 毕竟他才是赵清瞻的皇祖母 而赵清瞻也是他唯一的孙子 不过从一国之母的身份上来说 他也确实觉得赵清瞻并不是当皇帝的料 太过顽劣了 也不知民间的疾苦 强行扶上去也只能害了赵清瞻而已 如此一来 也只能希望日后若是真的赵定登基 能够看在他马如荫这个养母的面子上 善待赵清瞻吧 哎呦喂 好了好了 我就是有个想法 看你哀声叹气的样子 不怕实话和你说 就算咱们想 你那老九还不一定愿意呢 看着马皇后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赵重远翻了翻白眼 嗯 听着赵重远这话 马皇后又是一愣 你什么意思 当下赵重远简单的 把当初赵定氏如何糊弄他的事情 和马皇后说了一遍 嗯 老九真的这么干了 马皇后一脸的懵 赵重远哼了一声 不只是干了 而且还当着我面干 你知不知道 那牙医骂人的话有多狠 直接骂我狗皇帝 说到这里 赵重远气得又喝了一口茶 要不是我气两口 不想和他一般见识 就冲着这句话 我都能灭他酒足 赵重远哼哼唧唧的说道 听得马皇后也是一脸苦笑 笑道 老九这孩子也是 当初我给他写信 本意是让他哄哄你 让你给他换个好点的封地 没成想 他居然 说到这里 马皇后又是无奈苦笑一声 哼 他哄我 赵重远气得吹胡子瞪眼 他那封地见的 可比我这京城好多了 与此同时 应天 秦王府内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相对做 老五 你说老爷子这次又是抄了周家 李家 孙家 陈家 又是把咱哥俩从封地里面调回京城 你说 老爷子心底到底是揣着什么心思 是真的觉得 我俩留在青州和益州 爱手爱脚呢 还是打算 把咱俩这些年积蓄的势力 给彻底的废了 赵刚摸着下巴 一脸疑惑的看向赵恒 赵恒翻了翻白眼 你问我呀 随即又喝了一声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要是知道 我还和你一样在这里坐着 说着 赵恒又喝了一口桌上的酒水 张嘴又吐了出去 一脸嫌弃道 什么玩意 难喝得要命 没那穷江玉露一半好喝 然而赵刚却懒得搭理他 继续摸着下巴道 你说 老爷子这一次抄了孙家 李家 周家 陈家这四大家族的底 其因就是 老九在幽州弄死了那南臣弃国公温子恒的儿子温良 老九立了这么大的功 你说 老爷子会不会想把老九召回来 立为皇储 毕竟青瞻那小子 就不是当皇帝的料 这一点 你明白 我也明白 满朝文武心底都知道 老爷子心底更是清楚 赵刚一字一句的说道 赵恒一听这话顿时笑了 给老九立为皇储 老二你是喝了多少酒了 但凡你要是吃一粒花生米 你都不会醉成这样 你也不想想 老九他娘是什么人 就是当初咱家老爷子醉酒之后 灵性的一个宫女 还在生老九的时候 难产死了 现在老九的后面 也就一个当校尉的舅舅 算个屁大的官啊 老爷子只要脑子没犯糊涂 就不可能立老九为皇储 毕竟立他谁服气 你服气 还是我服气 亦或是满朝文武 敢投靠一个没背景 没势力 还木讷得要命 扒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皇子 赵恒一脸不屑的道 可我听说 老爷子 这次从幽州回来 请了魏国公进宫赴宴 而且 皇后娘娘 也有把魏国公的嫡女徐若云 许配给老九当王妃的心思 这你怎么不说 赵刚同样翻了翻白眼 一脸不服气地看着赵恒 赵恒喝了一声笑道 结果嘞 你看到老爷子下旨了 徐大将军 真的把女儿嫁给老九了 徐大将军都没嫁女 你想什么呢 说到这里 赵恒捏起桌上的花生米 嚼了一口 赵刚摸了摸下巴 陈寅道 嗯 你这么说也是 赵恒站起身 拍了拍赵刚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笑道 所以啊 你就放心好了 这皇位到最后 这又在你和我之间决定出来 至于别人想都别想 所以现在最该求着的人是我 求我以后会放过你 说到这里 赵恒又是咧嘴笑了一声 但很快 赵恒却是一愣 看着到现在一口菜 一口酒都没动的赵刚 你怎么不吃 赵刚文言 同样抬起头笑呵呵地看着赵恒 随即一脸得意道 因为我在这酒里和菜里面放了歇药 我日你祖宗 赵恒文言脸色瞬间大变 也就在此时 肚子忽然一阵天翻地覆 捂着肚子哭喊着冲向外面 凄厉地大喊道 宫筒 宫筒 快给王爷我拿宫筒过来 第七十三章 神药 毒药 京城发生什么事情 他赵定并不知道 但他赵定知道的是 他最近咸出鸟了 本以为借此能狠狠地宰南辰一笔 结果却没想到南辰自己内乱了 还愣地派了十几万的大军 驻扎在庆城 搞得怕他赵定会趁机打上门一样 他赵定是那种人吗 好吧 是 不过可惜 这次南辰派来的是他的老对手 对他的套路摸得一清二楚 不管他如何派兵试探 都始终归缩在城内不出 搞得他到现在找不到机会 哎 苦啊 当王爷真的苦啊 赵定懒散躺在燕王府的亭子下面 在藤椅上 懒散地翻了一个身 又继续睡去 身旁绿桃捏着白皙软嫩的小手 细心地给他捏着腿 感受着绿桃的小手 赵定忍不住又感慨一声 哎 当王爷的生活 就是这般舒服的朴实乌华 王爷弄出来了 弄出来了 然而还没等赵定躺多久 张三就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 什么弄出来了 赵定狐疑地看了一眼狐三 最近有他八个赵折助力一般 送来了一大波流明 再加上和温良那一战 俘虏了不少男臣的士兵 让他搞的东西有点多 什么水泥场 砖瓦场 都已经上马动工了 而且每一项进程都是极快 搞得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张三说的是啥 就是那个用发霉的 张三比划着 发霉的 赵定一愣 一脸诧异地看着张三 张三一脸无奈道 就是王爷 你让我们用那些发霉的食物 上面的那些霉斑 然后用大米磨成的汁水 加上山芋 煮成的汁水混合 然后让咱们把那些霉斑 放在里面培养 后面又让咱们 卧槽 真的假的 一听这话 赵定顿时惊了 一屁股从藤椅上站起 一把抓住张三 走走走 带王爷我过去 发财了呀 发财了 张三一脸狐疑 但一想到那玩意的效果 张三还是极为重肯地点了点头 以那玩意的作用 真的能发财 也说不定 后称 工厂种地 某件仓库 一群人戴着简易的口罩 几个大缸里面 盛放着不知名的液体 在这些液体的旁边 随处可见 罗筐里面都是一些腐烂变质 长着绿色霉菌的各种水果 以及早已搜了不知道多久的食物 赵定掏出一块口罩 戴在嘴上 随后跟着张三 向着库房里面走去 不得不说 这味道是真的酸爽 不过好在刚来幽州那几年 他赵定什么苦都吃过了 也不在乎这点味道 王爷 看着张三 领着赵定走来 把守库房的士兵顿时攻身喊道 开门 没等赵定说完 张三便上前喊道 随着库房的大门被打开 一股更为浓郁的刺鼻味道 顿时扑鼻而来 库房里面的人都紧张地工作着 每个人都有一张工作台 上面摆放着各种的瓶瓶罐罐 像极了前世的那些实验室 诚然当初赵定布置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确实是参照实验室来的 当然简陋了亿万倍 王爷 王爷好 见到张三领着赵定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 望着赵定问好 赵定简单地点了点头 随即望向为首的一名老者 有些紧张地问道 张大夫 那青霉素提取出来了 没错 赵定让人弄的东西 正是青霉素 这玩意在某种意义上 可是号称神药 尤其是在这个医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 要是真的弄出来了 简直就是相当于他 赵定平白多了一座金山 毕竟这年头 各国之间的小摩擦可不少 对于这种东西的需求 可想而知 被称为张大夫的老者 听着赵定这话 顿时咧嘴一笑道 王爷这青霉素 自然是弄出来了 不然小的我也不敢让张管家去禀报你 在哪呢 赵定有些迫不及待的 在房间里面寻找 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那个谁 你去弄一只病机来 让我试试 咱们得这个青霉素效果如何 听着赵定这话 那张大夫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王爷 你上次让人送过来的那些病机 病压都死了呀 啊死了 赵定一愣 你们不是把青霉素给我搞出来了吗 那些鸡压怎么会死 谁弄出来啊 张大夫同样一脸不解的看着赵定 随即又一脸得意的道 王爷 不得不说 你让咱们弄出来的这玩意 搭搭好使 喂一个死一个 就是这几天 让人去咱们幽州的地牢里面 抓了几个死球 给喂下去 简直是比那披霜还好使 不到一时三刻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赵定 嗯 张大夫 嗯 看着张大夫脸上那一脸不解的神色 赵定顿时痛苦地闭上了毛子 一脸无奈地喊道 老子让你们提取这青霉素 是来救人的 你他娘的给老子杀人 还嘎嘎嘎好使 我 一时之间 赵定都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张大夫同样一脸无辜地看着赵定 王爷 您不是让咱们研制毒药吗 咱就是按照您说的做的 提取出来的那些玩意也真的好啊 比什么贺顶红 屁双 好多了呀 就在张大夫说话的时间 赵定不由地向着房间里面望去 当看到工人正一箩筐 一箩筐地往外搬着死鸡死鸭的时候 赵定更是一脸的无语 这么的救命的毒药 让这帮撇犊子 给弄成杀人的绝命毒药啊 阿弥陀佛 赵定心底默念了一声 看着赵定脸上的神色 张大夫依旧一脸激动地道 王爷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和实验 我终于掌握了足够的剂量 就这一小杯 就足以放翻一个成年人 而且见效极快 也绝不存在丝毫浪费的可能 就是银针都验不出来 以后咱们要是看谁不爽 给他来上一杯 我保证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一边说着 张大夫一边还一脸激动地 从身后的工作台上 拿出一小杯透明的液体 在赵定的面前晃来晃去 呵呵呵 赵定一脸的无语 此刻他已经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75章 来自京城的信 看着张大夫那一脸呲牙咧嘴 像他讨功劳的模样 赵定气得甘疼 但又没办法 只能张嘴骂到 滚滚滚 骂得了个八子 老子让你们研究救命的东西 你们倒好 给我研究下 怎么杀人了是吧 好好的青霉素 让你们搞成了剧毒 你们怎么还有脸在我面前得死的呢 赵定一脸的无语 张大夫也是一脸的萌 眯着眼看着赵定 王爷 您当初让咱们干的时候 不就是让咱们研制杀人的毒药吗 不然你让咱们从那些馊饭馊菜里面 提取出那些发霉的东西干嘛 那些玩意 就是狗他都不吃啊 嗯 有道理 张三在一旁竖着大拇指 赵定 滚 诶 听着赵定的贺骂 张大夫赶紧闪躲向一边 但脸上依旧带着委屈 看着赵定也是一脸的无语 只能白手道 行了 行了 赶紧出去吧 指望你们是没用啊 我自己来 啊 听着赵定这话 张大夫和张三两人又是一正 不过却听着赵定吩咐道 对了 给我弄几只病鸭和病鸡来 王爷我有用 张三和张大夫一脸的为难 自家王爷乃水平 理论指导还行 一旦识操 那是真的惨不忍躲 但看着赵定已经穿起大褂 戴上手套 二人也只能一脸为难的答应道 是 王爷 什么意思 瞧不起王爷我 看着张三和张大夫 脸上一脸为难的神色 赵定却有些不干了 呵呵呵 张三善善一笑 裴笑道 哪能啊 王爷您英明神武 光照九州万方 这世上还有 王爷您弄不成的事情吗 对对 只要王爷您出手 那指定能弄好 张大夫也在一旁连连点头道 听着二人的马屁 赵定喝了一声 嘿 你特娘的说话真好听 以后要是会说话呢 麻烦就多说点 张三 张大夫 说完 不等他们二人继续说话 赵定便挥手 吩咐道 去吧 把病机病压送过来 然后把门带上 得嘞 张大夫和张三二人 答应一声 玄机向着库房外面走去 没过多久 几箩筐的病机病压 便被送了过来 看着这些病机病压 赵定咧嘴一笑 等着王爷我来救你们 呵呵呵 张大夫和张三二人 一脸的干笑 王爷您是忘记了 被您自己亲手 堵死的那车的鸡鸭呀 就这些病机病压 他们当初都吃了好久才吃完 也得亏当初 幽州那时穷 否则打死他们都不吃 然而 赵定却管不到这些 卢起袖子干了起来 虽说他没研究过 具体怎么提炼青霉素 以及具体的救人伎俩 但没吃过猪肉 还是见过猪跑的 既然伎俩大了 那指定要死 那就一点点小伎俩的来 就如此 半天之后 后城库房 一间被收拾出来的桌子前 张三和张大夫二人 蹲在凳子上 两人手里都抱着一只鸡 和一只鸭在啃 一边啃 张三一边忍不住的赞叹道 哎 王爷 你还别说 这鸡真的好吃 还有这鸭 烤得贼带劲了 一咬嘎崩萃 皮下面都是油 老好吃了 张大夫附和道 就是就是 这自然这芝麻一洒 再配上王爷 你提炼出来的那些金盐 滋味老好了 比那天香楼的厨子 弄得都好吃 二人吃的 那是满嘴的油光 而不远处 赵定却看着那些鸡呀 心底一个劲的默念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王爷 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三口一只鸡 张三拎起一只烤鸡 凑到赵定的面前 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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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小鸡 瞬间被张三啃了一个干净 看着赵定一脸的无语 好吃 你就多吃点 一挥手 大门顿时被人从外门推开 一个个模样 还算是秀丽的侍女 端着一盘盘菜肴走了上来 看着这些摆盘精美的鸡鸭 一瞬间 张三和张大夫二人眼睛顿时放光了 但却又感觉好像 有些不对劲 好端端的俄自家王爷 请自己吃这么丰盛干啥 还都是鸡鸭 张三一脸狐疑的看着赵定 王爷 您不会把那些鸡鸭都给 说到这里 张三有些说不下去了 但即便没说下去 那意思也很明显了 赵定喝了一声 抬手拍了张三的脑袋下 啊 你家王爷 是你说的那么不堪吗 王爷我就是心情好 特地请你吃大餐 说着 赵定又邪谋的看着二人一眼 你们要是不吃 那我可就给别人吃了 吃呀 哪能不吃呢 张三一把抢过赵定手里 要端走的盘子 和张大夫二人 又开始了胡吃海喝 一边吃 一边还喝着小酒 好不自在 就在此时 啪的一声 大门突然从外面 被人一脚踹开 牛不斗一脸激动地站在门外 王爷 你要的心机 心鸭 我给你找来了 可爱 听着牛不斗这话 赵定止不住地干渴 心机 心鸭 张三和张大夫二人文言一正 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 但很快 毛子却陡然瞪圆 一脸错愕地看着赵定 王爷你 哦哦 哦哦 赵定捂着脸 有些不忍直视地看着二者 牛不斗 却是一脸的懵逼 这是咋的了 过了半晌 赵定才清了清嗓子 看着好半天才恢复过来的张三 和张大夫二人道 怕啥呀 瞧你一个个嫌弃的样 忘记咱们之前饿得在北梁挖丘饮吃的模样了 有鸡鸭吃 你俩还嫌弃上了 王爷 现在的日子和以前不是不一样了吗 张三苦着脸看着赵定 怕啥 又吃不死 赵定翻了翻白眼 抓起桌上二人吃剩的鸡鸭 伸手扔到了嘴里 最苦的时候 什么没吃过 不就是几只病鸡病鸭 再说了能毒死病鸡病鸭的剂量 也毒不死人 看着赵定自己都吃了 张三和张大夫二人善善一笑 赶紧老实地坐在了椅子上 一顿酒足饭饱之后 胡三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边跑边喊道 王爷有您的信 第七十六章实在不行 要不真的烦了吧 我的信 听着胡三的话 赵定微微一愣 目光不由的胡一的 看了胡三一眼 这时候怎么会有信寄过来 难不成是萧玉奴那小妮子 赵定胡一的看着手里的信 按理说想 萧玉奴回去了这么久 也应该抵达北梁的都城了 一边想着 赵定一边拆开信封里面的信件 但看着看着 脸色就阴沉了起来 到了最后 更是险些破口大骂 王爷 您这是咋了 胡三吓了一跳 急忙问道 赵定却懒得搭理他 阴沉着脸 又把手里的信再次翻开 看了一眼 确认自己眼睛没有话 随后就气得破口大骂起来 我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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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的 李龙 康老子是吧 老子特么的 前脚借了你五十万两 你后脚就给我卖了 还说什么 皇帝龙颜大约 对于那穷江玉露很满意 我满意你的大爷 赵定气得甘疼 跟随着赵定多年的胡三 看着赵定难得的失态 气得破口大骂 眼珠子一转就想开溜 避免待会自己王爷 把气撒在自己的头上 但还没等胡三走多远 就被赵定一把拽住了 赵定恶狠狠地看着胡三 通知下去 让所有的兄弟 放下手头的事情 从今天开始 幽州附近方圆百里之内 那些放牧的牧民 不允许在放牧 全部把牛羊关在圈里面 所有的草料钱 一律从燕王府出 另外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一定要第一时间禀报 绝不能让任何陌生的人 混进幽州城 另外 从今天开始 任何人看到朝廷的车队 要第一时间通知王爷我 听着赵定这一连串的命令 胡三有些梦了 一脸疑惑地看着赵定 王爷 您这是咋了 但下一刻 脸色却悚然一变 王爷 你的意思是 朝廷的人要来咱们幽州了 跪在地上 一把抱住赵定的腿 王爷 您可不能离开幽州城啊 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听着胡三这一嗓子 张三和张大夫 牛不斗几人也惊了 顿时一个个哭喊地 抱着赵定的大腿 王爷 您不能走啊 咱们幽州可就指望着您啊 万一您走了 上都给咱们派下来一个贪官 您让我们幽州这一帮老小 怎么活啊 听着几人的豪丧 赵定顿时一脑壳的痛 踹了几人一脚 行了 行了 别豪丧了 你王爷还没死了 王爷 我们这是舍不得您啊 听着赵定这话 一下子 胡三几人顿时哭得更伤心了 牛不斗神色一尘 望了一眼左右 见眼下除了他们几个赵定的心腹之外 周围再也没有别人 牛不斗神色一尘道 王爷 您看要不这样 咱进幽州的路上派一点咱们的兄弟 见到朝廷的人 来一个 咱就杀一个 卧槽 一瞬间 赵定愣住了 拍了拍牛不斗的肩膀 你特娘的 是个人才啊 牛不斗咧嘴一笑 刚准备致谢 却见赵定的脸色骤然一沉 弄死了一个 再来一个杂整 那就全崭了 牛不斗心一横 咬牙切齿的说道 呵呵呵 赵定喝了一声 笑眯眯的看着牛不斗 那你看要不这样 王爷 我把幽州的军队 全部交给你指挥 还有前两天 我老子交给我的天甲军和落水军 也全部交给你指挥 然后呢 王爷 我再让人给你缝一件龙袍 然后我再让我手底下的那些官员 给你来一套龙袍加身 王爷再给你打副手 让你当这个幽州王 到时候 直接举大旗起兵 杀相应天 你看怎么样 那好啊 王爷 听着赵定这话 牛不斗差点嘴角直接咧到了耳根子 但很快 神色又是一领 神色严肃的摇了摇头道 不 王爷 我牛不斗生是你得人 死是你得魂 誓死都是王爷 你手底下的兵 只有我牛不斗是王爷您的副手 嗯 不错 不过王爷我还是决定让你为大哥 以后幽州的权利都交给你 赵定扎巴着嘴 一脸严肃的看着牛不斗 王爷 这不好吧 牛不斗一点的推脱 没事 你当就好 赵定冲着牛不斗眨了眨眼 牛不斗憨笑了一笑 既然王爷都这样说了 那小的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但很快牛不斗却又皱眉到 王爷 你说 咱们这起兵要是失败了咋办 那天甲军和落水军虽然受咱们节制 但那些将领也不一定听咱们得啊 赵定呵呵一笑道 失败了就叫你死求牛某 呵呵呵呵呵呵 牛不斗顿时善善一笑 不敢说话了 滚 赵定没好气的瞪了牛不斗一眼 赶紧给老子滚远点 老子懒得搭理你 呵呵呵 牛不斗一阵善笑 赶紧带着张三几人向着这个院子外面跑去 见几人离去之后 赵定这才骂骂咧咧地坐在地上 妈的自从孙兵没了之后 之前收买的那帮京城官员 一个个也都给老子装死了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提起说一声 赵定坐在地上皱着眉头 心底琢磨着该去京城和自己老子交代 虽说他老子赵重远 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仁义的君主 可问题是他欺瞒了他老子那么多年 去了京城 还不要被他老子把他的皮扒了 欺君啊 那是大罪啊 要不就按照牛不斗说的干 老子直接造反 自立为王 然后直接掉头去北梁 想了想 赵定还是决定算了 您做阶下球 不做叛国贼 但看着手里的信件 赵定却是气得不打一出来 揉成了一团 一脚踢了出去 骂了个八子的 斗李龙 下次别让本王爷碰见你 要是让本王爷碰见你 老子非把你头拧下来当球踢 要是不这么干 老子就不叫赵定 操 因为李龙的一封信 这些天 赵定真是连睡觉的兴致都没有了 就连绿桃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捏在他身上 他都提不起兴趣 满脑子都是 去了京城 该怎么应付他老子 实在不行 又不真的烦了吧 赵定心底暗自琢磨着 以他现在的实力 貌似造反问题也不大 第76章 钦差来了 但想了想 赵定还是决定算了 不说自己养母马皇后 对待自己不薄 就是他老子赵重远对待他也不错 当初明知道孙兵 被他贿赂了之后 也仅仅只是在玉址里面说了一个 鸽子不错 以此来敲打他一下而已 倒也真的没有真的像他前世 看的那些变态皇帝一样 动不动就杀自己儿子 给儿子赐下毒药之类的 当然 此地我赵定说的 绝不是李二 所以这造反大可不必 大不了等朝廷的人来了 进京先探探路 有啥情况再说 不过还是要找牛不斗准备一下 这才是真的 毕竟之后做两手准备 这才是最稳的 时光荏荏 转眼之间 半个月的时间 巧然而是 本来赵定 指望着南辰这个时候 能给他闹出点幺蛾子 让他上演一出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戏码 届时赖在幽州里面 但可惜 南辰皇帝元甲 和温子恒打得火热 一时之间 居然让他赵定找不到借口 不得不说 温子恒到底是在南辰地位 丝毫不下于 大前卫国公徐天德的人 在军中倒是真的有些死忠 甚至还和南辰背后的 大于朝廷 有几分暧昧 如此之下 南辰皇帝 元甲一时之间 更是不知道该是奈何不得温子恒 而且 大于皇室似乎也有意 借着温子恒和元甲的内斗 来消磨南辰的势力 以此让南辰 更加无法摆脱大于的掌控 只能依附于大前之下 对于此 赵定只想说 甘迪漂亮 南辰国力衰弱 对于他大前来说 自然也是好的 他赵定也巴不得南辰衰弱下去 这样 他幽州也能安全一点 但唯一可惜的就是 这一次 南辰派来的守将 是他的老对手了 不管他赵定怎么勾引 都始终坚守城内 绝不多出动一兵一卒 如此一来 无形之间 让赵定少了一次 趁着南辰病 要南辰命的机会 可惜 就在赵定听着手下人汇报之时 幽州城外 一个朝廷的车队 已经出现在大道前 一众传指的太监 看着这一幕 都有些懵 尤其是看着那块幽州 欢迎你得牌子 以及牌子后面 那荒郊野岭中 那足足能够容下 三架马车并排行驶的 宽阔轻石大道 更是让他们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说说幽州很穷吗 不是幽州市三战之地吗 不是说 幽州的老百姓 都穷得树皮 都没得吃了吗 怎么这路修得 比他们进城的官道还气派 一众太监并没有注意 两侧山间 不少黑影探头 又潜伏了下去 城内 赵定已经得到了消息 妈的 终于来了 牛不斗 张三 带上人 还有那些提前安排好的 去城外迎接 匆忙穿上一件破烂的王袍 赵定急急忙忙的 向着城门外门赶去 负责船令的太监 高有钱此刻 看着远处那幽州城的高大城墙 此刻都震惊了 这尼玛土城 你夯实这么高干啥 正猛逼之间 就见到前方 一个二十四五的青年 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王袍 身后跟着一群药饭滑子 从城门里面走了出来 一见到高有钱 立马就哭了起来 王公公啊 你可总算是来了呀 你再不来 我就要饿死了 随着赵定 带头哭喊起来 身后那些穿着破烂衣服的 一众幽州百姓 在胡三的一声干咳之下 顿时哭成了一片 青天大老爷啊 你们可终于来了呀 咱们幽州苦啊 我们盼星星 盼月亮 可终于给你盼来了呀 一瞬间 高有钱猛了 既有着三分的尴尬 又有着七分的猛逼 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还有 这抱着自己的青年是谁啊 咋把我认成王公公 陛下身边的人 连王公公都知道 嗨嗨 清了清嗓子 高有钱顿时 尖着嗓音喊道 咱家并非王公公 咱家名为高有钱 阁下是认错人了 啊 哭错了呀 赵定文言也是一正 随即又哭喊道 高公公啊 你可终于来了呀 我盼星星盼月亮 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呀 可哀哀 看着赵定这浮夸的演技 高有钱情不自禁地干咳了一声 脸上强行挤出一副笑容 伸手把赵定扶了起来 下意识地想问赵定 燕王殿下呢 但一看赵定身上 那满是四处漏风 满是补丁的破烂王符 高有钱顿时愣住了 一脸错愕地看着赵定 尖声喊道 您是燕王殿下 哎 是我呀 赵定边擦着眼泪 一边从地上站起 听着赵定这话 吓得高有钱当时腿脚就一软 差点直接跪在了地上 但却被赵定一把扶住了 就见赵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看着高有钱哭喊道 高公公啊 你可总算是来了呀 您要是再不来 我们这幽州的百姓 就要饿死了呀 是啊 您要是再不来 我们都要饿死了呀 随着赵定哭喊 一瞬间 那些站在赵定身后的幽州百姓 哭喊得更凶了 就是高有钱看着这一幕 也是忍不住摸了摸眼角 着实是太可怜的 看那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的 这幽州可属是太难了 不仅是高有钱 就是那些随同而来的侍卫 都一个个眼角不仅有些湿润 这幽州的老百姓 可真的不容易啊 眼瞅着这一幕 似乎有些奏效 赵定赶紧使劲掐了一下身后的杵在那里 和木头一样的牛不斗大腿 牛不斗整个人顿时跳了起来 将高有钱身后一众传令的太监吓了一跳 紧接着 牛不斗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一边哭 一边往前爬 大人啊 你们可总算来啊 这幽州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啊 王府都已经两年没给我们发愤怒了 你们可算是来了 这一次 可千万要救着咱们幽州啊 有了牛不斗带头 身后的那些连喝了三天馊水的幽州百姓 顿时知道该怎么哭了 人群后面就看着胡三趴在地上 两腿蹬的笔直 就靠着两只手不断地往前爬 一边爬一边哭喊道 大人啊 您行行好 赏点吃的吧 我都十几年没吃东西了 第77章 燕王殿下大意啊 听着胡三这话 赵定差点破功 就要直接一脚踹过去 似乎感觉到身后的杀鸡 胡三立马一个机灵抱着 高有钱的大腿哭喊道 大人啊 幽州苦啊 你看我都饿得出现幻觉了兜 我是真的呀 哎呀 我死了 我死了 说着 胡三两腿一蹬 直翻白眼 看得赵定牙都疼 这特么的演技 要不是长得难看点 不去演小鲜肉 都可惜了 你腿不是瘸了吗 你现在蹬什么 不过好在高有钱这帮常年生活在宫里的太监 并没有发现这一幕 亦或是属实 被眼前的这凄惨的画面给吓住了 毕竟就是堂堂王爷都这样了 属实也太惨了 然而还未等他说话 就见到人群里面 一个人冲了出来 叫着就要往地上盗取 不行了 我要饿死了 快给我吃的 给我吃的 赵定看着这一幕 嘴角又是一抽 妈的 这帮瘪犬子 真的是吃得太饱了 连怎么演戏都不知道了 等糊弄完了这帮人之后 就给这帮小子 赶到墨北三个月体验生活去 高有钱也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到了 尤其是看着对方蓬头垢面 头发和鸡窝 连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的样子 眼底更是闪过一丝鄙夷之色 看着赵定 连忙喊道 王爷 这是咋了 咋就成这样了 这城外的路 不是修得好好的吗 比陛下的皇宫还气派啊 不仅是高有钱这样 就连高有钱身后 那些跟着他一起来的小太监们 此刻也愣住了 这尼玛忒惨了 还好这是幽州 要不是在幽州 按照他们那地方的习俗 指定都要宋进宫当太监了 赵定擦了擦本就不存在的眼泪 叹了一口气 抬眼望天道 哎 高公公有所不知啊 咱幽州实在太穷了呀 就指望着高公公您大义 能救救咱们幽州的老百姓呢 赵定说话间 不远处 幽州老戏骨王大爷 没错就是那位当着赵虫远面 要表演胸口碎大石的那位王大爷 忽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但还没坐到一半 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看着天空 树皮 树皮 我的树 话未说完 王大爷突然一哆嗦 直挺挺地向着后面倒去 看得赵定也是暗自竖了一个大拇指 终究是老戏骨啊 等会加个鸡腿 随着王大爷死之后 一瞬间 乌拉拉的哭声在幽州城的上空响起 无数百姓掩面而泣 就是没眼泪 也要硬生生地从嘴里沾点唾沫 往眼睛抹 更有甚者 干脆直接沾点辣椒水 就往眼里揉 一瞬间 哇的一声 哭得更加真实了 一个熊孩子站在人群里面 看着周遭的大人 不知道为什么哭了起来 刚想说点什么 张三一把抢过熊孩子手里的棒棒糖 当着熊孩子面舔了一口 哇 一瞬间 七里地哭喊声 顿时在幽州城外响起 一瞬间 刚好男女老少骑活了 看得就是不远处幽州和北梁 南辰交界处 站在山巅 观看着幽州动向的两国探子 看着这一幕也是目瞪口呆 你妈的 我们这些穷逼 还没哭呢 你们这些天天打我们的人哭啥呀 搁着眼啥戏呢 刚想做出壮义之举 揭露大魔头 赵定无端暴行 两只利剑 瞬间从暗处射出 张大夫屁颠屁颠地走了出来 什么档次 也敢揭露我们燕王殿下的大谢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赵定摆了摆手 行了 行了 都别哭了 让人家看笑话 以为咱大仙养活不了咱们似的 让条道出来 高公公咱进城说 看着眼前穿得破破烂烂的赵定 再看着幽州城外 这一副凄惨之景 以及那看起来格外高大 但无时无刻 不再透露着穷酸的黄土城墙 高有钱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望着赵定一脸善笑道 王爷 要不还是算了吧 咱家就是来传旨的 宣了旨意咱就走 宫里还有不少事情呢 说着 高有钱又吞咽了一口口水 眼下还在幽州城外面 就已经这样了 要是到了幽州城里面 还成啥呀 这帮难民还不把他们生吞活泼了 对对对 王爷 宫里还有事情等着高公公吗 这城要不就不尽了吧 高有钱身后 一个小太监连忙走了出来 一脸谄媚地看着赵定 赵定喝得一声冷笑道 你们看不起我 本王要猜你们一本 别别别 王爷 摩采哪敢啊 一听这话 高有钱立马吓得腿一软 但一想到 刚才那饿死的老头 连树皮都没得吃了 这腿无论如何 也抬不起来啊 眼下城外就这么多难民了 要是到城里还得了 还不把他们活活给煮了 这年头 难民吃人的事情 可不少啊 赵定哼了一声 冷眼地看着高有钱 你们就是 瞧不起本王爷 不过算了 说吧 执意到底是什么 本王爷正想 找我那父皇说刀说刀呢 一听赵定这话 前半句高有钱 差点吓得尿出来 但听到后半句 顿时谴媚一笑 执意都顾不得熏了 赶紧使了一个眼色 递给身后的小太监 那小太监也极为懂事地 把赵重远的旨意 双手捧了过来 哼 赵定又是冷哼一声 伸手接过旨意 随后看了一眼 用袖子捂住脸 辣椒水一喷 眼底一瞬间 露出了感动的泪水 沙哑着嗓音喊道 公公 我父皇换我进京 说着 连连地抽着鼻涕 眼眶都红了 主要是不知道 哪个畜生给他用的辣椒水 居然换成了他们的小米辣 这是要辣死王爷我吗 是急 是急 陛下派奴才来这里 此次确实是想宣王爷进京 王爷斩杀那南臣骑国公 世子温良 致使南臣内乱 此举有功我大前 故而 陛下让奴才带着奴才 带着旨意来此 宣王爷进宫 从此脱离为幽州百姓 更好的谋取福祉 或许是被赵定眼眶通红 替泪旗下的模样所感动 高有钱也忍不住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沙哑着嗓音 看着赵定 却见赵定猛然扭过头去 转身背对着高有钱道 仰望苍天道 不 我赵定此生与幽州共存亡 此话一出 哇的一声 那些幽州百姓 哭得顿时更加伤心了 就是跟随高有钱而来的那些小太监 此刻也再也忍不住 一个个抽气着哭了起来 燕王殿下大意啊 第七十八章本王 也舍不得你们 哈 王爷 你说什么 高有钱懵了 眨巴着两只眼睛 一脸懵逼的看着赵定 啥玩意 自己没有听错吧 燕王要与幽州百姓共存亡 就在此时 高有钱身旁的一个小太监 抽气着看着高有钱 又看了一眼赵定的背影 小太监哭喊道 公公 王爷说 他要与幽州共存亡 呜呜呜 说着 说着 小太监顿时哭得更凶了 看得高有钱 更是一脸的懵逼 燕王殿下 这是脑子抽了 要与幽州共存亡 这是疯了不成 嗨嗨 轻了轻嗓子 高有钱觉得 赵定还能再抢救一下 刚准备开口 便听着赵定转过头 面露肃穆之色 神色凝重的 看着高有钱问道 公公 我问你 我是什么人 您是大钱的燕王爷啊 高有钱下意识地回道 然后呢 赵定再问 然后 高有钱脑袋有点懵 下意识地答道 您是我大钱当今陛下的地酒子啊 再然后呢 就在此时 赵定的语气 陡然变得高昂 再然后 高有钱的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了 一脸懵逼地看着赵定 再然后 还有啥 这有点触及 他的知识盲区了 便听得赵定神色低沉问道 公公 可曾听过一句话 水能载舟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啊 高有钱一脸的懵 这怎么和水和舟扯起来了 不是问的身份吗 这一刻 高有钱感觉自己的脑袋有些当机了 有些捕捉不到 赵定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身为一个长期混迹宫廷 专门经于溜须拍马的好公公 高有钱还是很快回道 王爷 这我自然是听过的 咱家在祖上就是划船的 那水啊 大了就不能划船 谁小了就能划船 这应该就是 王爷您说的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吧 嘿 你特娘的 真的是人才 赵定心底喝了一声 不过脸上却依旧露出低沉 瑶瑶一叹道 哎 公公 你不懂啊 你不懂本王的心思啊 随后猛然转身 望向自己身后 那些恶的面黄鸡兽树皮 都没得啃得幽州来百姓 赵定悠悠一叹道 殊不知君之道 明之道 便如同这水与州一般 水未明 君为州 这水至柔却可脱州 驻州行万里波涛 然水至柔 却也可覆州 风高浪急 州烟行稳乎 这水州之说 就好比这幽州的情况 我为天子之子 为幽州烟王 就好比这水上而行的州 如今幽州百姓有难 你却让我这州脱离了水 你觉得我若是如此做了 我这州 还能走得远吗 同样 一个失去水脱行的州 又如何能走得快 走得远 如今幽州名声凋敝 百姓食不果腹 如此情况之下 我若是走了 他日幽州若是度过此劫 我又有何面目 回来见我这幽州的父老乡亲 赵定一字一句 每一句话说的都极为低沉 言语之中 无不充斥着肺腑之意 听得高有钱 顿时哭得稀里哗啦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看着赵定 沙哑着嗓音道 殿下说得对 是奴才错了 奴才绝不再说 请燕王殿下回京之事了 这样 燕王殿下 奴才虽为未奋碑 也是一个烟渣之人 但身为我大前子民 吃的是黄粮 自当也有一副 全权爱国之心 只可惜 奴婢此次 离京带的银两少了 这一百两银子 就全当奴婢 对幽州的一片心意 说着 高有钱从袖子里面 掏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递到赵定的手里 还有奴婢我 还有我 我银子带的少 我只有一两 全给燕王殿下您了 随着 高有钱带头哭得稀里哗啦 亲自拿出银子捐钱 那些跟着高有钱 一起来的小太监们 顿时哭得更为伤心了 一个个从随身的荷包里面 掏出自己身上紧剩的银子 走上前放在赵定的手里 不仅是这些小太监如此 甚至就是那些侍卫此刻 一个个也虎目含泪地 看着这一幕 走上前 掏出银子 全部递到赵定手里 一个个神色带着崇敬 带着敬畏地看着赵定 可惜啊 燕王殿下终究不是嫡子 若是嫡子 大前有此民主 何愁国家不能兴旺 多谢各位了 赵定双手颤抖地 接过这些人手里递过来的银子 眼底含着热泪 对着几人躬身一拜 看着赵定一个王爷都如此了 一瞬间 高有钱这些太监 顿时哭得更是稀里哗啦了 高有钱更是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对着赵定道 王爷 甭说了 这一次 咱家定会将这幽州的事情 让陛下知晓王爷的苦心 还有那一句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咱家也定会如实给陛下说明 咱家虽然没读过书 但传话还是会的 说到这里 高有钱又看向赵定 沙哑着嗓音问道 王爷 您还有什么话 需要奴婢带给陛下吗 我有个屁 赵定心底喝了一声 但脸上却依旧面入悲痛之色 拍着高有钱的肩膀 眼面痛哭道 劳烦高公公回去 给我父皇说一声 自古忠孝男两拳 就说孩儿不孝 为了我大前王室的千秋大业 也只能无法常办父皇膝前尽孝了 一听赵定这话 高有钱等一众太监 来着那些侍卫 顿是哭得稀里哗啦 然而张三 胡三 牛不斗这些人 却都梦了 啥情况 这就被自家王爷给忽悠住了 不过这几天 到底是跟随赵定多年的老油条 赶紧趁着没人注意 低呼道 哭 快哭 于是乎 一瞬间 刚刚消停下来的幽州百姓 顿是哭得稀里哗啦 哭喊道 王爷 高一啊 我们舍不得你 听得赵定一阵的鸡皮疙瘩 不过出于一个演员的职业素养 赵定还是面露悲戏之色 望向身后一众幽州五毛钱演员哭喊道 本王 也舍不得你吗 第79章 幽州那地方能穷吗 随着赵定这一声 本王也舍不得你吗 一瞬间 整个幽州城内 那些临时掉来的演员 瞬间哭成了一片 就是胡三斗巴达巴达地掉着眼泪 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当然作为职业老演员的王大爷 依旧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时时刻刻保持着一个职业演员该有的素养 看得高有钱几人 也是乌拉乌拉地哭个不停 这燕王爷格局属实 这太高了 身为皇子 却甘愿与庶民同甘共苦 但是这一份高尚的情怀 就比那些其他的皇子高了不止一点半点 幽州百姓能有如此王爷实在是福啊 高有钱等人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心底止不住地感慨 便听着赵定喊道 公公 千里迢迢来我幽州这等苦寒之地 也颇为不易 要不留下喝一碗树皮羹如何 都是本王我早上刚刚命人去山里砍的柳树皮 味道虽然苦涩了一点 但也能凑合电肚子 就是缺少点油水 但也能冲击 不知公公意下如何 说着赵定一挥手 人群之中顿时让出了一条道 看着眼前这笔难民还难民的一众幽州百姓 再看着赵定等人身后 那比之这城墙 还要破烂的无数倍的各色草屋 尤其是那所谓的树皮羹 高有钱等人 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自幼进宫 虽说都是从小太监一点一点地爬起来 但至少温饱不愁 他们这些人哪里吃过这碗衣 尤其是一想到树皮那苦涩的滋味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赶紧一脸 陪笑地看着赵定 拱手道 王爷 这要不就算了 如今这旨意既然已经带到了 王爷您又如此高益 奴婢我 还是尽早回宫给陛下赴命 顺便将这幽州的事情尽数告知陛下 以求尽快从国库调派出钱粮 救济幽州百姓 说完根本就不等赵定说话 高有钱顿时拎起裤脚 连马车都不想坐了 赶紧向着来时的方向跑去 他是真的怕这帮难民万一待会饿极了 直接把他们宰了吃了 高有钱之所以如此恐惧 主要也是因为赵定的那具树皮羹 威慑力实在太大 一个堂堂的王爷 招待京城来的亲次都沦落到 只能拿树皮羹招待的份上了 可想而知 幽州城内缺粮多狠 到时候万一他们这帮细皮嫩弱的小太监进去了 那岂不是 一想到这里 高有钱都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 而那帮跟着高有钱来的那群小太监们 此刻也差不多是这个心思 幽州真的推苦了 而幽州城内 看着高有钱带着一群人连滚带爬的跑着回去 照定嘴角都快笑着 这帮古代人是真的好骗啊 而随着高有钱几人跑路 胡三等一众赵定临时抽掉过来的演员 此刻也渐渐停下了哭声 一个个哭笑不得的看着高有钱这帮人狼狈的身影 苦啊 给王爷我哭 特么的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谁不哭 老子打死他 赵定气得破口大骂 这特么的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要是被发现什么端倪 之前的戏岂不是白眼了 胡三脑袋一缩 赶紧挥手道 哭哭哭 都哭 说着便带头先哭了起来 甚至为了表现出表演的真实性 胡三彻底地发挥了 身为一个曾去过漠北体验过生活的老演员 该有的职业素养 哭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 随着胡三带头哭了起来 一瞬间 整个幽州城顿时响起了更加淒厉的哭喊声 高公公 你们别走啊 你们走了 我们怎么办啊 哎 我们幽州的老百姓命真苦啊 听着身后不断传来的哭喊声 高有钱更是吓得一个哆嗦 实锤了 鼠尸实锤了 这帮人真的是想要吃他们的肉啊 于是乎 原本已经有些超常发挥的朝廷钦差大队顿时跑得更快了 完全地拿出了百分之三百的百米冲刺态度 一溜烟地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 身后只留下了漫天的尘土 而看着这一幕 赵定彻底地笑抽了过去 捂着肚子 蹲在地上 笑得半天站不起来 过了半晌之后 才好不容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对着胡三等人喊道 兄弟们走开婚去 今天网友买单 掠了鞭炮 给网友放起来 再安排几个人 站在城门口哭喊 记得多找几个大嗓门的 顺带再多放点鞭炮 不然声音不够大 至于工钱 一律由我燕王辅出 得嘞 胡三兴奋地应喝一声 随后屁颠屁颠地向着城里跑去 幽州城什么都不多 唯独嗓门大得多 至于鞭炮 那更是数不胜数 没过多久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便在幽州城内响起来 其中还隐约地夹杂着 一丝丝淒厉的哭喊声 听着这身后传来的 那仿佛激烈争吵一般的声音 已经一口气跑出屋里之外的 高友钱等人 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又一次地撒鸭子狂奔 这幽州 当真是太可怕了 就如此数日之后 应天 皇宫呢 什么 你说赵定那小子不回来 听着高友钱的汇报 赵重元猛然从龙帕上坐了起来 耿着脖子 看着高友钱 高友钱哭喊道 陛下 幽州穷了 燕王殿下 他不放心幽州的百姓 故而决意留在幽州 是要与幽州百姓共存亡啊 您是不知道 幽州穷成什么样了 就连燕王殿下招待奴婢的饭菜 居然都是树皮羹 还是柳树的树皮 堂堂燕王殿下 居然都沦落到喝树皮汤的份上了 属实是 听着高友钱的哭喊声 赵重元一脸的猛逼 眯着眼 皱着眉头 看了一眼旁边的王丽氏 又看了一眼 眼前丝毫不像是说假话的高友钱 赵重远下意识地问道 你说幽州穷 是啊 陛下 高友钱不假思索地回道 同样有些猛地看着赵重远 幽州的穷不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 这还需要问吗 哎 你呀你 赵重远气得甘疼 一看高友钱这样子 他也差不多明白 一个大概了 这小太监指定 是又被赵丁的小王八犊子 给忽悠瘪了 第八十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幽州穷 幽州穷 那他应天算什么 算山勾勾 那四五丈高的城墙 那足以容纳三架马车并行的街道 那一排排错落有致的青石屋 还有那发达的排水系统 明驱暗渠 那豪奢程度 比他这应天还要像黄东 听着高友钱的话 赵重远嘴角直抽抽 他不过就是从幽州 弄回来三马车的东西而已 就赚了接近两百万辆银子 而在幽州 那可是有一整个赵氏商行在 这么多年下来 所积攒的银子 他赵重远这个皇帝都眼馋 可现在高友钱去了一趟回来 居然说幽州穷 这简直是离了大谱 若是赵定穷 那他赵重远这个皇帝 岂不是成乞丐了 越是想到这里 赵重远越是气得牙痒痒 陛下 看着赵重远的脸色 似乎有些不对劲 高友钱下意识地喊了一句 赵重远抬起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高友钱问道 你说幽州穷 你倒是给朕说说 幽州到底哪里穷了 啊 一听这话 高友钱顿时一愣 不过还是赶紧回道 陛下 那幽州是真的穷啊 你是不知道 那城墙都是土夯的 那你见过四五丈高的 土夯的城墙吗 赵重远翻了翻白眼问道 嗯 一瞬间 高友钱有些说不上话来了 土夯的城墙不是没有 但是因为泥土的湿滑性 早已经被淘汰了 更别说能夯实到 四五丈那么高的程度 可陛下 我真的是看到了 有一个人当着我的面 活生生地饿死了啊 思索了半晌 高友钱还是小声地说道 呵呵 赵重远呵呵一笑 你看的那个人 是不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者 全身骨瘦凌寻 啊 高友钱又有些说不上话来了 好像还真的是 当时他就是看着那个老头 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然后喊了几声树皮 就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看着高友钱脸上的神色 赵重远嘴角也是一抽 没想到 还真的让他给说对了 不出意外 那老头应该就是当初 他们去幽州的时候 那个喊着 要给他们表演 胸口碎大石的老头 陛下 高友钱还想再说 赵重远却一挥手道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朕都知道了 说完 又吩咐道 下去吧 是 见赵重远不想再搭理他 高友钱赶紧攻身一败 退出了这间大殿 怎么想 怎么猛逼 还有点小郁闷 他一个私里间的三号大太监 怎么就被骗了呢 唉 想到这里 高友钱又是一探 走过最长的路 是自家燕王殿下的套路 看着高友钱离去之后 赵重远翻着毛子 看向一旁站在台阶下面的王力士 笑骂道 老东西 今天这笑话看足了吗 王力士闻言攻身回道 陛下 这说的是哪里的话 奴婢岂敢看陛下的笑话 哼 赵重远轻哼一声 随即从龙榻上坐起 望向王力士 有意无意地问道 你说赵丁那小子葫芦里面卖的 到底是什么药 别的皇子一个个都巴不得求着 朕把他们调回京城 而赵丁这小子 居然给朕挽起了心眼 还闹出了这么一出 真的就这么不想回京 可爱 一听这话 王力士赶紧干咳一声 递给赵重远一个眼神 那意思很明显 陛下 您自己心底不明白吗 幽州那是什么地方 应天那是什么地方 二者有得比吗 看着王力士脸上的神色 赵重远气的 又是牙痒痒 随后从床上拿起一个枕头 就砸了过去 一边砸 一边还笑骂道 嘿 你个老东西 连你也敢笑话了吧 王力士无嘴轻笑一声 眼看着枕头丢了过来 赶紧闪躲到一旁 笑道 陛下 其实老奴倒是觉得 陛下您着实是没有看错人 我没看错人 你个老东西 看朕的笑话吧 一个皇子都敢违背朕的命令 还故意倒腾出这么一出 把朕派过去的人 给忽悠成这样 你还说 朕没看错人 赵重远气的吹胡子瞪眼 越说心底越是来气 自古以来 哪有藩王不想入京的 入京也就意味着 与黄泉更进一步 而不是只能成为一个封地的藩王 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王力士清了清嗓子道 陛下 老奴有一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说便是 朕又不是那种 听不进句话的皇帝 赵重远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老奴也就说了 王力士回道 陛下也曾去过幽州 您觉得幽州如何 嗨嗨 不等赵重远说话 王力士又赶紧补充一句道 当然 咱不能替燕王殿下坑您的事情啊 但说幽州的风土人情 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 您觉得如何 那自然是极好的 赵重远下意识地回道 这句话 他倒也没有乱说 而是事实如此 此次微服出宫 走了大前疆域一圈 诸多皇子的封闭之中 确实是赵定治下的幽州最好 无论是当地百姓的富裕程度 还是百姓的精神风貌 确实是最好的 甚至就是号称天子脚下的幽州 都有所不如 既然如此 那陛下还又要要求什么呢 况且 燕王殿下形势虽然大胆了一点 但其治下的百姓 却是安居乐业 如此不也是陛下您想要的吗 死 赵重远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即眯着眼 看着王立氏 笑骂道 你说 你个老东西 是不是也收了那小子的银子 今天怎么给这小子说 这么多好话 这可不像是你啊 赵重远一边说着 一边摇头 笑道 王立氏 过了半晌 王立氏才一脸无奈道 奴婢倒是想收燕王殿下的银子 但奈何陛下 您不给奴婢我机会啊 你个老东西 听着这话 赵重远又是笑骂一声 不过却见着王立氏说道 其实 老奴今日之所以多嘴了两句 乃是因为燕王殿下的对于百姓的态度 以及让高有钱带给陛下的那句话 让老奴颇有所感 什么话 赵重远疑惑地问道 他刚才光顾着来气了 还真的没注意高有钱说了什么 王立氏回道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第八十一章 互相恶心 卧龙凤厨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赵重远听着这话 微微皱眉 捏着下巴细细地思索 过了半晌 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望着王立氏笑骂道 你说这小兔崽子 什么时候把朕的这句话给偷过去了 还说的居然如此理直气壮 这小子他要点脸吗 王立氏 得嘞 赵定这不要脸的镜 他王立氏今日 这总算是找到源头了 陛下 王立氏忍不住喊道 咋了 赵重远邪谋地看向王立氏 嗨嗨 瞧着赵重远这不要脸的镜 王立氏忍不住干咳一声 倒嘴的话终究是没敢说出来 好了 好了 你先下去吧 老九这是 容正在想想 赵重远扎巴着嘴 挥了挥手 示意王立氏退下 是 王立氏甘笑一声 赶紧躬身退出了大殿 瞧见王立氏走后 赵重远一个人站在大殿里面 走来走去 满脸的竟是兴奋 嘴里倒固着 水能在周亦能复周 则则 这话说得有理 有理 水能在周亦能复周 嘿嘿 赵重远坐在龙榻上一个劲的傻笑 越是琢磨着这句话的味道 越是感觉有理 治国之道 在于君 在于明 君若是将子明视作牛马 可以肆意地打骂 则国父不远 反之君若将明视作子弟 以君父自居 处处为明着想 则国焉能不复 可这简单的道理 却并非所有帝王皆能明白 比如说 他赵重远的老爹 嗯 不过 如今 这短短的一句舟水之道 却是将他赵重远 治国半生所感 进阶概括 君为周 明为水 得明之爱戴 则如进水行舟 舟行越稳 不得明之爱戴 则挤水行舟 风高浪急 随时都有轻负之威 好儿子 总结得好啊 赵重远越是琢磨着这句话 心底越是感慨 但很快又扎把嘴 眯着眼看着墙上挂着的幽州地图 眯着眼道 你小子不会是抄的吧 过了半赏 却又黑黑傻乐道 管你是不是抄的 这句话老子得了 随后 一手俯着长须 笑呵呵地看着门外的太监喊道 摆驾昆宁宫 朕找皇后有事情相伤 没过多久 一座卵架便从太极殿 缓缓悠悠悠地走出 向着后宫中央所在之地 昆宁宫走去 与此同时 应天 秦王府内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悠闲地躺在院子中间 享受着身旁下人的伺候 面前则是一个舞台 唱着大前王公贵族之中 较为流行小曲 弹琴的琴诗 一律是模样可人的清官 这两兄弟 虽然彼此不对付 但碍于一脸猛逼地被自家老爹赵重远 一抖篓给从各自的封地里面 话搂到了京城来 啥好处没捞着 反而真的成了一个清闲王爷 除了听取之外 连进攻见自己老爹都难 故而如此之下 两人也就开始了互相恶心 打探着彼此的消息 但却又从不告知彼此所得知的消息 刚好 今天轮到赵恒来 恶心赵刚了 院子里面 赵刚半称其身 一脸不耐烦地看着身旁悠闲 享受着自家王府侍女按压的赵恒 撇着嘴道 我说老五 你说 你没事成天 往我这秦王府来干嘛 你在你自己的晋王府 待着不香吗 你晋王府是缺吃的 还是缺喝的 要来我秦王府这一亩三分地 蹭吃蹭喝 要我说 下次 你要不把我那些大折 一起带过来得了 你二哥我家里不缺吃不缺喝 能养活得起 赵恒闻言瞥了一眼赵刚 懒散地翻了一个身 随后伸出手捞了捞耳朵 道 我说老二 你这人是不是上辈子鹦鹉投胎的 我昨天说什么 你今天学什么 不能换一套说辞 咋的 张夫子当初在学堂里面 教你读书的时候 你书没读好 光长脑子也就算了 这话 也不会说了吗 一边说着 一边拍了拍自己右边的肩膀 冲着身旁的侍女喊道 别光捏着左肩 来给王爷我右肩捏捏 把王爷我捏得高兴了 到时候 王爷我二个 少不了你的赏钱 嘿 你个赵恒 自己没钱啊 赏钱还要我戳 一听这话 赵刚顿时不乐意了 赵恒轻笑一声 谁让老大死了 你就是大哥嘞 我一个做弟弟的 不计较你学我说话 让你出点赏钱不过分吧 我 赵刚支支吾吾了半天 愣是一句话说不上来 气得又躺在藤衣上去了 王爷 王爷 就在此时 门外 一小丝打扮的青年 忽然跑了进来 见着赵恒 就躺在赵刚旁边的藤衣上 那小丝顿时有些闭上了嘴巴 悄默默地走到了赵刚的身边 赵恒邪眸看了一眼 闭着眼 继续躺在藤衣上 当作没看见 老五 你还不走 见赵恒这架势 赵刚顿时有些不耐地看着赵恒 为什么要走 赵恒一脸疑惑地看向赵刚 嘿 一听这话 赵刚有些来气了 这几天 他在赵恒府上蹭消息的时候 赵恒可是一件有功力的消息 可是就直接下注颗令的 现在好了 轮到他赵刚了 结果赵恒还赖在他秦王府了 这还能要点脸博 亏你还是一个王爷 一个大前的亲王 见赵恒压根不想走的架势 赵刚也是无奈 伸手勾勒勾纳小丝 那小丝顿时会议地走到赵刚的耳边 附在赵刚的耳边小声地说着 听着听着 赵刚就乐了起来 笑骂道 嘿 这老九 还真的是一个蠢货 听着赵刚这话 赵恒也不由自主地凑起耳朵 这几天 赵重远派人去幽州的事情 他们可是知道的 想知道 赵刚嫌疑了赵恒一眼 赵恒耸耸了耸肩 一脸不屑地翻了翻白眼 道 不说拉倒 谁稀罕 说完又继续躺在了藤衣上 死活就是不走 赵刚见此也是一乐 笑道 来来来 作为你大哥 我也就好心地给你说说 说 一听这话 赵恒顿时来了兴趣 伸着脑袋看向赵刚 第八十二章 他照定是二傻子吧 想知道 见着赵恒凑着脑袋过来了 赵刚顿时咧嘴一笑 笑眯眯地看着赵恒 废话 赵恒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听到这话 赵刚也没气 笑呵呵地站起身 平退左右 搂住赵恒 笑呵呵地道了一句 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你 赵恒气得想骂娘 但生生又忍住了 这几日赵重远派人去幽州的事情 他也有所耳闻 他不关心赵定如何 反倒是想知道赵重远为何会无缘无故地派人去幽州 自大前立国以来 储君之位不稳的情况下 越是距离皇宫越近的王爷 也就代表着愈加靠近王权 可眼下赵重远居然除了将他和赵刚召回之外 居然连远在幽州的赵定也要召回 这就让他不得不多想了 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竞争对手 虽然他有些瞧不上赵定 但却也不得不防 什么 条件说 赵恒邪谋地看向赵刚 赵刚之所以故意卡壳 无非就是筹码的事情 这条消息 是我的眼线从宫里打探来的 我告诉你 但你下次也要告诉我 你的眼线得到了消息 赵刚笑眯眯地看着赵恒 行 赵恒想都没想直接点头 先听了再说 至于下次说不说 那就看他心情了 然而 却见着赵刚 忽然似笑非笑地看着赵恒 言语之中带着威胁道 你别想糊弄我 你要是敢糊弄我 你知道 我的手段呢 赵恒笑道 二哥 瞧您这话说的 咱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至少在摸清楚父皇的底细之前 我可不会下了你这条贼船 呵呵呵 赵刚甘笑一声 随即意味深长地道 还下了我的贼船 你只要不按地理凿穿我这条船 我就心满意足了 瞧您这话说的 赵恒同样甘笑一声 便听着赵刚继续说道 你也知道 咱爹这次派人去幽州 赵老九回来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没回来 赵恒邪谋地看向赵刚 眼底充斥着狐疑 赵刚喝得笑了一声 何止是没回来 还把咱爹派过去的人 给打发回来了 他敢抗旨 赵恒猛然从藤椅上站起 赵刚翻了翻白眼 借着周围没人听见 这才站起身搂着赵恒道 别那么大惊小怪好不好 万一吓到王府里的奴才 你可要陪我 别扯这些东西 说重点 赵恒一把打开赵刚 搭在他肩膀上的手臂 随后又狐疑地看着赵刚 难不成幽州那地方有油水了 所以老九才不愿意回来 可那地方一边靠近南辰 一边靠近北梁的 又与漠北相连 这地方能有油水 不该吧 赵恒摸着下巴 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 赵刚就乐呵乐呵地站在一旁 看着赵恒走来走去的背影 见赵刚突然不说话了 赵恒一脸着急地 抓过赵刚的袖子 急忙道 哎呦 你倒是说啊 能别卖关子了吗 哈哈 赵刚哈哈哈哈大笑 指着赵恒笑骂道 你就是一天到晚猜忌心太重 幽州那地方能有什么油水 有个屁油水 自前朝开始 那地方就是三战之地 我大前立国两百年 那地方战乱萧亭过吗 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油水 赵刚翻了翻白眼 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赵恒 随后又继续说道 而且那地方不仅没有水 城内还到处都是难民 城墙都是土夯的 房屋也都是一堆烂石头随便搭的 说到这里 赵刚哈哈大笑道 你是不知道 这次高有钱过去 老九身上的王袍都是破的 更别说他治下的那些幽州百姓了 这么惨吗 赵恒咧着嘴 一脸嫌弃的眼神看着赵刚 赵定虽然不如他们两个 身后各自母族势力强大 还没成年就被封为了亲王 但好歹就翻的时候 还是被封了一个郡王贤 一年的俸禄也差不多有一万多两 现在连王袍都是封的 怎么会落得这么惨 赵刚吃笑一声 何止是惨 你知道这一次高有钱去幽州 当场就看到一个人活生生的饿死在他面前 还有人饿得都神志不清了 口口声声喊着 十几年没吃饭了 也不想想十几年没吃饭 他怎么能长这么大 而且 你知道老九拿什么招待 高有钱吗 什么 赵恒一脸狐疑的看着赵刚 说到这里 赵刚再也忍不住笑意 捂着肚子哈哈大笑道 树皮羹 还是柳树皮 这话还是从一个亲自跟着高有钱去回来的小太监亲口说的 你说那碗也能吃吗 是人吃的吗 老九怎么就沦落到这个份上了 真的可怜 则则则 赵刚一脸的嫌弃 就这样 老九还不回来 赵恒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赵刚 赵刚轻哼一声 阴阳怪气道 咱老九和咱们兄弟俩可不同 人家那是有追求的 说什么他不忍心抛弃幽州的百姓 依我看他这是在和咱们父皇王欲擒故纵吗 指望咱父皇怜悯他 想让咱父皇多赏赐点好处给他 不然回来了 他拿什么和咱们斗啊 你这么说倒也是 赵恒扎巴着嘴道 不过又摇了摇头 望着赵刚道 我觉得你可能想错了 我想错了 赵刚一脸不幸的看着赵恒 赵恒扎巴着嘴道 不仅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你什么意思 赵刚有些恼羞成怒的看着赵恒 然而赵恒却突然哈哈哈哈大笑 一脸银鱼的看着赵刚 强忍着笑一道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老九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呢 毕竟当初在大学堂里面 他可是把张老夫子气得吐血的人 张老夫子的戒指都打断了几根 他可是一篇签字文都背不出来 哎呦 卧槽 你说的也对啊 听着赵恒这话 赵刚突然笑了 捂着肚子道 当初在大学堂的时候 老九可逗死我了 背一篇签字文都背不出来 气得张夫子差点背气背过去 现在听着高有钱带回来的这话 没准老九还真的是和当初一样脑子抽了 真的要和那帮刁民同甘共苦吗 第八十三章马皇后 你看我这不是病了吗 哈哈 你这么一说 没准还真的有可能 哈哈 听着赵刚这话 赵恒捂着肚子 哈哈哈哈大笑 不过仔细想想也对 以赵定当初在皇宫大学堂的那性子 没准真的能干出这事来 毕竟以赵定那性子 当真是一言难尽 来来来 今天你二个 我心情好 喝酒 喝酒 赵刚 哈哈哈哈大笑 拉着赵恒向着王府里面走去 与此同时 皇宫内 一座卵架 缓缓悠悠的停在了昆宁宫的外面 一下了卵架 赵重远便屁颠屁颠的挥散随从的太监宫女 推开昆宁宫的大门之后 便美滋滋的喊道 妹子 在哪呢 来来来 咱有事情和你说 哟 瞧你这兴奋镜 啥事啊 连你美成这样 听着赵重远的声音 马皇后一脸意外地从昆宁宫里面走了出来 挥退了左右侍从之后 走上前辅助赵重远 一脸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开心 青州和益州的那些世家老实了 自从赵定弄死了温良 致使原家提前对温子良动手 让南臣内乱之后 赵重远便趁机收拾了青州和益州 这两个大前最为富庶的两个大洲的世家大族 甚至为了方便下手 连赵刚和赵衡这两个亲儿子也调回了京城 这件事作为大前的皇后 马如荫就算向来不怎么过问朝事 但自然也是知道的 哼 收拾了孙 臣 周四家之后 剩下的那些小鱼小虾 又没了赵刚和赵衡给他们做靠山 他们敢不老实吗 赵重远哼起了一声 一脸的得意 那你高兴个啥 马皇后好奇地问道 眼珠子一转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有些好奇地问道 难不成老九回来了 说完 不等赵重远说话 就急急忙忙地看向外面 在哪呢 说完又一脸责怪地看着赵重远 你也是 老九回来了 你也不让他进宫见见我 这都八年没见了 你心狠 我可没你心这么狠 瞧你说的 这是哪里的话吗 赵重远翻了翻白眼 他是我大前的皇子 就翻是他应该做的 什么叫我心狠 真的回来了 马皇后一脸狐疑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善笑一声 那倒是没有 没有 那你说什么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 风韵犹存的脸上 顿时有些兴致寡淡了起来 胆了一下身上略显褶皱的衣服 转身向着昆宁宫里面走去 哎 不是了 那小兔崽子没回来 我还都不能来了 赵重远有些不乐意了 能来 能来 马皇后一脸无奈地转过身 又走上前 扶起赵重远的手 一边扶着赵重远的手 一边故意细声细语道 陛下 您小心台阶 切身这就好好地伺候您 呵呵呵 赵重远甘笑一声 别 别 妹子 咱有话好好说 说完赶紧收回 被马皇后牵在手里的手 随即 清了清嗓子 一本正经地说道 妹子 朕今日突然想到了一句话 你要不要听听 乃是朕这几十年 治国经验所感 说出来给你听听 你正好帮朕参谋参谋 近来说 没看到外面要下雨了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 随后从屋子里面 拿出了一个折扇撑起 走了出来 嗨嗨 赵重远顿时干咳一声 看了一眼 渐渐变得有些昏尘的天色 他还真的没注意到 居然要下雨了 当下赶紧跟着马皇后 向着昆宁宫里面 没过多久 一盏茶 便放在了赵重远的面前 蹭蹭地冒着热气 赵重远坐在桌前 轻轻品了一口 胆开道 咱妹子泡的茶 就是好喝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道 行了行了 你有话就说 怪隔音人的 嘿嘿 赵重远黑黑笑了一声 随后 便看到马皇后 抓起一把瓜子 坐在赵重远的对面 一面磕着瓜子问道 来说说 哎 妹子 你能给我来点兴致吗 你这样 我都没法说了 一看马皇后 一点不在意的样子 赵重远顿时 和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笼搭着脑袋 坐在马皇后的对面 连原本觉得好喝的茶 也瞬间没了兴趣 咳咳嗨 马皇后干咳一声 清了清嗓子 将手里的磕的 还剩下一半的瓜子 摆放在一旁 郑金威做道 这样 你看可以了吧 哎 这还差不多 赵重远咧嘴一笑道 同样清了清嗓子提醒道 听着呀 说完 便站起身 一手背在腰后面 一手抚摸长须道 这治国之道 不该是以天子慕名为根本 而是应该以君为周 水未明 这水能在 吐痴 还没等赵重远说完 马皇后便先笑了出来 捂着肚子道 这不就是老九和高有钱说的吗 我以为是啥 搞了半天 你是拿自己儿子说的话 在我这里显摆来了 一边说着 马皇后一边捂着肚子 哈哈哈哈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 赵重远尴尴尬地站在原地 愣了半天才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 气急败坏道 这帮狗奴才 就知道背后嚼人舌根 朕飞把他们舌头给拔出来 说完又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 望着马皇后道 妹子 你知道了呀 呵呵 行了 行了 就别在这里丢人了 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传出去 也不怕被人笑话 马皇后邪谋了赵重远一眼 强忍着笑意问道 老九不回来 你打算怎么办 朕就是给他绑着 也给他绑回来 一听起赵定 赵重远立马吹胡子瞪眼道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道 你也就这点计量了 来 你看看我 说着站起身 在赵重远面前走了一圈 看你坐身 赵重远一脸的猛 不解地看着马皇后 可爱 马皇后故意咳了几声 略作虚弱道 你看我这不是病了吗 病了 赵重远微微一愣 然而下一刻 却立马反应了过来 啊对对对 病了 病了 哈哈哈哈 随即走出门外 对着昆明宫外等候的王力士喊道 立刻这一份玉址八百里 夹几给我送到幽州 就说皇后病了 需要燕王回京 第八十四章 怕什么来什么 幽州 燕王府内 赵定一脸生无可恋地躺在藤衣上 这几天 他是吃不下饭 也喝不下水啊 越是琢磨着 前脚那个李龙的来信 和高有钱突然奉执过来 赵定的心底 越是忍不住犯嘀咕 自己这点小算盘 是不是被自己老爹给发现了 不然以自己老爹的身份 何至于会相信 那个傻叉一个商人李龙说的话 那个孙斌 想到这里 赵定的脑海里面 不由得又浮现孙斌的身影 具体从京城得来的消息来看 那个孙斌似乎被撤职了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 这年头 谁不在京城里面 安插几个眼线 就是他老爹赵重远 在幽州 都有眼线好吗 只不过被他赵定一个个 给收买了 如今反过来 成他赵定的眼线了 踹了一脚 躺在他旁边的胡三 赵定摸着下巴 仔细地扎巴着嘴道 胡三 你说你家王爷会不会被人出卖了 胡三脑门一皱 有些为难地看着赵定 迟疑道 王爷 你要听真话 还是假话 你特娘的 还会给老子说假话是吧 赵定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地瞪了胡三一眼 拎起地上的鞋把子 做事就要抽过去 胡三下意识地挡了一下 见赵定没鞋把子抽过来 这才一脸善笑道 王爷 我不是那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 快说 别拐弯抹脚的 赵定又没好气地瞪了胡三一眼 胡三这才善善地一笑道 其实 王爷 从这几天京城里面传来的消息来看 王爷您八成 应该是被孙兵那瘪犊子给出卖了 原因很简单 以咱们这些年 孝敬孙兵的那些封口费 判他一个斩立决 那是跑不掉的 结果陛下 就给他判了一个免职 迁回老家 这罪责 未免也太轻了 说到这里 胡三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左右 见周围没人之后 这才小心地说道 而且王爷 那个李隆说 他向陛下举荐了您 这事 我觉得也极为可疑 咱大前向来都是商人最为低贱 那李隆家里 虽然有点资财 但无论如何 也不会被陛下注意到吧 所以 小的我大胆猜测 你的意思是 孙兵的王八蛋出卖了我 然后我父皇又注意到了 李隆从我幽州带回去的那些东西 所以 这才顺水推舟 不动声色地对那个李隆赞赏一番 也就是 因为如此 索那李隆才会舔着脸 给本王送信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本王日后找他麻烦 还没等胡三把话说完 赵定猛地从藤衣上坐了起来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 哎呦 我这脑袋瓜 就是聪明 无形之间 原本几个毫无相关的逻辑链 瞬间被他给捋顺了 嗯嗯 胡三连连点头 头点得如同捣算一样 看得赵定又是一阵翻白眼 不过逻辑虽然捋出来了 但问题是 貌似着幽州藏不住 想到这里 赵定又有些牙疼 就在此时 一个侍卫急匆匆地从王府的跑了进来 一路绕过王府的甲山 急匆匆地跑到了赵定的面前 跪在地上 把手里的一封信递给赵定 王爷 京城的信 给我看看 赵定眉头一鸣 前脚他还和胡三在商量着 自己是不是被自己老爹给发现了 结果后脚京城就来信了 这还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一旁的胡三此刻也凑起了脑袋 但却被赵定一把给拨弄了过去 骂道 等我看完 随后 便当着胡三的面 拆开了信封 可当看完信封之后 赵定顿时面如死灰 身子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随手把信丢在一边 生无可恋地道 哎 看来本王室必须要去一趟京城了 王爷 您这是咋了 胡三一脸疑惑地看着赵定 下意识把赵定手里丢下的信封捡了起来 可当看清楚信封里面的内容之时 胡三的脸色瞬息大变 急忙望向赵定道 王爷 皇后娘娘她病了 身为赵定的心腹 她可是一亲二楚 赵定对于皇后娘娘这位养母的感情 虽然不是亲生母亲 但却胜似亲生母亲 一手把赵定抚养长大 就是赵定就翻这么多年下来 每个月也铁打不动的 有三封到四封信送过来 全都是关心赵定的日常起居 在幽州的情况 也正是如此 马皇后在赵定的地位 那是丝毫不下于赵重远 甚至还要在旗上 这 一瞬间 就是胡三都有些为难地看向赵定 能怎么办回京了 赵定咋巴着嘴 看向胡三 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不回京也得回京了 这一次 你和我一块去 赵定对着身旁的胡三吩咐道 是 胡三恭敬地硬喝道 但想了想赵定又有些不放心 算了 你留在幽州 有你在 我放心 让张三和我一起去吧 另外再让牛不斗 从幽州军里面 挑选两百个身手好的人 跟着我一起进京 赵定本想着 带着胡三进京的 但一想 胡三主持幽州这么多年 大大小小的事物 基本上都是胡三 在帮着他赵定在做 若是就这么带去京城 他反而有点不放心幽州 是 王爷 都听您的 胡三下意识地音和一声 但听到赵定下一句 却是愕然一正 下意识地问道 王爷 您是去京城看望皇后娘娘 您带这么多兵 去京城干嘛 赵定没好气地道 你以为京城 是咱们幽州这小地方 到了京城 王爷 我就是龙行浅贪 树幅大着呢 尤其是京城的那些官员势力 错综复杂 我又是一个小小的藩王 没什么势力 多带点人 也好应付 胡三眨巴着嘴 摸着下巴道 这么说也是 自家王爷 虽然在幽州有权有势 堪称土皇帝的 但是在京城那种天子脚下 王宫贵胄云集的地方 确实有些束手束脚的 思索了半晌 胡三看着赵定道 那王爷 我要不让牛不斗给您多挑一些 五百个怎么样 都是我幽州军内一等一的好手 出去随便打三四个 第八十五章 进京 一听这话 赵定瞬间一脸嫌弃的看着胡三 带这么多人去干嘛 给王爷你护身啊 胡三不假思索的说道 赵定喝得笑了一声 然后被我爹 以造反为名 直接下大牢 呵呵呵 胡三一阵干笑 可很快又一脸紧张的看向赵定 可殿下 京城你人生地不熟的 咱幽州又距离京城有千里之遥 万一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可怎么办 咱幽州也离不开您啊 说到这里 胡三一脸紧张的看向赵定 他这句话一点都没有说错 这些年 幽州要不是有赵定 他们也过不上这好日子 现在眼下 就他一个人知道赵定要走 一旦这件事传出去 你幽州 天塌了 怕什么 本王现在好歹也是手握三军之人 我老头子 不会那么傻的动我 赵定翻了翻白眼 顺手把别在腰间的那三枚令牌露了出来 一个幽州军 一个落水军 一个天甲军 其中 落水军和天甲军的令牌 还是他老头子 当初怕南城反扑幽州 让赵定代为节制的 有这三个护身负在 他老头子 只要没老眼昏花 也干不出为难他的事情来 再说了 都把天甲军 落水军 幽州军 这三只镇守边疆的大军给他了 他还至于担心 他老头子会借着这次进京对付他 那这么说也是 胡三扎巴着嘴 天甲军和落水军虽然也是号称大前的精锐 但和已经被赵定武装到牙齿的幽州军 比起来差远了 但是如果完全展露实力的幽州军 加上天甲军和落水军 则完全有能力迅速地拉起一只 足以和朝廷对抗的大军来 那王爷你打算怎么办呢 胡三又有些担心地问道 虽然赵定有天甲军 落水军 幽州军三军 这三份保命福在身 皇帝不会对他怎么样 可那毕竟是京城 自家王爷在那里 指定要束手束脚的 装死 赵定翻了翻白眼 装死 胡三一正 随即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家的王爷 装死什么鬼 赵定翻了翻白眼道 反正本王就是一个小小的藩王 身后也没什么母族势力支持 唯一的一个舅舅 还是一个六品的都尉 自然也入不得本王的那些哥哥的眼 到了京城之后 本王迅速地面见自己的父皇 然后去看望眼我娘 如果我娘没事 本王找个机会就开溜 说到这里 赵定给胡三挑了挑眉 赵定自幼是马皇后抚养长大 而马皇后又是赵重远的发妻 正是 于情于理都该叫一生娘 明白 王爷放心好了 小的到时候 一定都给王爷你安排好 看着赵定投过来的眼神 胡三同样挑了挑眉 眼底露出一丝谄媚之色 那王爷 你打算何时启程 三天吧 赵定思索了两九之后 终究还是决定三天最好 一来这三天的时间 足够她安排幽州大大小小的事务 另外一方面 马皇后病重 她这个作为养子的 着实是有些不放心 常言道 生而未养 断殖可报 生而养之 断头可报 未生而养 无以回好 而马皇后待她 又一直视如己出 此等恩情 赵定记在心底 眼下病重 自然要更早地赶去京城 唯一让赵定有些可惜的 她按照后世的那些记忆 想要捣鼓出来的那些药品 每一件搞出来的 全特么地成了毒药 去吧 做一些准备吧 通知下去 本王去几天就回来 是 听着赵定这话 胡三赶紧向着外面跑去 赵定回京的事情 虽然赵定提前嘱咐过胡三 让胡三不要外传 但可惜 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 整个幽州城 乃至幽州所辖的 大大小小的城市官员 也都听到了消息 不过 听着去几天就回来 大部分人心底 也都放心了不少 当然也有人激动得不行 于是乎 幽州城外 不知不觉之间 又多了几具挂在城头上的尸体 三天的时间 悄然而是 三天之后 天刚蒙蒙亮 幽州城门之外 一百名龙金胡猛 披肩直锐的士兵 早早地就已经站在了城门外面 他们的身后 是一辆黑色的马车 赵定悠悠地坐在马车里面 身旁绿桃柜坐在赵定的身旁 亲手给赵定收拾着此次静静要带的一些东西 张三则在车厢外面亲自驾马 看着身后那高耸的城墙 井然有序的街道 以及那些早早在城门口等待的幽州老百姓 赵定的心底也是充满了感慨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自己 从幽州最艰难的岁月里面一起走过来的人 将一个三战之地破败的幽州城 发展到如今的模样 其中的艰辛自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了的 看着赵定有些沉默 一旁的绿桃忍不住问道 王爷 咱们这一次去了京城 还会回来了吗 赵定与其柔和的安慰道 只是静静一趟而已 肯定会回来的 等王爷我去见完了母后之后 就带着你们回来 毕竟这幽州才是王爷我的地盘 是王爷我带着你们一手打下来的江山 这会好日子了 别人想来摘桃子 没那么便宜的事情 所以你也别担心 好好随王爷我进京 也许没几天咱们就回来了 说到这里 赵定掀开帘子望向胡三喊道 胡三 在 赵定神色肃目地道 王爷我此次进京 以南城和北梁的那帮狗崽子的鼻子 肯定是嗅到味道了 等王爷我走后 你就按照王爷我说的去做 如果他们敢来 就直接给他们来一次狠吧 这年头 不要怕事情闹大 就怕事情闹得不够大 明白吗 明白王爷 胡三一脸恭敬的道 这三天里面 赵定除了安排 他不在的幽州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物之外 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 如何应对南城和北梁的突袭 毕竟幽州是三战之地 自古以来就极为不平静 以前赵定在的时候 杀的南城和北梁老实 现在赵定走了 那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赵定应该可能发生的突袭上 也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第87章王爷 啥是海鲜商人啊 又是详细地嘱咐了 胡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之后 啪的一声 张三马鞭一扬 赵定乘坐的马车 这才缓缓悠悠地向着幽州城外走去 而那近百名从幽州军内挑选出来的精兵们 也骑着一匹匹上等的骏马 跟在赵定马车的前后 将赵定的马车护卫在其中 死去应天 千里之遥 虽然走官道 要相对于平稳一些 但靠人腿走 却实在是有些太折磨人了 以前赵定来的时候 没那条件 现在幽州遍地都是上等骏马 赵定自然要给这些护卫们 每人配上一匹 免得还没到京城 脚丫子都磨破了 至于会不会暴露的事情 赵定那是一点都不在意 这一次进京就是一场摊牌局 既然是摊牌局 那还有什么好估计的 王爷 你说咱们这次去了京城 还会回来吗 绿桃趴在马车的窗户上 探出脑袋 小脸有些不舍地 看着身后的渐渐消失的幽州城 那自然是要回来的 赵定懒散地 躺在马车里面 头枕靠在绿桃 富有弹性的腿上 一脸的悠闲 这世上只有你网友 我不想去的地方 还没有能留下你网友的地方 绿桃 我说这话 你信不 赵定翻着眼 看着已经转过头 温柔地给赵定 按着太阳穴的绿桃 绿桃自然是相信的 听着赵定这话 绿桃小脸上 露出一丝会心的笑意 心情似乎都愉悦了不少 但很快就又皱巴着小脸 看向赵定 王爷 可我感觉这一次 咱们应该回不来了 为什么 赵定一脸狐疑地 看向绿桃 绿桃突然破涕微笑道 因为咱们家王爷太优秀了 奴婢怕陛下 舍不得王爷回来 我学坏了 现在会逗你王爷 我完了哈 赵定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地 捏了捏绿桃的小脸 不等绿桃说话 赵定望着绿桃问道 对了 我让你带着的李龙留下的欠条 你带了吗 说起李龙 赵定顿时又恨得牙痒痒起来 虽说他暴露这件事 极有可能是因为 孙兵女王八独子出卖了他 但这个李龙 也起了一些顺水推舟的作用 这一次去京城 正好去雍州 找那李龙要赵去 毕竟那李龙 还欠着他五十万两银子呢 说什么都要那李龙 连本带立 给他吐出来 带了 王爷 听着赵定这话 绿桃脆生生地开口答道 说着 从随身的荷包里面 取出一个折叠整齐的字条 递给了赵定 顺带着还要站起身 把那个留声机 也要从马车后面的箱子里面 给翻出来 不用翻了 带着就行 见到这字条 赵定心底顿时放心了不守 摆了白手 叫停了绿桃 又望着绿桃问道 那那个青霉素 弄成的药丸 你带了吗 这几天里 他除了主妇 胡散一些幽州边防的事情之外 最多的时间 就是用在了青霉素的提取上面 好在皇天不复苦心人 终究是让他倒过出来了 合适的伎俩 虽说不知道到时候 见到他母后 能不能派上用场 但带着总是好的 王爷 你放心 你主妇的事情 绿桃一点都不敢忘 绿桃满口回道 这就好 听着绿桃这话 赵定终究是长舒了一口气 但还没等他躺下 就听到外面张三 一脸兴奋的哼着小曲 听着张三这小曲 赵定美好气的踹了一脚 嘿 你个张三 你王爷我进京 你是一点都不担心啊 王爷您英明神武 致技超群 咱幽州这么破 都能被您治理成如今这样 小的我有啥可担心的 张三一边驾着车 一边乐呵乐呵的回道 嘿 你特娘的 可真的会说话 一听张三这话 赵定顿时乐了 难怪前世那些领导 都喜欢听人拍马屁 这马屁听多了 可真的百听不厌 正在赵定一脸感慨的时候 便听着马车外面 张三一脸好奇的 把脑袋伸了进来 望向赵定问道 王爷 我听说应天青楼里面 都是清一色的美人 里面好些 还都是犯了事情 被流放的官眷 这真的假的 你想干嘛 赵定邪谋的看着张三 随即美好气的纠正道 什么青楼 人家那叫教方司 对对对 教方司 教方司 张三善善一笑 看了一眼赵定后面的绿桃 随即挑了挑眉 已只有男人才看得懂的眼神 看了一眼赵定 出现 赵定瞥了张三一眼 白天你就别想了 那些海鲜商人 一般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 王爷 到底是王爷 这说起话来 那真的是一套一套的 海鲜商人好 这名字好 听着赵定这话 张三顿时咧嘴一笑 绿桃却在一旁 有些不懂的 看着张三和赵定 好奇的问道 王爷 海鲜商人是什么意思 看了一眼绿桃 赵定摸了摸下巴 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嗯 就是贩卖海鲜的商人 绿桃一脸兴奋的看着赵定 那王爷 我可以去吗 我还没吃过海鲜呢 说起海鲜两个字 绿桃一脸的兴奋 幽州地处内陆 别说是海鲜了 连海他都没见过 你去个屁 赵定心底翻了翻白眼 不过脸上却是一本正经的说道 你能去但不能吃 为什么啊 绿桃一脸疑惑的看着赵定 赵定清了清嗓子道 因为你吃了会长胡子 那我不去了 听着赵定这话 绿桃顿时一脸畏惧地缩了缩脑袋 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 有些后怕地看着赵定 一旁的张三 听着赵定这一本正经的解释 差点笑抽过去 不过还没等他笑出来 赵定已经一脚 把他踹到了马车外面 马车依旧四平八稳地 行驶在青石板路上 没过多久 一阵颠簸袭来 感受着身下的颠簸 赵定一张脸顿时揉成了苦瓜 看着颠簸的驾驶 应该是出幽州了 一瞬间不知道为何 就是赵定自己 都有些怀念幽州的日子了 常言道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 更别说 他赵定那狗窝还是钻石做的 就这样 一路的颠簸之中 七天的时间 巧然而是 就在赵定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一座宏伟的巨城 出现在赵定的眼前 第八十七章 王爷 您不知道吗 一看到眼前的这座巨城 赵定瞬间惊了 嗯 此处略显浮夸 整段滑掉 看着眼前的应天 坐在马车里面的赵定 仅仅只是掀了鲜眼皮子 就又倒在马车上继续睡了 对于看习惯了前世那种高楼大厦的他来说 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 确实很难吸引他的兴趣 就是坐在马车上的绿陶 此刻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捏着小鼻子抱怨道 王爷 这应天和我想象里面的应天差远了 路边居然还有马粪 丑死了 就是啊 王爷 这应天真的没意思 还不如咱幽州城看起来气派 不得进 张三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一脸的嫌弃 赵定喝了一声 翻了翻白眼 没搭理二人 幽州那地方 是他根据前世规划在废墟之上 重新建立起来的地方 眼下的应天 虽然也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 但农耕文明的落后性能 和工业文明相媲美吗 虽说应天比起他赵定自己亲手规划 亲手主持修建的幽州 相比是差了不少 但若是放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之中 那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巨城 分为工城、黄城、京城和外国城四重成员 城门既有八座 水关两座 占地约八十平方千米 论面子 实际上比之幽州还要大 但之所以看起来没有幽州气派 主要是城楼没有幽州那么高 再加上大前建国已经两百多年 城墙虽然年年都在修 但难免得有些上了岁月 故而给人一种不够富力堂皇之感 建兆定没说话 张三只能继续抽动着马鞭 向着城里走去 不过却并不是直接进宫 而是先去了外城的驿馆 按照大前的规矩 藩王进京需要先递交文书 得了朝廷的英语才能入宫 所谓的驿馆 实际上就是外地官员进京时 临时歇脚的地方 等赵定带人到了驿馆 报上名号 别说是负责管理驿馆日常事务的小二了 就是连主管驿馆的官员 都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 尤其是看到赵定带来的那一百多个侍从 一个个龙金虎猛的 一看就是好手 这官员的腰都快弯到地上了 公公静静地道 燕王殿下 您请进 请进 小心台阶 看着官员极尽谦卑的模样 赵定微微皱眉 顺手扔了一钉银子过去 问道 你这模样 怎得认识本王 不认识 但听过燕王殿下您的名头 这官员虽然眼馋赵定丢在桌子上的银子 但没敢去拿 依旧是一脸谦卑地看着赵定 我的名头 赵定掀了掀眉头 坐在官员为他准备好的太师椅上 望着官员笑道 给你银子 你就拿着 这是本王赏你的钱 算不上贿赂 你也不用怕 你只要给本王说说 你都是听了本王的那些名头就行 说着 网站在身旁的绿桃看了一眼 后者里面会议的从包裹里面 拿出一定又一定的银子 摆在桌子上 都是大前官方清定的官银 每一银都足精足两 不多不少 刚好二十两 一开始给出第二钉银子 那官员还能把持得住 当给出第三钉 第四钉 第五钉的时候 这官员的呼吸 就明显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 到第六钉 第七钉 第八钉 第九钉的时候 这官员更是直接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哭喊着看向赵定 王爷 您还是就别为难小的了 您这银子小的是想拿 但小的怕没命花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定邪谋的 看着这一管的官员 不仅是赵定 就连绿桃和张三的脸色 此刻都有些变了 枪 一道雪白的寒光 出现在这官员的眼前 下一刻 一柄寒光闪烁的长刀 便已经架在了这官员的脖子上了 张三脸色阴沉地看着这名官员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漏一个字 我这刀可不认人 别看张三整日里面 跟在赵定身边 嘻嘻哈哈的 但论实力 张三也是幽州里面 伸手不下牛不斗的人 也就是后面幽州军内部稳定了 赵定身边又缺一个信得过的人 张三这才干起了打杂的活计 若非如此 张三在幽州军方内部的地位 丝毫不下鱼牛不斗 别吓唬人嘛 来 你和我说 赵定站起身 把张三架在这官员脖子上的刀 重新按回了张三的手里 笑眯眯地看着这官员 别怕 你说就是了 出了事 王爷我担着 王爷 您不知道吗 这官员抬起头看向赵定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 赵定一脸疑惑地看向这官员 就是最近陛下秋查呀 万一我收您银子这是 被陛下身边的那些锦衣卫知道了 小的我身家姓名不保不说 甚至还要连来一家老小啊 扑 听着官员这话 赵定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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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赵定气得想要骂娘 他以为他老子 要针对他干一些什么事情呢 没想到是秋查 大前官员基本上每一年 都会进行一次内部的考核 查询有没有贪污 有没有逊私王法 这是大前太祖立下的规矩 但两百年下来 基本上也就是和过家家似的 走走过场而已 没想到这官员居然还当真了 不过转念一想也是 秋查也同样是党政的戾气 这官员能被派到驿馆来 本身估摸着也是没什么背景的人 小心谨慎点倒也无妨 看到这里 赵定反倒是有些欣赏的 看了这官员眼 问道 你叫什么 这官员心底先是一惊 随即赶紧恭敬回道 小的张有才 我爹说 小时候算命的给我说我命里缺财 所以给我的名字里面加了有才两个字 赵定扎巴着嘴 有些含糊其词地回道 嗯 你确实是挺有才的 一旁的张三和绿桃两人听着这话 心底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赵定问道 对了 你说你听过本王的名头 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第八十八章 秦王和晋王的邀请 回殿下 小的之所以听过燕王殿下宁的名头 乃是晋王和秦王殿下 曾派人来向小的打听过殿下宁 所以 小的就暗中记下了 张有才如实地回道 晋王和晋王 他俩打听我作甚 赵定文言 眼眸微微一眯 他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可和他还有齐王赵哲这等背后靠山的闲散王爷不同 这两人背后 可是都站着大前贵胄的 晋王赵衡母亲是大前前贵妃 外公更是大前军方之中 除了魏国公徐天德之外的另外一个实权国公 卢国公乾松 虽然是他老爹赵重远的第五子 但被封为亲王爵位 可比他赵定在朝野的名头大多了 至于晋王赵刚 乃是他老爹赵重远的数出的长子 其舅舅叶连成 更是大前内阁之中 仅次于老阁老阳府的赐府 官至文渊阁大学室 兼左春方大学室 门生故隶遍布大前朝堂 虽然是文官 但权势也丝毫不下于卢国公乾松 这两人可是一直都是对王位虎视眈眈的人 就是他赵定远在幽州都知道 可如今 这两人居然注意到自己了 哎 没意思 赵定哑然 随后翻了翻白眼 他是真的搞不懂 当皇帝有什么意思 好好干 活活累死 不好好干 搞不好就是王国灭种 争啥呢 当个富贵王爷不相 心神思索之间 赵定眼神向着一管外面瞥了一眼 果然看到两个人不声不响的 向着一张外面跑去 小的不知啊 张友才一脸委屈的看着赵定 行了 行了 去给王爷我杯点韭菜来 这些银子就当做酒钱了 给王爷我 还有王爷我的下属 都弄点应天 最好的好酒好菜过来 至于剩下的 你看着办 赵定挥了挥手 他是真的懒得插手这朝堂的事情 谁爱争谁争去 反正他赵定懒得掺和 逼急了 大不了来的拥兵自立 反正以幽州目前的实力 也足够庇护他 赵定一声衣食无忧 是 张友才一听赵定这话 又看着绿桃 已经把摆在桌子上的那些银子 推了过来 顿时眉开眼笑 屁颠屁颠地 把这些银子收入袖子里面 这可足以抵得上他一年的俸禄 至于会不会被秋茶查到 那是一点都不担心 这属于赏钱 而且不从国库走 他是一点都不担心 看着张友才那一脸兴奋的模样 赵定翻了翻白眼 还是忍不住提醒到 张友才 你可长点心吧 别被人卖了 王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张友才一脸不解地看着赵定 赵定笑了像没说话 就刚才不声不响出去的那几人 他估摸着 这驿馆早都被人安插了无数的眼线 不过一想 张友才毕竟只是一个小官 也没人会在意他 赵定也就懒得多说了 见赵定不说话 张友才虽然疑惑 但却也没多想 就带着两个牙医 向着驿馆外面走去了 见张友才走后 张三顿时有些神色凝重地看向赵定 王爷 咱接下来怎么办 能怎么办 该咋办咋办 你不是要吃海鲜的吗 王爷我等天黑了 就带你去那城吃海鲜 赵定玩耳一笑 应天城分为宫城 皇城 京城和外国城四重城园 驿馆在外城 居住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以及类似于张友才这等 几乎被排挤在大前朝堂外的小官小利园的家眷 虽然也有青楼这种烟花柳巷之地 但品质太差 类似于教方司这种上等的海鲜商人汇聚之地 那是只有内城才有 也就是京城里面 那是专供达官显贵享乐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谁都能吃到海鲜的 还要经过打茶围 毕竟人家是商人嘛 又不是地摊小贩不是 真的 王爷 一听赵定这话 张三顿时来了兴趣 两个眼睛和放光似的看着赵定 那是自然 赵定翻了翻白眼 靠在太师椅的靠殿上 目光摇摇地看着这应天 对于王权争霸 他赵定没兴趣 只要不惹到他赵定就好 没过多久 张友才便带着人 提着一堆上好的饭食走了进来 看竹笼上的兰花标记 赵定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应天里面最好的酒楼燕云楼的标记 燕云楼的一桌酒席可并不便宜 又看了在房间里面忙来忙去的张友才 赵定不由地多看了这人一眼 没想到这小官还挺实在 居然真的去燕云楼 给他这个外地来的王爷买了饭食 倒也算是一个实在人 也是一个有眼力价的人 知道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 毕竟担着一百人的饭食 估摸着他赵定给的那二百两银子 都花去了九成五还多 如此看来这张友才倒也不错 是个可塑之人 赵定心底暗自记下 把张友才的名字记下 以后没准有用得到的地方 在亲自给赵定 以及赵定带来的那些护卫 摆放好饭菜之后 张友才便带人下去了 然而还未等赵定动筷子 就听到外面有人喊道 里面的可是燕王殿下 小的秦王府管家皇武 奉秦王之命 请燕王晋府一句 在下晋王府管家便故 奉晋王殿下之命 请燕王殿下去晋王府小聚 晋王殿下早已命人准备好的殿下 爱吃的饭菜 恭候殿下 王爷 说什么 来什么啊 听着外面的叫喊声 张三放下筷子 看了一眼外面 意味深长地说道 继续吃咱们的 赵定低着头 像是没听到一般 继续吃着张友 才给他带回来的燕云楼大厨做的饭菜 对于秦王和晋王的拉拢 他赵定没兴趣 自然更不想接受 他们二人手下人的邀请 更别说 还是一个管家过来 而与此同时 赵定所居住的院落外面 两个王府管家打扮的中年男子 凑着脑袋 向着院子里面张望 见院子里面 赵定没回应 二人又向着守卫在门口的护卫 一脸谄媚地问道 二位 可容我二人进去 见一见燕王殿下 然而 这两名侍卫 仅仅只是邪谋地看了二者一眼 直接就把二人的话当作空气了 依旧静静地站在院子外面 挡住二人的去路 第八十九章 赵重远遇见赵定 二人看着侍卫一句话不说的 把他们二人直接当作了空气 脸上又是一阵的尴尬 望着侍卫 便故小声地道 二位可否通融一下 我家王爷与燕王殿下自幼交好 自燕王殿下就翻之后 就多年未见 如今听闻燕王殿下这个王帝回了京城 特地派我来请燕王殿下 可否给个搏面 见便故说话 秦王府的管家秦武也一脸陪笑道 不错 我家秦王殿下也是此意 可否通融一下 让我们见见燕王殿下 见完咱们就走 两侍卫抬起头看了一眼 便故和黄武 喝得笑了一声 随后继续挡在二人的面前 其中一人道 哪里来哪里去 我家燕王殿下不愿意见人 若是想见 请你们家秦王爷和晋王爷亲自来 而不是派你们两个来 滚吧 另外一个人直接呵斥道 嘿 你这人 黄武刚想说话 呛的一声 一柄常见出窍的声音 顿时响起 吓得本想说话的变故 顿时把道嘴的话 咽回了肚子里面 拉着黄武就向着外面走去 黄武一把甩开变故 扭头不愤道 我家秦王殿下 乃是陛下长子 母妃更是当朝夜贵妃 你家燕王母妃早已轰逝 又无靠山 如何能让我家秦王 亲自登门拜访 今日你们所作所为 我回去之后 一定会如实禀报我家秦王 到时候 别怪我家秦王爷 不顾及兄弟情义 落了你家燕王爷的名头 你说什么来着 就在黄武这句话落下 院子里面顿时有一道声音响起 一名头带歪帽的青年走了出来 见着这名青年出现 黄武皱眉问道 你是谁 你说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张三挑了挑眉问道 见张三又一次问话 黄武鼓起勇气回道 我说 我家秦王母妃乃是夜贵妃 而你家燕王却是 没等黄武说完 张三邪眸地看了一眼 站在门口的两个侍卫 问道 兄弟们 他说 咱家燕王不如他们家秦王 你说这是按照咱们幽州的规矩 该怎么办 那自然是打断一条腿 让他常常记性 其中一名侍卫 咧嘴笑道 那就打呗 张三探了探手 随着张三话音落下 那两个负责看守大门的侍卫 顿时笑呵呵地走上前 吓得黄三接连倒退 急忙问道 你是燕王 你若是敢打我 我家秦王爷不会放过你 则则则 张三扎巴着嘴道 目光带着屁腻地看着黄武 你要是善凡多吃一粒花生米 你也不会醉成这样 就凭你也陪我们家燕王出来见你 你 听着张三这话 黄武顿时大怒 但那名侍卫已经走了上来 抡起剑柄就冲着黄武的腿打去 咔嚓一声 一道清脆的鼓裂声便响了起来 剧烈的痛楚 让黄武脸色一白 翻着白眼就直接直挺挺地倒向后面 嘴巴挺硬 没想到是个软弹 才打断一条腿 就吓晕过去了 张三扎巴着嘴 一脸嫌弃地看着黄武 随后一只手将其拎了起来 直接丢向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 靖王府管家变故 回去告诉你们家秦王爷 我家王爷说了 他那点破事 我家王爷不想掺和 至于见不见的事情 明早朝会上见就行了 砰的一声 黄武重重地砸在变故的身上 猝不及防之下 变故顿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吓得连连点头 是是是 我这就回去禀报我家秦王 但很快又摇头道 不对 我是晋王府的 你们要不找 张三摆了摆手道 不用不用 我家王爷说了 告知了你家晋王 也就得等于告诉了秦王 若是秦王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多参 我家王爷几本 好让我家王爷早点回封地 说完 张三直接扭头 向着院子里面走去 变故 与此同时 大前皇宫之中 赵重远刚刚提完奏折 就看着王丽氏 火急火燎的走了进来 陛下 燕王爷已经进京了 嘿 这小子这次忙活的倒是挺快嘛 文书呢 拿过来给朕瞧瞧 听着王丽氏这话 赵重远眉头一挑 脸上顿时露出笑意 但很快又骂了一声 骂了个八子 老子派人去照他回来 他死活不愿意 好了 现在他母后病了 倒是急匆匆地从幽州回来了 把我这老子放哪去了 赵重远气得骂骂咧咧咧 吹胡子瞪眼的 接过王丽氏手里递过来的文书 瞧了一眼 就甩在了桌子上 看着赵重远 这吹胡子瞪眼的模样 王丽氏在一旁捂着嘴 咯咯直笑 笑个屁 看着王丽氏 这一脸憋着笑的样子 赵重远又是气得不打一出来 王丽氏笑道 陛下 您不妨换个角度考虑 您召燕王殿下不回来 而一说皇后娘娘 病了燕王殿下就回来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什么 赵重远邪谋道 代表着燕王殿下 心底笑道最重 这不比什么都好吗 王丽氏咧嘴笑道 赵重远站起身 拍了拍王丽氏的肩膀 丽氏啊 以后会说话呢 你就多说点 朕爱听 王丽氏 见王丽氏不说话 赵重远也是一笑 对着王丽氏道 通知杨甫过来 让他带阵处理今天的奏折 你随我换身衣服 待会咱们出宫一趟 听着赵重远这话 王丽氏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眉头更是瞬间皱成了穿字 有些为难地看着赵重远道 陛下 您这是打算去见燕王 赵重远哼了一声 那是自然 上次在幽州的时候 赵丁那小王八蛋 就没认出他老子 这次来了京城 朕不要好好的 让他忍忍 说到这里 赵重远顿时挑眉地 看向王丽氏 却见王丽氏 清了清嗓子问道 那陛下是打算以李隆的身份 还是陛下这九五之尊的身份呢 说到这里 王丽氏又意味深长地看着赵重远道 若是以李隆的身份 陛下欠燕王殿下的那五十万两 是不是要 嗨嗨 还没等王丽氏说完 赵重远顿时干咳一声 第九十章有道理 但也够不要脸的 咳咳嗨 听着王丽氏这话 赵重远止不住地干咳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望向王丽氏道 丽氏啊 虽说朕司子之情甚重 但既然燕王都已经来了京城 明早也会在朝会之后进宫拜见 既然如此 那也就不急着一时半会 你说是不是啊 说到这里 赵重远又故意加重了一些嗓音 望向王丽氏 扑刺 王丽氏险些笑过去 不过依旧强忍着笑一回道 陛下圣明 嗯 行了 退下吧 赵重远挥了挥手 王丽氏顿时向着外面走去 但没走两步 又转过头 询问道 陛下 明早燕王殿下进宫 那陛下是不是要给奴婢一道御址 让奴婢好去内裤里面 把那五十万两银子给取出来 赵重远邪谋的看着王丽氏 为何要取五十万两啊 嗯 听着赵重远这话 王丽氏明显的呆滞了一下 下意识的看向赵重远 陛下 您不是欠 然而还没等王丽氏说完 赵重远便张嘴打断了他 那是雍州商人李龙的事情 与朕有什么关系 嗯 啊 王丽氏摸了摸鼻子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想了想 又有些担心的道 可是陛下 燕王殿下手里有 王丽氏有意无意地提醒道 所说的 自然就是那个大喇叭状的流声机 赵重远文言站起身 背负着双手 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 望向王丽氏道 丽氏啊 朕曾听闻民间有一绝技 名为口技 能学人说话 那朕身为九五之尊 这说话的声音 有人学了去 应该没问题吧 王丽氏 没 没问题 王丽氏尴尴尬地笑了笑 赵重远邪谋地看着王丽氏 问道 怎么 朕说的没有道理吗 有 有 有 陛下说的自然在里 王丽氏赶紧回道 也确实够不要脸的 嗯 有道理 那就行 你下去吧 听着王丽氏这话 赵重远满意地点了点头 哼 想要老子认账 没门 老子欠儿子点钱咋了 这不是天经地义 他照定赶找老子要钱不 看着王丽氏离去的背影 赵重远哼哼唧唧地坐在了王位上 不过拿起桌上的座报时 脸上又重新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这温子恒 果然比他想象的还要不简单 应天 一管内 张三又一次地站在了赵定的面前 一脸恭敬道 王丽 按照您的吩咐 属下打断了那皇武的腿 嗯 赵定嘴里塞着东西 含糊七次地回了一句 绿桃站在一旁 站起身 小心地给赵定面前的碗里 舀着热汤 张三有些担忧地看向赵定 王丽 咱刚来京城 就打了那秦王府的管家 直接和秦王和晋王撕破脸皮 如此一来的话 是不是有些 张三欲言又止 赵定喝了一口热汤 笑着道 打吗 是给我老子看的 至于你担心的事情吗 他是王爷 我也是王爷 就算出了什么事情 本王也不拒他 而且你家王爷 我倒是巴不得 我那二个仓我一本 让我早点回幽州 嗯 听着赵定这话 张三也是一正 随即顿时笑道 王爷 高还是你高 见张三又要开始拍马屁了 赵定翻了翻白眼 行了 行了 别拍马屁了 你家王爷我耳朵 都快听出老姐了 嘿嘿 张三摸了摸脑袋 善善一笑 见着张三 没有再吃下去的兴趣 而自己也吃得差不多了 赵定挑了挑眉道 还饿不饿 嗯 张三又是一愣 下意识地看向赵定 尤其是 看向赵定那眼神时 顿时反应了过来 一本正经道 不瞒王爷 小的我一直留着肚子 等着王爷 您带我去吃海鲜呢 那走呗 赵定站起身 挑了挑眉道 对于京城教方司里面的那些海鲜商人 他赵定也是好奇得紧啊 走走走 张三立马一动道 王爷 我也要去 就在赵定带着张三 打算鬼混去的时候 绿桃忽然站起身 冲着赵定和张三喊道 你去干嘛 赵定邪谋地看着绿桃 王爷 奴婢打听过了 海鲜咱们女子也能吃 不是王爷说的那种 咱们女子吃了就会长胡子 在海边可是好多女子都吃海鲜呢 和和线一样 绿桃绷着一张小脸 一脸严肃地看向赵定 你说的海鲜和我说的海鲜 是一种海鲜吗 赵定心底翻了翻白眼 不过 脸上却是一本正经道 绿桃 你别听别人瞎忽悠 本王难道会骗你不成 难道你都不相信本王了 听着赵定这话 绿桃顿时一脸委屈巴巴地 看向赵定 可人家真的是好奇吗 好奇心会害死人的 赵定翻了翻白眼 就如此 半个时辰之后 应天 南门大街上 一辆马车 缓缓向着内城行驶而去 大前京都应天的结构 可以用套娃二字来概括 分别是宫城 皇城 内城 和外城 相较于人口众多且鱼龙混杂的外城 赵定把内城理解成前世 CB地区 能住在这里的都是有钱人 这个时代 能住在内城 都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 从外城的驿站 步行到内城的话 以赵定等人的矫程 也要走个三四个时辰 故而从驿站出来 赵定就派人找了一辆马车 并没有用他那架代表着王爷身份的马车 那王爷太拉风了 坐着那辆马车 去照顾海鲜商人的生意 未免有些不好 容易被人平头论足 虽然他赵定不在乎 但就这么错过了一次装逼的机会 各位读者大佬也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就没有好评 不高兴就会有差评 所以还是要低调一点才好 怎么也要搞个半猪吃老虎的机会 毕竟读者大大爱嘛 虽然一边骂 但一边还看 这一点在赵定还是懂得 一个小时后 马车便停在了内城的城门口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评书 赵定带着张三 吕涛顺利过关 第九十一章 江湖骗术 守城的士族 仔细地检查了车厢 见到赵定并没有携带大舰的行李 脸上难掩的失望 因为这也意味着 赵定不是进城做生意的 也就收不了城门税 内城的街道宽阔 纵横交错 主干道上建起了绿树 环绕着漂亮的房屋 非主干道上 分布着各式各样的院落 不管是城市建设 还是行人的穿着打扮 以及街道上的马车数量 都远超外城 虽然比这幽州 依旧还有些差距 不过但也差不了多少 尤其是论人口数量的话 那比幽州可热闹多了 毕竟作为都城 应天的底蕴还是在的 进了内城 赵定并没有直接带着张三 还有吕涛 好吧 吕涛女扮男装之后的样子 还别说凭着吕涛的底子 就算是女扮男装 也是妥妥的小鲜肉一枚 也就比他赵定差了那么一丢丢 对吧 各位读者大佬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 哪家的少年公子哥出门了 王爷 这应天虽然比咱们幽州 看起来旧了一点 但那城好热闹 绿桃一袭男装打扮 穿着如袍 踩着云靴 戴着如冠 就这么一小会的功夫 手上已经塞满了 各色各样 应天虎特有的零食 还顺带着 给两个走在大街上 四处张望的人 一人手里塞了一袋糖朝板丽 你怎么手里又多了一份 赵定一脸嫌弃的 看着嘴巴 塞的和包子一样的绿桃 好吃吗 绿桃一脸娇憨的 看着赵定 说着 又拿出一袋牛皮糖 塞到赵定的手里 王爷你尝尝 赵定 别叫王爷 出门在外叫我少爷就好 赵定瞄了一眼周围 小声地提醒道 是 王爷 不是少爷 赵定 不过一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 听着绿桃叫自己少爷 赵定总是感觉有些怪 不过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依旧带着绿桃满世界的瞎逛 毕竟时间还早 海鲜商人白天是不工作的 支付好了租用马车的银子后 赵定便继续像着一个人形布偶一样 任由着绿桃 在应天内城的大街上拉扯来 拉扯去 张三也跟在一旁 就这样 不多时 三人终于来到了一处集市 抬头看了一眼街口的牌坊 镇康街 这条街道的宽敞程度 是赵定之前所未见过的 宽度足足有两百米 一块块 轻石铺成的平整地面 延伸向视线的镜头 两侧商铺 零次制比 十架马车并排 都毫无压力 一瞬间 赵定感觉自己的幽州 丝毫被比下去了 果然 狗大户的底蕴不是他这个爆发户能比的 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 一眼看过去 完全不像是街道 纯粹就是一个大广场 站在门楼牌坊下面 照定望着这一幕 心底由衷的感慨 另个小目标 回去打下庆州城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 有钱没地方花 看着自家老子的地方比自己大 心底不爽 其实这镇康街主干道 之所以如此宽敞 也是有讲究的 而并非显伴 因为皇帝或者皇室贵州出行 会有侍卫提前清场 200米的宽度 也足以让目前大前军方 大部分的军奴有足够的用武之地 即便是刺客 想藏在两侧的楼房里面放冷箭 看到这距离 也只能无奈地双手离开键盘 高呼一声 666 赵定带着绿桃 一路闲逛 张三却已经开启了狩猎时刻 眼神修修修地 向着两边高楼上 那些打扮妖艳的女子望去 可惜却并无想象中大眼 你过来挖啊 来嘛 便宜哟 然是直接被人家荡成了空气 原因很简单 天石未斗 光合作用还不够 海鲜还不够肥美 商人要休息休息 来 来来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哈 猜对有讲哈 又是一路前行 很快 赵定便被一阵叫喊声吸引了目光 前面不远处 已经聚集了一堆人 一个个挤在人群外面 身头叹脑地向着人群里面望去 顺着人群的缝隙 赵定隐约能够看到 人群里面是一个地摊 一个江湖树式打扮的中年男子 坐在地上 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个桃木做成的桌子 桌子上画着三个圈 一个圈上面画着数字 八 一个圈上面画着数字 三 中间则是一个瓷碗 瓷碗上面盖着一个黑漆漆的木牌 掀开的时候 隐约能够看到 里面是一个稍小的铁片 一面是三 一面是八 刚才那吆喝声 正是那中年树式打扮的男子叫喊声 来来来 猜啊 猜对了买一赔一啊 童所无欺 绝不作假 一次下注最低一两银子 尚不封顶 随着这中年男子的吆喝声 周围人顿时向着那个画着三合八的圈子里面 投着银子 而在这树式打扮的中年男子面前 已经摆放了一堆的银子 显然赚了不少 赵定瞄了一眼 就觉得没意思 这不就是前世街边常玩的骗术吗 瓷碗里面的所谓的铁片 实际上是瓷石 而在那中年男子面前的桌子 实际上已暗藏玄机 里面摆放着两块不同瓷级朝上的瓷石 一上一下 看那边压得多 小碗里面的那装作铁片的 瓷石就往另外一边靠 压八的人多 就靠三 压三的人多 就靠八 稳赚不亏的买卖 也就欺负这帮人不懂 才能骗点银子 这玩意他照定早晚腻歪了 少爷 我想试试 绿桃站在人群外面 一脸一动的看向人群里面 别玩 没意思 走吧 赵定翻了翻白眼 拉着绿桃向着人群外面走去 玩玩吗 我少玩点 就十次 压十两银子怎么样 绿桃一脸哀求地看着赵定 比划出十的首饰 一脸委屈巴巴地看着赵定 听着绿桃这话 尤其是听到少爷两个字 人群里面的那中年术士 顿时抬起头望向赵定 望向绿桃 尤其是绿桃旁边的赵定笑着道 这位公子 要不来玩玩 这玩意就是看运气 赔钱赔不了多少的 要是公子运气好 没准能把老道面前这一百两银子都赢去呢 第九十二章别动了 就这么看 挺好 先不说赵定这一身打扮 就是绿桃这侍从打扮的人 都是一身锦绣滑服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 想到这里 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望向绿桃和赵定的眼神 就越发的柔和了 而听着中年术士的话 绿桃一张小脸上也是充满了异动 尤其是听到中年术士 说起那一百两银子的时候 绿桃那双明媚的大眼 赵定翻了翻白眼 想阻止 但看着绿桃这一脸异动的模样 想想还是算了 十两银子而已 他赵定不在乎 你玩吧 赵定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没阻止 就站在一旁 得了赵定的阴郁 绿桃心底更是大喜 小脸上顿时露出满足的笑容 随后便一脸兴奋地 从随身的荷包里面取出十两岁银子 虽然他是赵定的丫鬟 但赵定对于他 也都是当做自己亲妹妹一般 该给的俸禄一点都不少 是商行的分红 故而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富婆 此刻拿出十两银子自然不心疼 挤进人群里面 眼巴巴地张望了一会 随后 绿桃就拿出一两银子 按在了其中 画着三的圈子上面 而看着绿桃吓住了 那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 摇晃着手里的瓷碗 一阵晃动之后 望向在场的其他压住的人喊道 来来来 吓住了 吓住了哈 买定离手哈 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一阵吆喝之后 周围的人多多少少也跟着下注 尤其是那些已经梳红眼的人 更是直接掏出大把的银子 按了上去 这里都是内城的人 说白了 能居住在这里的人 多多少少都是非富即贵 像绿桃一次性压住一两的 反倒是极少 很多都是五两十两一起下注 因为已经梳红眼了 看了一眼两边压住的情况 赵定已经猜出来 要开什么了 那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咧嘴一笑 又晃了一下手里的瓷碗 赵定明显的能看到 在晃动的同时 那人手里的瓷碗 向后靠了一点 不过却并未揭穿 依旧当乐子看 哗的一声 瓷碗上黑色的盖子掀开 果然如赵定所料 开在了鸭柱 相对于少了很多的巴上 哎呦 我的一两银子没了 看着碗里的数字是八 绿桃一张小脸 瞬间皱成了苦瓜 不仅是绿桃 旁边的那些和绿桃一样 下注是三的人 脸上都露出懊恼之色 而那些压在巴上的人 却是眉开眼笑起来 这舒适打扮的中年男子 咧嘴一笑道 哎 承让了 承让了 说着 把压在山上面的银子 全部哗啦到自己面前 然后挨个给压在巴上的人 赔付银子 一来一回 面前的银子又多了四五十两 哗啦啦 中年男子 又是晃动手里的瓷碗 一边晃动 一边对着周围的人喊道 来来来 继续压 压到就是赚到 绿桃一双大眼 在桌子上扫来扫去 最终一咬牙 又压在了山上面 一边压 一边嘟囔着小嘴 忍不住抱怨道 我还就不信了 你还能开巴 和绿桃抱着同样想法的人 不在少数 一些人为了回本 已经开始双倍 三倍吓住了 一瞬间 这数式打扮的中年男子 面前的桌子上 又堆满了一堆银子 赵定扫了一眼 这一次 明显是压巴的多了一些 不出意外 开的应该就是三了 果然随着赵定的这个念头落下 那中年男子 一掀开此晚上的黑盖 正是三 看着开三 已经拿到赔回来的银子 绿桃的眼睛 顿时眯成了星形 一脸兴奋地看着赵定 王爷 你看 我赢了 我赢了 炫耀似的 举起手里的那两银子 张三毫不客气地打击道 你那是回本了 绿桃 这位公子 都看了这么久了 要不玩一把 你看你这侍从 不也是不亏本吗 本人胆保证 只要公子吓住 不管公子赢多少 本人绝对赵家赔付 如何 就在绿桃和张三斗嘴时 这树式打扮的中年男子 抬起头 一脸谄媚地看着赵定 哟 这是把我当大猪了呀 听着这树式打扮的 中年男子这话 赵定咧嘴一笑 抬起头看着 这中年男子道 真的是我下多少 你赔多少 那是自然 我牛某人在这正康街 也不少年了 向来都是同所无欺 绝不存在骗人之举 树式打扮的中年男子 一脸的大意凛然 行 那不接 那我就玩玩 赵定咧嘴 伸手从袖子里面 掏出一枚二十两银子的银钉 丢在山上面 先试试水 小玩玩 等输了在家 公子阔绰呀 一看赵定一出手 就是二十两 这中年男子 眼前顿时一亮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随即就快速地坐在地上 摇晃其手里的瓷碗 而随着赵定下主 之前那些本就在玩的路人 也跟着下主 或许是看赵定出手阔绰 一个个都跟着压了三 又压了一个三 一瞬间 桌子上三的那个圈子里面 银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一百两左右 而对面的八 却仅仅只有二十两不到 都买好了吧 买好我开了呀 中年男子咧嘴一笑 手里的瓷碗 不动声色地往后面靠了一下 刚准备掀开瓷碗上盖子之时 赵定却一把 按住了那中年人的手 笑呵呵地道 本公子决定玩个大的 二十两没意思 说着 直接从袖子里面 掏出一张面额一千两的银票 拍在桌子上 看着这中年术士道 我压八 压一千两 看着赵定拍在桌子上的一千两银票 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明显吞咽了一口口水 不过脸上却依旧笑呵呵地道 好 公子买定离手 说话之时 手下意识地想要把手里的瓷碗 往前面挪一下 但依旧被赵定一手按住 赵定笑呵呵地看着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别动了 就这么开 挺好 第九十三章王爷 你要给我做主啊 好 开 我这就开 这术士打扮的中年道人望向赵定咧嘴一笑 但手却下意识地往前挪去 赵定一把按住这术士大扮的中年男子手 别动 就这么开 这中年男子 见状脸色微变 但脸上却依旧露出笑容 望向赵定 我开啊 我在开啊 那你开啊 赵定依旧一只手 按住这中年男子手底下的瓷碗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公子让你开 你却不开 你耍诈 你是在骗我们是吧 到了这一刻 周围的人 渐渐地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一个个眼神微眯 神色有些不善地看向 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没有 哪能啊 我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耍诈呢 这中年男子 咧了咧嘴 善善一笑道 那你倒是开啊 旁边有一人开口喊道 呵呵 听着这话 这中年男子一个劲的傻笑 但按在盖碗上的手 却是有点挪不动了 弄了半天愣是没开 你不开 我帮你开 赵定咧嘴一笑 眼神示意一下身旁的张三 张三立马反应过来 大步走上前 一个擎拿手 便直接把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胳膊反向地按在了地上 疼 这术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连连喊疼 但张三的手 却依旧宛若刚前一般 死死地把这中年男子 按在地上 让其动弹不得 赵定随手拨开 盖在盖碗上的黑色布片 里面果然是 疤 随后又不动声色地 把这盖碗 微微往前挪动了一下 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中 那原本是八的铁片 瞬间翻滚成了三 好家伙 原来你是一个骗子是吧 我说老子怎么玩怎么说呢 原来如此啊 狗东仙 这里是应天内城 你居然敢当街行骗 来啊 给他带到官府里面 我倒是要看看 他有几张嘴 兄弟们一起上 随着这铁片 在众目睽睽之下 翻滚成了三 一瞬间 周遭的人群 顿时变得义愤填膺起来 尤其是那些 在这术式打扮的中年男子手上 输过不少钱的人 更是眼睛都红了 一个个喘着粗气 神色不善地看着此刻 依旧被张三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中年男子 我 我 看着这一幕 中年男子下的脸色苍白 脑袋上一个个冷汗浮现 张了张嘴 但半天却说不上来一句话 赵定一把抄起地上 自己之前丢下去的 一千两银票 随后又拿去 自己压在三上的银子 顺带着连绿桃压下去的 那一两碎银也一并捡起 扭头看向张三喊道 走了 张三抬起头 看了一眼周围 已经涌过来的人群 以及被他按在地上的 这术式打扮的中年男子 抬腿踹了一脚 一脚把这术式打扮的 中年男子踹在了地上 吃了一个狗吃屎之后 随后拍了拍手 这才随着赵定 走出了人群 而随着张三 走出人群之后 那术式打扮的中年男子 顿时被人群围了起来 淒厉地哭喊声 顿时从人群深处响起 看着这一幕 绿桃顿时有些解气地 哼了一声 气呼呼在地上跺了两脚 这才追上的 一脸抱怨地看着赵定 亡 还没等他说完 赵定的眼神 便已经望了过来 绿桃这才改口 眼神忧愿地看着赵定 道 公子 你是不是早都看出来了 刚才你为什么不提醒人家 赵定邪谋地看着绿桃 提醒你有用吗 嗯 绿桃摸了摸下巴 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喊笑道 好像没用 那不就得了 赵定翻了翻白眼 嘿嘿 绿桃又是一阵憨笑 赵定看了一眼 周遭渐渐暗下的天色 随便看了一下路边的酒楼 摸了摸肚子 喊道 王爷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吃完东西 再带你们去品 看海鲜商人 本来赵定打算 说去品海鲜的 但一看绿桃 这一副女扮男装的样子 倒嘴的话 最终又变成了看 而听着赵定这话 张三原本一脸兴奋的神色 顿时和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笼搭着脑袋 跟在赵定的后面 唯有没心没肺的绿桃 还是一脸的兴奋 与此同时 秦王府内 王爷啊 救命啊 你可要为小的报仇啊 那赵定不讲理啊 小人我就是 在门口喊了几声 那赵定居然就只是下属 打断了小人的腿 王爷 你可一定要为小人我做主啊 赵刚刚刚吃饱饭 抱着怀中娇媚的小妾 来一波保暖私盈欲 结果 这条秦还没到位 就听到王府大门外面 响起来淒厉的哭喊声 抬头一看 就看到一众的秦王府下人 抬着担架走了进来 担架上 黄武针哭爹喊娘的躺在上面 一条腿 以规则的形状扭在了一旁 你先下去 赵刚微微皱眉 对着怀里的小妾吩咐了一声 那小妾顿时不满地娇哼了一声 站起身心不甘情不愿地 向着王府的后面走去 见小妾走后 赵刚站起身走向大厅外面 刚刚下了台阶 到了院子里面 就看到黄武针哭喊娘的 从担架上爬了下来 一把抱住赵刚的大腿 哭喊道 王爷啊 你可一定要为小人我做主啊 小的是奉王爷你的命令 去给王爷你送消息 邀请那赵定来王府一举 谁曾想 那赵定不分缘由的 就派人上来 打断了小人的一条腿 更是直接让小的带话给王爷您 说您要是有任何不满 可直接去陛下那里参他一本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赵刚一脸狐疑地看着黄武 眉头几乎皱成了一个穿子 是啊 小的一句假话都没有啊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呀王爷 黄武哭喊着 一边哭喊着 一边抱紧赵刚的大腿 王爷 你可一定不能放过他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个郡王而已 而王爷 您可是亲王啊 您现在屈尊派小人去请他 结果他非但不来 还派人打断了小人的腿 这哪里是在打小人的腿 分明就是在打王爷您的脸啊 您可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听着黄武这话 赵刚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冷冷地看了黄武一眼 随后又看向驿馆的方向 冷哼一声道 好你个赵定 莫不是以为本王真的不敢参你 来人啊 给本王准备笔墨 本王这就上书 参他赵定一本 第九十四章 这就是所谓的吃海鲜 你说那燕王指使他下人打了黄武 还把黄武的腿给打断了 他怎么敢的 他不怕得罪秦王 进王府内 听着变故的禀报 赵横微微一正 有些哭笑不得 赵定虽然和他们一样 都是赵重远的亲子 但论地位和受宠程度 却和他们比差远了 不然当初也不会被赵重远一大发 直接打发到幽州那个 自古以来都是鸟不拉屎 鸡不生蛋的苦寒之地 而且一待就是八年 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回京的机会 居然刚回来 就直接指使下人 打断了秦王府管家的腿 这可真的有意思了 赵横捏着下巴 站在大厅里面走来走去 一旁的便故望着赵横 也不敢说话 过来半场 才有些试探性地问道 王爷 依我估计 以秦王那脾气 这次回去之后 指定要参纳燕王一本 咱们是不是也要 赵横邪眸地看了一眼变故 轻蔑一笑道 你个蠢货 就知道落井下石 亏你还跟在我身边这么久 你脑子呢 帮着秦王申一本 弄走了赵定 于我而言 有何好处 等着赵定走 我在和秦王真刀真枪的斗 与其这样 反不如拉拢赵定 虽说他无权无视 身后也无什么母族势力 就是连父皇也不怎么待见他 但终究也是一个王爷 若是用得好没准 也能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与其如此 不如拉拢 何必得罪 便是我帮着秦王参了赵定一本 秦王会感谢 王爷我不 敌人的敌人 那就是朋友 如此浅薄的道理 你怎么不懂 赵横阴沉着脸 满口呵斥着变故 听得变故脸上 也是冷汗淋漓 他倒是想到了这一点 但问题 是他不敢说 说了岂不是显得 他这个狗腿子 有自己的主意了 燕王现在在哪呢 本王要亲自去见他 过了半晌 赵横突然看向变故问道 听着赵横这话 变故微微皱眉 思索了半晌道 王爷 咱们的人看着燕王殿下 出了驿馆之后 就找了一辆马车 轻装俭行的 带人进了内城 似乎是奔着教方司的方向去了 教方司 都这种时候了 他怎么还有心情去教方司 听着变故的话 赵横彻底的愣住了 这前脚刚得罪了赵横背后 站着大前向门的十全王爷 后脚就去教方司 逍遥快活去了 这赵定心怎么这么大 不过一想着 赵定自幼在京城读书时的模样 赵横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摸着下巴感慨道 傻人有傻福啊 可惜却生错了皇家 说吧 对着变故吩咐一声道 去换一身衣服 随本王去教方司 啊 咱们也去 听着赵横这话 变故微微一正 虽说大前律法并没有任何一条律法 严令皇室子弟去教方司 但教方司 毕竟算不上什么 上得了台面的东西 故而 皇室子弟为了名声 也就很少会去 是王爷 变故恭敬的婴和一声 然而还未等他走多远 便听着赵横喊道 把本王上次送给陛下 被退回来的穷江御路带上 让本王的这位不受宠的小皇帝 好好地感受 感受我应天皇城的好东西 青州 韩王府 相对于另外一条大街之上的富丽堂皇 贵气十足的秦王府 韩王府明显简朴了许多 规格或许相同 但从内在的细节装饰 还是从门口吓人的穿着 都能看出不小的差距 此刻相对于早已人去楼空的 只剩下几个看家护卫的秦王府 韩王府外密密麻麻挤满的衣着富贵 度大妖元的青州当地乡身豪足 此刻一个个神色焦急 或站或蹲得挤在韩王府门口 时不时的望向那紧闭的韩王府大门 原因无他 最近赵重远下令彻查青州一州税收 尤其是一口气灭了周里孙前 这四大家族之后 还把秦王和晋王调走之后 这些平日里 依附四大家族和秦王和晋王全市 欺压乡里的地主豪身 瞬间慌了神 一个个急急忙的背上厚礼 寻找韩王这个以往不显眼 而现在格外耀眼的王爷 韩王出来吗 韩王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都等了三天了 也给个准信啊 你才三天 我都七天了 我比你还急 一道道议论声不断地在韩王府外响起 听着这些议论声 那些本来还有些希望的地主豪身 顿时低下了头 而与此同时 韩王府内 靠近后院的演武场内 一名青年弯弓射箭对准前方的把坛 接连九剑每一剑都力无虚发 皆是命中把刑 王爷这剑法越来越高超了 颇有几分陛下当年的风采 随着这青年接连九剑射出之后 演武场外围 一穿着黑袍的老僧抱着毛巾走了上来 笑着说道 大师过誉了 这青年一把接过毛巾 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 折叠在手中 笑容温和地看着 这穿着黑色长袍的老僧 见着青年擦完了脸上的汗水之后 这穿着黑袍的老僧 从袖中掏出一叠文书递给青年 道 按王爷吩咐 这些都是 外面那些豪身地主递进来的礼单 还有名册 不知道王爷有何打算 而这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韩王赵华 接过老僧递过来的文书 青年看了一眼 随手直接撕了 笑呵呵地看向老僧道 大师 这些人来过吗 听着这话 这老和尚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道 对对对 没有来过 没有来过 说罢便不再多余 紧闭的韩王府大门 依旧紧闭着 而演武场内的射箭 依旧继续 看似在一个世界 但却又仿佛 不在一个世界 黄昏时 赵定带着张三和吕涛 终于来到了应天赫赫有名的教方司 华登出上 各式各样的马车 已经停在了教方司 所在的胡同外 院子里面传来 司主管弦的声音 传来清悦动人的歌喉 听着这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一幕 赵定心地明白 美丽的夜生活 即将开始了 而吕涛 却一脸见鬼地 看着赵定和张三二人 这就是 所谓的吃海鲜 第九十五章 进入教方司 烂俗的套路 看着教方司院子里面 时不时传来的 司主管弦声 以及那清悦动人的歌喉 绿桃正然地站在院子外面 脚下的步子 像是贯迁了一样 这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这就是自家王爷说的 吃海鲜的地方 那些海鲜商人是 走啊 怎么不走了 去吃海鲜啊 赵定饶有兴趣地站在原地 拉了拉绿桃的袖子 此刻绿桃早已彻底地 变成了红桃 满脸含羞地看着赵定 王爷 要不我就不进去了吧 我 我 绿桃说了半天 到最后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一个女子 怎么可以来这种地方 这哪里是他一个女子 该来的地方 到了现在 他好像也明白了 为啥出门的时候 赵定要让他 换上一副儒生打扮了 搞了半天 居然是因为这个 怕什么 绿桃 你不是要吃海鲜的吗 王爷带你来了 你怎么可以进去 张三在一旁 帮衬着嗓子喊道 气得绿桃又愤又怒 但到最后 也只能恨恨地跺了跺脚 但说什么也不进去 过了半晌 压下心底的羞愤 绿桃好不容易 才抬起头望向赵定道 王爷 我先回去了 去哪 赵定邪谋着问道 回一馆 一馆距离走回去 要三段时辰 你确定 嗯 思索了半晌 绿桃中就是红着脸 跟了上去 跟在赵定的后面 向着教方司大院走去 教方司并没有那种高楼 因为不需要 眼下这片胡同里 所有的院子 都是教方司的 毕竟国企嘛 财大气粗 还是要有的 不过进入教方司 也是有门槛的 平民什么的 不能在这里消费 倒不是什么阶级划分 而是教方司打底消费 就是五两银子 要知道 这五两银子 可不是睡姑娘 而是捉费 类似于去前世 KTV的开房费 等于是最低的消费 就是负责付银子的绿桃 看着教方司的小丝 美滋滋地 从他手里接过五两银子 都一阵心疼 张三倒是无所谓 反正 他这趟纯属白嫖 然而 就在他这个念头 刚刚落下的时候 却见着赵定一个眼神 看向绿桃 绿桃顿时会议地走上前 对着张三伸出了小手 张三 张三顿时哭丧着脸 看向赵定 王公子 你忍心吗 我在您身边 可是一直任劳人院啊 我 然而赵定喝的一声 翻了翻白眼 想白嫖我 那是不可能 只有我赵定白嫖别人 于是乎 在张三一脸肉痛之下 终究是从怀里 掏出了五两银子 递给了绿桃 而绿桃也不客气 美滋滋地 从张三手中 接过这五两银子 随后小心翼翼地 收入赵定来之前 给他的荷包里面 小脸上顿时露出满意之色 张三一脸不愤地 看着绿桃 望向赵定道 王爷 凭什么绿屡涛他呢 因为王爷我乐意 张三 一瞬间 张三脸上的神色 更加优越了 而绿桃却一脸炫耀似的 背着小手 走在赵定的后面 不过 心底对于这进门 就要十两银子 还是有些碎碎念 而赵定也是一脸感慨 这教方司 当真是不坑穷人啊 果然良心起意 其实也正是因为 教方司这么高的收费 所以 进入教方司的客人 也主要分为三种 一 豪身聚骨 这类客人最舍得花钱 因为平日里 社会地位低下的他们 对于睡饭官女眷 有着超乎寻常的 狂热的执着 二 官员 教方司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下班之后 喝茶聚会的地方 只要有应酬 就喜欢往教方司走 不过礼部的人可以白嫖 因为教方司 在大前官僚机构体系中 归礼不管 三 读书人 这类人要比豪身的主要斯文 也没有官员难伺候 最重要的是 喜欢迎师作对 迎师作对 这可太让人喜欢了 比如说 某大师人 好像就号称 一生白嫖 而教方司的姑娘 也主要分为三种 一 犯官女眷 这类人最惨 被迫沦为封尘 受人欺辱 二 战争中掳来的女子 当然 这类人在如今的教方司最少 主要是 自从赵重远登基之后 便以休养生息 与明安庚史为主 从不善起战端 故而眼下大前教方司内的 因为战争掳掠而来的女子极少 三 就是教方司内招募的继子 绿桃虽然在门外付钱的时候 因为占了张三一点便宜 还有些得意 可随着赵定进入教方司之后 尤其是看着那些 随着达官显贵进进出出 穿着暴露的女子 瞬间就又变成红桃了 虽说这些年他跟在赵定后面也算是见多识广 可哪里见过这种架势 红着脸 低着头 跟在赵定后面 走路那也是飞起 好几次差点撞到赵定身上 不过也好在这里是教方司 而不是青楼那种 亦或是比青楼还要低级的胡同像 甚至是窑子里面的话 保不准就要被那个站在路边缆克的继子给拉住 喊着 小郎郡免费啊 相对于绿桃的害羞 张三却一脸好奇地看着左右 自从进入教方司里面之后 彻底变成一副活脱脱流浪浪进大官员的架势 就差把眼珠子抠下来 按在那些进进出出的继子身上 赵定对于这些继子没有兴趣 他在寻找花魁 据他所知 应天这座教方司的花魁共有十二位 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独门手艺 祝 此处手艺是正经手艺 可不是 也正是如此 这些人才是他赵定的目标 前世没阔过 这一世阔了 晚点好的 问题不大吧 走了许久 路过一个 又一个小院 赵定像是挑选猎物一般 看向那些院落里面 但可惜 教方司逼格 好像有点高三 于是乎 他啥都没看到 就在此时 一个喝得醉熏熏 度大妖元 满脸油光的中年富商 在身旁那模样 还算可以的继子搀扶下 缓缓悠悠地走到赵定的面前 眼神巴巴地看着赵定身后 低着头的绿桃 醉熏熏地喊道 公子 你家这小跟班不错呀 什么时候 听着这话 赵定一乐 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 身后此刻一身男装打扮 怎么看都算是一个模样 俊俏的小狼俊 又看了一眼 这杜大妖元 满脸油光的中年富商 我这是禁错书了 如此烂俗的套路 第九十六章终究是不老套了 张三 有 请这位爷喝杯茶 对嘞 张三点头硬喝一声 随后走上前 从怀里掏出一条湿毛巾 在那模样还算不错的继子 一脸害怕的眼神中 不管这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如何挣扎 直接按了上去 一阵肥镖肉滚动之间 这肥头大耳 杜大妖元的中年富商 在一阵剧烈的挣扎之后 翻了白眼 向后倒了过去 张三一把拉住这中年富商 随后往那模样 还算不错的继子上边一推 又招来两个在教方厕 负责端茶送水的小丝 朝他二人吩咐了一声 随即冲着那继子喊道 这位爷太高兴了 睡着了 带去厢房吧 诶诶诶 见张三这么一弄 这中年富商就这么晕了过去 这继子早都吓得魂飞魄散了 哪里还顾得上喊人什么的 赶紧招呼这两个小丝 带着这中年富商 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着这一幕 赵定扎巴着嘴 嗯 这样就不老套路了 王爷 您在嘀咕什么 绿桃在一旁小声地嘀咕道 虽说刚才那中年富商的模样 有些吓人 但绿桃跟在赵定身边 什么场面没见过 对于这些小把戏 早都看腻了 别说是张三出手了 就是没有张三 以他绿桃自己的身手 也能轻易地把这富商收拾了 无非就是脏不脏手罢了 尤其是这富商 一副度大妖元的模样 居然还是一个男女通吃的货色 更是让绿桃一阵恶寒 直呼太会玩了 又转了一圈 赵定终于在一个小院子外停了下来 院门的匾额上写着 卧梅阁 院门打开 两盏红烟烟的灯笼悬挂 院内是一株梅花 可惜眼下不是冬季 也不是秋季 故而就少了几分怒雪傲美景 主要是选择在此 主要是赵定听说 这卧梅阁的花魁李树君 是一个音律诗词 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 由善消敌 歌声也格外地甜润 嗨嗨 此处绝对正经 向外地插出去 等赵定踏足这个卧梅阁的时候 一位十六七岁的门房小伙 已经守在院子门口 正带着沈氏的目光 看着赵定 他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称呼 在下北江商人齐步语 久文淑君姑娘大名 特来拜访 赵定拱了拱手 客客气气地和门房说话 卧梅阁是花魁李淑君的住所 这里的入门费 就要十两银子 比普通的院子贵一倍 教方寺的花魁 共有十二位 根据品 韵 财 色 分为四等 李淑君属于第一等 由善消敌 这十六七岁模样的门房瞧了一眼 赵定三人 不嫌不淡地喊道 三位一共三十两 赵定也没废话 直接让绿桃付银子 张三本能地握紧了手里的荷包 但见着赵定 直接让绿桃付银子之后 并且连带着他的 也一起付了之后 心底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总算是 记账啊 还还可 一瞬间 张三的脸顿时垮了下来 见赵定等人付完钱之后 这门房顿时领着赵定 向着院子里面走去 他乃是这教方寺的门房 什么人没见过 甚至就是遮掩身份 来此的在外开服的皇子 他都见过 自然对于赵定等人 这门房也没多在意 依旧自顾地走在前面 见着门房走向里面 赵定自然跟着走上去 听着院子里面的笑声 与丝竹声传来 打茶为估计已经开始了 但门房既然让他进去 说明院子里面不是包场 还散客 出来玩的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包场 一种是散客 如果是前者 赵定今天不谅身份 就有点难了 我没招待客人的地方在一楼 面朝院子的帐门敞开 十几客人坐在酒屋里面 饮酒 笑谈 简称吹牛 门房被赵定几人 带到了院子外面就停了下来 换做一个模样 算得上可人的婢女 出来迎接赵定等人进去 见着婢女 带着赵定等人走了进来 一瞬间 那些在酒屋里面饮酒 聊天的客人 目光都望向了赵定 准确说是 看向赵定身旁的绿桃 没办法 绿桃本身就是姿色模样 算得上一等一的丽人 虽说此刻穿了一身男装 但打扮之下 却更显一抹英气 放在男人堆里面 那也是一等一的郡公子 此刻随着赵定带着绿桃走了过来 那自然目光 自然就落在了绿桃身上 至于赵定 虽然也是郡朗公子 但和男装打扮的绿桃 终究差了点 至于张三 您是谁啊 于是乎 小院子里面气氛 瞬间变得有些古怪的起来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绿桃眼观鼻鼻关心 自然而然的 把这些充斥着硝烟味道的眼光 直接忽视了 据是一副高冷的模样 跟在赵定身后 赵定见此也不在意 拱了拱到 在下北疆商人齐步语 见过诸位兄台 在场的众人中 既有着穿景衣的豪身 也有国子健的学子 身份不高不低 见赵定说话 此刻有人不深在意地 移开了目光 有人打量审视 有人以微笑回应 其实 按理说也有官员的 不过随着赵重远 在青州和益州大厦四方之后 外加秋茶在即 一个个也都老实了 而到了这一刻 在场的众人 也都看出来了 赵定一行三人 明显以赵定为主 不说那有些贼没熟眼的青年 张三 就是那模样 俊秀的小生 绿桃 行走之间 也落着齐步与半步 明显是随从打扮 见没人说话之后 赵定边带着绿桃和张三 坦然入座 不过目光却看向了 酒桌旁边充当席旧的花魁娘子身上 面色寒春 目留奇彩 相姿五色 神韵天然 这个女人确实不错啊 纵然是看过不少美女的赵定 此刻看着这里书军 也有些被惊艳到了 单从武官来说 这位花魁 那是和绿桃一个级别的 也就比萧玉奴那小妮子差了点 不过论风姿 却是一点都不差 最重要的是有料 可可可 第九十七章 我长得像赵刚那蠢货吗 哈哈哈哈 还没等赵定落座 一阵爽朗的大笑声 从人群院门外面响起 一名穿着华服的青年 带着一副管家模样打扮的中年男子 大笑着走了过来 哈哈哈哈 哈哈 这穿着华服的青年男子 见到赵定就一个劲的哈哈大笑 搞得赵定也是一脸的懵 这人被人戳了笑穴了 不然咋一个劲的傻笑 翻了翻白眼 扭过头懒得理他 可可爱 这穿着华服的青年 看着赵定瞅了自己一眼之后 便直接扭过头去 当即止不住的一阵干渴 啥米情况 他不认识我了 我可是他五哥啊 赵恒心底有些崩溃的看着扭过头去 正盯着花魁娘子的赵定 一挥手 伸手帐门 顿时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个个容貌丝毫不下于李淑君 而且梅兰竹菊各有特色的花魁娘子 在侍女的带领之下走了进来 一看这架势 本来卧梅小阁里面那些正在饮酒 笑谈的文人雅士 富商豪身顿时愣住了 一个个错愕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什么人啊 这么大的档次 居然把京城教方司的十二位花魁 全部叫过来了 不过看着那一个个 虽然同样是一副寻常打扮 但行走起来 虎虎生风 明显一副训练有素的男子走了进来 在场的众人心底大概也明白 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经个估摸着 遇到了那个不怕死的二世祖 在秋茶期间包场了 一个个喝了一口面前的茶水 清了清嗓子 对着这卧梅阁的花魁娘子 拱了拱手之后便退了出去 赵定却依旧带着张三 绿桃大大咧咧地坐在席座旁 自顾地吃着面前 坐上侍女送来的点心 不管咋说 三十两银子花了 就算花魁娘子睡不到 但这吃也要吃回来一点 同时赵定也差不多明白 接下来要发生啥了 大致就是 对 你是哪家的小贼 本公子在此 你怎么还敢留下 来人呀 狗头 不好意思穿场了 应该是 对 来人呀 给我压下 呃 不好意思也穿场了 应该是 这次觉得不会错了 那就是 嘿 哪里来的不长眼的东西 没看到 小爷我花了银子包场吗 今日这书军姑娘 小爷我包下了 然后 张三给我打 然后 你等着 我弟是谁谁谁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于是乎 等着他们家老德来了之后 他赵定就要化身歪嘴龙王 啊 也不看你家爷爷我是谁 我乃是当今大前景帝九子幽州燕王殿下 嗯 思索了半天 赵定喝得笑了一声 哼 滥熟情节 他赵定前世 不知道都看了多少遍了 等着你王爷 我化身歪嘴龙王 打你们这帮这儿的脸吧 于是乎 默不吭声之中 赵定主仆三人 不约而同地 继续低着头 吃着桌上的茶点 看得书军花魁娘子 也是有些惊讶地说不上话来 小手轻轻捂住小嘴 一脸惊讶地看着三人 这三人看似一副富家公子打扮的 咋一个个和饿死鬼投胎似的 不知道大人物来了吗 思索了半晌 花魁娘子终究还是忍不住 善意地提醒到三位公子 这 还没等花魁娘子说完 就见着赵定抬起头 看了一眼花魁娘子面前 还没有动的茶点 一把端了过来 随后在花魁小娘子 目瞪口呆的眼神之中 主仆三人一人一个吃得好不快活 顺带着 还把花魁娘子面前的酒水顺了过来 一人一杯 李书居 旁边的侍女刚想喝池提醒 却被花魁娘子瞪了一眼 便见花魁娘子起身 望向正在走过来的赵衡 欠身一礼道 这位公子今日包场 妾身不胜荣幸 但我这小韵之中 客人还未享用完茶点 不知可否稍作等待片刻 花魁娘子的声音婉转动人 如空谷幽名 又如黄梨体名 煞事好听 等什么等 我是来见我弟弟的 却见赵衡满不在乎一挥袖子 听着赵衡这话 不只是花魁娘子愣住了 就连某三位表面上装作饿死鬼 实际上已经做好装逼打脸准备的赵某人 张某人 绿某女此刻都愣住了 这是啥米套路 我有点不懂 然而听着赵衡这句话 花魁娘子的俏脸上 也不由得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 对着赵衡微微欠身 又不由地看向了赵定一眼 搞了半天 原来是富家公子之间的玩笑 倒是他这个花魁 眼力见儿不行了 又对着 赵定欠身一礼之后 这才带着侍女恭敬地站在一旁 虽说他李淑君 乃是这京城教方司的花魁 但对于各自的地位 他自己心底也清楚 沦落风俗之地 不过终究是他人手上的玩物罢了 故而没有丝毫的不悦 依旧俏脸 含笑地站在一旁 倒是赵衡 大大咧咧地走上前 坐在赵定的旁边 笑呵呵地喊道 酒帝 许酒未见 近来可好啊 赵定抬起头衔眸地看了赵衡一眼 有点熟悉 又有点不熟悉 又好像有点熟悉 又好像有点不熟悉 那特么的到底是熟悉还是不熟悉 边听着张三突然凑到了赵定的耳边 指了指此刻赵衡身旁那一脸谄媚笑容 几乎和胡三属于一个师父 下山的变故 张三小声道 王爷 这个人我之前差点打过 声音虽小 但不知道变故是不是天生耳朵聪慧 还是怎么的 一瞬间 脸上的神色就僵在了脸上 什么叫之前差点打过 感情我要是走得慢 我也要被打呗 不过碍于赵定和赵衡就在面前 变故想了想 终究还是不敢说话了 便见着赵定回过神来 望着赵衡 站起身拱手笑道 原来是二皇兄亲自驾灵 倒是王帝我有失原因了 原本听着赵定这话 还准备站起身应付一下的赵衡 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二皇兄 你一家都是二皇兄 我长得像赵刚那蠢货吗 第九十八章 是时候该收点利息了 不对 好像骂自己了 赵衡一盘算 骂赵定一家都是二皇兄 而他又和赵定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这不等于是按戳戳地骂他自己 像赵刚那蠢货 可可爱 赵衡不由地清了清嗓子干咳道 九弟 我是五哥 似乎怕赵定还记不起来 赵衡清了清嗓子 看了一眼左右 确定张三 变故 绿桃几人都没有靠近之后 这才小声说道 就是咱俩小的时候 去偷看孙才人洗澡 让你把疯的那个五哥 说到这里 赵衡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赵定却止不住地干咳了起来 不由地正眼瞧了一下 眼前这位和自己 好像有那么一丝相像 但也说不上来 特别像的五哥 还别说 这唤起尔是记忆的手段 当真是别具一格 一瞬间 他那融合并不完整的记忆 瞬间浮现了出来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少而不移的故事 反正就是当天晚上养心殿里面 两个两小无猜 屁股顶光的小屁孩 被某个不要脸的老头子 掉在房梁上抽了一顿而已 然而一旁的变故 却一脸见鬼地看着自家的王爷 没想到自家王爷那癖好 居然是自幼养成呢 难怪晋王府内豢养的官绩 年纪都有些偏大 不过仅仅只是瞄了一眼之后 变故立马就低下了头 那是眼观鼻鼻关心 完全就是一副 我啥也没听到的架势 嗨嗨 赵定干咳一声 清了清嗓子 不由得有些尴尬的笑道 原来是四 五 五 五 没等赵定说完 赵衡就赶紧纠正道 啊对对对 是五哥 五哥 赵定赶紧笑道 不过心底倒也明白了 自己这位五哥的来意 打着哈哈道 哟 五哥这是和小弟同样的癖好 来叫方思喝花酒来了 赵衡扎了嘴一下 一脸责怪地看了赵定一眼 咱这怎么叫喝花酒呢 咱这叫淫尸作对 赵定瞅了一眼 赵衡身后占成一排 梅兰竹菊各有千秋的花魁娘子 娘嬉皮的 好端端的一句正经话 咋从你嘴里说出来 感觉车咕噜都压在我脸上了呢 不过这句话 赵定自然不会是说的 依旧笑呵呵地附和道 啊对 咱这是淫尸作对来了 这该死的大中华文化 见赵定点头附和了自己 赵衡也不废话 扭头对着变古沉着脸喊道 还愣着做什么 没看到本王已经见到燕王了 还不让人落座 一个个傻站着做什么 说着还站起身 对着身后的几位 到现在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花魁娘子 一边挥着手 一边喊道 来来来 快快快 唱起来 跳起来 快快 于是乎 在堂堂当朝陛下第五子 晋王殿下的招呼下 原本安静的卧眉小阁 顿时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司主管月之声不断 就是连到现在 还有些猛逼的书军花魁小娘子 也在几名风韵犹存的 吹起了必消 轻量动人的歌喉声 在小院内响起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赵恒突然给站在外面的变故 使了一眼色 后者立马一路小跑 没过多久 就抱回来一盘子酒 恭敬地摆放在赵恒和赵定兄弟俩面前 赵恒挑了挑眉 一脸献饱地看着赵定 悄咪咪地凑到赵定的耳边小声地说道 这些年 你去幽州 五哥我其实一直惦记着你 但奈何 我大前律法森严 五哥我纵然有心 但也无力 这不现在一听到 你回京城了 就特地找人弄来点好东西给你 说着 哗啦一声 掀开了酒坛子上的风口 一股动人的酒香 瞬间扑面而来 但闻着这酒香 赵定 张三 绿桃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这酒香 他们好像有点熟悉 而且是熟悉还不能熟悉的那种 便听着赵恒站起身 抱起酒坛子 又让变故拿来一碗 亲自给赵定到了一碗 似乎怕洒了 过程那都是极度的小心 同时为了表示大气 一挥手 又让变故给坐在二人下手边席位上的 张三和绿桃 一人倒了一碗 随即一脸炫耀的看着赵定说道 九弟 你闻闻 这酒怎么样 我和你说 这可是酒神杜康 杜老爷亲自酿造的 号称穷江玉露 一两就要八十八两银子 我可是听说啊 这酒从酿造到加工出来 再到最后成行 那必须是厨子全程操作 差一点 味道可就不对了 赵恒在一旁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 听得赵定直翻白眼 这不是当初他忽悠那李龙的话吗 怎么就 等等 李龙 一想起李龙的名字 便看着眼前的这穷江玉露 赵定眸子瞬间瞪得滚圆 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自打进入京城的那一刻起 他就在想方设法地打听这李龙的踪迹 收回那五十万两银子 可奈何这李龙和消失了一样 不过他赵定怎么打听都打听不到 眼下没想到 这一次酒宴居然又看到了这穷江玉露 等等 多少两 回想着刚才赵恒的话 赵定瞬间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这酒多少银子一两 八十八两啊 还七天只卖一天呢 这一坛子 我可是迷人去了许久才收集到的 赵恒下意识地回道 其实他有一句话没说 就是这一坛酒 本来是打算送给他老爹赵重远的 没成想他老爹不要 还派人给他送回来了 于是火就出现在了这里 八十八两银子一两酒 赵定邪谋地看着赵恒 再看着手里的穷江玉露 一瞬间他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善良了 二两一斤的酒卖个二十两一两 已经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没成想 人家直接一转手 八十八两银子一两酒 闻了一口 赵定顿时有些想骂娘了 特么的 居然还对水 果然啊 论黑还得是李龙啊 清了清嗓子 赵定一脸正色地看着赵恒问道 二哥 你说 你这酒是从哪来的啊 是时候该收点利息了 第九十九章 幽州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 听着赵定这话 赵恒嘴角又是一抽抽 一道清晰的黑线 瞬间出现在赵恒的脑门上 我是五哥啊 混蛋 抓狂 不过脸上 赵恒却依旧笑嘻嘻地说道 怎么 九弟你对于这穷江玉露感兴趣 赵恒故作诧异地看着赵定 心底却已经乐开了花 他带着穷江玉露 来为的是什么 显摆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虽然其中也有那么一丢丢 但不重要 现在看着赵定 居然主动问起了穷江玉露的来历 赵恒嘴都快得到耳朵根了 他涂的不就是这个 清了清嗓子 赵恒故作陈宁 一脸舍不得地看着赵定 沉声道 其实 九弟若是喜欢 五哥 我也不是不能送给你 毕竟咱兄弟的情义嘛 自然不是一坛酒所能比你的 虽说得到他有些难了一点 还要花不少的时间 但在咱们兄弟面前 这又算得了什么 说到这里 赵恒的声音陡然变得高昂 听得绿陶和张三插得没憋住 这哪和哪啊 咱家王爷 就是急着去收利息 讨回点本金 你咋就扯到这事情上了 再说了 你这酒 在咱幽州一大堆好吗 更别说 你这酒还是对过水的 那更是没人喝 不过 这话 绿陶和张三 那是打死 也不敢说出来啊 唯恐扰了这位静王爷的雅性 赵定嘴角也是微微抽搐地看着这一幕 思索了半晌 终究是不忍心打断 自己这位便宜五哥的一番好心 笑着说道 此酒乃是二哥你 五哥 五哥 赵恒干咳一声 终究是有些忍不住提醒的 哎呀 无所谓了 就是一个称呼而已 赵定一摆手 赵恒 赵定继续说道 既然此酒乃是五哥你 听着赵定这话 赵恒终究是长舒一口气 这一次 可总算是叫对了 便听着赵定继续说道 酒既然是五哥你心爱之物 小弟我自然是不能出手抢夺的 毕竟你我兄弟这么久没见了 哪能一见面 小弟我就拿了五哥你的宝贝 这样五哥你告诉我在哪 我自己派人去买点如何 没事 我可以送 不用 没事 我真的可以送 不用 没事 五哥我 行了 五哥你别说了 我不问了 我自己找人打听去 眼见着赵恒又要送 赵定赶紧挥手打断赵恒继续说下去的念头 赵恒 最先楼 眼看着赵定如此坚决之下 赵恒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谢了 赵定一拱手 随即对着绿陶和张三二人一招呼 直接向着卧梅阁外面走去 一瞬间 赵恒 眼看着赵定如此坚决 赵恒瞬间懵了呀 便顾眼急手快地拉着绿陶问道 小哥 燕王这是 绿陶解释道 没什么 也就是这穷江玉露的主子欠咱家王爷五十万两银子而已 多多多多 多少 听着绿陶这简单的一句话 便顾结巴地 差点没一口气咽过去 五十万两 那是相当于自家王爷十年配 灰色的不能算 是十六年的俸禄 燕王在幽州那地方 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便顾一脸惊悚地看着绿陶 咳咳汗 绿陶顿时干咳一声 解释道 说错了 说错了 是五十两 五十两 如此 那我也明白了 听着绿陶这话 便顾可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五十两也就正 不对啊 一个王爷 何至于为了五十两兴师动众啊 连自家哥哥的不顾了 见着赵定带着绿陶和张三 快速地离去之后 便顾一脸严肃地看着赵衡 王爷 我好像掌握了燕王爷的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被赵定摆了这么一刀 赵衡正纳闷了 邪谋地看了一眼便顾 亏他今天还花了大价钱 包下了整个教坊丝 结果赵定酒都没喝一下 就这么走了 便顾看了一眼左右 凑近赵衡的耳边 一脸严肃地说道 王爷 我感觉燕王殿下在幽州 绝对地疯狂地压榨 明知明高 甚至做起了卖国的买卖 嗯 听着便顾这话 赵衡先是一愣 玄机皱紧了眉头 神色凝重地看向便顾 为何这么说 便顾冷笑一声道 王爷 你知道燕王爷为何走得这么 啪的一声 还没等便顾说完 赵衡一巴掌 就已经抽在了便顾的脑袋上 直接把便顾脑袋上的帽子 都直接打飞了出去 王爷你 被猛然抽了一巴掌 便顾瞬间懵了 一脸懵逼地看着赵衡 赵衡翻了翻白眼看着便顾 有话说 有屁放 你当这是谍报剧呢 磨磨叽叽的 赶紧说 没看老子心烦了吗 说着 赵衡又没好气地 瞪了便顾一下 被自家主子这么一瞪 便顾瞬间老实了 委屈巴巴地看着赵衡 王爷 我刚才燕王爷的侍从说 那最先楼的老板 欠燕王爷五十万两银子 多少 一听这话 赵衡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 有些尖锐地看着便顾 五十万 便顾一脸委屈地看着赵衡 生怕赵衡再给他一巴掌 然而下一刻 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 便抽在了便顾的脸上 赵衡翻着白眼地看着便顾道 你特娘的也不想想 幽州那是什么地方 能这么有钱 你但凡有一点脑子 都说不出这么没脑子话 可若是卖国呢 便顾一脸委屈地看着赵衡 赵衡翻了翻白眼 像是看个傻子的眼神 看着便顾 你卖国赚来的银子 你会拿出来借给别人 这么说也是 便顾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随后就又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赵衡骂咧咧咧道 没事大惊小怪 吓老子一跳 你也不想想幽州 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随后 抬起头神色不耐烦地 冲着院子外的那些花魁娘子 喊道 接着奏乐 接着舞 而与此同时 赵定带着张三 绿桃三人的身形 也彻底地出现在了最先楼前 第100章 捅破天 看着眼前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的最先楼 张三嘴角直抽抽 这是搜刮了多少明知明高 才能在印天内成 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盘下这三层小楼 还没等赵定 带着张三和绿桃 走进最先楼 已经有伙计跑了出来 一脸谄媚地 看向赵定问道 三位爷 这是需要点什么 若是需要穷将预入 那不好意思 穷将预入需要预约 三天之后 也就是初八才有限量的100平 但您可以提前交付定金 还预约起来了 听着伙计这话 赵定直翻白眼 他当初就是胡咧咧 没想到这李龙 居然还真的 把他胡咧咧的那一套 给用上来了 还别说 看着效果好像也不错 淳朴的古代人民 就是好骗啊 不过也不对 李龙这叫不坑穷人 想到这里 赵定望向这伙计 问道 定金多少 这伙计看了赵定一眼 又上下打量了赵定的衣着 这才笑道 不多44两银子 噗 听着这伙计的话 赵定险些没喷出一口口水 哪有定金 就要44两银子的 索性也懒得和这伙计瞎掰扯了 直接看着这伙计道 去把你们家掌柜的交出来 就说 有一个来自幽州的人要找他 他明白什么事情 幽州 这伙计下意识地重复了一下赵定的话 又看了赵定 张三和绿桃三人一眼 你就说要账的 张三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要账 一听这话 这伙计顿时更加猛逼了 这最仙楼 虽然表面上是一家酒楼 但他们这些表面上伙计 实际上是京城外虎奔大营里面精锐的人 谁不知道 这最仙楼背后的主子 是当朝的司礼监丙比大太监王立世 要账要到王立世头上了 这是厕所里面打灯找米田供吗 不过看着赵定 尤其是赵定身旁的张三 明显是一副恋家子的样子 这伙计也没多说什么 就是简单地道了一句 稍作等待之后 扭头向着 这最仙楼里面跑去 见着这伙计跑进去之后 绿桃这才忍不住撇嘴道 王爷 这里龙的心真黑呀 二两一斤的酒 他居然还买人家八十八两一斤 当真是黑心透了 你家王爷买他二十两一两 绿桃 与此同时 醉云楼内 此刻已然是一副傅家翁打扮的二娃子 正噼里啪啦地听着 旁边账房先生 算着今日最仙楼的进账 其实最仙楼的进账 在这总账目中 不过是其中一份而已 真正在算的是 上一次赵重远 从幽州带回来的那些货物的总账 那才是大价钱 而且 相对于幽州之时 一副侍卫打扮 从内到外的 都透露着一股五夫气息 此刻的二娃子 早已摇身一变 彻底地化为了一个傅家翁的模样 唯一不足的就是 依旧操了一些 就是坐在这里没一会 都已经有些待不住了 记得抓耳挠腮 要不是抠脚鸭子 怕寻到帐房先生 没准现在就来一波抠脚鸭子大法了 房门外 一个伙计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 一进门就急急忙忙地喊道 统领 外面有人闹事 二娃子一脸嫌弃地看着这伙计 都说了多少遍了 在外面要叫我掌柜的 来叫声掌柜的听听 伙计 我是不是要叫你一声沙漠死神呢 无奈之下 这伙计也只能硬着头皮喊道 掌柜 外面有人闹事 听着伙计的这声掌柜的 二娃子脸上的神色 这才有所缓和 大大咧咧地摸了一下桌上的茶水 像模像样地品了一口道 哎 好茶 随即满不在乎地吩咐道 那就派几个兄弟打出去吧 开玩笑 这最仙楼背后 真正的主子乃是大前当朝紧闭 谁敢来找最仙楼惹事 厕所里打灯 找米田供呢 就是首府大臣来了 也照大不悟 听着二娃子这话 这伙计本能地想要扭头朝着外面跑去 但一想到临走时张三的那话 还是有些犹豫地看向此刻 依旧像模像样 喝着茶水的二娃子 掌柜的 那人说是从幽州来的 还说什么事要涨的 扑 二娃子倒嘴的茶水 直接喷了出来 直接一屁股从太师椅上坐了起来 看着这伙计一脸见鬼地问道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看着二娃子脸上这表情 这伙计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能硬着头皮道 要账了 咋了 不就是闹事吗 要不要我带几个兄弟 直接给他们抓到镇斧斯大牢去 说着 这伙计还有些意味深长地 给二娃子使了一个眼色 抓镇斧斯大牢 听着这伙计这话 二娃子险些没一口水 直接呛过去 抬起腿一脚 踹在这伙计的身上 骂骂咧咧道 你特娘的给我稳住这个人 好吃好喝的招待好 等我进宫 进宫完了 再和你说 被二娃子无缘无故踹了一脚 这伙计顿时蒙了 等他站起身来 二娃子已经火急火了的 向着醉仙楼的后面跑去 一边跑 一边还急吼吼地 脱去身上的宽松长袍 换上一身紧身的静装 眨眼之间 就消失在了醉仙楼里面 看得这伙计 也是一脸的猛 至于吗 这醉仙楼背后的人 可是私里间的 禀彼大太监王立世 王公公 陛下身边的人 一个幽州来的人 至于这样 若是让二娃子 知道这伙计的想法 那绝对上来 就是一个大逼斗子 这特么的是 王公公能处理的事情 这是冲着陛下来的 尤其是一想到 赵定手里 有的那个能记录 而且能重复 他人说话的那玩意 二娃子心底 就是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若是自家陛下 这声音传出去 尤其是用假名字 找人借银子 以及那些 极为羞耻的誓言内容 传出去 那还得了 直接就捅破天了 出了最先楼的后院 二娃子 直接骑上一匹快马 飞速地向着皇公而去 这要稍微处理不好 那可真的是捅破天了 尤其是 还是关当朝陛下 第101章杨斧 宝宝 我心里苦啊 你们长贵的呢 最先楼内 已经等了许久的 赵定邪谋着门口 刚刚左脚 迈入大门的伙计 被赵定盯着 这伙计善一笑 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赵定 但很快 又清了清嗓子道 这位公子 还请你稍作等待 我家掌柜的过会就来 过会就来 重复了一下 这伙计的话 赵定呢喃自语一声 但也没多说什么 那里龙毕竟家大业大 祖籍是雍州商户 能将家业开到应天来 也算是有点本事 在应天 也应该不止 最先楼这一处产业 等等导也无妨 反正他欠条在手 也不怕那里龙给他赖账 一旁的张三和绿陶 见着自家王爷都不说话 那自然也就更加 不会多说一句 静静地站在赵定的身后 等着李龙 而房间里面的 负责伺候的伙计 见赵定如此 心底更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到底是谁 居然敢来最先楼讨战 更加不明白 为何身为王公公 身边大红人的二娃子 为何会听到这消息 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骑马赶回京城 莫不是哪个王爷手下的人 这伙计狐疑地 看了一眼赵定 心底扎巴着 不过脸上 却并未表现出什么 反而极为热情地 给赵定奉茶 与此同时 大前皇宫之外 东门 一匹快马飞速地跑来 还没入门 一个令牌便丢了下来 看着守门的那位 接过令牌之后 简单地看过之后 二娃子就赶紧 向着皇宫里面跑去 大前皇宫分为 宫围和内庭 私立间隶属私立间 为大前内庭管理宦官 与宫内事务的十二间之一 始至于太祖十七年 有提督 长印 丙比 隋唐等太监 提督太监 长督里皇城内一切礼仪 行名及管理当差 听事各异 故而 私立间素有第一属之称 王立氏身为私立间的丙比大太监 平日里也都是伴随在当朝陛下身边 故而在进入内庭之后 二娃子并未向着私立间的方向跑去 而是直接向着平日里 赵重远居住的养心殿跑去 那里不仅是赵重远居住之地 也是赵重远散朝之后处理 内阁递过来的奏折所在之地 就在二娃子跑向养心殿内之时 养心殿 一处偏殿之中 赵重远高坐于龙椅之上 身旁站着王立氏 而在王立氏的下方 内阁首辅杨辅杨太师 坐在太师以上 而在杨辅杨老太师的身旁 坐着一名面容儒雅 面容和赵刚有些相似的中年男子 这面容和赵刚有些相似的中年男子 不是别人正式 大前内阁赐辅助 文元阁大学士兼左春芳大学士叶连成 也就是秦王赵刚的亲舅舅 大前朝堂之中 全是仅次于三朝元老杨辅杨老太师之人 也是秦王赵刚最大的依仗 因为曾担任过国子监祭九 且多次主考大前科举 故而门声顾力遍布朝野 故而权势极大 而在往下 便是内阁之中的最后一人 周善 大前吏部尚书 为大前三内阁之中的最后一人 是一名面容冷峻的老者 因执掌吏部 权势同样不小 而内阁首府杨辅杨老太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最近京城之中不少人中 都在流传着 关于他玄孙是他私生子的缘故 这位三朝元老 老脸之上愁苦之色 明显多了不少 他也纳闷他 都快八十的人了 怎么就还能老树逢春 诞下心子来了 甚至为此 他还派人查了 结果就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搞得他也是苦不堪言 这些日子以来 不说府里的那些丫鬟 就是在朝上 不少官员看他的眼神 都有些不对劲 对于此事 他洋府倒是想的 但奈何硬件不允许啊 那所谓的穷江玉露 他自己都厚着脸皮 找人寻来了一瓶 但喝下去之后 除了容易醉之外 别的效果 那是一点都没有 嗯 活泄这方面 倒是有点效果 故而 这年近八旬的老太师 梅宇之间的愁苦 更加愁苦了不少 陛下 近日以来 京城之中 关于老朽的流言蜚语不少 扰得老朽苦不堪言 不知道陛下委托经赵府尹衙门 查得如何了 何时能还老夫一个清白 这几日 陛下是不知道 老夫就是上朝的路上 逢人便有人问老夫 那穷江玉露的疗孝 是否真如传言的本 还有老朽那玄孙 到底是不是老朽亲子 老朽倒是想啊 但奈何老朽一大把年纪了 如何还能再生子嗣啊 还望陛下 还老朽一个清白啊 杨府愁苦着眉头 一脸求助地看着赵重远 说着 这位大前三朝元老 年近八旬的老者 颤颤巍巍巍地站起身 对着赵重远 就要坐视跪下 吓得赵重远 赶紧站起身 亲自去扶杨府 清了清嗓子 一脸正色道 老太师放心 此事镇定会给老太师一个交代 还老太师一个清白 你看要不这样 现在镇吉克就下一道御址 让朝堂之上那些议论 此事的官员就此闭嘴 你看如何 赵重远极为正色地看着杨府 仿佛此事压根和他毫无关联 那穷将欲露的银子 最后也不是进了他的口袋一般 听着赵重远这话 杨府脸上的神色反倒是更加悲苦了 沙哑着嗓子看着赵重远道 陛下 长颜道赌不如书 赌能赌住一石之口 但能赌得住长远府 还请陛下 尽快还老臣一个清白 说着 杨府就在赵重远面前 巴达巴达地磨起了眼泪 看得赵重远老脸 也是一阵尴尬 眼神不由地恨恨地瞪了王丽氏一眼 而王丽氏则是眼观鼻 鼻观心 依旧站在一旁 压根不接一句话 他哪知道 这流言会传得这么凶 再说了 他一个阉人 也实在不懂这些 当初就是为了夸大一点疗效而已 想着说 别人不行 就说杨府了 但谁知道 会导成如此模样 又是安抚了一阵 杨府这才抹着眼泪 做回了太师椅上 见着杨府不再说话了 赵重远这才悠悠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之前咱们商议的那些关于下训 潜水流域治理之事 就按照之前说的办 诸位以为如何 第102章 朕觉得燕王不错 听着赵重远这话 在场众人脸上的神色 也渐渐变得沉默了下来 潜水 大前的国号 便是因此而来 一条流经大前 绝大部分疆域的长河 自古以来 便有母亲河之称 不管是前朝 还是这一朝 皆是如此 是母亲河 那自然有温柔的一面 也有残酷的一面 每到夏季雨水来临之时 潜水便会涨水 虽然历朝历代皆有治理 但终究难逃 堤坝溃堤的凶险 而眼下雨季将至 潜水流域的上游 已经涨水 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 便不知道有多少百姓 因此流离失所 陛下所言 老臣等人自然没有意义 但潜水流域 尤其是下游的域 清等地皆遂为涨水 但堤坝年久失修 如今雨季将至 上游已经涨水 若是雨水来是凶猛 而那些堤坝 若是不早点加固 恐怕今年又难逃 溃堤之凶险 听着赵崇远这话 杨府思索了两久之后 终究是说道 这位大前的三朝元老 之所以能历经三朝而不倒 一是因为其从不占边 另外一个 便是其一心向着百姓 故而 即便是赵崇远登基 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对其仰仗颇多 随着杨府开口 坐在杨府下手边的叶连城 也是开口说道 杨阁老所言甚是 潜水自沧沃海 流经小银海 最后注入我大前疆域 游自清 阳交界之地入海 如今我大前虽然雨季 还未真正到来 但潜水上游 小银海已经有湖水倒灌之势 虽有陛下提前统筹 河道总督 衙门的官员也早有准备 但奈何巧妇 难为五米之吹呀 说到这里 叶连城并未继续说下去 而随着杨府和叶连城开口之后 周善自然也就是并未在说话 平静地坐在一旁 看着三位内阁的态度 赵崇远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 简单开口 那就是要银子 若是放在以往 他还有些为难 但超莫了周 李 陈 钱 四大家族的全部家产之后 这银子还是有的 尤其是这几日以来 对于青州和益州世家大族的打压 更是又超出了不少银子 故而 今年赈灾的银子 他赵崇远 早都准备妥当 唯一让他担心的是 这些银子若是发下去 会不会真的用到该用的地方 想到这里 赵崇远看向在场的几位内阁道 诸位所言 朕已知晓 所需赈灾银两 朕已经命护部之人清点了出来 到时便会送到各地和到衙门的官员手里 不过这历年来 治理和到贪腐之事 向来乘风 朕所担忧的 便是 这银子能不能用到该用之处 听着赵崇远这话 杨府 叶连城 周善几人都沉默了下来 彼此相望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看着这一幕 赵崇远也不急 就这么静静地坐在主位之上 今日照这几人来此 就是为了让这三人表态 以往大前国库空虚 以往国库空虚 需要仰仗 几人手下 门声顾力出力 对于一些贪默之事 只要不过分 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刚好是动刀之时 杨府悠悠地坐在一旁 眼观星 鼻观耳 好像不在其中 叶连城和周善二人 却是皱了皱眉头 思索了两久之后 二人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杨府 老太师这才轻抚胡须笑着说道 陛下 老臣以为 此事也好办 以往贪腐之事成风 实乃是当地官员 与那些当地的世家大族勾连挫杂 朝廷派下去的官员 到了那里束手束脚 唯恐得罪 不该得罪之人 说到这里 杨府意味深长地看了叶连城和周善二人一眼 被杨府望着 二人脸上的神色顿时有些不自然起来 不过 却很快地恢复如常 便听着杨府继续说道 但今年却有所不同 陛下赵皇子入京 眼下正是诸位皇子为国出力之时 而且 他们都各自在封地之中 有多年治理封地之经验 故而 若是派遣诸位皇子下去 老臣觉得 倒可以避免以往所发生之事 看了一眼杨府 赵重远故作为难道 这皇子下去 怕是不合适吧 说完 目光又看了一眼叶连城和周善二人 二人看着赵重远投来的目光 哪里还能不明白 叶连城赶紧说道 合适 合适 周善也同样道 自然是合适的 那二位要不说说 哪位皇子合适 眼下京城之内的皇子 一共三人 秦王 燕王 晋王 不知三位觉得哪位合适 赵重远笑呵呵地追问道 那自然是晋王殿下 叶连城笑呵呵地说道 我倒是觉得 秦王合适 周善同样本着脸说道 此话一出 赵重远心底顿时暗骂了一声 二者老狐狸 叶连城乃是秦王赵刚的舅舅 不推举赵刚 自然是为了避嫌 而周善泽和卢国公前松 眉来眼去 也算是半个支持赵衡的人 眼下这二人互相推举 意思自然就很明显了 不过赵重远看破也没有说破 望向杨府问道 老太师觉得 谁比较合适 陛下圣心独断 心底自然有合适之人 老朽老眼昏花 哪还能知道 三位皇子之中 谁更加合适 杨府打着马虎眼笑道 听得赵重远一个劲的翻白眼 不沾锅 到底是不沾锅 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思索了半赏之后 赵重远笑呵呵的道 我觉得燕王合适 诸位意下如何 此话一出 叶连城和周善二人 心底都是一惊 唯独 杨府脸上露出一丝意料之色 怎得诸位觉得 燕王不合适 赵重远故作诧异的道 听着赵重远这话 叶连城和周善二人 脸色顿时意苦 但还是恭敬回道 那自然是合适的 三个皇子 不用秦王 不用晋王 唯独找了一个 没有任何母族势力的燕王 赵重远这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以他们二人的眼界 又如何看不出来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即便看得出来 却不敢说什么 只能点头答应 不过唯一让他们 有些好奇的就是 赵重远何为偏偏选了燕王 在大前诸多皇子之中 燕王好像也不算 什么出色之人 可替代燕王的皇子 还有不少 比如说 韩王赵华便是其一 第103章倩钱的李龙 与我赵重远何干 可如今 赵重远却舍弃韩王 反而选了远在幽州的燕王 这着实是让他们 有些没料到的 到底赵重远 仅仅只是利用燕王 想借此 捡出他们一些党羽 收拢皇权 还是为了扶持燕王 给燕王积累一些底蕴 毕竟下去主持河道治理 监察灾情 监督这些赈灾银梁所用之处 可也是一个积累人脉 和声望的好差事 尤其是 对于燕王这等背后 没有母族势力支持之人 故而越是如此 叶连成和周煞二人 也有些分不清楚赵重远的用意 因为燕王在诸多皇子之中 属实是有些不够耀眼了一点 赵重远扶持燕王目的 又是为何 仅仅只是为了钳制他们 既然诸位爱卿都没有意见 那此事就这般定下了 看着叶连成和周煞两人都没说话 赵重远哈哈一笑 随后对着身旁的王力士看了一眼 后者立马会议地 向着这间屋子后面走去 没过多久 王力士已经双手 端着一个红木制的托盘走了出来 在这个托盘的上面摆放着三个巴掌大小 近乎透明的玻璃瓶 嗯 准确说是琉璃瓶 而在这三个不足巴掌大小的琉璃瓶内 都盛放着一种如清水般透明的液体 看容量的话 估摸着也就不足二两左右 望着王力士走了出来 赵重远顿时笑着说道 近日朕听说京城之中 开了一个最先楼的酒楼 里面除了有那什么穷江玉露之外 还有不少其他的小玩意 故而 朕就派人去弄了一点回来 此为香水 据说乃是从花粉之中提取之物 仅一滴便可芳香扑鼻 经久不衰 比之那些香粉还要持久 诸位都是我大前骨功之臣 为处理我大前朝政 劳苦功高 尤其是杨府杨老太师 更是以御书房为家 为我大前所作贡献颇多 为此 朕便想将此物送予三位 以此感谢各位的劳苦功高 赵重远笑呵呵地看着几人 笑呵呵地道 顺带着也能让诸位回家 以此弥补弥补诸位夫人不是 那眼神之中充斥着真诚 仿佛这东西 压根和他没有关系一般 而随着赵重远的话音落下 杨府 叶莲成 周善三人目光也不约而同地望向了 王立氏手中托盘上的透明之物 他们倒是对于这所谓的香水不香水没兴趣 作为大前位高权重之人 谁又会喜欢此等女儿家所用之物 真正让他们惊讶的是 这所谓的香水居然使用琉璃瓶来盛放 这琉璃可是高丽特有之物 据说乃是高丽王世命工匠 自万丈冰川之下取出的寒冰 历时三年打磨而成 故而纯净无瑕 近乎透明 任何一个都价值千金白银 还是有价无事之物 可眼下这所谓的香水 居然是用琉璃瓶来盛放 这岂不是意味着 这香水比这那琉璃还要珍贵 陛下 这使不得 此等珍贵之物 我等家中那糟糠之妻岂能善用 还望陛下留给各位后宫娘娘 回过神来之后 叶莲城当即干咳一声 站起身 对着赵重远推辞道 不错 这琉璃便是价值千金之物 然而如今这琉璃 却仅仅只是作为陪衬之物 用以盛放这所谓的香水 可想而知 此物到底有多难得 还请陛下收回 臣等实在愧不敢受 周善同样一脸正色道 倒不是他们故意推辞 而是这琉璃 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珍贵了 之前高丽皇室虽然有进贡 但那都是直接供给皇室 而且数量稀少 很少流传到外界 可如今 一个所谓的香水 居然用琉璃瓶子 作为点缀 可想而知 这香水的珍贵之处 就是杨福此刻 也是有些受宠若惊地 看着赵重远 这赏赐价值可太高了 嗨嗨 一旁的王丽氏 看着三人如此模样 止不住地干咳起来 还琉璃 还珍贵 人家做尿壶都嫌弃 但这话 打死他也不敢说啊 赵重远也忍不住 清了清嗓子 不过脸上却依旧保持着正色道 诸位爱卿也不必如此嘛 我大前虽说不富裕 但这点东西 朕还是拿得起的 既然赏赐给诸位了 那就拿着 难道还有 让朕收回的道理 说到这里 赵重远邪谋地看了几人一眼 见着赵重远坚持 三人也不好推脱 只能恭敬道了一声 那就多谢陛下赏赐 一次小心地接过王丽氏 递过来的香水 极为珍重地 将其拿在手中 唯恐大了 看着这一幕 赵重远老脸又是一阵发烫 也不知道 这帮人要是知道 这所谓的琉璃瓶 不过是两文钱都不值得玩意 心底会作何感想 不过这东西 与他赵重远何干 那是奸商李龙所作之事 想到这里 赵重远心底顿时舒服了不守 就是喘气嘟云呼了一些 又是一阵商议具体的细节之后 内侍才搀扶着杨府 带着叶连成和周善走出的养心殿 看着内侍 已经搀扶着杨府走远 叶连成和周善 手里的香水 尤其是香水外的琉璃瓶 二人都是感慨不已 这东西虽然珍贵 但却是以他们手下那些官员的命买来的 只希望这帮人能收敛一些才好 不然的话 真的是谁都救不了他们 而与此同时 赵重远也笑眯眯地站起身 站在大门口 看着养心殿外 三人越走越远的身影 眼眸微眯 这一次 他算是招呼打好了 至于后面怎么做 就看叶连成和周善的了 深吸一口气 赵重远转身向着 龙椅上走去 然而还未等他落座 就看着王力士 急急忙忙地带着二娃子走了进来 看着二娃子 穿着一身军甲 在王力士的带领下走了进来 赵重远顿时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陛下 出事了 阎王殿下拿着那欠条 找到最先楼了 一见到赵重远 二娃子急忙喊道 欠条 最先楼 赵重远文言一正 随即一脸蒙逼地看着二娃子 他怎么找上门来了 不过 很快却又清了清嗓子 大大咧咧地坐在笼椅上 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桌上 已经有些冷了的茶水 笑呵呵道 来就来了呗 有多大事 挑眉 看向二娃子问道 你来了这里 那燕王可曾发现你的身份 那倒是没有 二娃子恭敬地回了一句 他来的时候 故意选择了从后门出来 就是为了避开和赵定接触 而如今整个最先楼内 也只有他一个人去过幽州 那燕王人呢 赵重远又问道 就在最先楼内 二娃子小声恭敬回道 说完 二娃子又有些紧张地问道 陛下 您何时打算召见燕王殿下 召见 为何要召见 赵重远一脸诧异地看着二娃子 二娃子 便听着一旁王力士笑呵呵地道 欠钱的是雍州商人李隆 与陛下有何干系 是急 是急 赵重远笑眯眯地点头道 二娃子 第104章 赵定 最先楼卖假酒了 听着赵重远 这如此不要脸的话 一时之间 二娃子都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 下意识地揉了揉眼 又看了赵重远一眼 试探性地喊道 陛下 左肾 赵重远协谋地看着二娃子 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像模像样地品了一口茶 悠悠地道 二娃子 你跟着朕 也有段时间了吧 得陛下信任 天为侍卫统领 至今已经三年了 二娃子一脸恭敬地道 嗯 赵重远点了点头 望着二娃子又问道 那正问你 朕是什么 大前的陛下 大前百姓的君父 二娃子想都不想 依旧一脸恭敬地道 既然为君父当如何 自然当以为天下仙 为我大前子民的榜样 赵重远 塞 塞 一看赵重远脸上的神色 二娃子赶紧改口 道 啊不对 陛下为我大前的君父 我大前一草一木 自该皆为陛下所有 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一通马屁下去 赵重远脸上的神色 这才有所缓和 笑着说道 如你所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那正从燕王那里拿点东西 应该很合理吧 二娃子 下话线 合理 王立氏笑眯眯地拍着马屁道 听着王立氏这话 赵重远顿时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随即清了清嗓子 继续看着二娃子道 所以你觉得 振欠燕王的银子吗 嗯 有道理 二娃子顿时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但很快 便又苦着脸看着赵重远 有些试探性地问道 陛下 可燕王殿下 如今还在最先楼内 咱要不要先给其知会一声 此事 你问我作甚 你去问那雍州伤人李龙了 赵重远故作诧异地 看向二娃子 二娃子 L O 与此同时 最先楼内 三盏茶已经喝下去了 时间已经从有一直等到了接近亥的时分 看着依旧空荡荡的大门 赵定喝得笑了一声 他就是再傻都明白过来了 自己这是被人耍了 那五十万两八成是打水漂了 至于那李龙眼下 估摸着 已经得到消息 在哪个地方躲了起来 就等着他赵定走呢 张三 赵定叫了一声 在呢 少爷 有什么事 您吩咐 张三揉着拳头站了起来 虽说出于习武之人的直觉 他能感觉到 眼下这最先楼内 不少伙计都是炼家子出身 但从尸山血海里面走出来 他也丝毫不拒 真动起手来 那比拼的是很近 而不是手段 走了 赵定招呼一声 啊 就这么走了 一听说赵定要走 张三顿时愣在了原地 一脸错愕地看向赵定 下意识地望着赵定喊道 哇 公子 他可欠咱们五十万两银子呢 咱就这么算了 公子 只要您一声令下 奴婢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定会让那李龙好看 绿桃小脸 寒怒地看着赵定 赵定瞧了一眼 站在门口 此刻一脸陪笑的伙计 看着张三和绿桃二人 意味深长地道 没看见人家不待见咱们呢 不敢 不敢 这伙计一脸陪笑着说道 他是真的不敢 而不是假的不敢 他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 二娃子为什么看到 眼前这人跑得和兔子一样 甚至连头都不敢露一下 就一溜烟地往皇宫跑 我想问一下 这边还有穷江玉露不 赵定突然笑眯眯地 看着这伙计问道 还未道 开寿的 这伙计下意识地回道 但一看赵定就在眼前 尤其是二娃子 见到赵定那模样时 顿时换上一副笑脸 一脸谄媚地道 别人要 那自然是没有的 但您要 小的我可以准许 给你一瓶二两桩的现货 不知道您打算什么时候要 小的我这就派人去楼下给您取来 到底是被王立氏惊挑细选的人 这反应倒也极快 取来多麻烦 正好未要下去 不若咱就一起下去 正好当面走的时候 一起带走如何 赵定摆了摆手摇头道 看着赵定 这一脸正惊的神色 绿陶和张三似乎也猜到 自家王爷要干啥了 都行 都行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伙计一脸陪笑地说道 当即引路 当先带着赵定 向着一楼楼下走去 眼下虽然已经接近了亥石 但应天内城的大街上 依旧还有着不少的行人 趁着这伙计不注意 赵定推了一下张三 张三立马会议地掏出一瓶 他们从幽州带来的 纯正玉女烧 也就是所谓的穷江玉露 住 没住水的版本 没过多久 这伙计便带着赵定 从三楼到了一楼 等赵定到了楼下之时 伙计已经命人端来了 两瓶摆在托盘上的穷江玉露 皆是用一两大小的瓷瓶盛放 看着赵定走来 这伙计立马一脸谄媚地望向赵定道 这是您要的穷江玉露 两瓶 一共二两重 成会一共176两银子 您这边是打算给银票 还是以大钱保定支付 它虽然可以做主在 没有在售卖的日子里面 提前拿出两瓶给赵定 但这穷江玉露的价格 它可付不起 却见赵定一把按住 这两个放在托盘上的穷江玉露 随后对着张三使了一个眼色 张三立马跳到外面大喊道 来 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最先楼挂羊头卖狗肉 什么所谓的穷江玉露 就是一个对水的酒 就是欺负咱京城的老百姓 好骗 哐当一声 一边喊着 张三一边拿起 放在门口的铜锣敲了一声 一瞬间 那些走在路上的行人 顿时向着张三望了过来 最先楼内 那些伙计 更是一脸蒙逼地看着这一幕 对水 什么意思 骗人 又是什么鬼 什么最先楼的酒对水啊 什么意思 不会吧 不会八十八两银子一两酒的穷江玉露 还是对水的酒吧 这人到底是有多心黑啊 居然敢把对水的酒卖八十八两 一瞬间 一道道惊呼声 顿时从最先楼外响起 不到两盏茶的时间 最先楼外顿时密密麻麻 汇聚了一群人 而看着这些人 汇聚在最先楼前 最先楼内 那些伙计顿时慌了 第105章 R&M退钱 眼看着周围的越聚越多 最先楼的伙计顿时急了 其中不少人 眼底已经迸发出杀机 别人或许不知道 这最先楼的来历 但他们却是一清二楚 眼下赵定这么胡搅蛮缠 出了事情 没人能保得住他 但最早那个负责接待赵定的伙计 却是狠狠地瞪了那些人一眼 开玩笑 这主子是连二娃子这个大内侍 为统领都忌惮的人 明显来历极其不一般 他们这些人若是擅作主张 随便动手 有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而这些伙计的眼神 自然落在了赵定的眼中 越是这样 反倒是越说明 他赵定赌对了 便听着那一直负责 招待赵定的伙计 一脸谄媚道 这位爷 咱知道您和咱家东家 有些过节 但您不能这样 您不能拿酒 来污蔑咱们最先楼啊 有没有对水咱心底没数吗 看着这伙计 赵定喝得笑了一声 对啊 有没有对水我心底没数吗 再说了 这是对水的事情吗 不过看着这人 终究就是一个伙计 赵定到底没有为难他 笑道 这是 你别管了 和你没关系 你要是明白的 就赶紧派人把你东家叫过来 至于后面发生什么 那就和你没关系了 这 这伙计一脸都为难 但看着张三 依旧在敲着锣鼓 又想着 刚才二娃子 那急急忙忙 一副心虚的模样 一咬牙 吩咐了一声 赶紧挤出人群 向着宫里面跑去 眼看着这伙计要走 那些好事的 尤其是那些之前花重金 买过这穷江玉露的人 顿时围了上来 一个个聚集在一起 把这伙计围在中间 哎 你别走啊 你给咱说说 这穷江玉露 到底是真的对水了 还是假的对水了 就是 就是 老子省吃俭用 凑了八十八两银子 好不容易排队 买了你们最先楼的 一瓶穷江玉露 结果你他娘的 给老子说这是对水的 到底是真的假的 对 给我们一个说法 R&M 退钱 眼看着自己 被这些人围在中间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这伙计顿时眼神 带着求救的 看着赵定 赵定乐呵地站在一旁 一句话都不说 任由着这伙计 被围在中间 没办法之下 这伙计 只能一脸无奈地 看着众人道 诸位 这对水不对水的事情 咱也不知道 我就是这最先楼的 一个伙计 你们说我这种人 能接触到这种秘密吗 不等着周围人说话 这伙计又继续说道 诸位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这最先楼就在这里 跑是跑不掉的 你们先让我出去 等我把东家叫过来 让东家给你们解释如何 我就是一个做工的 你们给我堵在这里 也没用不是 嗯 这么说也是 听着伙计这话 那些把伙计围在 中间的路人 眼神闪烁了一下 彼此相望眼 一个个也都让开了一条路 看着这一幕 这伙计赶紧对着周围的人 一拱手 随后挤出人群 赶紧向着皇宫的方向跑去 这你妈 真的是捅破天了 对没对水 他心底没数吗 就在这伙计 屁颠屁颠地 向着皇宫跑去的时候 最先楼不远处 一顶轿子停了下来 便故站在轿子前面 望着远处 人山人海的最先楼 尤其是站在最先楼 台阶前的赵定 以及人群之中 一边敲着锣 一边吆喝的张三 便故的脑门 一瞬间皱成了穿字 怎么停下来了 赵衡有些不耐烦的声音 从轿子里面响起 他现在心底郁闷的一批 本来好端端地请赵定喝酒 不惜重金 包下了整个教方司 甚至还拿出了 花了大价钱 搞回来的穷江玉露 结果到头来 赵定一口酒没喝 该办的事情 也是一点都没办 连拉拢的机会都没给他 白瞎了他几千两银子 王爷 我好像知道 为啥燕王爷一口酒没喝了 就在此时 便故颤颤巍巍的声音 从轿子外面响了起来 为啥 赵衡邪眸地 看了便故一眼 他也有些好奇 见着赵衡望了过来 再看了一眼 那站在最先楼前的赵定 便故吞咽了一口口水 有些迟疑道 王爷 你说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那穷江玉露兑水了 兑水 赵衡撇嘴 嘀喃了一声 旋即一巴掌 拍在便故的脑门上 翻着白眼道 对没对水 王爷我喝不出来 可这是燕王殿下身边的下人说的 便故捂着脑门 一脸委屈地看着赵衡 他说的就是真的了 赵衡翻了翻白眼 旋即吩咐道 走了 走了 糟心 说完就又重新坐回了轿子上 看了一眼远处 站在人群里面的赵定 也没说话 就自顾命人抬着轿子 向着自己的王府走去 与此同时 皇宫内 赵重远一脸悠闲地 喝着马皇后煮的粥 一边喝一边美滋滋地 吃着马皇后亲自下 除炒的一些小菜 擦了把嘴道 这么多年了 还是就喜欢吃妹子你的手艺 可比御膳房那些厨子好多了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道 得得得 别拍我马屁 我受不住啊 嘿 赵重远黑了一声 也没说话 便听着马皇后悠悠道 你说你也是 当爹的人 怎么就好意思 媚下自己儿子那五十万两银子 你说以前国库空虚 你那内裤没银子 我也能理解 现在你从咱家老九那里 弄回来的东西 到现在 也给你赚了差不多三倍多的银子了 你咋就一点没做跌的德行 还把算盘打到孩子身上 这传出去 不是让人笑话吗 马皇后一脸嫌弃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不以为然道 嘿 这些年我天天给他奉务 那不是银子 我现在捞回点本钱不应该 那家起来 也没有五十万两 马皇后白了看了赵重远一眼 嗨嗨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止不住的干咳一声 依旧强撑老脸 道 谁让我是他老子 儿子给老子点钱 孝顺孝顺不应该吗 可你是皇帝 皇帝也是他爹 马皇后 见着马皇后不说话 赵重远陪笑道 哎呦喂 就五十万两银子而已 你是不知道你那宝贝儿子现在多付 就是我那内裤和大钱的国库夹起来 也不一定有他那银子 这点银子 在你那宝贝老九面前 小意思了 再说了 我一个当爹的坑他点银子 也是合情合理 你呀 马皇后笑骂一声 摇了摇头 却也没多说什么 幽州的富裕程度 这些天他还是有所耳闻的 所以也就任由赵重远胡闹了 就在二人说话的功夫 昆明宫的大门 砰的一声 被人从外面推开 王立氏一脸焦急地冲了进来 见着赵重远就焦急地喊道 陛下 出事了 燕王爷 在最先楼闹事 把咱在穷江御路里面 对水的事情给捅出去了 哈 你说什么 赵重远一脸错愕地看着王立氏 气得吹胡子瞪脸地骂道 他怎么敢的 马皇后同样一脸错愕地看着赵重远 你一个皇帝卖酒往酒里还对水 你怎么拉得下这个脸 第106章和我招丁斗 你李龙还嫩了点 一听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下意识地干咳一声 立马摆手 妹子这不重要 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了 传出去咱大前皇室的都丢尽了 马皇后美好气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尴尴尬地笑了一声 随即冷着脸 看着王立氏骂道 都是你个狗奴才 朕让你给朕卖酒 谁让你擅自做主 往里面掺水了 王立氏 下话线 一边说着赵重远一边挤眉弄脸地看着王立氏 啊 对对对 都是奴婢该死 都是奴婢擅作主张 都是 王立氏一边拍着脸 一边求饶地看着马皇后 看着这一幕 马皇后嘴角艰难地抽了抽 没等王立氏继续说下去 便抬手打断了她 行了 行了 别在这里给我演了 这是你们主仆干出的事情 你们继续 本宫有些乏了 说吧 马皇后有些无奈地辅了辅额 瞧了赵重远一眼之后 就向着帘子后面走去 赵重远老脸也是尴尬不已 她不就是想赚点银子 充实一下大钱内裤吗 天知道赵定会搞出这么一出 话说 这对了水的穷江玉露 是怎么到赵定手上的 不过一想着 自己那对水的数量 赵重远还是嘴角抽了抽 不去考虑了 因为太多 追查不到 过了半晌 赵重远才有些无奈地望着 王立氏问道 哎 给朕说说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为了保密 这事情 除了王立氏 以及二娃子等当初几个 和他一起去幽州的心腹侍卫之外 对外一直都是由王立氏出面 故而 便是那前来通风报信的侍卫 也不知道 这其中的门门道道 更是不知道 这最先楼背后的主子 是他赵胚 是雍州奸商李隆 陛下 大约是这么一个情况 见赵重远问话 王立氏有些无奈叹息一声 随即将那侍卫和他禀报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赵重远 嘿 你特么娘的赵定 你个小王八蛋 你老子 我真的能贪磨 你这五十万两银子 听着王立氏的话 赵重远气得有些肝疼 吹胡子瞪眼 背负着双手 站在昆宁宫里面走来走去 王立氏 您是不贪磨 但李龙贪啊 但这话 打死他王立氏也不敢说 就是帘子后面 假装睡觉的马皇后 听着这话 也连连翻着白眼 自己骂自己儿子小王八蛋 那你是老王八蛋呗 过了半晌 赵重远才哼哧哼哧地看着王立氏 一脸不情愿地吩咐道 去朕的内裤里面 取一张五十万两的银票 让人带出去 递给那小王八犊子 是 王立氏下意识地点头音喝了一声 但没走两步 又扭过头看着赵重远 一脸见鬼地问道 陛下 真的给啊 给啊 不给能行吗 不给那小王八犊子 会老实 赵重远没好气地看着王立氏 这一次 他认栽了 但这件事没完 王立氏伸着手看着赵重远 那劳烦陛下 再多给五万两 为什么 赵重远一脸疑惑地看着王立氏 立氏 赵重远 下话线 我我我 赵重远支支吾吾到了半天 愣是一句话说不上来 当初签订那条约的时候 确实是约定了二分的立氏 但他当初也没在意 毕竟也没打算还不是 但谁知道 还 还 还 赵重远一脸说了三个还 气得胡须都在颤抖 骂了个八字 等你落在老子手里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过了半晌之后 一名火急大半的侍卫骑快马 飞速地从大前皇宫内跑出 身上还带着五十五万两银票 皇宫大院 高墙上 看着那名带着五十五万两银票跑出皇宫的侍卫 赵重远气得牙痒痒 但倒也没真的有多生气 他倒是要看看明早赵定入宫朝见他时 脸上的那个表情 到底有多么精彩 嘿 和你老子 我斤斤计较是吧 看你老子 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 想到这里 赵重远心底顿时舒服很多了 最仙楼外 人流依旧 越来越多的人 把最仙楼围得个水泄不通 堵在最仙楼的大门口 七嘴八舌的议论个不停 你们这酒到底有没有掺水 倒是给个解释啊 就是啊 给个说法呀 不会 你们真的兑水了吧 没兑水 没兑水 怎么可能兑水呢 诸位如此性 我们最仙楼 我们最仙楼 怎么可能兑水呢 眼看着周围人群越来越多 最仙楼的那伙计 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但屁用都没有 越说反而越是更多的质疑 无奈之下 只能一个个眼神巴巴的看着最仙楼台阶上站着的张三 尤其是张三身后那大马金刀 坐在门口太师椅上 享受着侍女服侍的赵定 这位爷 您看我们这边已经派人去找东家了 要不您就给咱出面澄清一下 咱这穷江玉露真的没兑水啊 最仙楼内 一名管事模样的中年男子 一脸陪笑地看着赵定 然而 赵定却是看都不看己人一眼 也不对着张三使着眼色 就这么坐在最仙楼前的太师椅上 等着李隆出来 他在乎的是 自己那五十万两银子 只要银子到手 他立马走人 至于兑水的事情 最仙楼和教方司 有一个相同的高尚品德 那就是不坑穷人 不坑穷人 不就是良心企业吗 眼看着赵定不说话 这管事的又想凑过去 但还没等他开口 张三已经先一步地走了上去 挡在了这管事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管事打扮的中年男子 此路不通 看着张三身上 那凛冽的杀气 这管事的嘴角 又是抽了抽 没过多久 人群外面 忽然升起一阵骚动 一匹高头大马出现在最仙楼外 看着马上那圈复返的伙计 赵定顿时从太师椅上坐了起来 郑主回来了 那伙计看着这最仙楼外的情景 嘴角一抽抽 赶紧连滚带爬地跳下马来 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就屁颠屁颠地跑到赵定面前 爷爷 这是咱东家给你的五十万两银子 说着这伙计 赶紧从袖子里面掏出银票 恭恭敬敬地地给赵定 那李龙人呢 看着这银票 赵定并没有去接 而是邪谋地 看着这伙计身后的方向 想找着李龙的身影 但奈何只有空荡荡的一片 这伙计一脸谄媚地看着赵定道 这位爷 咱东家经个有事 暂时过不来 说着又从袖子里面 掏出一张五万两的银票 一起递了过去 这是利息 您算一下对不对 利息 赵定邪谋地看了一眼 这伙计手里 那除了五张十万两的银票之外 又额外拿出来的一张五万两的银票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两张银票 虽然不是当初肖育奴 随身带的那张大康钱庄的银票 但却也是大钱老字号钱庄的银票 只要在大钱境内 那便能兑换 不对 幽州不能兑换 因为幽州都是他赵定的底牌 大钱钱庄因为不服从管教 赵定已经手动地帮他破产重组了 现在叫幽州钱庄 百分百控股于他幽州赵氏商行 张三 拿钱 赵定对着张三喊了一声 张三顿时一把抢过这伙计手里的银票 随即赵定站起身 望着在场的诸多围观的人群喊道 诸位 今日是我于最先楼东家之事 其应便是 这最先楼东家欠我五十万两银子 如今这银子已经归还 那在下也就告辞了 至于对水之事 诸位就当看个热闹吧 说完便带着张三和绿桃 向着人群外面走去 如此不吭穷人的良心企业 还是他赵定赵氏商行的大客户 钱到手 他赵定自然不会砸了人家的厂子 毕竟生意还是要做的嘛 和什么都能过得去 唯独不能和银子过不去 摸着手里张三递过来的银票 赵定咧嘴一笑 和我赵定斗 你李龙还嫩了点 而眼看着赵定离去 不少人虽然心底有些怨言 但看着张三那一副龙行虎步的样子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当然 不少人眼底也有些可惜 多好的机会啊 可以半岛最先楼 结果到最后就这样 但可惜 他们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赵定惹不起 而与此同时 京城 进王府外 赵横的轿子刚刚落下 就看着赵刚 穿着一身王袍 龙行虎步的走了出来 看着这一幕 赵横微微一正 一脸嫌弃地看着赵刚 不过却依旧走下轿子 笑呵呵地看着赵刚道 这是挂了什么疯啊 居然把咱二哥挂来了 小弟这寒舍彭壁生辉啊 赵横哈哈大笑 脸上那是一个热情啊 赵刚皱了皱眉头 翻了翻白眼 一脸嫌弃地看着赵横道 顺带着伸手一把 按住赵横那假意热情的拥抱 行了 别靠近 我对你没兴趣 赵横 我的法克 第107章 若是我手里有老九的把柄呢 看着赵刚按在自己胸口的手 赵横顿时翻了翻白眼 尤其是看着赵刚 那一副五大三粗的样子 赵横的脸上 更是浮现出一抹极为明显的鄙夷 搞得我赵横对你有兴趣似的 有话说 有屁方 赵刚不给他好脸色 赵横自然也懒得给他好脸色 挥了挥袖子 胆了一下身上的灰尘 越过赵刚 直接向着晋王府里面走去 嘿 还来脾气了 看着赵横这样 赵刚咧嘴一笑 快不跟了上去 笑呵呵地看着赵横 挑眉道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某人这是背着我去见了老九 看这样子 识别了吧 变故 赵横对着身后喊了一声 在 变故立马挺直腰杆 硬喝一声 大晚上的哪里的狗在叫啊 带上人把狗给王爷我赶出去 好 啊 变故下意识地答应一声 但刚说完又愣住了 待在原地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大半夜狗叫 晋王府哪来的狗 这不是说秦王殿下的吗 赵刚 看着变故一脸为难的样子 赵刚摆了白手 一把搂住的赵横的脖子 笑呵呵地凑到赵横的耳边 一脸责怪的道 瞧你这小气的样 二哥 我不就是随口说说吗 还来气了都 你看你现在也去找过那老九了 结果怎么着 软硬不吃 你说 你这又是何苦呢 说着指了一下赵横 又指了一下自己 你说咱哥俩斗也就斗了 何必拉下脸去 拉着别人呢 没必要啊 赵横翻了翻白眼 都懒得听赵刚避 行了 老二 有话直接说 别在这里兜圈子 本王没空搭理你 赵横翻了翻白眼 随即挖苦道 虽说我这次没拉拢到老九 但至少也没结怨 以后需要用得上的地方 也能招呼一声 不想某人 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呵 激将法是吧 赵刚喝了一声 随即一脸不屑道 没用 一个管家而已 说到底就是一个奴才 本王不在乎 但下一刻 却阴沉着脸 看着赵横道 本王在乎的 是你我可能 要被人摘桃子了 摘桃子 你什么意思 赵横眼眸一眯 眼神看了一眼左右 变故立马会议的 带着人走了出去 顺带着把门给关上了 见状 赵刚直接坐在赵横对面 道 今年赈灾的人选 老头子已经定下来了 这是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赵横翻了翻白眼 这时他也有听说 但基本上没咋在意 大前雨季到来 朝廷基本上 每年都会准备一些银两 以被赈灾之用 但这些是朝廷的事情 他们这些藩王是没有资格插手的 以往是没关系 但今年却有关系了 似乎早已料到了赵横的想法 赵刚笑呵呵地说道 别逗逗转转 有话就快说 赵横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嘿 瞧你这臭皮钱 赵刚也不在意 笑骂了一声 眼神却变得严肃起来 道 以往朝廷震灾 或者准备震灾 都是由公部的官员下去 由户部的官员 协同调谱灾营 这样一来 虽然能保证震灾银子的调度 但其中也难免会发生一点东西 赵刚这话 赵横心底自然明白 不就是贪末的事情 这年头 朝廷拨下去 一万两能有一千两花在震灾上面 便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便听着赵刚继续说道 所以老头子今年换了一个玩法 由咱们皇室的人出面 而这人自然就是你 我 还有老九 为了避嫌 我舅舅推举了你 而周尚书推举了我 如此一来到最后 不管老头子选了你还是我 这赈灾之事就都在叶家和钱家的掌控之中 到时候 就算再有贪末之事 杀两个小官也就了事 说到这里 赵刚一脸都不在乎 赵横也是如此 毕竟都是这么玩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不挑破而已 便听着赵刚继续说道 但今年 老头子没选你 也没选我 而是打算让老九出面 让赵定出面 听着赵刚这话 赵横的眉头一瞬间皱了起来 赈灾之事不是小事 虽说谁都能下去 但也不是谁下去都能震得住的 毕竟严望好过 小鬼难缠 没点手段 没有朝中的支持 地方官员表面上配合 但暗地里 还是会给你使绊子 到时候 只会适得其反 不错就是老九 赵刚点了点头 老头子他在想什么啊 让老九出面 他不怕老九把事情办杂了 还是说 老头子真的是 为了提防着咱哥俩 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 赵横哼哧哼哧地看着赵刚 当初来京城就是赵重远 给他玩了一手名声暗将 虽然到了京城 距离黄泉是近了一点 但也没了封疆大地的实权 是不是地方咱哥俩我不知道 但老头子 只怕不是地方咱哥俩这么简单 赵刚意味深长地看着赵横 你什么意思啊 赵横追问道 老头子提议老九这事 杨府没说话 但也没拒绝 杨府那老狐狸 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赵横下意识地说道 杨府乃是大前三朝元老 一手主宰大前内阁多年 虽然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 但没人能小瞧 这位大前首府的能量 就算是他外公卢国公前松 也要进这位三朝首府三分 可若仅仅是如此 我倒也不在意 可我老头子在赵你我回来之前 老头子曾把卫国公徐天德 赵如宫里虽不知道具体商议了什么 但也曾听闻似乎要与徐家联姻 而你我都有了郑飞 其他的兄弟也都成家了 你说现在这联姻到底是为了什么 又为了谁联姻呢 赵刚似笑非笑地看着赵横 听着赵刚这一句句话 到了最后 赵横的脸色也彻底地沉了下来 坐在凳子上思索了半天 过了半晌之后 才悠悠地抬起头看了一眼赵刚 你打算怎么做 他虽然瞧不上赵定 也觉得赵定对他并无威胁 但若是赵定有了卫国公徐天德的支持 那就有些不一样了 自然是在老头子没当着朝臣宣布此事之前 咱俩出面把这事给揽下来 赵刚眯着眼道 老头子不会同意的 赵横摇了摇头 虽说他老爹赵重远向来性格温和 也是一个能听进去谏言的皇帝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老爹赵重远是一个没有主见的皇帝 前脚赵重远刚在内阁里面召集三位内阁伤病此事 后脚他们兄弟俩就出面 这等于是已经把战队的事情放到台面上了 以赵重远的性格自然不会允许 换做是哪个皇帝都是如此 赵横能想到的 他赵刚心底自然也明白 站起身拍了拍赵横的肩膀 意味深长的道 老五 你说咱俩忍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老大被咱俩熬死了 而青瞻那小王八蛋也不争气 眼看着这桃子 总有一天会落在你和我的头上 都投来 可不能在这个结果眼被人摘了桃子 搞得你和我在这里嗶嗶两句 就能让老头子改变主意一样 赵横翻了翻白眼 赵刚 赵横继续说道 老头子 不用你 也不用我 那指定是想借此削弱一下钱家和叶家的势力 安插一部分他自己的人去地方 而你和我在老头子心底 都是被打上钱家和叶家烙印的人 咱们现在公然和老头子唱反调 你真当老头子 不敢动我们 别忘了 咱俩是怎么来京城的 赵重远之所以把他二人 从益州和青州调来京城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兄弟俩 在益州和青州撤中 朝廷的事情 眼下之事若是在跳出来 那赵重远没准 真的要容不下他们了 若是我手里有老九的把柄呢 此话一出 赵横眼神陡然变得古怪起来 第108章 给王爷我准备一个空白的折子 什么把柄 听着赵刚这话 赵横的眼睛一瞬间眯了起来 之前 他不把赵定放在眼里 那是因为 以赵定母族的势力 对他构不成威胁 而赵重远对于赵定 也不是很重视 不然当初就犯的时候 也不至于把赵定丢到幽州那地方去 可现在却有些不一样了 若是赵重远 有意扶持赵定 那他们母族 就是再有势力 也比不上 毕竟这个大钱 终究还是姓赵 而真正说话能算得上述的 也只有他老子赵重远 赵刚神神秘秘地看着赵横道 你知道那最仙楼背后的主子是谁吗 李龙啊 赵横下意识地道 这一段时间以来 最仙楼在京城这么火爆 尤其是那穷江玉露更是排队都买不着 他赵横自己花了不小的代价 也才搞出那么一小坛来 可想而知 最仙楼在京城的火爆程度 不过听起赵刚提起最仙楼 赵横的脑海里面倒是一瞬间浮现出了 之前他回王府时 在最仙楼前看到的场景 但你又知道那李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吗 便听着赵刚继续说道 一提起这个 赵横瞬间来了兴趣 眯着眼看着赵刚 老二 你有话就快说 何必在这里遮遮掩掩呢 其实关于李龙的来历 他赵横也曾派人调查过 但结果就是 一个个地地道道的雍州商人 家里几带经商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但转念一想 一个阻击雍州的商人 能够把家族的生意 不声不响地开到京城来 而且专门做着王公贵族的买卖 就是他赵横之前派人卖酒时 自爆家门 那最仙楼的人都丝毫不给面子 这背后 要是没人撑腰 那真的有些说不过去了 到底是谁 你快说 赵横邪谋的看着赵刚 虽然到了这一刻 他心底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但还是想看看赵刚的消息 就是咱们最瞧不起的老九 他 听着赵刚这话 一瞬间赵横顿时愣住了 他本以为是自己的老爹赵重远 毕竟赶不给王爷面子的人 那地位只能比王爷还高 而大前之中 比王爷地位还高的人 能是谁 除了他老爹赵重远没别人了 可听着赵刚这话 赵横一时之间 却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准确说是 感觉CPU有点烧 一个封地在幽州的王爷 如何能与远在雍州的商人牵扯上关系 尤其是前不久 还去了最仙楼大闹一场 这怎么看 也不像李隆背后的人啊 你不相信是吧 啊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但没辙呀 事实就是如此 看着赵横一脸懵逼的样子 赵刚极为享受 贪了贪手 一脸无奈地看着赵横 你这消息从哪来的 赵横邪谋地看着赵刚 从哪来的你不需要知道 反正我的消息绝对可靠就对了 赵刚得意一笑 听得赵横嘴角直咧咧 五大三粗的家伙 消息能有他赵横的准 说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 过了半晌之后 赵横望向赵刚问道 怎么办 那自然去父皇面前揭发老九 堂堂大前皇子 不顾身份 去做那和商人勾结的下三滥勾当 如此丢皇家脸面之事 难道不该和父皇说 难道不该和父皇检举他 赵刚反问着看向赵横 赵横 赵横眼珠子一转望向赵刚道 那这样今晚回去之后 你准备一个折子 明早早朝之后 咱兄弟俩在早朝的时候 参大赵定一本 你觉得如何 那为什么是我 赵刚一脸邪谋地看向赵横 不是你 难道是我 赵横同样一脸邪谋地看向赵刚 这消息是我出的 难道出面的不该是你吗 赵刚反问道 你把老子当枪使是吧 给我滚 你当老子不知道 父皇最忌讳的 就是咱兄弟之间的内斗 你让我给你当枪使 你脑子呢 赵横一脸嫌弃地看着赵刚 老二 你这就没意思了 我给你带来消息 滚 赵刚 摸了摸脸上的唾沫星子 赵刚望着赵横道 那这样 咱俩也别谁把谁当枪使 你看这样如何 怎么样 赵横喝了一口茶水 斜挑着眼皮 看向赵刚 今晚咱俩一人写一个折子 然后咱俩明天一起上奏 你觉得如何 说着似乎怕赵横还不相信 赵刚拍着胸脯保证道 你放心 我这消息绝对可靠 行 你先帝 你帝完我在帝 赵横满口答应 赵刚一脸错愕地看着赵横 为什么还是我 因为你是老大 我是老二 老大死了 你就是老大 你也麻麻的 我咋感觉你在骂人呢 赵刚心底吐槽 不过眼看着赵横 似乎不愿意做出头鸟 赵刚只能满口答应道 行 那明早 你看我眼色行事 行 赵横满口答应一声 赵刚这才笑眯眯地 向着晋王府外走去 看着赵刚离去 赵横对着身旁的变故喊道 今晚给王爷我连夜写个奏折出来 明早上奏用 是 变故点头答应一声 眼看着变故要走 赵横吩咐道 对了 自己模仿老二的字迹 落款也写老二的名字 嗯 变故闻言一证 下意识地问道 那这张 嗯 赵横摸了摸下巴 你给我准备一个空白折子吧 变故 与此同时 晋王府外 赵刚同样笑眯眯地 看着身后的晋王府 对着身旁的一人吩咐道 明早给王爷我准备一个空白的折子 一管 收回了五十万两银子 外加五万两银子的利息 赵定心情大好 在调戏了一番绿桃之后 赵定回到房间倒头就睡 等着明早见完他老爹赵重远之后 就顺带着看望一下他老娘马皇后之后 如果确定他老娘马皇后没事之后 就顺劲开溜 什么狗屁倒灶的京城 哪有他赵定自己的幽州来的舒坦 所以能溜就溜 或许是酒精的缘故 这一觉赵定险些直接睡过了时辰 第109章 朕要好好地感谢你赵定啊 一日 大殿朝会 赵重远一大早就穿上了一系龙袍 端坐在龙椅上 左下方的赵清瞻站在一旁打着哈欠 一大早就一脸猛逼的被贴身的小太监 从床上给拖了起来 至于到底要干什么 他是完全不清楚 更不知道上早朝的原因 但有一点 他却很清楚 今天是他九皇叔赵定回京之后 第一次上朝的日子 对于自己这位九皇叔 赵清瞻并没有多少印象 只知道在他祭祀的时候 他这位九皇叔就已经被派去了幽州就翻去了 说实话 对于这位九皇叔 他赵清瞻也着实羡慕得很 这世上 难道还有什么比包围大前边疆 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吗 尤其是 最近皇祖母也隐约和他透露着 他皇爷爷赵重远要重新立储的事情 这是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是天大的事情 哭爹喊娘都不为过 但对于他赵清瞻来说 这世上 还有比这更加令人开心的事情吗 不用在深宫大院里面 整日面对那些无聊的朝政 学习那什么 听着就让人昏昏欲睡的治国之道 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解脱 六部的官员照旧的汇报着 近日以来各个地方的大小事宜 赵重远端在笼椅上 闭目倾听着 时不时的给出一些意见 等着处理完六部的事情之后 赵重远这才看向王立氏喊道 立氏 燕王可到了 听着赵重远这话 王立氏连忙道 回陛下 今早四里间已经派人去接燕王殿下 进宫了 此刻就候在殿外 听着王立氏这话 赵重远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到赵定 待会看到他实脸上的表情了 不过心底虽然这么想 但赵重远的脸上却依旧淡然无比 对着身旁的王立氏吩咐道 那便传赵吧 宣九皇子 燕王赵定觐见 一声声轩照传递出去 众人的目光都不由得好奇地看向大殿之外 听前段时间去传址的太监回来说 游州在燕王之里下 那叫一个名不聊生 百姓穷得都快吃人了 也不知道陛下会如何处置 但站在文臣前列阳府 叶连城以及周善 以及站在武将守卫的徐天德以及乾松 却是有些好奇地看向外面 眼底的神色也各有不同 而殿外赵定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跟着太监小跑 太监一边跑 一边不住地催促道 燕王殿下 前面的人已经开始传赵了 还有这官府得赶紧整理得妥当 知道了 知道了 催什么催 赵定有些不耐烦地叫嚷道 他特么地穿越到这里八年了 第一次上朝 天知道早朝居然这么早 天不亮就要起来 这不是纯纯地折腾人吗 在太监焦急地催促下 赵定总算赶在迈入大殿前 整理好了仪容和朝服 低着头跟着太监进入了金鸾殿 就算不抬头 他也能感受到 在自己一脚 迈入着金鸾殿的一瞬间 似乎便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那种感觉 真的是 让人有些不自在 想着自己毕竟是应天 是他老子赵重远的地盘 而不是他赵定自己的幽州 赵定也懒得一个个对过去 进入金鸾殿后 赵定也不抬头 只看着自己脚尖一步一步地走着 连续走了快二十步之后 这才扑通地跪下 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微臣 幽州郡王赵定叩见吴皇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赵重远嘴角微微翘起 对着赵定喊了一声 嗯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 赵定下意识地抬起头 可当看清楚 那坐在金鸾之上的身影之时 赵定登时就愣住了 李龙 他怎么在这 还有这一身龙袍什么意思 再看了一眼 那站在赵重远身旁的王力士 赵定的嘴角 止不住地抽出了起来 这尼玛不是李龙那个管家吗 而现在 一个穿着龙袍 一个穿着太监服 还是大前之中 极为稀少的红袍大太监 一瞬间 赵定的额头上 冷汗都冒出来了 我坑了我老爹 而然昨天 我还跑到最先楼 找我自己老爹要债 然后我幽州啥情况 我老爹都知道了 一瞬间 赵定彻底的懵了 刚刚抬起的头 一瞬间低了下去 这尼玛 玩犊子了 此刻赵定心底 只有也只能有这么一个念头 身子都不由地跪伏了下去 看着赵定这般模样 赵重远的嘴角上 顿时露出一丝得意 小东西 坑你老子 区区五十万两银子 还追着你老子要 还录音 给你能耐了是吧 而看着赵定和赵重远父子之间 这般诡异的样子 一瞬间 满朝文武也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过了半晌 赵重远笑眯眯地问道 燕王 剑真为何不抬头 赵定身子抖了一下 连忙道 而臣毕竟八年没见到父皇了 此刻一见到父皇的天炎 顿时被父皇的天子威严所舍 故而不敢抬头直面父皇 妈的 这下玩犊子了 李龙咋就是我老子 这怎么玩 我那些小九九岂不是 一想到自己之前 给自己老子上的那些折子 里面所描述的七坦之景 以及当初赵重远去幽州时 自己干的那些事情 尤其是昨天大闹最先楼时 差点把最先楼都给砸了 一瞬间 赵定顿时感觉自己的脑袋 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天要亡我呀 周围的大臣 听着赵定这话 神色更是愈发的古怪 这到底什么情况 似乎一点不像 父子相见时的场景 毕竟八年未见了 就算皇家亲情向来淡薄 可也不该这样 尤其是燕王 为啥无缘无故拍马屁 屠杀呢 赵重远笑呵呵的道 起来吧 而臣不敢 赵定依旧低着头 这回心底的哀莫之心 已经大于心死了 早知道他老子就是李龙 他昨天打死也不去最先楼大闹 不就是五十万两银子吗 就当花钱消灾了 可现在他算是彻底的得罪死自己老子了 有何不敢啊 你这八年治理幽州有功 正该好好谢你才是 说到最后几个字 赵重远几乎是咬牙切齿了 第一百一十章来啊 互相折磨啊 听着赵重远这话 再看着赵定和赵重远父子之间 那微妙的表情变化 一时之间 满朝的文武大臣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完全不懂 到底是因为啥 咋就一个简单的藩王朝拜 搞成话里有话了 至于说赵定 把幽州治理的有多好 从每次从幽州收来的说服来看 以及上一次司礼间掌灯太监 高有钱去幽州之后回来 偶尔说出来的那些话 好像也没有太好吧 毕竟都饿的人吃人了 但你说赵定 把幽州治理的不好吧 那也算不上 幽州自古以来 就是三战之地 常年战乱 而且多重山峻岭 名声凋敝不说 而且还容易积蓄匪幻 历朝历代 不知道有多少皇子 亦或是封疆大吏 想将那里治理好 但到头来 都是一筹莫展 能保住乌纱帽活着回来 便已经不容易了 而赵定在幽州 一待就是八年 已经很难得了 毕竟幽州那地方 可真的不是人待的呀 所以一时之间 群臣都有些搞不明白 赵重远那句话里面的意思 到底是真的要赏赵定 还是要罚赵定 就是杨府 叶连城 周善三人 也微微皱眉 前脚刚才那个商定 今年赈灾的人选 后脚父子俩 一副话里有话 一个心虚 一个找茬 这是闹哪出啊 老二 老五 赵衡和赵刚兄弟俩 彼此相视一眼 一脸看细地 看着大殿内的情景 摸了摸袖子里面 那空白的折子 想了想 又收了回去 先看戏 至少眼前的情况 对于他们兄弟俩 也是有利的 不当然是吧 那别怪我了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定也有些来气了 自己做爹的没个爹样 还搞起微服私访来了 咋地你儿子 我包藏祸心啊 不就是屯兵有点多 不就是搞点 别的小玩意出来吗 还微服私访来了 甚至还用着假名字 诃骗我来了 我不知情 收点利息咋了 到现在 他赵定也算是明白了 为啥当初 自从接到他老娘 马皇后的姓之后 他一直派人四处 寻找自家老子的踪迹 翻遍整个幽州都没到了 搞了半天 不仅提前来了 还偷偷摸摸混进来了 一想到这里 赵定就气得牙痒痒 指定要把那看门的守备 加强个十倍 再搞点山匪出来 以防万一 既然你当地没当爹的样子 那也就不能怪我这个 当儿子没儿子的样子了 思索了半晌 赵定一咬牙 看着赵重远道 父皇 而臣曾喜得的一游历方式 从他手中得来一神器 有记录他人说话声音的功能 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 记录下他人说话的声音 今日此物而臣已经带来了 要不就借着今日拜见父皇 而臣将其献上 赵定神色恭敬地看着赵重远 完全挑不出丝毫的毛病 可落在赵重远的耳朵里面 却有些变味了 什么意思 在威胁你老子我 看了一眼王立世 王立世也是有些猛 随即王立世抬头看了一眼 竟然店外的小太监 见着那小太监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之后 这才凑到赵重远的耳边 小声说了什么 嗯 听着 王立世这话 赵重远神色一惊 赵定居然真的带来了 又看了一眼精确下 依旧跪着的赵定 赵重远顿时有些牙痒痒了 便听着赵定继续说道 父皇 儿臣还有一物 名为照相机 可记录他人之画像 比至我大前最好的画师 画出来的还唯妙唯肖 绝不存在任何错漏之举 嗯 听着赵定这话 王立世也有些猛 赵定此次进宫 除了带了一些幽州的土特产之外 好像就只有那个大喇叭样子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的留声机 这赵相机什么鬼 然而还未等王立世思索个明白 便看着赵定突然话音一顿 抬起头看向赵重远身旁 穿着紫色太监服的王立世 顾作惊讶地道 咦 公公 咱是不是见过呀 可爱 听着赵定这话 原本还勉强保持肃然的王立世 顿时止不住地干渴起来 何止是见过 还喝过 一起喝过酒好吗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一旁的赵重远 嘴角也微微地抽搐 他看出来了 赵定这是在反击 不过却也没说话 但群臣却有些来了兴趣了 一个个凑起耳朵 站在一旁听着 赵定母妃自幼早逝 虽然得皇后娘娘抚养 但自幼不受宠 一年能见到皇帝的次数 屈指可数 至于皇帝身边的紫袍大太监王立世 那更是几乎见不到 因为在大前的律法之中 前庭和后宫是彻底分开的 只有皇帝可以随意地进出后宫 其余的人非得赵不得入内 更无法随便地进入皇子学习的文化殿 一瞬间 就是杨府这个三朝元老 都忍不住凑起耳朵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更是一脸的懵逼 这啥米情况 见过 自己父皇什么时候和赵定见过 叶连成和周善二人 也是一脸的疑惑 但却捧着玉杯恭敬地站在一旁 见着赵重远不说话 王立世只能硬着头皮道 也许燕王殿下认错人了 嘿 还给我装傻事吧 赵定心底喝了一声 但脸上却依旧故作差一道 公公此话错译 我那照相机可记录他人面貌 前不久去我幽州的 去了一对自称来自雍州的商旅 当时本王手下之人 刚刚琢磨出那所谓的照相机 闲来无事尝试了一下 就把那人的面貌记录了下来 其中那商队之中 有一人面貌正是与公公有些相似 照相机把我的样子照下来了 听着赵定这话 王立世顿时一惊 这怎么写 若是说那留声机还好 毕竟模仿他人说话的声音 虽然极难 但也不是做不到 可若是那照相机 真的如赵定说的那般 可以把人的相貌 几乎一模一样地记录下来 这可就 就是赵重远此刻也有些慌了 他是李龙的身份 可不能暴露出来啊 死 就在此时 赵定突然极为浮夸地 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坐在皇位上的赵重远 一脸惊讶到 父皇 那人 行了 别说了 闭嘴 然而 还未等赵定把话说完 赵重远突然抬起手 一把打断了赵定还没说完的话 不等赵定继续说话 便立马对着身旁的王立世吩咐道 立世 燕王一路周车劳顿 从幽州翻山越岭而来又一大早赶来朝会 想必也是累了 而且多年未曾回京 皇后那边也私子心切 就先带燕王下去休息吧 等朕朝会结束之后 再与燕王小聚一番 赵重远一脸正色看着王立世 但说话之时 看着赵定 那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不过赵定也不在乎 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谁怕谁啊 就是死 他也要恶心一波 至于有没有照相机 那纯粹扯淡 那玩意是以古代的工艺 能制造出来的 之所以说 不过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这个便宜老爹 但从如今这个反应来看 效果似乎出奇的好 能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就已经是有些投鼠忌器了 父皇 儿臣那照相机就在幽州 父皇若是喜欢 儿臣 这就飞鸽传书 让人将其送来京城 连带着那相片也送来 一起献给父皇 赵定故作不懂的看着王立世 言语之中 那叫一个恭敬啊 但赵重远嘴角却止不住的抽搐 狗娘养的 威胁老子呢 好你的赵定 等着 历世 带阎王先去吧 朕还有 朝政要处理 赵重远美好气的看了一眼 依旧故意装傻的赵定 赶紧对着一旁的王立世吩咐道 王立世嘴角也是微微抽搐 但还是恭敬的回道 是 陛下 不过心底也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把这个话题压下去了 不然要是继续说下去 暴露出自家陛下就是李龙的身份 那朝臣还不炸锅了 那帮满脑子俯如思想的阎官 还不要雪剑金鸾殿 以此来辱骂当朝陛下 没有天子气象 与小明争利 然后到最后 他这个司礼间掌印大太监 就算不想成替罪羊 也要成替罪羊了 脑袋作为平息天下文人才子的 悠悠重口之物 想到这里 王立世心底终究是长舒了一口气 但一旁的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眼神却变了 尤其是赵刚 那眼神瞬间刷的一下亮了起来 永州 商人 李龙 第112章成功过关 算计反算计 父皇 儿臣的照相机 你还要不要 父皇要的话 儿臣可以飞鸽传书回幽州 命人送来啊 哎 也怪臣我 这次走得匆忙 忘记带了 眼看着两个小太监已经走了过来 赵定站起身 一脸惋惜的 望向金鸾殿上的赵重远 赵重远 不过 看着满朝文武都在 赵重远还是强行扯出一丝笑容道 阎王有这份心 朕便已经极为满意 至于那照相机之事 此事倒也不急 且正为一国之君主 每日忧思 我大前亿万百姓 也不宜沉迷那奇因技巧之物 以免荒废了朝政 说到这里 赵重远又故作威严地训斥道 不说朕是如此 便是你作为皇子也是如此 为我镇之皇子 当以大前百姓为主 以治理好封地 照顾好百姓为上 不可整日沉迷此事 免得堕入下端 你可明白 赵重远这话听起来 没什么别的意思 但不知道为何 满朝文却总是 听出了一些别的味道 好像自家陛下 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老二 这什么情况 赵衡趁着众人不注意 用肩膀微微推散了一下赵刚 我怎么知道 赵刚也是一脸的猛 他本来还想看戏呢 结果就这 这就完事了 兄弟俩彼此相识一眼 都猛了 而臣遵旨 赵定咧嘴一笑 乐呵乐呵地 对着自家便宜的老爹 拱了拱手 赵重远这话说出来 就代表眼下这事 他是过了 至于别的 那就暂时不考虑 反正等待满了足够的时间 他就找个借口 溜回幽州了 到时候天高皇帝远 他赵定担心个锤子 不过现在唯一让赵定 有些担心的是 不知道他老子赵重远 还会不会 让他舒舒服服地返回幽州 毕竟他爹 已经去过幽州了 也知道眼下幽州的情况 就算没了他赵定 也是固若金汤 要是不给他走 那就难办了 一想到这里 赵定顿时感觉有些脑袋痛 有时候事情干得太好 似乎也不是一件好事 眼下只希望温子恒能争点气 在南辰那边闹出点事情吧 到时候边境不稳 他一个戍边的王爷 也有足够的借口 溜回幽州 下去吧 去见见你母后 毕竟也八年未见了 你母后近日以来 对你也有些思念了 赵重远挥了挥手吩咐道 思念 不是病了吗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定微微皱眉 他记得赵重远给他的折子里面 说的就是皇后病了 让他回来 可现在却没提病了 然而 看着赵定脸上的神色 赵重远嘴角却止不住地笑了 不过倒也克制 依旧一脸正字道 快去吧 你母后就在昆宁宫内等你 早已亲自为你下厨 做好了一桌饭菜 待阵处理好朝政之事之后 也会过去 说吧 根本不给赵定说话的机会 赵重远又是笑眯眯的挥了挥手 示意赵定退下 赵定 一瞬间 赵定突然有种热了狗的感觉 他感觉自己 好像被人忽悠了 但看着满朝文武在前 却也不好说什么 想了想 赵定只能拱手到 谨遵父皇御旨 说完再次一拜之后 便跟着身旁的两个小太监 出了金鸾殿 向着大殿外面走去 看着赵定 那一脸吃瘪的样子 赵重远嘴角顿时乐了 一瞬间 之前被赵定 威胁而来的心底郁闷之气 顿时消失了大半 嘴角都有些 控制不住的微微上扬 小样 还和你爹我斗 你爹我吃过的盐都 比你走过的路多 早朝依旧在继续 金鸾殿上 站在赵重远身旁的赵青瞻 看着赵定离去的背影 有些扎巴着嘴 对于自己这个九叔 和自己爷爷 究竟说了啥 他倒是没听懂 但那个留声机 和什么所谓的照相机 却是让他来了兴趣 若是真的 如自己九叔说的那样 日后他赵青瞻 岂不是有机会 将自己的真实样貌 流传千古了 而是眼下那些画师 画得似是而非 甚至可以将他的声音 也流传后世 不仅是赵青瞻 就是在场的 满朝文武大臣之中 都有不少动起了相同的主意 青史留名 已经是他们这些人 所追求的了 若是能连相貌和声音 一起留下 岂不是 死 不少人都有些 迫不及待的 想要等着早朝之后 去拜见拜见这位燕王了 而赵刚和赵定兄弟俩 却有些异性阑珊起来 原因无他 他们所期望的 似乎并未发生 不过赵定所提到的 那个雍州商人 却是让他们记在了心底 早朝之后 与金蓝殿相隔并不远的 养心殿内 赵重远一脸嫌弃的 站在大殿中 等着身旁的侍女和小太监 给他脱去身上的龙袍 越是想着赵定临走之时 那郁闷的样子 赵重远心底越是得意 将终究是老的辣 虽然今日原本的预期没有达到 但看着赵定 最后那吃饼的样子 他莫名其妙的有些爽 或许是被赵定算计多了 可一想着赵定说的 那所谓的照相鸡 赵重远却又气得有些肝疼 留生鸡他是知道了 可这照相鸡又是什么鬼 若是真的如赵定所说的那般 可以将人的相貌 一比一地复制下来 他赵重远 岂不是等于有把柄 握在自己儿子手里 父皇 儿臣有事要揍 就在此时 大殿外响起了赵刚和赵恒兄弟俩的声音 听着赵刚和赵恒兄弟的声音 赵重远眉头一皱 目光不由地向着养心殿外看了一眼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早朝上说 非要避开满朝文武在养心殿内说 眼神看了一眼 一旁的王立世 后者立马会议地向着养心殿外走去 没过多久 王立世的带领下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便已经走到了养心殿内 对着赵重远又是一败 这里没外人 就不必这样了 有什么事情说吧 赵重远坐在龙榻上 喝了一口茶水 悠悠地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嗨嗨 赵恒轻了一下嗓子 看了一眼赵刚 赵刚顿时脸色一苦 不过还一脸裴笑道 爹 儿子这不是有所顾忌吗 故而这才趁着这爹你下早朝的空隙来 亲自禀报爹吗 说着 赵刚从袖子里面掏出一个奏折 一脸谄媚地递了过去 爹 您看看 在递过去的同时 赵刚又踹了一脚赵恒 后者立马心不甘情不愿地 从袖子里面取出一个奏折 弯着腰 对着走来接过奏折的王力士递了过去 而看着二人之间的小动作 赵重远眉头一挑 眯着眼看了二人一眼 顺势接过王力手里 赵刚和赵恒的奏折 可一看 赵重远的眉头瞬间就拧巴在了一起 第113章 不是父皇您拿鞭子大麻 抬头看了一眼 一脸正色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又仔细看了一眼手里的奏折 赵重远眉头彻底拧巴在了一起 有些疑惑地问道 老二 你这奏折 赵刚立马故作疑惑道 父皇怎么了 你问我怎么了 你这奏折是空的 你还问我怎么了 赵重远眉头一挑 直接把手里的奏折丢了过去 空奏折 一听赵重远这话 一旁的赵恒顿时梦了呀 看了一眼赵刚 赵刚脸上极为正色 但眼底却是露出一丝隐晦的得意 一拍额头 赵刚气愤道 父皇 指定是那帮狗奴才 早上给尔臣准备的奏折拿错了 大尔臣回去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赵重远邪眉地瞥了一眼赵刚 但却没说话 一旁的赵恒的心底 却是骂娘了 狗东西 就知道算计老子 便听着赵刚继续说道 父皇 你看要不这样 父皇您日理万机 尔臣回去也需要时间 您不妨先看一下老五的奏折 先把老五要说的事情处理一下 赵刚有些试探性地问道 然而还没等赵重远说话 赵恒立马一步上前 按在了赵重远的手上 一脸正色道 父皇 儿臣觉得 二哥的事情 比儿臣的事情要紧 父皇您不妨等二哥 把丢在王府里面的折子拿回来 处理完二哥的事情 再处理儿臣的事情 也不迟 我特么的 听着赵恒这话 赵刚眉头瞬间拧了起来 隐约之间 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好 看着这往日里 恨不得斗生斗死的兄弟俩 如今一副胸有地功的样子 赵重远有些回顾未来 捏着下巴 饶有趣味地看着二人 说说吧 你们兄弟俩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呢 给老头子我看看 哪有啊 赵恒一脸善笑 解释道 只是儿臣突然想起 早上走时 而臣府里的那帮奴才 好像也点臣的奏折拿错了 哟 还都拿错了 好巧啊 赵重远掀起眉头 看了一眼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兄弟俩顿时善善一笑 赵刚心底却有些骂娘了 然而下一刻 啪的一声 赵重远顿时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站起身狠狠地看着这兄弟俩 跪下 诶诶 赵刚照恒兄弟俩 硬喝一声 扑通 扑通 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那叫一个熟悉 那叫一个驾轻就熟 那叫一个同频率 同角度 一瞬间 兄弟俩就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看得一旁王力士 只能捂着脸憋笑 赵重远没好气地看着兄弟二人 调侃道 给老头子我说说吧 你兄弟俩 这是闹哪出啊 父皇 我 赵刚一脸善笑 父皇 儿臣哪敢啊 赵恒同样一眼谄媚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喝得笑了一声 没说话 把奏折拿在手里 背负着在身后 站起身 眼神不住地 在已经被吓得跪在地上的赵刚 和赵恒兄弟俩身上扫来扫去 饶有趣味地看着二人 道 你们兄弟俩从剑府到旧藩 也有些年头了吧 这些年上的奏折 也不在少数吧 怎么旧 之前从未出过差错 现在反倒是一起出差错了 赵重远意味深长地 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二人 这不是凑巧吗 赵刚抬起头一脸善笑着说道 是啊 父皇 凑巧 凑巧 赵恒同样一脸地陪笑 凑巧 赵重远吃笑了一声 随即啪的一声 又是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桌上的茶水都被震翻了 赵重远冷笑着看着二人 老头子 我还没到老糊涂呢 你们就这么糊弄我了 谁给你们的胆子 是钱松 还是叶连成 父皇 而臣不敢 不敢啊 扑通一声 赵刚和赵恒兄弟二人 脑袋直接处在了地上 双手趴扶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让老头子 我猜猜 你们两个今日同时进攻的 同时 地奏折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故意气老头子我呢 还是故意的想 彼此利用一下呢 可又有什么事情 值得你们兄弟俩走到一起呢 赵重远摸着下巴 在养心殿里面走来走去 一字一句的说道 每一句话落下 都吓得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身形止不住地颤抖一下 赵重远依旧捏着下巴 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眼睛邪眯着看了一眼 跪成一条槽的兄弟俩一样 赵重远摸着下巴 轻疑了一声 嗯 老头子我知道了 应该是有些人 给你们兄弟俩透露消息了吧 知道了老头子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 让你们兄弟二人过来 试探试探老头子我的口风 对吧 爹 我没有啊 爹 儿子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赵重远这话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顿时吓得胆战 自古以来大臣结党 君王就极其的忌讳 皇子与大臣勾连 那更是大罪 就算他爹赵重远知道 他们二人和叶家 还有钱家走得近 但有些事不能放在台面上 一旦放在了台面上 那就是彻底的撕破脸了 不说他们兄弟俩 有没有继续争夺皇位的资格 就是会不会被圈禁 致死都不一定 赵刚一咬牙 猛然抬起头 看着赵重远道 爹既然老五算计我 那我也就实话和您说 我特么的怎么算计你了 还没等赵刚把话说完 赵恒就先跳了起来 指着赵刚就要破口大骂 明明是 我让你们起来了吗 还没等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把话说完 赵重远一扭头 二人扑通一声 又跪在了地上 老二 你说 赵重远挑了一下下巴 看着赵刚 赵刚立马说道 父皇 你知道我的性子 五枪弄棒这是我行 但算计人的事情我 还没等赵刚说话 赵重远就一脸嫌弃的 眯起了眼睛 你说还是不说 不说 我让老五说了 特娘的 到现在还给自己洗牌呢 赵重远心底翻了翻白眼 一听赵重远这话 赵恒立马爬了起来 看着赵重远道 父皇 父皇 我说 没等赵恒把话说完 赵刚立马抢先说道 父皇 其实这折子 并不是关于朝廷的事情 而是关于我们兄弟俩 发现老九在外面和商人勾结 勾结谁啊 赵重远故作疑惑地问道 就是那雍州商人李隆 爹 你知道的 自太祖立国以来 就严禁皇室与商人勾结 与明争利 这事 要传出去 咱大前皇室的脸面 可就没了呀 说着 赵刚一耸肩 蹭了一下旁边的赵恒 你特娘的 拖上我干嘛 赵恒一脑门子的黑线 但看着赵刚和赵重远的眼神 也只能硬着头皮道 对 父皇 二哥说的没错 九弟现在勾结那雍州商人李隆 与明争利 这传出去 只会让周遭列国皇室 笑话我大前啊 李隆 怪到老头子我身上来了 赵重远心底喝得笑了一声 蹲下身 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们觉得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听着赵重远这话 也有些梦了 有些不明白赵重远这句话 什么意思了 彼此相视一眼 赵刚吞咽了一口口水道 父皇一而成看 此事虽然是大错 但九弟毕竟还年轻 且幽州那地方自古穷苦 九弟犯下如此错误 应该是一时不察 所以情有可原 但我大前国有国法 便是皇室犯法 也与庶民同罪 所以一而成看 九弟应捡奉三年 再让其返回幽州 好好治理封地 给其戴罪立功的机会 一边说着 赵刚一边小心地 看着赵重远的神色 见赵重远并无异样之后 这才说到 至于那雍州伤人李龙 而臣觉得应该重罚 勾连王族乃是大罪 而其又是见急 故应超莫家产 全家流放边疆 以正视听 听着赵刚这话 赵重远嘴角微微抽搐 不过却依旧耐着性子 看向了一旁的赵衡 问道 你呢 你觉得如何 见着自家老子望来 赵衡又是不由自主地 吞咽了一口口水 硬着头皮道 父皇 我觉得九弟毕竟还年轻 偶尔犯点错误也能理解 至于捡俸禄之事 三年太久 就一年好了 毕竟九弟只是郡王爵位 俸禄本就不多 而燕王府上下百人都要花银子 所以一年足矣 但警戒之孝却是不能免 应该着其立即返回幽州 治理好封地百姓 让其戴罪立功 至于对于那雍州伤人李龙之事 儿臣觉得 二哥说的颇为在理 大儿臣觉得 不该仅仅只是超莫其家产 而是应该着重处罚 朱连其九族 以警校游 赵衡眼眸微眯 神色很利道 赵重远嘴角微微抽搐 尤其是听到朱连九族之时 手都止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不过依旧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嗯 有道理 玄机抬起头 笑眯眯地看着二人 招了招手道 来 你们兄弟俩到阵身边来 哎 父皇 赵刚点头硬喝一声 笑眯眯地从地上爬起 赵衡也是乐呵一笑 笑呵呵地站起身 这就来 我让你们两个站起来了吗 赵重远脸色陡然一冷 啊 嗯 不是父皇 您拿鞭子干嘛 哎 哎 哎 别打道啊 父皇 有话好说啊 父皇 不能这样 我们也没说错啥啊 啊 哎呦喂 下一刻 凄厉的惨叫声 在养心殿内响起 王力士眼观鼻 鼻观心地站在一旁 就是那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第114章 咱兄弟俩好着呢 爹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 哎呦 你别打脸啊 爹 有话好好说吗 为什么要动手呢 爹 爹 我们没把老九怎么样啊 你咋说动手就动手吗 委屈的哭喊声在养心殿内不断地响起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在养心殿内上蹿下跳 抱头鼠蹿 赵重远左手拎着斜拔子 右手拿着剑鞘摆到谁打谁 看着王力士站在一旁 脸都憋红了 过了半晌 赵重远才气喘吁吁地坐在龙榻上 双手撑着膝盖 一时之间也有些感慨 岁月不饶人的感觉 但看着远处躲在盘龙柱后面的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赵重远倾鲜了一个眉头 看着二人美好气地道 过来 哎 赵恒硬喝一声 推散着赵刚往前面走 赵刚一个劲地反抗 但看着赵重远那目光望来之时 还是浑身一颤 赶紧走了上去 一脸谄媚地看着赵重远喊道 爹 赵重远一抬手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本能地又是一颤 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脸 看着这两兄弟如此一副模样 赵重远又是无奈一笑 是一二人搬个凳子坐在他面前 赵刚和赵恒立马搬个凳子过来 兄弟俩老实地和个安纯一样 坐在赵重远面前的凳子上 弯着腰抬着头 一脸谄媚地看着赵重远 哎 赵重远长叹一声 在赵刚下意识地躲闪中 一把拉住赵刚的手 又一把拉住赵恒的手 胆抬道 爹老了 也没几年好活了 但爹唯一放不下的呀 就是你们哥几个 以前老大在的时候 你们哥几个兄弟公 我这个做爹的 就是死了也放心 但现在老大死了 青瞻的小子也不争气 爹也嘞 说到这里 赵重远又是长叹一声 都说自古皇家无亲情 历朝历代 不是皇子为了皇位斗 就是皇帝和太子斗 爹 我们没有啊 看着赵重远 那已经有些花白的胡须 赵刚有些面露不忍 委屈地叫嚷道 对呀爹 我和二哥没怎么样 就是对青瞻和老九 那也是没啥啊 赵恒同样有些 面露不忍地辩驳道 尤其是看着自家老爹 那莫名地有些勾搂的身形 心底莫名地有些发酸 没有好 没有好啊 赵重远拍了拍二人的肩膀 站起身感慨道 你爹我自从接手你爷爷的班 登基已经二十多年了 虽说也算得上是情面 也想做出一番事业 隔出我的大钱的弊端 但二十年过去了 除了人老了 胡子白了 这大钱内政 却依旧没有什么起色 看着自家老爹如此模样 赵重和赵恒兄弟俩 鼻子莫名地有些发酸 他们两个在诸皇子之中 算是比较大的 从他老子登基的那一天起 他们就是亲眼看着的 也知道自家老子 在这二十年的变化 尤其是近几年 一年比一年老 一年比一年沧桑 爹 你到底要和我们说什么 你就说嘛 赵刚沙哑着嗓音 情不自禁地抹着眼泪 下意识地看向赵重远 爹 儿子不争气 给你惹麻烦了 让您费心了 赵恒也在一旁抹着眼泪 越是看着赵重远这样 他们兄弟俩 心底就越是难受 哎 没事 没事 多大人的 都当爹的人了 还哭鼻子 传出去 不怕被人笑话 赵重远长叹一声 似有些感慨地 拍了拍赵刚和赵恒兄弟俩的肩膀 随即搂着兄弟两人的脖子 俯下身说道 爹也知道 老大死了 爹立青瞻你们哥俩呢 心底有怨气 你们虽然不说 爹心底都明白 听着赵重远这话 一瞬间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赵重远继续说道 但没办法呀 爹也不想啊 可问题是 没办法呀 且不说你爷爷在内政上 给我留下的一地的烂摊子 就是外政 南辰和北梁虎士丹丹 大鱼又在其后 而大黎这些年 与我大前也是貌合神离 我大前的处境更难 若是此时 储君之位不利 你们兄弟几个会怎么样 我心底没数吗 别和我说你们不会如何 爹 也是从皇子的位置走过来的 也明白没登上这个位置的人 对这个位置的渴望 可这真的不是一件好差事啊 爹不利你们当储君 也是为你们好 不想你们和你爹我一样 被这所谓的皇权束缚 也不希望你们兄弟 在我百年之后反目成仇 致使手足相残 所以爹立了青瞻 至少你们是叔叔 而他是侄儿 于情于理 也能避免你们兄弟手足相残的事情 爹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考虑啊 赵重远抬起头望着窗外长叹一声 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萧瑟 看着赵重远如此模样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又是哭得稀里哗啦 爹 咱听你的 不争了 赵刚抹着眼泪 看着赵重远 赵恒也在一旁哭喊道 就是爹 您老保重身体 您说啥就是啥 咱哥俩绝无二话 赵重远长叹一声 好 好好 有你们这话 爹也就放心了 随即道 至于老九那事啊 就过去了吧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呢 你们是兄弟 是手足 只要不是打过 就没必要斤斤计较 你看你爹 我当初你们的那几个叔叔伯伯 不也是如此吗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人啊 有的时候必须学会装糊涂 太计较容易累 懂吗 赵重远柔声问道 懂 懂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连连点头道 赵重远又继续说道 至于那幽州商人 李龙啊 此人你们也不用管 交给你们爹我 我让王立氏去办 他不是想勾连咱大前皇室 发他自己的财吗 爹就让王立氏 抄末期家产 给他点教训 你们觉得如何 赵重远一脸感慨地 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问道 爹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儿臣听着 儿臣也没意见 九弟年又不懂事 儿臣可以明白 但这李龙必须给他一点教训 抄末家产足矣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擦着脸上的泪水 沙哑着嗓音喊道 听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这话 赵重远嘴角 如出一丝不可察觉的上扬 随即 又迅速地板着脸 望向王立氏喊道 狗奴才 站在这里半天了 听到秦王爷和靖王爷说什么了吗 随后不等王立氏说话 赵重远又赶紧呵斥道 还不去办 带人抄没了那雍州商人李龙的家产 把那醉仙楼所有家当也全部收归皇室 以后由皇室商行代为售卖 是 王立氏憋着笑 对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喊了一礼之后 赶紧向着外面走去 看着王立氏 带人离去之后 赵重远又抬起头 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柔声问道 今日难得老九回来 而你们几个兄弟也都在 您母后也在昆宁宫准备家宴 要不你们就留在宫里 吃完宴再回去 赵刚抹着眼泪道 爹 您说什么 就是什么 大尔臣觉得 您和老九也好些年没见了 必然有很多话要说 而臣在场 怕您不好说 要不等您和老九已经母后说完心底话 咱们一家人再举如何 毕竟尔臣和老五刚刚才犯错 惹得您不开心 有我们在怕影响了你们的雅致 赵重远 好 赵刚 嗯 赵恒 爹 你难道听不出来这是应付话吗 好了 既然你们兄弟推辞 那就先回去吧 等父皇我见了老九之后 咱改日派人换你们进宫 赵重远站起身 拍了拍袖子 赵刚 赵恒 怎么还不走啊 要留下吃饭 赵重远一脸诧异的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不不不 爹 而臣王府里面还有事情等着臣去处理 就是 爹 而臣王府里面也有事情 见着赵刚说话 赵恒赶紧附和道 那行 你们先回去处理 我先去你们母后那边一趟 老九等我有些时间了 说完 赵重远一挥袖子 就向着养心殿外面走去 看着赵重远离去之时 那步伐明显轻快了很多的脚步 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都有些疑惑地站在原地 看了彼此一眼 赵刚皱着眉头 凑到赵恒耳边 小声问道 老五 你说咱兄弟俩 是不是被爹给套路了 你觉得呢 赵恒翻了翻白眼 懒得搭理赵刚 赵刚转身就向着养心殿外面走去 啊 还不搭理我来着 搞得这是不怪你一样 看着赵恒离去的背影 赵刚喝了一声 同样挥着袖子 向着大殿外面走去 哼 哼 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前脚还一副胸有地弓的样子 后一秒就是如此 一旁的小太监忍不住提醒道 金王爷 金王爷 陛下手里有一个叫千里镜的东西 能看老远了 而二位这样 我怕 小太监有些为难的看着赵刚和赵恒兄弟俩 一副欲言又指 赵刚 嗯 赵恒 嗯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咱哥俩好着呢 是不是啊 老五 一听小太监这话 赵刚顿时哈哈大笑 一旁的赵恒同样咧嘴大笑道 对对对 咱兄弟俩好着呢 说完赵恒的胳膊就狠狠地搭在了赵刚的脖子上 打得赵刚脑袋下意识的一缩 赵刚也同样狠狠地一胳膊 搭在了赵恒的脖子上 兄弟俩就这么搂着 走出了金鸾殿的大门 第115章 父子相见 给我虎福 来来来 尝尝娘亲自下厨给你做的红烧肉 昆宁宫内 左右的侍从早已经退去 只剩下马皇后和赵定两人坐在内殿里面 此刻在赵定的面前摆满了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 虽然说不上有多么精美 可却有一种赵定从小到大的熟悉味道 马皇后坐在赵定的旁边 站起身亲自给赵定夹起一块色泽诱人的红烧肉 摆在赵定的碗里 看着眼前碗里的红烧肉 在看着马皇后 赵定拎起筷子夹了一下 吃了一口 随后抬起头有些无奈道 娘 你在心里不是说 你病了吗 哎呀 这不是没办法吗 谁让你燕王爷那么难请呢 马皇后笑呵呵地看着赵定 说话的同时还不断地给赵定碗里 夹着各色的菜肴 都是她亲自下厨的 也是赵定小时候最爱吃的菜 娘瞧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谁说我难请啊 您这不是一封信 我就立马从幽州回来了吗 再说了 我是藩王 不得陛下的召见 我也进不了京啊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定顿时有些心虚地说道 我说的 还没等马皇后说完 昆宁宫外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赵重远背负着手 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邪谋地看着赵定 奴嘴道 呦呦呦 这都陛下叫起来了 怎么的 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爹了 说完不等着赵定说话 赵重远又一脸挖苦道 是幽 娘一封信 儿子立马从幽州回来了 我这个老子一封信 那是半天没见的踪影 某些人还给我来个哭穷 嘖嘖嘖 怎么的你幽州就这么穷啊 我听那李隆说 幽州可不穷啊 富得流油啊 就是比我这应天城还要气派 阎王爷 您是不是要和我说说 赵重远邪谋地看着赵定 语气那叫一个阴阳怪气 赵定善善一笑 爹 瞧您这话说的 呦 现在倒是叫起爹来了 之前在朝上阎王爷 您不是硬气吗 见赵定主动站起身 赵重远一脸也遇到 那不是被您老逼得没办法了吗 这年头 谁不藏点底牌防身不是 赵定依旧善笑着说道 马皇后坐在一旁 脸上难得露出笑容 静静地看着赵定和赵重远这对父子 在他的记忆里 自从一文太子去世之后 似乎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啊 藏底牌都藏到你老座身上了 你燕王爷新眼子够多呀 赵重远喝得笑了一声 随即邪谋地看着赵定道 你就给我说说 你那照相机到底有没有 啊 说了这么多 原来心底还惦记着照相机呢 本来是没有的 但现在是有了 赵重远心底乐呵一笑 但脸上却依旧一脸谦卑道 父皇 瞧您这话说的 儿臣已经欺君过一次了 哪能再敢欺君啊 这不是嫌脑袋戴在脖子上太累吗 你还真的有啊 赵重远一脸狐疑地看着赵定 那是必须有 说起谎话来 赵定那叫一个草稿都不带打的 当然 那也不能打草稿 真有 真的有 真的假的 真的 哎 算了 懒得和你小子计较 看着赵定那眼皮子都不带眨的样子 赵重远无奈一看 坐在赵定的面前望着赵定道 既然回来了 那我也就给你说说我的意思 除了留在京城 什么都好说 还没等赵重远说完 赵定立马打断道 嘿 一听赵定这话 赵重远顿时有些不乐意了 插着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望着赵定道 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你老子我让你留在京城 是为了害了你 那我可不知道 赵定耸了耸肩 一脸无辜地看着赵重远 赵重远深吸一口气 伸手指了指赵定 气得张嘴说了半天 愣是一句话说不上来 到了最后 没办法只能看着马皇后道 你得儿子 你自己管管去 不是你的儿子 马皇后翻了翻白眼 嘿 你们母子俩串通好了是吧 今天一起气我 看着赵定这样 结果马皇后这样 赵重远顿时有些不干了 好了 好了 我来说 看着赵重远气得一个劲地喝茶 马皇后笑呵呵打着圆场 望着赵定道 你父皇这次叫你回来 是有件事要让你去做 什么事情 赵定眯着眼 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的老娘 这里水 督促当地的官员 让朝廷镇灾的银子 平稳地落到地方百姓手里 没等马皇后说话 赵重远便接过话查道 嗯 一瞬间 赵定的脑门上顿时浮现出三个清晰的问号 见着赵定一脸疑惑 马皇后无奈地将目前大前的情况原原本本地给赵定说了一遍 尤其是历年来正在贪磨的情况 听完之后 赵定的脸上也是一脸的复杂 你去不去 赵重远邪谋地看着赵定 这玩意不好做 你得丢个权力 赵定眯着眼看着赵重远道 你要什么权力 赵重远问道 生杀语夺的权力 赵定难得正经地说道 大前立国已久 如果按照前世王朝更迭的速度 几乎已经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 各种阶级固化 朝堂大员和地方豪生勾结压榨百姓 也就大前命不该绝 除了自家老爹这么一个勤政爱民的皇帝 不然早就流民四起了 叛军都有不少 距离真正彻底失控 也就差一个权力下放 当然这也得亏他那个便宜爷爷死得走 不然让他再活个十来年 倒真的有可能 好 赵重远想都没想 直接点头 然而赵定却依旧伸着手 看着赵重远道 还有虎符 我可能要调兵 调兵 赵重远眉头一皱 随即却笑了起来 大笑道 好好好 你老子 我给你就是 扬州那边驻扎着三万屯天军 你随便用 说完似乎早有准备的 从小袖子里面 抽出一个半边的虎符 摆在桌子上 一看着这个虎符 赵定心底都有骂娘的冲动了 被算计了 第116章不可吗 绝不可吗 看着眼前摆放在桌子上的虎符 一瞬间 赵定的心底 顿时有种骂娘的冲动 邪眸地看了一眼 自家那便宜老爹 又看了一眼 已经在一旁捂着嘴着笑的老娘 赵定低着头闷声地 扒着碗里的饭 哎呦喂 给你小子特权 你还不乐意了 你要知道 你老爹我给你这差事 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要的差事 赵重远翻了翻白眼 捏着下巴上的胡须 撇着嘴 啊 人家那是捞钱 你让我去杀人 这能比吗 赵定嘴里塞着饭菜 哼哼唧唧地嘟囔着 那你小子贪呗 赵重远故意挑逗着话题道 嘿 我倒是想呢 你说什么 还没等赵定说话 赵重远顿时耿着脖子 看着赵定 你瞅瞅 你瞅瞅 你看我这话都还没说完了 某些人就急了 咦 赵定一脸嫌弃地看着赵重远 随即慢悠悠地说道 去震灾能捞五十万两银子吗 那捞不到 赵重远摇了摇头道 可我从某人身上一天的时间 就赚了五十万万两银子 外带五万两利息 赵定拿起桌上的牙签 一边踢牙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赵重远 嘿 你小子就是来气我的事吧 看着赵定 依旧是一副慢条思理的样子 赵重远顿时气得单疼 插着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低头哽着脖子 看着依旧坐在桌子旁的赵定 好了 好了 和自家儿子这什么气 马皇后瞪了赵重远一眼 随即望着赵定安抚道 你就别气你爹了 你爹这也是为了你好 可某些人不领情 没等赵定说话 赵重远就阴阳怪气地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还看着赵定 马皇后又是无奈一笑 哎呦 都多大人了 还这样 摇头无奈道 赵重远依旧不以为意 哼哼唧唧地站在一旁 赵定也懒得搭理他 从袖子里面掏出一个玻璃瓶 递给马皇后 娘这东西你收着 以后天寒咳嗽 如果吃御医的药没用 你就吃它 一次一粒别吃多 这是什么 马皇后有些好奇地 看着赵定手里递过来的玻璃瓶 尤其是玻璃瓶里面的那一片片 不足小木指指甲 大小的白色粉片 看着赵定递到马皇后手里的玻璃瓶 尤其是那玻璃瓶里面的白色粉片 赵重远也好奇地凑起了脑袋 不过却紧紧瞥了一眼 就极为傲娇地把头扭了过去 但那小眼神 却依旧时不时地望向马皇后手里玻璃瓶里面的白色粉片 看着赵重远如此 赵定翻了翻白眼 解释道 这玩意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娘你就记得 这腰牌 可去肺热 只可 致肺庸喘障嘛 对于你的可疾病有好处就行了 但不能吃多 吃多了会坏事 赵定一边解释着 一边告诫地看着马皇后 马皇后虽然是皇后 但这些年一直辛苦操持后宫 这些事 赵定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捣固着青霉素的最大目的 也是为了治好马皇后的咳疾 其实 治疗马皇后的咳疾 还有一种良药 而且制作起来极为简单 那就是陈戒菜卤 不过 那玩意制作周期太长了 动不动十年起步 想了想赵定 还是换了一种办法 提取青霉素 嗨嗨 看着赵定递给马皇后礼物 赵重远站在一旁 顿时忍不住地咳嗽道 然而赵定直接将她无视了 依旧低着头 扒着碗里的饭菜 可嗨嗨 见赵定没搭理她 赵重远顿时又干咳了两声 然而赵定依旧不搭理她 这一次 赵重远顿时气炸了 拱着被插着腰 站在赵定的面前 气得吹胡子瞪眼骂道 嘿 你小子心底只有你娘 没有我这个老子是吧 您是皇帝 您父有四海 还需要我这个藩王 给您弄东西 再说了 就算是给您弄东西 那也不是要走上贡吗 一切要经过内务府 在这里也不合适啊 赵定看着赵重远 阴阳怪气道 赵重远弩着嘴 一脸也愚道 呦呦呦 还记恨起你老子来了 怎得记恨你老子 我给你扔到幽州去 那倒没有 赵定摇了摇头 要是没有赵重远 把她前身派去幽州 没准就没有她赵定穿越这事了 那怎么没有你老子我的礼物 纯粹不想给 赵重远 听着赵定这话 马皇后也在一旁 忍不住无嘴笑了起来 随即清了清嗓子 看向赵定道 好了 雨季还没到 赈灾的事情 也不急于一时 既然你回来了 那娘也就给你说点事情 一听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顿时又有些傲娇的昂起头 插着腰站在一旁 什么事 听着马皇后这话 在看着自家老爹 那一脸嘚瑟的样子 赵定本能地预感到一丝不好 狐疑地看了二者一眼 便听着赵重远 故作威严地看着马皇后道 如荫啊 给你儿子说说 他老子给他讨的婚事 婚事 一听这话 赵定顿时愣住了 随即猛然从桌子上站了起来 不答应 我绝不答应 哎呦 你别着急拒绝嘛 你先听我说说 这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 你也到了成婚的年纪了 再说了 你那几个哥哥 那个不是好几个侧妃了 就你到现在还一个正妃都没有 马皇后一脸无奈地看着赵定 那我也不干 赵定头摇的和波浪谷一样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马皇后一脸调笑地看着赵定 谁 徐家大丫头 啊 徐若云 赵定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一脸猛逼地看着马皇后 和到了此刻已经得意地步行的赵重远 马皇后笑呵呵地说道 你小的时候 不是说了吗 以后非若云不娶吗 现在为娘地给你说了这门亲事 这不是刚好满足你小时候的愿望吗 赵定 但想了想 赵定还是善笑一声道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 他对于这一套 那是真的没兴趣 而与此同时 魏国公府内 同样地传来一道义正词严的拒绝之声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嫁给赵定 第117章 想害死王爷我呢 此时 应天 魏国公府内 整个魏国公府 上上下下 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徐家大小姐徐若云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门口外面 一个和徐若云面容相似的妇人 站在门口 一手拉着徐天德的胳膊 一手指着房门里面关着的徐若云 神色悲愤道 徐天德 我嫁给你几十年了吧 这些年也为了生儿育女了吧 现在眼看着儿女大了 好不容易有几年好日子过了 你居然要把咱家若云 这么好的姑娘嫁给燕王 你还是他爹吗 你配做他爹吗 徐天德任凭着身旁妇人的拉扯 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家的妇人 我能怎么办 这是陛下的主意 那你就去找陛下呀 你跟随他戎马半生 而且自幼一起长大 你怕什么呀 陛下又不能吃了你 再说了 马大姐也是民事里的人 他自己儿子什么德行 他自己清楚 只要你和他说 他指定不同意 这面容和徐若云 有些相似的妇人 不是别人 正是当今大前卫国功夫 一品告命夫人 徐天德的正妻 徐柳氏 听着徐柳氏这话 原本徐天德还没啥可说的 可以听到徐柳氏说 马如荫民事里 有啥事可以找马如荫说 徐天德顿时撇着嘴 这主意还就是马大姐出的 徐柳氏 那也不行 咱家若云嫁给谁 都不能嫁给那赵定 没等徐天德说话 徐柳氏又是撒泼式的一挥手 随即又有些回过位似的 从地上爬了起来 抓着正坐在椅子上的徐天德的手 问道 这主意真的是马大姐出的 啊 徐天德邪谋的看着徐柳氏 不仅是他出的 而且他还和赵老三那老王八蛋 一起算计我 又是让我去皇宫赴宴 又是亲自下厨 给我做烧鹅 然后就因为一只烧鹅 你把咱家大姑娘卖了 徐柳氏颤声道 不卖能行吗 这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的 我这不卖能行吗 徐天德一看守 一脸无奈的看着自家的夫人 哎呦喂 徐天德呀 你个老王八蛋 你咋就那么糊涂呢 咋就能因为一个烧鹅 就把咱家女儿搭进去 你这不是把咱家女儿 往火坑里推吗 一听徐天德这话 徐柳氏顿时哭喊着 坐在地上 也顾不得什么主母的分度了 扯着徐天德的脖子 就又是哭又是喊 看那一旁的吓人 那是大气 都不敢喘一下 看着徐柳氏这哭喊的模样 徐天德一张老脸 显得有些不自然 瞪了一眼周围 凑着脑袋望过来吓人 清了清嗓子道 夫人 你先别哭 也先别闹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燕王变了呢 你什么意思 好啊 你个徐天德 一个烧鹅就把你给收买了对吧 你对得起咱娘几个吗 本来不听徐天德这话还好 一听徐天德这话 徐柳氏顿时哭得更凶了 还变了 变得屁 常言到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你是忘记了 当初在那赵定在文化殿 读书时候的样子 背一个签字文都背不出来 差点没把张诗伟老夫子给气死 还有 当年我家老二和他不想读书去掏鸟窝 结果被陛下抓了 赵定那小王八蛋 是立马把咱家老二给卖了呀 说是咱家老二带他去的 结果你回来之后 二话不说 把咱家老二一顿好打 差点没把老二给打死 就这 你还想让咱家若云 嫁给赵定那小王八蛋 我告诉你 别说若云说不可能 就是在我这都不可能 徐柳氏哭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看得徐天德一脸的无语 瞅了一眼自家夫人 又瞅了一眼房间里面 关着的自家闺女 那老脸一瞬间皱成了苦瓜 他咋就那么碎嘴 当初赵重远和马皇后不认账 他直接推了德了 结果 自己还死皮赖脸的缠着赵重远 定下了这门婚事 闺女 徐天德试探性的 向着房门里面喊了一声 但奈何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看着这一幕 徐天德嘴角又是微微一抽 这回可好 例外不是人了 应天 秦王府 还没等赵刚从轿子上下来 便看着一大群的官员 乌泱泱的走了过来 甚至就是被张三打断腿的黄武爷 也一拳一拐的走了过来 一脸谄媚的 看着自家王爷 这是干啥啊 赵刚一脸猛逼的 从轿子上走了下来 王爷 这是户部和公部的官员 知道王爷您进京了 特地来拜见您 拜见我 赵刚狐疑的看了黄武身后的那些官员 随即不等赵刚说话 黄武九屁颠屁颠地走了上来 一脸小声道 这是叶大人的人 我舅舅的人 赵刚眯着眼 又抬起头看了一眼那些人一眼 呢喃道 是因为赈灾的事情 赵刚饶有趣味地问道 不不不 就是单纯地拜见一下秦王爷您 这些官员之中 为首的一名年纪颇大的老者 一脸陪笑着道 谁让你们来的 赵刚问道 随即不等这些人说话 赵刚又眯着眼 意味深长地问道 是叶大人 一听这话 为首的那人脸色一变 急忙陪笑道 哪能啊 叶大人日理万机 哪里会管咱们这些人 咱们这就是敬仰秦王爷您 如今又听说秦王爷您回京了 特地过来拜见一下 哪人啊 赵刚没说话 反而抬起头笑呵呵地看了几人眼 碑直 扬州 嘉俊人 天元二年的近视 碑直 青州 昌黎人 天元二年的举人 碑直 扬州 碑宁人 天元八年的 听着这群人的自曝家门 赵刚心底也明白得大概了 咧嘴一笑 诸位这是冲着赈灾事宜来的吧 是是是 哎 不敢 不敢 听着赵刚这话 这些人下意识地点头 但随即又立马摇头道 哼 赵刚喝了一声 看了一眼黄武手里的拐杖 笑呵呵地道 黄武 你那拐杖给我用一下 啊 黄武一愣 但还是下意识地递了过去 却见着赵刚一把抢过黄武手里的拐杖 对着当头的那个官员就打了过去 一边打一边骂倒 一帮狗东西 不知道在大前皇子结交大臣是大罪啊 来害本王呢 第118章 一切如高公公所料 王爷 我们没有啊 一看着赵刚 抡起黄武的拐杖就打 一瞬间 那些汇聚在秦王府周围的官员都懵了 赶紧四散着 向着外围跑去 还没有 还没有 你们来老子这里干嘛 说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 害老子呢 本来不听这话还好 一听这话 赵刚顿时又气地不打一处来 轮起拐杖 就对着一个跑得慢的官员的后背打去 哎呦一声 那官员吃痛地大叫一声 捂起后背 抱着头 就赶紧跑 赵刚依旧轮着拐杖 在后面追 没过多久 那些熙熙攘攘汇聚在秦王府外的羊 清两周的官员就跑了大半 就剩下的那几人也都躺在地上 抱着肚子或者抱着头 满地打滚 呸 赵刚狠狠地吐了一口老痰 扔掉手里的拐杖 眼神有意无意地向着秦王府外阴影处看去 嘴角露出一丝微不可查的讥讽笑意 随后 拍拍手向着王府里面走去 而看着赵刚往王府里面走去 黄武顿时也一蹦一跳地向着王府里面走去 堂堂秦王府管家混到他这个份上 那是真的惨 没过多久 秦王府内 一间相对雅致的书房里面 赵刚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 脸上的神色略显得有些阴沉 黄武站在拄着拐杖站在一旁 大气不敢喘一下 知道那些人背后的人吗 赵刚掀起眉头 望着黄武问道 已经派人去叶府问过了 那边没有回应 黄武一脸恭敬地问道 没有回应 赵刚眉头一掀 但没有多说什么 没有回应 那也就是最好的回应了 在联想着那些 之前在他秦王府周围出现的陌生面孔 赵刚嗤笑一声 我那老子对我终究是不放心啊 听着赵刚这话 黄武猛然一惊 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赵刚 还没等他说话 赵刚便已经摆了摆手 没事 随即又问道 最近还有别的消息吗 消息 黄武愣了一下 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 恭敬地递给赵刚 王爷 这是韩王爷从青州派人送过来的 您早上上朝的时候 刚到 小人我就私自做主 给您留了下来 老四会写信给我 看着黄武手里递过来的信件 赵刚皱了皱眉头 随即一把从黄武手里拿过信件 拆开看了一眼 随后就笑了起来 一脸意味深长地感慨道 老四啊 老四 没想到 你在青州消息比我来灵通呢 听着赵刚这眉头末尾的话 黄武本能地愣了一下 但想了想 终究没敢多问 便听着赵刚笑呵呵地道 你们这位韩王爷啊 手段高着呢 人家在青州 就能把京城的事情摸得一清二楚 这不多写信 来劝诫我了 可惜啊 他料错了 本王并没有拦下这治水的美差 反倒是被父皇大骂了一顿 没错 这封信正是韩王赵华的信 而里面的内容 也正是关乎这次赈灾的事情 但可惜 他料错了 赵重远并没有把这个差事给了赵刚 而是给了赵定 也正是如此 赵刚才会发出如此感慨 那王爷 咱们接下来咋办 黄武没敢多问 只是开口看向赵刚 咋办 自然是该咋办就咋办 你家王爷我继续安心做个闲散的王爷 至于赈灾的事情 既然有些人不想你家王爷我掺和 那自然也就不掺和 有些人会动手 你就和你王爷 我在这里 看戏就行 赵刚一脸冷笑地看着门外 让赵定去赈灾 有那么简单吗 自古以来 阎王好过 小鬼难缠 强龙难压地投舌 他倒是要看看 赵定到底能做得有多好 若是做不好 不用他赵刚开口 满朝上下的那些文武大臣 一口一个唾沫 也足以把赵定喷死 他倒是要看看 到了那时 他爹赵重远 还如何保得了赵定 撕拉一声 赵刚站起身后 随手把手里赵华写给他的信 撕成了碎半 对着皇武吩咐道 把他烧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 在青州居然就想着 来指挥其我来了 老四啊 老四 你的手也不短啊 赵刚一脸冷笑地看着窗外 历年来 潜水所泛滥的区域 就是在扬州和青州这两地 他倒是要看看 到时候赵华见到赵定时的样子 赵华他虽然不放在眼里 但赵定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好一鱼之人 否则 他爹赵重远 也不会平白无故地 把赵灾的差事交给赵定 与此同时 青州 韩王府内 赵华依旧站在演武场内 赤裸着上半身 拉动着手里的 一杆石石牛角弯弓 随着一道道破空之声响起 一道道雨剑 几乎瞬间射在了把盘的圆心上 而在赵华的身旁 一名穿着黑色长衫的老和尚 慈眉善目地站在一旁 笑呵呵地看着赵华一剑又一剑地 把剑侠内的雨剑射光 砰的一声 随着最后一枚雨剑射在把盘上 赵华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老和尚笑呵呵地走上前道 王爷这件意义是愈发见长了 如有太祖之事 赵华摇头笑道 大师这里也没有外人 就没必要吹捧本王了 说完 拿起一旁侍女递过来的毛巾 一边擦着身上的汗水 一边笑呵呵地看着这老和尚道 掐算着日子 按理说 我给我那二哥送的信 差不多也到了吧 应该是到了 老和尚双手合十 笑呵呵地说道 哎 一不小心又暴露了一点东西 也不知道我那二哥能不能听得进去 赵华意味深长地笑道 听得进去和听不进去 又有何区别 王爷的目的达到变后 以秦王那性子 不管他看出来 还是看不出来 最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向着王爷 你我设想的方向发展 穿着黑衣的老和尚 笑呵呵地说道 赵华笑而不语 突然开口道 大师 你觉得我那九弟 到底何德何能 为何能让父皇看中吗 也许陛下 仅仅只是想以燕王平衡一下局势呢 穿着黑色长衫的老和尚 笑呵呵地说道 但愿如此吧 赵华呢喃自语 随即望向老和尚问道 派去幽州的探子回来了吗 回来了 如何 听着赵华这话 老和尚笑呵呵地回道 一切如之前高公公所见到的那样 此处细细片 第119章 我听说徐家小姨 能到拽九妞 真的是这样吗 望着越来越暗的天色 赵华呢喃自语 若是他父皇想要平衡朝堂的局势 可选用的皇子有很多 何必舍尽求远 将赵定从幽州调回来 他赵华就在青州 青阳二州彼此相邻 皆是浅水围绕之地 而他赵华又在青州旧翻多年 这些年来 一直恪守本分 并无与朝城勾连 也并无和地方豪身来往之势 何至于要舍尽求远 用赵定来平衡朝堂的局势呢 这一点 赵华着实是想不明白 甚至内心之中 还有一种憋屈之感 为什么他赵华就入不了自家父皇的眼 不 他赵华失去的东西 他会一点点夺回来 京城 应天 昆宁宫内 看着眼前的赵定 赵重远一脸邪谋地看着赵定 真的不愿意 不愿意 赵定投摇的和波浪谷一样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他自己早都忘记了 现在让他娶一个陌生人当正妃 那想都别想 至于徐家的权势 他赵定还需要仰仗徐家的权势吗 开玩笑 逼急了 造反都行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 他老子我费了半天的心思 又是家宴 又是让你亲自下厨 又是拉家长了 好不容易才给他弄来一个亲事 结果倒好 这小子还不知好歹来了 不愿意娶世吧 嘿 老子稀罕你娶 听着赵定这话 赵宠远气的肝疼 一旁 后面来的赵青瞻 看着自家 那硬刚自己皇爷爷的九叔 脸上那是一个劲的崇拜 爽 太爽了 简直让他爽得头皮发麻 想他赵青瞻一声放荡不计爱自由 但唯独对自家皇爷爷 那是处得不行 就是被吊起来打了 第二天也要老实巴交的 再去挨一顿 美其名曰温故而知心 实际上 不就是吊起来打出去没出爽 再来一顿吗 可现在看着自家的九叔 居然敢硬刚自家皇爷爷 简直令他爽得飞起 不过却依旧老实地站在一旁 低眉顺眼 不敢多说一句话 唯恐遭受莫须有之灾 见着赵定没说话 赵宠远气得更是肝疼 徐家那大丫头 配你咋了 你真当你啥天皇贵咒了 还要敌国的公主 才能配得上你 我告诉你 你是我赵宠远的儿子 老子就是一个杨屎蛋 你特娘的 也是一个杨屎蛋 还婚事 你不答应 你也得答应 答应也得答应 赵宠远气得甘疼 抡起一旁的棍子 就想抽赵定 但抡了半天 又丢了下去 说到底 还是有些舍不得 毕竟赵定自幼没了母亲 当初又被太医顺手地 扔去了幽州那地方 虽说现在幽州治理得不错 但那也是凭赵定自己的本身 一点没养仗 他这个做老子的医长 你管 你管 你说 我说不了了 你好好看看 你养的好儿子 站在昆宁宫走来走去 张了张嘴 愣了半天 压根一句话说不上来 赵宠远只能一脸不耐烦地 看着马皇后 瞧你那句驴脾气 有什么话不能 和孩子好好说 马皇后瞥了赵宠远一眼 这才站起身走上前 坐在赵定的面前 柔声道 你也别怨你父皇 你父皇这也是为了你好 至于到底为什么 你自己应该也明白 明白 赵定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 自家母后 又看了一眼 自己那到现在还气得 吹胡子瞪眼的老爹 最后又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赵清瞻 而见着赵定的眼神望了过来 赵清瞻立马抬起头 看向自家酒书 但还没等他说话 赵宠远就眼珠子一瞪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赵清瞻 有啥气 您对酒书发 您给我发什么 赵清瞻小声地嘀咕道 你说什么 赵宠远等着脖子 看着赵清瞻 没 没 没什么 赵清瞻一脸地陪笑 见着赵清瞻如此 赵宠远这才没有说话 但依旧一脸不爽地看着赵定 赵定同样也懒得搭理他 马皇后笑呵呵地看着这组书孙三人 也没说什么 而是从袖子中掏出一幅画卷 摊开在赵定的眼前 你看看 和你眼部 这画像不是别人 正是许若云的画像 不知道是不是怕吓到赵定 马皇后特地挑了一幅极为文雅的画像 画卷里面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少女 站在一片小竹林旁边 而在少女的面前是一汪清泉 赵宠远站在远处 瞅了一眼 感慨道 可惜啊 老九 你说 你要是把你那什么所谓的照相机 早点给你老子我带回来 到时候我让人去一拍 哎 这不就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了吗 总好过这话是话的 呵呵 还惦记这事呢 赵定心底翻了翻白眼 你越惦记 那我就越不说 嘿 反正把柄在我手里 看谁耗得过谁 心底虽然这么想 但赵定脸上却依旧笑呵呵的说道 我看啥都一样 我觉得我母后挑选这幅画像就挺好 其实所谓的画像 实际上就是一个山水画风的素描 以赵定现代人的眼光看来 说实话 属实是看不出啥 不过从身段 还有那画师画下来的五官来看 应该也不逊于萧玉奴那小妮子多少 也算的是一个一等一的美人 看着赵定低头看着面前的画像 马皇后笑呵呵的说道 这徐家大丫头啊 那可是咱应天一等一的才子佳人 这些年 就是为娘的我在皇宫里面 也听到不少关于若云的美谈 听说这些年 想给这徐家大丫头提亲的人 都排到应天城外了 就是你这门亲事 也是我和你爹和卫国公说了好久 才答应下来的 马皇后笑呵呵的夸赞道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也不由得得意的昂起了下巴 赵青瞻小声的嘀咕道 可我听说 徐家小姨能倒拽九牛 力拉十六大石巨功 就是卫国公徐爷爷 也不是徐家小姨的对手吗 而且我听说 还没赵青瞻说完 一道近乎杀人的目光 瞬间落在了赵青瞻的身上 一股寒意袭来 赵青瞻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赵定 第120章大前局势 还是一个才女 看着赵定脸上的神色 似乎有些不对劲 马皇后脸上的神色 略显得有些尴尬 瞪了赵青瞻一眼 笑呵呵地看向赵定道 别听青瞻胡说八道 若云那丫头 是为娘亲眼看着长大的 什么道拽九牛 立开十八石宫 近乎说 若是真的 本宫又岂会不知道 对吧 崇远 一边说着 马皇后一边对着赵崇远使着眼色 赵崇远立马会议地笑道 就是 就是 道拽九牛 那是什么人能做到的 那是军中一等一的大力士 万夫莫敌的猛将 徐家那丫头 不过就是一个小女子 怎么可能道拽九牛 立开十八石宫 若是真的如此 你老子我立马赏赐她一个大将军 还留给你当王妃 赵崇远一边说着 一边邪谋地看着赵定 同时恶狠狠地瞪着赵青瞻 吓得赵青瞻 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一脸善笑地看着赵定 王叔 我乱说的 您别当真 赵定一脸的无语 这玩意 骗骗三岁的小孩 还成 骗她 自家老娘是咋想的 反正这婚事 她是打死 都不会应下的 捂着额头 赵定故意喊道 哎呦呦 娘 我这脑袋瓜子有点疼 您看今天要不就先到这 啊 马皇后被赵定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弄得有些梦了 下意识地 有些关切地看着赵定 奶疼啊 要不要娘 给你叫个御医 赵重远邪谋地看着赵定 一脸的不愤 以她对赵定的了解 她自然看得出来 赵定这是装的 又一次恶狠狠地瞪了赵青瞻一眼之后 这才清了清嗓子 看向赵定 阴阳怪气道 燕王爷 你这是哪疼啊 说出来给你 老子我听听 要不你老子 我给你找个御医瞅瞅 告诉你 今天这婚事 你是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不然你老子我这脸王哪个 嘿 你还来劲了 赵定下意识地想避一句 但一看周围的环境 终究还是怂了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呢 父皇 儿臣觉得啊 这事啊 还是有待商权 一来 我和那徐若云 也好些年没见了 二来呢 这强扭的瓜也不甜 你看你 要不敢沉一些时日思考思考 赵定试探性地问道 同时在桌上写写画画 写了最先楼三个字 看赵定写出最先楼三个字 赵重远顿时善善地闭上了嘴 马皇后坐在一旁 饶有趣味地看着这父子俩 就这一次 我退步 下一次不允许再用这事威胁你老子 不然你老子我非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看着赵定又一次拿最先楼威胁 赵重远翻了翻白眼 瞪了赵定一眼 赵定善善一笑道 父皇 其实尔臣也不想如此 你要是让我回幽 打住 除了回幽州什么都好说 然而还未等赵定说完 赵重远便立马打断了赵定 赵定 看着赵定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马皇后笑着瞥了赵重远一眼 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和孩子这什么气 说完不等赵重远说话 又妄想赵定道 回幽州这事啊 你也别急 你父皇召你回来 也是为了让你帮帮他 幽州虽吼 但也不是酒恋之家 相对于已经被你 见得固若金汤的幽州 眼下这大前的朝堂 更加需要你 听着马皇后这话 赵重远罕见的并未说话 眼下这大前朝堂 看似人才济济 但实则 却是暗流汹涌 再加上前朝留下来的烂摊子 以及那大前立国 二百年来所积累下来的 实力阶层 盘根错节 彼此勾连 一直在阻挠他大政的推行 而南臣 北梁 大鱼又虎视眈眈 大骊虽然与大前 看似攻守同盟 实则貌合神离 如此情况下 他一个皇帝 享有作为 实在太难太难 尤其是一文太子死后 更是如此 赵刚和赵衡虽然不错 但外戚太强 二人且和朝臣勾连 若是将皇位传给他们 大前日后 怕难逃外戚掌权之路 赵华心思深沉 表面人畜无害 但实际上 就连他赵重远也看不透 至于其余的几位皇子 都有些难堪大用 也就照定颇合他的心意 尤其是不声不响的 将幽州治理成如此模样 更是超出他的意料 至于根基薄弱之事 他赵重远 就是赵定最大的一掌 凭着马皇后这话 再看着赵重远脸上的神色 赵定思索了半赏 终究是没有多说什么 过了半赏之后 赵定终究是点了点头道 行吧 虽说他在幽州 当的闲散王爷 是逍遥快活 但眼下这大钱的局势 也确实不适合他 继续在幽州悠闲 但一想到徐若云 赵定又有些脑壳痛 倒拽九牛啊 离开十六十牛角大宫 这什么概念 这是一只手 就能把他赵定能捏爆的概念 想想那场景 他赵定就有些不寒而栗 还是绿陶好啊 会暖床 说话还好听 这婚事 赵定试探性地问道 这婚事 我和卫国公已经定下 你不取也得取 没等赵定说完 赵重远就立马回道 赵定 真到我不敢造反是不是 看着父子俩 有些剑拔弩张的架势 马皇后立马打着圆场道 哎哟 这婚事虽然定下了 但也不急于一时 若是两个孩子实在不适合 可以免去这桩婚事吗 对吧 重远 赵重远没说话 赵定也没说话 赵青瞻看着这一幕 悄悄地拉了拉赵定的袖子 九叔 其实徐家小姨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 徐家小姨虽然听起来凶悍了一点 但实际上 却是咱们应天成里 一等一的才女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还是咱们国子监的祭九 琴一直追大国手王子林老先生 还真的是一个才女 听着赵青瞻这话 赵定眉头又是一皱 马皇后和赵重远 也难得得没说话 静悄悄地站在一旁 看着赵定和赵青瞻这书纸俩 第121章 父子摊牌 这婚嫁之事 终究是大事 你做决断 也不必急于一时 反正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罢 这婚事 是我和你娘亲自给你定下的 你小子只要一天 还是我赵重远的儿子 你就必须把这婚事给结了 看着赵定没说话 赵重远挑了挑眉 悠悠地说道 本来在赵定 听着赵重远前面这话 还感动得无以复加 但听到后面的话 顿时气得有些要骂娘了 但张了张嘴 却又善善地毙了 人在屋檐下 那不得不低头 骂来骂去 不也等于骂自己吗 过了半晌 赵定这才看着赵重远 小声地问道 那父皇 儿臣要是帮你办好了 赈灾的差事之后 可以回幽州了吗 你先不要回幽州了 什么 不回去了 赵定顿时有些急了 不回幽州什么意思 让我待在这京城 完呢 老子八年的心血啊 赵重远看着赵定 缓缓地道 反正预计还有一段时间 距离赈灾之事也不急 而那婚事 也要慢慢地商榷 这一段时间 我打算把你送到国子监 国子监内都是大钱的大儒 学富武车 才华灌骨薄金 你就和青瞻一起 和他们好好学学 治国安民的学问 等你学到了足够的本事之后 你老子我在考虑 对你的下一步安排 王叔 你也要去国子监 好好好 一听赵重远这话 赵定还没说什么 赵青瞻立马跳了起来 好个屁好 赵定翻了翻白眼 前脚赵青瞻才给他说 那个徐若云 是国子监的祭酒 后脚赵重远 就迫不及待地 给他送到国子监去 这啥意思 傻子都明白 看了一眼马皇后的眼神 赵定终究没急着辩驳 拱了拱手拒绝道 爹 幽州啥情况你也知道 你儿子我能把幽州治理成那样 还需要学什么治国安民的理论 况且 那帮大儒一个个都是指上谈兵还行 你让他们真的治国 那一个个知乎折野的 有啥可学的 与其这样 你不如 你是说 你老子 我也只会指上谈兵 还没等赵定说完 赵重远便掀起眉头 邪眸地看了一眼赵定 我血怒了呀 我真的血怒了呀 老头子 你别逼我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定气得跺脚 但脸上却依旧陪笑着说道 父皇 瞧您这话说的 大如讲究的是儒道 讲究以仁义治国 礼道治世 但父皇宁行的是王道 讲究的为帝王者 一人为天 大权在握 审时夺势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心宽以容天下 胸广以纳百川 这二者能同一二语吗 为帝王者 一人为天 大权在握 审时夺势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心宽以容天下 胸广以纳百川 听着赵定这话 赵重远 嘀喃自语一声 杂巴着嘴 站在原地反复地琢磨 过了半场抬起头 看着赵定 摸着下巴沉吟道 嗯 你这话说的不错 这话老头子我听着了 那父皇 我 不行 赵定 想刀人的眼神 那是绝对藏不住的 父皇 好了 别说了 你能治理好一帝 不一定能代表 你能治理好一国 你老子 我当年能荣登这大头 当年也是治理好一帝 但又如何 如今登基二十年了 不也是左右为难 举步为奸 一帝好治 但一国难治 你可以瞧不起那些大儒 但你不能不学习他们的本事 如果不学习 他们就会欺骗你 封印你 都说治大国如烹小仙 但这小仙如何去烹 如何从一个个奏章后面 猜出那些大臣的心底在想什么 这才是难点 对吧 燕王爷 说到这里 赵重远故意加重了一下燕王爷三个大字 听得赵定也是直翻白眼 搞了半天 在这里等着我们 不过不等着赵定说话 赵重远就拍了拍赵定肩膀 治国之道如同放牛 你要喂饱那些牛的同时 还要懂得如何驱使那些牛 一城之地可以言出必达 但一国之地却并非那么简单 其中隔着无数人的心思 而这些人的心思 那才是最难以掌握的 因为自古以来 治国治的就是人心 你能将幽州那自古以来 平级之地治理好 能将其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面 变成今天这个模样 建造成铁桶一块 但并不意味着 你能将这大钱 也能变成铁桶一块 人心啊 永远都是最难琢磨的 说到这里 赵重远罕见的有些感慨道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定也罕见的有些沉默 常言道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三个和尚都能如此 更别说一州之地 一国之地 万方之地 人心算计 阴谋诡计 层出不穷 你永远不知道 站在你面 笑脸相迎的人 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可父皇 幽州百姓需要我啊 过了半晌 赵定一脸善笑着说道 你小子和我装傻是吧 赵重远邪谋的看着赵定 没有啊 没有 赵重远挑眉问道 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不就是想回到幽州 做你的富贵王爷吗 我告诉你 朕还没给你算账呢 齐军的事情暂且不说 朕就问你 你在幽州到底干了什么 一桩桩一件件的 你老子 我都记在心底 儿臣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听着赵重远提起这个 赵定的声音 不由得有些小了 干了什么 赵重远一拍桌子 呵斥道 你在幽州 私自和敌国商旅互通有无 私自豢养兵甲之事 你那幽州军 现在有多少 多少 听着赵重远这话 赵清詹顿时也好奇地凑起了脑袋 甚至就是在一旁 一直笑眯眯的马皇后 此刻也不由得好奇地看了过来 嗨 不就五万吗 赵定打着哈哈道 你再给老子装 赵重远邪谋地看着赵定 十万 赵定挑眉道 再装 赵定 第122章 你这话说得没毛病 定儿 你到底在幽州 豢养了多少幽州军 看着赵定和赵重远父子 二人之间的对话 马皇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 赵清詹更是就差直接说 一个九叔真猛了 不就是十万吗 赵定一脸善笑道 你是战马就十万了吧 赵重远没好奇地道 赵定 狗娘养的 那个王八蛋 给老子家底给透露了 赵清詹一脸错愕地看着赵定 十万战马 皇叔你幽州军算下来 不是骑马有接近三万多的骑兵 治国这一道他不懂 但军事他懂了 大前铁骑 重骑兵一人三匹马 轻骑兵一人两匹马 十万战马 这算下来 骑马三万多的骑兵 这里面至少还有八千的重骑兵 九叔 您太有钱了吧 赵清詹近乎梦一般地看着赵定 眼底瞬间充满了小星星 三万骑兵这什么概念 他就是一头猪 都能横推大半个南臣 皇叔 您幽州缺人吗 我 我可以啊 您不用给我什么大官 您给我一个重骑兵先锋营 我给你带头冲锋啊 赵清詹一脸激动地看着赵定 当皇帝他不想 哪有当大将军来的痛快啊 去去去 赵定没好气地把赵清詹拨弄到一旁 马皇后也是一脸见鬼地看着赵定 定 你真的在幽州换养了三万的骑兵 相对于赵清詹那愣直的性子 马皇后更加明白 单是三万骑兵所需要配备的步兵 那将是何等恐怖的数量 那起码要十万到十五万的步兵 这数量别说是幽州一周之地换养不起 就是整个大前能换养这么多的兵 也要每年支付出海量的军饷 毕竟养一个步兵就要二十个农民的税赋 一个轻骑兵就要一百个农民的税赋 重骑兵起码就是一千人的税赋 这还只是人头费 不含装备费 如果换养这么一支军队所需要的开销 那将是何等的恐怖 娘 没那么夸张 我哪来的那么多银子啊 赵定一脸的善笑 啊 还没那么夸张 你小子还在这里给我装吗 你幽州什么样子 你老子我心里清楚 要不是你老子 我去了你幽州一趟 没准哪天 你老子 我被你造反了 我都不知道 赵重远没好气地看着赵定 那我总要搞点自保不是 反正我又当不了皇帝 万一哪一天 薛帆落到我头上 我一点应对的手段都没有 那我岂不是很怨 赵定贪了贪手 一脸无辜地看着赵重远 九叔 我这个储君的位置可以给你啊 你给我一个大将军的闲咋样 要求不高 你给我一万骑兵 三万步兵就好 我立马把南臣的庆州给你打下来 就是北梁 只要您吩咐 我也赵打不误 没等赵重远说话 赵清瞻就一脸稀计地看着赵定 赵定 赵重远 马皇后 如荫 你给我拿鞭子过来 哎 哎 小孩子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什么童言无忌啊 这储君之位是说能让能让的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他 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啪 九命啊 九叔 听着耳边那近乎杀猪般的惨叫声 赵定捂着耳朵 乖巧地坐在一旁 看着赵清瞻 在昆宁宫里面上蹿下跳 到了这一刻 他算是明白 为啥自己老爹和老娘 这么着急地叫自己回来了 搞了半天 根源在这 好家伙 储君之位不要 要换一个大将军的嫌 您当您是一届武宗呢 虎报房搞起来了吗 没过多久 赵清瞻就鼻青眼肿地抹着眼泪 跪在了地上 抽着鼻涕 眼泪巴巴地看着赵定 赵定 细看完了 赵重远气喘吁吁地站在赵定身旁 手里还拎着鞭子 看 看完了 赵定吞咽了一口口水地看着赵重远 那说回你的事情 你说 你在幽州勾连敌国 你老子我不怪你 毕竟幽州穷 你老子 我有心也无力 你自己图谋生路 也是为了幽州的百姓 而且 你也并未做出什么对于大前不利的事情来 但这藏家数十万 就凭这事 别说是扯翻了 就算把你脑袋砍下来 也不为过 赵重远气呼呼地道 所以 你老子 我现在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就是幽州扯翻 你这个燕王贬为庶人 以后你想去哪就去了 别说是幽州 就算你是北梁 老子都不管你 我选择第二条 赵定吞咽了一口口说 赵重远咧嘴一笑道 第二条吗 就是你意图谋反 抄家问斩 你还真的要弄死你儿子我啊 一听这话 赵定顿时不干了 你都要造你 老子我都反了 我为啥不能先弄死你这个儿子 赵重远笑眯眯地看着赵定 赵定 那第三条 赵定美好气地看着赵重远 听着赵定选了第三条 赵重远笑眯眯地道 第三条就是 你给老子乖乖去国子建 什么时候学会了治国的本事 什么时候滚回幽州 赵定 你为啥不说 我啥时候把徐家那丫头 骗回阴王府 当咱赵家的媳妇 我啥时候滚回幽州呢 这话能摆在明面上说吗 赵重远美好气地道 赵定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嗯 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你们啊 马皇后无奈一笑道 见着赵定点头 赵重远笑呵呵地道 好了 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这么办 从今天开始 青瞻也就跟在你后面 至于如何管教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 别打死就行 我 赵定戳了戳自己 一脸愕然地看着赵重远 不然呢 赵重远美好气地 翻了翻白眼 就说 以后 您就是我大 呸 您就是我老大 您说啥就是啥 侄儿我绝不二话 只要您愿意给我一个大 赵青瞻一脸激动地 抓着赵定的手 然而 还未等最后一句话说完 赵重远的目光 便已经落了下来 吓得赵青瞻 立马善善地闭上了嘴 第123章 初次相见 赵定呵呵呵地站在一旁 自家大折这脑回路 当真是 嗯 还是不说了 他们叔侄俩 好像彼此彼此 赵重远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赵青瞻 摆了摆手道 下去吧 是 赵青瞻老实地硬喝了一声 赵定心底虽然有些不爽 但也终究是拱了拱手 跟着赵青瞻 一起向着昆宁宫外面走去 记得明日去国子监报道 看着赵定要走的背影 赵重远忍不住喊道 知道了 赵定翻了翻白眼 懒散地冲着身后摆了摆手 赵定走后 朕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逆子 赵重远长叹一声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瞧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马皇后 一脸无奈道 如鹰 你说 老九这小王八蛋 脑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不就是娶个妻 搞得他老子 我害了他一样 也许强扭的瓜真的不甜呢 马皇后悠悠一叹道 什么强扭的瓜终究不甜 赵重远邪谋地看着马皇后 自古以来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况且 娶了徐天德的女儿 于他而言也有好处 朕这并非为了害他 唉 想了想 马皇后终究是并未在说话 身为皇家子孙 或许在外人眼里 是含着金汤匙出声 但同样也意味着 从一开始 就站在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想要独善其身 又何其容易 你不争 别人争 你不逗 别人逗 你想逃出这个漩涡 又真的是那么简单吗 想到这里 马皇后也终究并未在说什么了 接连三天过去了 大前朝堂 好像并未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实际上 却是波掘云鬼 一个个目光 都望向了燕王府的方向 一大早 国子剑的长袍 被赵重远派人送到了燕王府 虽然赵定有些不高兴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换上国子剑统一的长袍 跟着宫中的侍者 向着国子剑走去 国子剑最早的来历 早已不可追溯 但到了如今这个时代 大前国子剑 隶属于集贤院 下辖国子学 设置祭酒 私业 掌管教令 兼程 专领兼务 为大前最高学府 和教育管理机构 听说赵定真的要来 赵清瞻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 赶到了国子剑内 皇族子弟读书的文华殿 身旁还聚集着不少 大前王室的王子王孙 一个个好奇地 跟在赵清瞻的后面 向着文华殿内望去 在赵清瞻的眼中 自己这位九叔 可比那些国子剑内的老学雄们 有趣太多了 尤其是这一次 自家这九叔 还不是为了读书而来 而是为了泡计酒而来 一瞬间 赵清瞻就更加激动了 整个京城 等着追他徐家小姨的才子 不知道有多少 结果怎么着 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有他爷爷的赐婚 明满京城的徐家才女 尤其也只能嫁给他九叔 为此 一大早 国子剑外 除了赵清瞻一众的 大前王子王孙之外 还有这一架红木马车 静静地 停在国子剑的大门口 车上什么人都没有 只有一个满嘴黄牙的马夫 坐在车辆外面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但唯独一个大大的徐字 看起来格外的刺眼 不是别人的作家 正是魏国功夫的马车 此刻马车周围虽然没有别人 但早已聚拢了不少 在凛冽寒风之中 为了保持风度 还仅仅只穿着一层 单薄轻衣的所谓青年才俊 萧瑟的秋风之中 落叶袭袭 一众山水扇明明不热 却删得其境 孤儿也就有了 时不时响起的打喷嚏声 阿倩 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个喷嚏 一瞬间 那辆徐家马车 不远处的门楼下 顿时响起了一阵阵的喷嚏声 看得赵青瞻咧嘴直笑 一帮满脑子只知道 知乎哲也得酸如生 也配想娶他徐家小姨 做梦呢 而此刻 那架红木马车上 四面紧闭 只留下一条缝隙 能看见外面的马车上 一名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 纤细如玉的手中抱着一个暖炉 雪白的肌肤与素色白裙 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裙浮翼翼如雪月光滑流动倾斜余地 仿佛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精灵 周围的一切都好似黯然失色 再配合着这深秋的一缕清冷 更添了一丝广寒仙气 此刻静静地坐在马车内 透过缝隙看着连外 在她的身旁 一名侍女跪坐在一旁 时不时地给着白衣女子 倒腾着面前暖盆里面的香炭 走吧 宽若空谷幽明 清冷中带着一缕不落凡尘的仙气 随着这女子的话音落下 车帘外 马夫拎骑马鞭抽动着缰绳 驾驭着黑色的骏马 缓缓掉头 向着国子舰里面走去 徐小姐 徐继久 随着这马车缓缓地掉头 向着国子舰里面走去 那些在寒风中等候多时的所谓青年才俊 顿时快步走上前 望着车帘里面喊去 但是马车内却没有丝毫的回应 仿佛未曾听到一般 继续任由着马车 向着国子舰的大门里面走去 哒哒哒哒哒 就在这马车即将驶入国子舰大门里面的时候 一匹同样通体漆黑的骏马 四骑飞帆来 马上一个穿着天青色长袍的青年男子 纵马而行 飞快地向着国子舰里面跑去 一边跑一边喊着 让开 让开 别当着本王报到 再晚了 本王要迟到了 而看着这名穿着天青色长衫的青年男子 骑马来 早已等候在此多时的赵青瞻 顿时激动了起来 望着那青年男子连连挥手 九叔 九叔 这呢 这呢 你跑错了 喂 哎 跑错了 啊 赵定摸了摸鼻子 赶紧勒住缰绳 向着赵青瞻所站的门跑去 十几二十年不上学了 现在还上学 这可真的是折腾死他赵定了 而随着赵定停在赵青瞻的面前 身后一群宫里的内侍 也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赵青瞻没搭理这些内侍 走到赵定的身旁 小声地指了指远处国子监另外一个大门里面那 正在向着国子监里面行驶而去的马车 小声地喊道 九叔 那就是徐家小姨的坐驾 您不上去打个招呼吗 而与此同时 马车内 跪坐在徐若云身旁的婢女 同样看着徐若云小声地提醒道 小姐 燕王爷来了 您要不要 第124章 这不是黄爷爷骂你的话吗 听着身旁侍女的话 马车内 徐若云神色平静地摇了摇头 随后 就继续抱着手里的暖炉坐在了马车里面 而看着徐若云如此模样 身旁的那个侍女也不再说话 对着车帘外的车夫吩咐了一声 随后 马夫就继续抽动着缰绳 驱使着马车继续向着国子监的里面走去 而看着这一幕 国子监另外一个大门外面 门楼下 躲避着寒风的赵青瞻 也不由得撇了撇嘴 小声地嘀咕道 九叔 徐家小姨好像不待见你 这你都知道 赵定故作诧异地看了赵青瞻一眼 对啊 徐家小姨要待见你 为啥不见你呢 嗯 你可真的是一个大聪明 赵定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随即就扭头向着国子监里面走去 待见 我赵定要你待见 我怎么感觉九叔在骂我呢 看着赵定离去的背影 赵青瞻摸了摸下巴 站在原地呢喃自语 但看了一眼 那些还在远处寒风里面 冻得瑟瑟发抖的所谓 应天青年才俊 赵青瞻嘴角又咧了起来 得意了瞥了他们一眼 随后 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着国子监里面走去 瞧见没 你们疯狂想舔 都舔不到的女神 咱家九叔不在乎 眼看着赵定一溜烟地 向着国子监里面走去 赵青瞻一挥手 招呼着身后一群鼻涕虫大小的王公子弟 也向着国子监文化殿里面跑去 看着这一幕 那些寒风中 冻得瑟瑟发抖的 应天成青年才俊 气得又是牙疼 又是无奈 一个个只能扭头 向着国子监里面走去 国子监内 那红木马车上 徐若云捧着手里的暖炉 清冷的眸子 透过马车行走之时 晃动的车面 无声地望向窗外 宛若一双秋水般的眸子里面 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小姐 刚刚燕王爷 一旁的侍女跪坐在一旁 看着徐若云欲言又止 假就是了 徐若云声音清冷地说道 言语之中 没有丝毫的情感 仿佛在说着一件 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事情 唉 看着这一幕 侍女无奈地叹息一声 这几日 应天成内虽然看似太平 但魏国公府内 却并不太平 先是国公爷逼婚 后又是一品告命夫人 气得要上吊 最终在国公爷 拿出徐家十二条人命 准备了十二口棺材 要去皇宫 他们这位向来强硬的大小姐 才做出妥协 也才有了今日 在国子监外等候的场景 看着自家的大小姐如今 这名从小陪在 徐若云身边长大的侍女 心底也充满了莫名的心疼 但可惜也无法 皇命以下 不尊那就是抗旨 虽说国公爷和当朝陛下 一起长大 徐家有护国驻石之名 但说到底 还是皇权大如天 容不得他们不从 今日所讲名为孔孟之道 以利假人者罢 以德信人者亡 孟子曰 以利假人者罢 罢必有国 以德信人者亡 亡不代大 汤已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 以利福人者 非心福也 利不詹也 以德福人者 忠心悦而成福也 如七十子之福孔子也 文华殿内 今日讲学的 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夫子 也是赵定的老熟人 张氏为老夫子 近乎两代帝师级别的大儒 而今日所讲的课 也同样极为重要 目的就是 教导皇子皇孙们 霸道与王道 究竟孰高孰低 这或许将来 会影响整个大前的立国根本 但可惜 对于这些赵定 压根没有丝毫的兴趣 不过看在张老夫子 年岁已大的份上 赵定还是勉强地保持着正色 而一旁的赵金瞻 却早已睡得稀里呼噜 鼻涕泡都脱得老长了 最离谱的 居然还磨牙 看得赵定嘴角直抽抽 抬腿一脚踹了过去 黄爷爷来了吗 黄爷爷在哪 赵青瞻浑身一颤 立马来了精神 抬起头 胡乱地擦了擦嘴边的口水和鼻涕泡 一脸惊恐地看着文化店的大门外面 国子健和皇宫相隔并不远 所以没事的时候 赵重远也会动不动搞个突击检查 尤其是 今天还是赵定第一次来国子健 以赵青瞻 对于自己那个爷爷的了解 就算此刻不是在路上 那也指定在哪个看不到的地方瞄着 看了一圈 确定左右无人之后 赵青瞻这才胡乱地擦了擦嘴 瞥了一眼自家的赵定 九叔 我正做梦带兵打仗了 您能别捣乱吗 赵定一脸的无语 就这还打仗呢 真去战场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说了说赵青瞻 又指了指讲台上 已经竖起戒齿走了过来的张世伟老夫子 赵青瞻顿时善善一笑 张夫子我 手拿出来 张世伟虽然年纪已经超过了七十岁 但说话之时 声音依旧中气十足 此刻默然瞪眼 吓得赵青瞻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伸出了右手 左手 张世伟低贺一声 赵青瞻顿时善善一笑 把伸出去的右手换成了左手 一边伸着 一边还缩着 赵定一把捏住了赵青瞻的手腕 望着张夫子笑道 夫子大人打罢 张世伟略显惊讶地看了赵定一眼 红润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差一道 你是九皇子 燕王 夫子还是叫我赵定好了 燕王这算不上 赵定拱了拱手笑道 但一旁的赵青瞻 却是有些不愤了 一脸委屈地看着赵定 九叔 咱不是自己人吗 你怎么帮着张夫子 谁和你自己人 我来这里是管教你的 赵定邪谋道 管教我 你明明不也是 赵青瞻一脸愕然地看着赵定 来之前 他黄爷爷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但还没等他说话 赵定便咧嘴看向张世伟道 夫子 我这点有些不听话 我先帮你揍一顿 张世伟有些不明所以 但听着赵定这话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道 好好好 有劳燕王殿下了 有劳燕王殿下了 夫子 叫我赵定就好了 我曾经毕竟也是你的学生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的道理 我还是懂得 赵定一边说 一边接过张世伟老夫子手里的戒指 对着赵青瞻的左手 就抽了下去 一边抽着一边骂道 让你不好好听课 让你不好好学习治国之道 让你不好好听话 自以为知道点东西 就不得了了 啪的一声 一瞬间赵青瞻的嘴巴 顿时缩成了一个欧字 一双大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赵定 九说 这不是皇爷爷骂你的话吗 第125章 当即燕王爷手工 赵青瞻懵了呀 一脸愕然地看着赵定 九说 你确定 这话不是皇爷爷说你的吗 你不是和我一起来读书的吗 燕王殿下说得不错 身为一国之储君 当为天下文人学子之孝 以通读典籍 学贯古今为先 而不是自焦自满 空腹了天下人之苦心 张世伟老怀畅位 抚须大笑地站在一旁 看着赵定这个自己曾经的学生 眼底愈发地满意 到底是就翻了八年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一心胡闹的皇子 你还看我 怎么 难道你觉得张老父子说错了 你为大前未来的皇储 难道你不敢好好学学古今圣人典籍 通晓治国之道 赵定邪谋地看着赵青瞻 啪的一声 又是一戒齿实打实地打在了赵青瞻的左手上 死 赵青瞻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泪都快出来了 委屈巴巴地看着赵定 九叔 你叫我干什么 你叫我也没用 本王今日来此 就是为了监督你好好学习来的 难道你以为本王会看在你是我侄儿的份上 就该手下留情 纵容你大意灭青 不等赵青瞻把话说完 赵定啪的一声 又抽了赵青瞻一戒齿 一瞬间 赵青瞻眼泪真的出来的 不是啊 九叔 真的不是这样啊 说好的一起来读书的 你怎么就成夫子了 我怨啊 赵青瞻欲哭无泪 但偏偏照定压根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刚要说话 那落下去的戒齿又生了起来 燕王也打得好 圣人云棍棒之下出孝子 老夫以为教导弟子也该如此 这些年都是老夫过分纵容 心存善念 不然皇长孙也不至于如此 燕王也此举 正和老夫心意 张世伟抚摸长须 哈哈哈哈大笑 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这么爽快 一旁的那些王族子弟脸都下白了 他们自家老大 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说燕王也来给他们撑腰 一起对付张世伟这个老古董的吗 怎么现在 赵青瞻身后的那几个 还穿着开裆裤鼻涕娃 吓得哇哇大叫 赵青瞻欲哭无泪 委屈巴巴的看着赵定 九叔 你来真的呀 不真的 还玩假的 赵定邪谋的看着赵青瞻 说着又是一戒齿敲了上去 一边敲 一边一阵言辞的道 身为大前皇室子弟 我大前未来储君 整日游手好闲也就罢了 居然连张世伟张老夫子也不尊敬 你可知 张老夫子 不仅是你的授业恩师 还是你九叔我的授业恩师 还是你父王的授业恩师 更是你皇爷爷的授业恩师 门人弟子 不知有多少 哪一个不是我大前公骨之辈 你就这么对张老夫子的 哎 燕王爷过誉了 过誉了 这不过是老夫授先皇龙恩 又得当朝陛下恩隽而已 实在当不得如此殊荣 话虽这么说 但张世伟却不由得清了清嗓子 勾楼的身形 在这一刻都不由得挺拔了一丝 老脸正色的看向左右 让原本本就极为垂顺的胡须 更加的垂顺一丝 但赵青瞻眼泪却真的快出来的 三戒齿啊 这可是戒齿啊 尤其打的还都是左手 你打右手啊 打完了 我以后不就能找机会 不用做功课了吗 眼泪巴巴的看着赵定 可就是一句话不敢说 赵定下意识地伸手 就要再敲一戒指 但看着赵青瞻眼泪巴巴的样子 伸了伸 还是收了回来 望向一旁的张老夫子道 张夫子 其实本王有一言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哦 燕王爷这是有何话要说 不妨直言 老夫听着便是 听着赵定这话 或许是看着赵定 居然亲自敲打赵青瞻 张老夫子对于赵定的观感也极好 此刻又听着赵定这话 顿时微微侧耳好奇地问道 赵定看了一眼赵青瞻 又看了一眼 这满屋子的大前王公子弟 赵定一脸感慨道 常言道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言如玉 但还有一句话叫做 纸上得来中绝浅 绝止此事要功行 张老夫子在这里教书育人 以您老学妇武车的学识 教导我大前王氏这些后辈子嗣 但有些道理 光讲 还是没用 要让他们明白 如何明白啊 张世为侧耳倾听 眼神不由地看向赵定 有些好奇地问道 阎王爷 你这书中自有言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是出自哪个大儒之口啊 为何老夫未曾听过 还有那纸上得来中绝浅 绝止此事要功行 这又是哪位大儒所言啊 两句七言绝句 一句劝学 一手见学 这简单的两句绝句 倒是道尽了我等读书人一生之所求 老夫便是出文也有种 醍醐灌顶之感 张世为抚摸着长须 夸夸其谈 满脸的赞叹 听得赵定也是老脸不由的一尬 一不小心就搞错了时代 书中自有言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那自然是泰山帝宋真宗的 劝学文 所言 至于纸上得来中绝浅 绝止此事要功行吗 陆大诗人所作 可问题是 这两个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啊 而且张老夫子 咱说这么多 重点是这么吗 您老是不是抓错重点了 不过心底虽然这么想 但赵定脸上 却依旧正色道 不瞒张夫子 其实这是小子 我在幽州戍边之时 曾遇到的一个民间大诗人 所作的两首七言绝句 其中的劝学和剑学篇 本王虽没什么才学 但出文便也如张老夫子这般 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故而就记了下来 一不小心就用到了此处 倒是让张老夫子见笑了 赵定一脸善笑道 张世伟收起了继续俯弄胡须的手 望向那国子剑红墙外的阴天城 一脸感慨道 民间中士 多有藏龙卧虎之辈 老夫虽未执掌国子剑的教令 但也不能自傲啊 拱了拱手望向赵定道 日后若是有可能 还希望燕王爷能改日 给老夫引剑引剑 让老夫拜见拜见这位大儒 啊 巧了 人家都死了上千年了 您老是见不到了 况且还隔一个时空呢 赵定同样一脸感慨道 那是自然 自然 日后若是有机缘 让本王再见那位大儒 本王定会为张夫子引剑 张夫子放心便是 而且本王觉得 以张夫子的才学 那两位大儒 也定会希望能够见到张夫子宁老的 毕竟宁老可是我大前 真正守屈一指的大儒 这马屁啊 要长拍 拍多了 那指定是有好处的 听着赵定一通洋枪加大炮的夸赞 张世伟红光满面 哈哈大笑道 燕王爷过誉了 过誉了 张世伟这话 听起来谦虚 但老脸却是红光满面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话是说到张世伟的心坎里面去了 一旁的赵青瞻 眼睛都蹬直了 这夸人 还能这么夸的吗 九说 您老就不害臊吗 而且 张夫子 您不是向来刚正不阿 自诩清流的吗 就是请您入朝为官 您都不去啊 不仅是赵青瞻 就是一旁的那些王室子弟 一个个都见鬼的看着此刻 和赵定有说有笑的张世伟 夫子 你不是这样的呀 感受着周围人的眼神 张世伟清了清嗓子 但依旧笑呵呵的 看向赵定问道 不知王爷 你这所谓的功行和建学 到底是要如何建学 看着张世伟 终于说到了正点上 赵定这才故作惭愧的地笑道 夫子您客气了 就是小子 我觉得 夫子在这里授业讲道 自然是天大的恩德 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种天大的恩德 还没等赵定说完 赵青瞻顿时翻了翻白眼 而赵定手 一掐赵青瞻腰间的软肉 赵青瞻立马倒吸了一口凉气 刚准备喊 就被赵定狠狠地瞪了一眼 顿时老实地站在了一旁 不过好在 张世伟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这些 依旧眼眸威逼地静静地 听着赵定接下来要说的话 但本王觉得呢 道理懂是懂 可并不意味着他们明白 要是想要他们明白 还是需要他们走出这间屋子去外面 好好地践行张夫子所言之事 毕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 实践出真知 光听他们不一定懂得 尤其是青瞻他们都是王室子弟 从小锦衣玉食惯了 习惯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纵然张夫子将这古今圣人典籍 说得再如何浅显易懂 可他们毕竟没有真切地感知过 故而理解起来 也就会极为困难 因此 小子才会斗胆恳请夫子 准许他们去建学 建学 听着赵定这话 张世伟微微皱眉 眼底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不过却有些不太理解地看着赵定道 燕王爷您说的是有理 但这建学如何建学 朱子百家之言 皆是朱子一生所学的总结 后又由无数后代仙人 在朱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而来 虽说这建学有好处 但想要真正建学 怕也是难事 毕竟朱子百家所讲的金石子集 颇为博杂 想建学却是太难以 张世伟连连摇头 夫子这话说得在理 本王也自然明白 夫子所担心之事 但夫子以为这建学 难道就是非要将这些王族子弟 投入民间吗 非也 不等张世伟说话 赵定便又补充了一句 那燕王也当一位如何 张世伟也有些疑惑道 不仅是张世伟愣住了 就连赵青瞻等人也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赵定葫芦里面卖的 到底是什么呀 赵定笑呵呵地道 其实夫子心中明白 但夫子却忽略了 如何忽略了 张世伟再问 我等读书席字之时 初学的便是三字经 百家姓 签字文 既然读书可以从简到复杂 那建学为何不能 常言道 明以实为天 青瞻等人 今日在此学的便是治国之道 亦在治理好文五百官 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可若不明百姓所做之事 又如何明白百姓之极苦 赵定笑呵呵地回道 可知晓百姓之极苦 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需要让他们深入民间 体会百姓之所累 故而尝百姓之苦 故而才能明白百姓之所累 可这里是应天 又是在国子间内 并非在城外 如何让他们知晓百姓之极苦 张世伟依旧是一脸疑惑地看着赵定 嗯 好捧干 回头去燕王府临赏 赵定咧嘴一笑道 那自然就是 在这国子间内 本王来时 曾看到国子间后院之中 有一荒草丛生之地 占地约数十亩地 若是能将这数十亩地开发出来 种上庄稼 不求能收获多少 但就是这开荒 肯定 种粮的过程 如此日复一日下来 可不就是让青瞻等人 体会了一遍百姓之苦吗 死 张世伟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发光地看着赵定道 燕王也此言在理 不瞒燕王也 其实这几日下来 老夫也在思索着 这国子间内 虽有数千间生 日夜饱读诗书 但围观一地之时 却多有不提民情之举 因为此事 老夫一直苦恼 可如今听着燕王也此话 老夫似乎找到了解决之法 张世伟哈哈大笑 对着赵定拱了拱手道 今日在下在此 替我国子间数千学子 谢过燕王殿下了 说完 张世伟风风火火地向着外面走去 赵定一脸错愕地看着张世伟 那急匆匆的身形 我就是想偷个懒 不想读书啊 您老别搞我呀 您别强行升华呀 不需要过审的位 眼看着张世伟即将走到门口 赵定赶紧喊道 张夫子 这没必要吧 先搞个试点 日后再慢慢推广不是 一听赵定这话 张世伟眼前顿时一亮 一脸惊喜地看着赵定 燕王爷如何知晓 老夫就是打算 将这国子间的剑声作为试点 日后再和陛下建言 最后推广至我大前各州各郡的 赵定谨昊恩 燕王爷您放心 此举老夫定会和陛下如实美言 将燕王爷您所说之事 一字不落地传给陛下 至于这守宫 那自然是燕王爷您的 张世伟哈哈哈哈大笑道 赵定 是说的是这么意思吗 哎 这是干啥嘞 第126章 阻力出现 应天 黄城 玉书房内 一叠又一叠的奏折 如山一般地堆积在赵重远面前的暗台上 而在赵重远房间的外面 杨府 叶连城 周善三人面前 同样堆满了周折 都在处理着 从大前各地送上来的各部官员的奏折 而在三人的旁边 同样有着一个又一个处理好的奏折叠放在一起 由一个个小太监 搬到玉室房里面的房间 由赵重远再次审阅 这几日最多的奏折 毫无意外 都是潜水的奏折 雨季将至 乱象横出 梁价高涨之势 比一比皆是 虽说赵重远早有准备 从一开始就严格地下令限制梁价 可效果却并不算太好 不少地方已经传来了梁价高涨的消息 对于这些 赵重远新知肚明 也在他的意量之中 大前两百年下来 实力阶层早已固化 盘根错节 尤其是历经前朝之后 更是已经将爪牙伸到了朝堂 想打破 不是那么简单的 眼下 他就是等一个契机而已 除此之外 便是河道衙门 要求赈灾款 及早拨付之势 工部炒着要钱 户部炒着没钱 各种事情弄得他 赵重远脑壳痛 又过了一会之后 赵重远揉了揉眉心 望向一旁负责伺候的王立世道 燕王去了国子监吗 由陛下亲自下旨 那燕王殿下 自然是去了的 王立世一边给赵重远 整理处理好的奏折 一边恭敬地回道 身为赵重远的贴身大太监 司礼监长应大太监 王立世身上的职责 自然并非仅仅伺候赵重远这么简单 应天城内的大大小小情报 都最终汇聚在王立世的面前 可以说 他就是赵重远的眼睛 哼 算这小子 还算是有点眼力见 听着王立世这话 赵重远难得地露出一抹笑容 随即又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你说赵定这小子 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这国子监 乃是我大前最好的学府 其他皇子有进学的机会 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面去 可怎么到他这里 就好像 他老祖要杀了他一样呢 王立世笑道 或许 燕王殿下 真的学问高深呢 他学问高深 当初没差点把张夫子气死 背个千字文都背不出来 这学问还高 赵重远哼哼唧唧了一声 又继续说道 正为他操了多少的心 把他送入国子监 又将徐天德的女儿许配给他 要是他聪明一点 可以在国子监内拉拢良才 可以靠着徐家的势力 收服武将 可他倒好 压根一点不上讨 没准现在就是去了国子监 还骂他老子我呢 王立世一脸陪笑道道 陛下息怒 燕王殿下毕竟年幼 不明白陛下的苦心 如今去了国子监 有张世伟老夫子教导 且张老夫子性格向来刚正不阿 奴婢想 张老夫子也定会替陛下 好好规劝燕王殿下的 也是 赵重远咧嘴一笑 张世伟性格他是了解的 极为古板不说 而且向来刚正不阿 若非如此 也不会一直在国子监内教书 而不愿意入朝为事 以张世伟的性格 指定能把赵定收拾得服服贴贴 没准过几日 赵定就要哭着喊着 来求着他这个老子放过他 赵重远勾了勾手 示意王丽氏靠了过来 望着王丽氏问道 对了 最近老二和老五那边怎么样 回陛下 秦王和晋王自从被您训斥一番之后 这几日都一直在府里 并未有任何的外出走动 王丽氏小声地回道 哼 这两小子倒是有些眼力见 赵重远咧嘴一笑 对着王丽氏吩咐道 对了 晚上等青瞻下学的时候 把青瞻叫过来 朕正好问问他 赵定那小子在国子监到底如何了 是 陛下 看着赵重远那一脸得意的样子 王丽氏无嘴笑道 与此同时 国子监内 一群国子监的大儒坐满了一堂 绝大部分都是胡须花白 年过半百的老者 其中最年轻的也都和赵重远差不多大 此刻张侍伟坐在守卫上 一旁坐着 坐着国子监的另外一位大儒 至于赵定这乖乖的 找个最后的位置 靠近门口的位置坐着 本来按照张志伟的想法 无论如何 也要给赵定安排个主位 就算不是主位 那不管如何 也要安排个副手的位置 可谁曾想 这位燕王爷 谦逊至极 非说自己资历不够 要坐在最后位 无奈之下 张侍伟也只能尊重这位 谦卑有礼的燕王爷意愿 任由其坐在最后的位置 但偏偏就是想不明白 为何这位燕王爷 坐在最后面也就算了 为何还非要坐在门口的位置 这岂不是有些过于谦卑了吗 不过越是如此 张侍伟乃至一众的国子贱夫子 反倒是对于赵定愈发的满意 身居高位 还能如此谦卑 不说变书整个大前 没有这样的皇子 就是周遭的五国 也没有这样的王爷 可可汗 张侍伟清了清嗓子 望向在座的国子贱夫子道 今日召集诸位来此 所谓和事 想必诸位心底已经明白了 接下来 便举手决意吧 身为两代帝师 执掌国子贱的教令 不管是论身旺还是帝位 张侍伟在国子贱内 都算的是首屈一指 然而听着张侍伟这话 在场的诸多夫子 却是彼此相视一眼 谁也不敢贸然地举手表决 诸位这是何意啊 张侍伟眉头微皱地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都没有说话 彼此相视一眼之后 一个年纪和张侍伟 看起来差不多年岁的老夫子 这才辅了辅长虚道 张夫子所言之事 确实是立国立民 甚至若是推广和事 也有可能改变我大前官场之风气 但我等着国子贱 毕竟是教书于人之地 为大前最高国学所在之地 代表着我大前的文脉之昌隆 能在此读书之人 皆是无数读书人中的天之骄子 任后所行之事 乃是为天子慕名 掌一周之教令 行教化众生之事 至于耕作乃是世经小民之事 任何人皆可做 何必非要我国子贱学子去做呢 白白浪费了大好的读书时间 第127章 战力爆棚的张侍伟 这是读书读傻了呀 听着这个年岁和张侍伟差不多大的老夫子所说之话 赵定心底喝了一声 读书读死书 有什么用 到了真进入仕途 谁会给你按照书本里面来的那一套丸 也难怪这个老夫子年岁这么大了 还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夫子的身份 连国子贱的大夫子都算不上 不过转念一想 赵定却也觉得 此事也许并非那么简单 能活到这个年岁 而且还是在国子贱内任职 所教授的学生都是大前朝堂未来的公骨 谁不是曾经的狐猎 张侍伟或许可以说他刚正不阿 毕竟两代帝师依旧还在国子贱内教学 这放在历朝历代都极为少见 毕竟不管放在哪个时代 都是裙带关系为主 张侍伟能得两代帝王看重 只要愿意出世为官 当得从二品 亦或是二品的官员不难 可即便如此 却依旧在这国子贱内教书 只能说明 张侍伟或许真的不想走官场那一套 刘夫子说话在里 不瞒教令 我也是这么认为 但既然身为国子贱的学子 当以读书报国为上 读的是经史典籍 学的是治国安民之策 这耕作之事 怕也无需让我国子贱的学子来学吧 随着那名和张侍伟年岁差不多大的老夫子开口 当下 内厅里面 就有另外一名头戴如官的夫子 笑呵呵地开口道 太祖曾云是农工商 是为上 农为二 工为三 商为四 我等乃是读书之人 亦在治世报国 至于这农 工 商之事 应该各有专职之人前去学习从事 我等既然为士族 客若是贸然插手 岂不是有些丢了西瓜剪枝吗 弄不清主刺了吗 又有一名夫子 笑呵呵地开口道 嗯 找到真相了 瞧不上 赵定咧嘴一笑 不过却也没有说话 等着张侍伟开口 张侍伟要是倒不定 他赵定在让这帮封建老夫子知道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 工农之道的铁拳 那孙夫子 刘夫子 李夫子以为如何 听着下方这些夫子说话 张侍伟倒也没有生气 依旧轻抚着长须 笑呵呵地 看着在场的众人 那自然是继续维持当下之事 至于燕王爷所说的 我国子剑后山 那数十亩荒地 若是觉得碍眼 找些奴才 下人开垮了便是 也无需要让我国子剑的学子 舍本竹墨 放弃大好的读书时间 去干这等世经小民之事 似乎并未听出 张侍伟话里有话 那最后开口的那名中年文士 笑眯眯地说道 啪的一声 然而还未等别人开口 张侍伟突然一巴掌 拍在了桌子上面 整个人如一头苍老的雄狮一般 猛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张夫子 你这是何意 看着张侍伟如此模样 在场的众人猛然 一惊 不仅是在场的国子剑大如惊了 就是照定此刻都有些恶然地 看着这往日里笑呵呵的老夫子 李学如 我记得你是天佑八年的静士吧 后来得陛下恩宠 去了汉林院修转编书 当年三年的编转 自觉无所上镜 后来就从你青州老家 让你那李氏一族当组长的哥哥 给你寄来六千两银子 你用这些银子 想要贿赂力部的一个主事 想让他将你调回青州老家 在当地某个义官办职 后来事情败露 陛下连你读书不义 并非治你的罪 就将你打发到国子剑内交书欲人 希望你以此将功补过 可你干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 闭嘴 你的事情 老夫等下再与你说道 听着张侍伟这话 那名为李学如中年大如刚想说话 便直接被张侍伟抬手打断 猛啊 赵定心底一个劲的惊呼 他也没想到 张侍伟老夫子居然这么猛 呵斥完这名名为李学如的大如之后 张侍伟又扭头看向 那坐在李学如的大如身旁的 那名年岁稍长的夫子 刘思源 老夫没记错天佑二年的近世吧 出使为乎不义小关 后犯了一些错误 同样被贬来国子剑交书 可你呢 夫子 您别说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听着张侍伟这话 还未等张侍伟说完 那比李方如年岁稍长一点的大如 便直接认耸一般的拱了拱手 眼神不敢看向张侍伟 孙夫子 收拾完三个刺头其中的两个之后 张侍伟的目光落向自己的右手边 那个年岁和他差不多的老夫子 我 见着张侍伟的目光望来 那老夫子张了张嘴 便听着张侍伟毫不客气地说道 孙夫子 我记得你是师承齐渊太奇老夫子门下 出身乃是益州南洋孙家 你孙家乃是南洋当地的大户 为师叔耕独世家 祖上曾出购大前宰府之人 大当时也是名玉满天下 就是传到了你们这一代 家里田产近数千亩 耕农 长工不知道多少 前几年 你那哥哥压榨当地电农 逼得人家走投无路 下乡收租时 差点被电农合伙弄死在山里 当地官员要治你哥哥的罪 当初这事出来 是你求老夫 让弟子门人帮你解决 而你当初也许诺 日后定要修书一封回去 好好劝诫你那个哥哥 好好善待自家的电农 长工 耕户 老夫当初信以为真 就帮你压下了此事 可如今转念一看 孙夫子 你好像和你那哥哥 没什么区别啊 当初你祖上就是一电户 活不下去了 这才跟随我大前太祖兵马安天下 以此为了孙家奠定基业 死前曾流言 要善待自家的电户 不以苛刻 可如今看来 你孙天全忘祖了呀 也不知道 你祖上若是有灵 在天上看着你们兄弟如此 会不会气得从棺材板里跳出来 你 听着张世伟这话 那最早开口的张姓老夫子 气得胡须乱颤 胸口剧烈的起伏 我大前兵马定天下 耕农安天下 自太祖立国之时 就曾说过 永不加父四字 目的便是为了与民修夕 善待百姓 就是到了如今这个年代 依旧是如此 可没想到 却养出你们这帮肥肠满脑之辈 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 自诩高人一等 殊不知你们这所谓的高人一等 到底来自哪里 底气到底 又来自何处 张世伟一字一句的大骂 听得满屋子的大儒 脸色愈发的难堪 第128章 割裂的大前朝局 赵定也是目瞪口呆的坐在一旁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平日里向来儒雅的张世伟 居然还有这一面 这哪里是自诩清流 这妥妥的一个老愤青 发起火来 就差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都骂了 张夫子 你这话未免过了吧 我等不过是不赞成夫子你所说的事情 何必说这些事情 我等成天奉命 为天子慕名 乃是我士族子弟等之职责 何必非要上纲上线 若是照你这话说 那你的意思 岂不是说 我等士族与那些贩夫走足无异 既然无异 那陛下是否也和那些贩夫走足无异 就在此时 坐在张世伟左手边 那名一直未曾开口的老夫子站起身 悠悠地说道 哟 周夫子 您终于忍不住了呀 看着这名须发揭白的老夫子开口 张世伟咧嘴一笑 言语之中 似乎并没有丝毫的意外 张夫子这话说的有些过了 什么叫老夫终于忍不住了 老夫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何来忍得住 忍不住之说 这被张世伟称之为周夫子的老者 笑呵呵地说道 赵定看了一眼这人 心底瞬间浮现 当朝吏部尚书周善身影 周兴 周是家族的第二人 周家在大前 同样也是数一数二的文官大族 大前立国两百年来 有四十三宫的美名 这兄弟俩 一个把持着吏部这个朝廷任免官员的地方 一个把持着国子建这个 为未来大前培育官员的地方 可想而知 周家在大前的权势 顺带着 赵定好像也明白了 自己父皇的处境 确实是有些难 这等要害位置 放在前世任何一个中央大集权的帝国里面 任何一位君主 都不会允许一个家族 同时把持如此要害的部门 而再看着张世伟 赵定好像也明白了过来 朝堂有制衡 这国子建也有制衡 这么看来 他那便宜老爹 把他丢到国子建来 好像目的不简单 看着周兴开口 张世伟倒也没有像之前那般怒气横生 而是神色平静地望向周兴道 那周夫子以为如何呢 自然是严习当前之举 既然身为国子建的建生 自然也就该以读书为己任 至于那耕种之事 交给那耕农 去做便可 正所谓各行其道 士族就要有士族该做的事情 百姓就要有百姓该做的事情 周兴神色淡然地说道 仿佛之前的紧张局势 压根不存在一般 说完 又扭头望向赵定 笑呵呵地说道 燕王爷 您的提议自然是极好的 但燕王爷 您毕竟还年轻 不明白这其中的道道 有些是顺其自然就好 莫要强求 哟 这都惹到本王头上来了 你在叫本王做事吗 赵定邪谋地看了一眼 眼前这个和当朝立部尚书 面容有些相似的老者 这话听起来是颇为客气 但实际上却是在告诫他赵定 不要破坏当前大前士族的格局 不要像张世伟一般 空有一肚子才学 却容不下当前大前的官僚体系 不好意思 我赵定这个人哪 还就是那种不听道解的人 赵定咧嘴一笑道 嗯 周夫子此话有理 本王也觉得 周夫子此话说得颇为在理 是农工商 本就是四个不同的阶级 我大前士为上 农为二 守宫一人为三 商人最为低贱 此乃太祖定下的规矩 我等后辈子四 自然不该违背太祖他老人家定下的铁律 燕王爷能明白就好 周星笑呵呵地看着赵定道 言语之中 道也是颇为和气 并没有丝毫多多逼人之举 说完这话 周星又妄想张士为道 张夫子 你也听见燕王爷说的话了 此事还是到此为止吧 莫要再继续胡闹下去了 若是你一意孤行下去 老夫可要奏禀陛下 又陛下才夺了 你 听着周星这话 张士为文言一致 刚想开口便看着赵定已经站了起来 妄想张士为拱了拱手道 夫子 还是让本王来与周夫子说道说道吧 哎 行吧 张士为长叹一声 张了张嘴 终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周星饶有兴趣地看着赵定 哦 不知燕王爷有何赐教 看着周星那伪善的脸 赵定心里喝了一声 这里不是幽州 要是在幽州 老子非打棒你的狗头 赵定笑呵呵地问道 那夫子 以为我大前立国之根本是什么 我大前得以为祭之根本又是什么 那自然是 周星下意识地开口 但还没等他说完 便被赵定抬手打断了 夫子不用说 本王自然明白 在夫子眼里 我大前立国之根本乃是士族 至于名不过是士族的衣服而已 是因为尔等士族之赏赐 所以老百姓才能活得下去 若是没有如周夫子这般的世家大族 那老百姓也活不下去 燕王爷 我可没有这么说 你们别给我戴帽子 一听赵定这话 周星顿时眼皮子直跳 急忙便捡 虽然他心底是这么想 但嘴伤可不敢承认 毕竟大前乃是赵家的天下 他们周家 这等世家大族称死 也就是为赵家打理天下之人 没有吗 赵定故作诧异地看着周星 随即一拍脑门 故作恍然道 哦 是本王错怪了周夫子了 夫子的意思是 士族 是为我大前王族效命 而我大前王族 乃是大前这方大地的天子 成天之命 而慕万民 行主宰众生生死之权 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吗 而周夫子所在的士族 就是为我王族效命 故而也等于间接承接了天命 故而行使代替天子慕民之责 是吧 赵定问道 听着赵定这话 张世伟眉头微挑 是是是 听着赵定这话 周善心底长舒了一口气 扶了扶胡须微微点头道 一边说着 一边还对着皇宫的方向 拱了拱手道 此不过是老夫的陛下信任而已 伪君子 赵姓心底喝了一声 但脸上却依旧笑呵呵的道 其实夫子所言 本王也极为赞同 事实也却是如此 若不是我大前太祖承接天命 为天之子 如何能统一万民 威势九州 立下我大前两百年之根基 也才有了我大前如此之事 听着赵定这话 在场的诸多大儒 也是微微点头 赵定这话说的并没有毛病 大前确实是 大前太祖兵马天下打了下来 可唯独张世伟的眉头 却是皱了起来 一时之间 他有些看不清楚 赵定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赵定话音笑呵呵的继续说道 如诸位夫子所言 士农工商各行其事 士族负责治理百姓 统一万民 百姓则试弄土地 供给各位士族 此为天之道 为上天之注定之事 不过说到这里 赵定却话音一转道 不过本王曾记得 我家太祖启示之前 好像也就是一流名 山野的放牛娃 因为前朝昏溃 这才起兵造反 推翻前朝旧制 若是按照诸位夫子刚才的言论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诸位夫子也高成天应命 代替前朝 而治理我赵家 如此说来 这天下应该属于诸位夫子所在的士族 而不是本王所在的赵家 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 眉头顿时一条 眼皮子直跳 第129章 扯虎皮 燕王爷 我们可没有这么说 王爷 您不能血狗喷人啊 我们什么时候说 我们应该代替治理陛下 此话严重了 此话严重了 燕王爷 还请您收回金口预言 老夫年岁大了 可不敢说如此背逆沉沦之话 听着赵定这话 在场的诸多国子监的夫子 连连拱手告扰 这话可不禁说 若是真的追究下来 那可是杀头的大罪 就是周星此刻 每一脚都止不住地挑了挑 嘴角的胡须 不可控制地微微颤抖着 显然也被赵定这句话给吓到了 张世伟看着这一幕 却笑了起来 赵定继续说道 没有吗 可按照诸位夫子刚才所言 不就是如此吗 士族代替天子牧民 而我家太祖 就是放牛娃出身 按照诸位夫子所言 那就是一辈子种地的命 也是诸位夫子口中被牧之人 故而按照诸位夫子所言 如此推算下来 我赵家也确实应该为诸位夫子所牧 赵定恍若没有看到在场的那些人 脸上神色一般 依旧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嗨嗨 周星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道 燕王爷此话重了 老夫刚才所言之事乃是说 我等承接天命 代天子牧民 而太祖便是那天 我等不过是承接太祖之命 一心辅佐陛下 辅佐燕王爷而已 虽然赵定这话说得句句带次 可无论如何 他周星却也不敢说个不是 再扯下去 唯恐赵定给他案个谋逆的罪名出来 赵定微微皱眉看了一眼周星 旋即掏了掏耳朵 故作诧异地看着周星问道 夫子刚才说了什么 周星文言老脸一致 但依旧强行挤出一丝笑容道 老夫刚才说的是 我等承接天命没错 但那天便是太祖 我等不过是承接了太祖之命 辅佐陛下 辅佐燕王爷您而已 周星一脸陪笑着说道 嗯 赵定摸了摸下巴 看着在场的诸多国子见夫子 问道 那既然周夫子这么说了 那本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按照大前正统来说 本王出身于皇家那位份 是不是在诸位夫子之上 诸位夫子今日在此 也是为了辅佐本王 是 是 是 确实如此 燕王爷您说得对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满屋子的国子见大儒 连连复合 啪的一声 赵定一拍桌子 望向在场的诸多国子见大儒 尤其是周星笑道 那既然本王在周夫子之上 那周夫子 为何要在本王面前自称老夫 按照我大前的官职来说 本王虽然不是亲王 但也是王爷 按理说 周夫子 您应该在我面前自称下官吧 赵定笑眯眯的看着周星 可这笑容 落在周星的眼中 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但看着赵定在前 尤其是张世伟 就坐在一旁 周星也只能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面咽 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站起身 拱了拱手 一脸陪笑道 老下官 不知礼数 还望燕王爷 您莫怪 莫怪 然而 还未等他拱手完站起身 赵定就一把按住了周星的手 直接让其保持着躬身的姿态 站在赵定的面前 这姿势 换作是一般的年轻人来说 或许无所谓 但对周星这种年纪 已经过了花甲 接近古兮之年的人来说 却是有些遭不住了 然而赵定 却依旧仿佛没有看到一般 笑呵呵地看着周星 乃至在场的众人道 夫子 无须如此大礼吗 本王论年岁 还是夫子的晚辈 如何能承受得住 夫子如此大礼 可你特么的 把老夫的手放开啊 听着赵定这话 周星虽然心底一肚子不愤 可却只能生生地忍着 赵定自然也知道 周星心底的想法 但就是硬生生地 按住周星落下的手 让其依旧保持着躬身的姿态 而看着赵定如此姿态 那些原本与周星 站着一条道的国子剑大如 脸上也不由得 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这位燕王爷 似乎并非传说中 那般好一鱼之人 然而 赵定却是恍若没有看到一般 依旧笑呵呵地 望向在场的众人道 诸位也不必如此如此紧张吗 本王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今日来此 只不过是想与诸位 说说道理而已 如诸位刚才所言 既然在座的诸位 乃是承接得我家太祖之命 出现在此 也是为了辅助本王的父皇 也是为了辅佐本王 那本王觉得 张夫子所说之话 颇为在理 且本王也有意推行此举 不知诸位可有什么意见 一边说着 赵定一边死死地 按住周星想要抬起的手 同时笑呵呵地望向在场的众人 不敢 不敢 燕王爷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等下官 岂敢有抗命之举 随着赵定开口 原本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大儒 顿时一脸陪笑地看着赵定 周星都已经被收拾成这样了 更别说他们 听着这话 赵定微微点头 随即低下头 看着此刻已经止不住颤抖的周星 一脸差一地倒 哎呀呀呀 瞧本王这记性 一不小心忘记了夫子还在这本王行礼 岂可如此 岂可如此啊 快快快起来 一边说着 赵定一边赶紧扶起 已经弯腰弯的额头 都是汗水的周星 同时对着周星回了一礼 看着赵定如此模样 周星心底顿时有些骂翻了天 但偏偏一句话都不敢说 只能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不等赵定腰弯下去 就赶紧扶起赵定 燕王爷 您客气了 您是上官 老下官岂可受燕王爷如此大礼 着实有些折煞老 下官了 周星说着 有些拗口的下官 看得在场的众人 尤其是那些本就战队周星的大儒 一个个面面相去 说完这句话 周星有一脸陪笑道 既然此事是燕王爷主导 那下官自然不敢有任何怨言 燕王爷您说什么 下官配合着您就是了 嗯 如此甚好 赵定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随即又望向周星 以及在座的满堂夫子 尤其是那些战队周星的夫子道 本王刚刚仔细思索了一番 如今道也想明白了 决定着规则改一改 不若诸位夫子也一同参与着劳作里面如何 毕竟诸位夫子也与我国子建的那些士子一般 都是士族嘛 既然是士族 那就不分高低 应该一起劳作 第130章 对不对啊 各位大儒 什么 不可 我等为夫子 长教化 职责便是为大前培养管理 传承大前文脉 岂可干那些粗劣之事 阎王爷 老朽年纪一大把了 实在干不了那些事情 着实干不了啊 就是啊 阎王爷 陛下让我等到国子建教书遇人 可并没有说 让我等干那些粗鄙之事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诸多国子建大儒 顿时跳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站在周星那一派的大儒 更是急得有些吹胡子瞪眼 赵定故作不解地看着这些大儒 凑切耳朵 看着那几位刚才有些跳脚的大儒问道 几位夫子刚才说什么 能否再说一遍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这一众大儒 顿时有些善善地闭上了嘴巴 周星面色难堪地抬起头 看着赵定道 阎王爷 您这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吧 你若是让我国子建低世子 去参与劳作 便也劳作了 但我等乃是大儒 有教化之命在身 为大前的文脉传承之人 岂可做那等粗浅之事 那夫子这句话 本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夫子瞧不起我大前的太祖 赵定故意皱眉问道 我 周星一时之间 有些说不上话来了 燕王爷 您这何必拿我大前太祖来压我等 事实就是如此 我等国子建世教化育人 传承大前文脉之地 若是燕王爷 想要单独搞个农学志愿 完全可以在应天城外再开一院 何必为难我们这些读书人 周星拱了拱手 终究是有些不愤道 啪的一声 赵定陡然一个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整个人陡然从位置上坐了起来 而看着这一幕 在场的诸多大儒陡然一惊 尤其是那些跟随在周星身后的那些大儒 更是下意识地倒退了数步 你想干什么 看着赵定突然拍桌子站了起来 周星也有些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不过却依旧硬撑着 站在赵定的面前 看着赵定道 燕王爷 您想干什么 我大前太祖曾言 行不上士大夫 燕王爷 您这是打算在这里对我一个老头子 动物不成 赵定笑呵呵地看着周星 敢问周夫子 行不上士大夫是指何意 周星下意识地道 那自然是指 我等犯法 一般人无权审判 必须奏请陛下裁决 由陛下根据我等身份 及具体情况 减免刑罚的制度 定罪后 不使用残害肢体的刑罚 而是首先选择 或劝其自裁 以利臣洁 其次录于朝 同性贵族有罪 则由殿师执行 秘密暗杀于郊野 如此为行不上士大夫 周星一字一句地说道 随即又补充道 我等不参与劳作 好像也算不上犯法吧 那夫子可曾听过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谁说的 我说的 赵定眸光一冷 随即一巴掌 直接抽向周星 啪的一声 猝不及防之下 周星直接被赵定一巴掌 抽得倒退了出去 燕王爷 你怎么敢 看着这一幕 周星顿时愣住了 捂着脸 愕然地站在原地 本王有何不敢 本想遵你老迈 不想与你计较 但奈何你却不识好歹 真以为自己肚子里面有点墨水 便能高人一等了 我大前以武立国 以文治国 但这王朝的根基却是农丧 若是满朝上下 近事儿等这般自许高人一等的俘虏臭事 我大前何以立国至今 况且自古以来 民以实为天 民安则国安 民父则国父 可从未有过是安则国强 是父则国父之理 而等是这百姓的公养 却不思报恩百姓 妄图已是压人 殊不知 而等所谓之事 究竟来自何处 若无百姓之劳作 你等吃什么 喝什么 难道就指望你们口中所谓的 那几本圣贤之书 啪的一声 赵定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 今日本王倒是要看看 你能奈我何 你不是说你为事 当有为天子慕名 执掌百姓生死之能吗 那我为王 是不是也能执掌你之生死 啪的一声 赵定一边说着 一边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接连三巴掌抽了过去之后 周星整个人都懵了 愣然地站在原地 头顶上的如冠 更是早已被打飞 劈头散发地站在原地 眼神望向赵定之时 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之色 更是带着一丝惊惧 以及那压抑极深的怒意 身为士族 身为周家之人 谁敢如此对他 便是当朝陛下 亦是对他周家礼遇有加 何至于如赵定这般 赵定 你这是 在与我大前满朝文人世子作对 他日必遭我文人世子口诛笔伐 今日之后 老夫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参你一本 让陛下好好治你的罪 周星怒不可遏 然而还未等他说完 张世伟便俯着长须悠悠地说道 周夫子此话过了吧 老夫还未死 轮得到你来代表满朝文人世子 你能代表的 仅是你周家一脉而已 可代表不了我国子监内诸多如是 且今日你若敢上书 老夫一会上书 对陛下如是澄清今日之事 我倒是要看看 到时候 陛下若是追问起来 你又该如何对陛下交代 如今皆是今日 你等藐视 我大前太祖之罪 我什么时候 藐视我大前太祖了 一听张世伟这话 周星顿时气地跳脚 藐视太祖 别说是在大前 就是在周遭五国之中 都是大罪 你还没有吗 赵定和地笑了一声 随即望向周星道 我朝太祖乃是放牛娃出身 若论本质 实则为农 而你却张口闭口言说 自己应该不是农方 那农方之时 乃是粗鄙之事 你等世子不该为 也不屑去做 可我太祖却做了 而你却不屑去做 如此难道还不是 藐视我家太祖吗 说到这里 赵定摸了摸下巴 捂着嘴道 如此说来 本王才应该 好好地上奏一本吧 说完又妄想在场的 一众国子剑大儒 尤其是那些 跟在周星身后的大儒 赵定笑呵呵地问道 对不对啊 各位大儒 第131章 压制大儒 捅破天 燕王爷 你说的是哪里的话 我等齐感啊 对啊 我等齐感啊 燕王爷 您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等齐感不尊 太祖他老人家 都曾放过牛 更别说我等了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等绝无二话 就是 就是 我等为燕王爷 您马首是瞻 一切谨遵燕王爷 您和张夫子的训斥 随着赵定话音落下 原本那些 还曾出口反驳的 一众国子剑大儒 顿时一脸陪笑地 看着赵定 你们 你们 你们岂岂能如此 扑 一句话还未说完 周星扑的一声 张口喷出一道血剑 整个人骤然 向着后面道去 哎呀呀呀 周夫子 你这是怎么了 中午猪血喝多了 赵定赶紧走上前 扶住向后 瘫倒的周星 一边说着 一边出言安慰道 夫子 那猪血是下等的牛马 您归为我大前夫子 为我大前公骨 岂能喝如此家畜之物呢 尤其还是生险 您这样 不好啊 不 还未等赵定说完 周星猛然又是 喷出一道血剑 抬手指了指赵定 但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彻底地昏死了过去 看着周星昏死过去 赵定的脸色 也渐渐地冷了下来 妄想在场的诸多大儒 尤其是周星那一脉的大儒道 自古以来 明以实为天 此乃我大前王朝之根基 也是我大前九州 十三府立锥之本 日后若是再敢有人 仗着自己是士族 就瞧不起农丧之事 此便为下场 如今我再问诸位夫子一句 这天下农耕百姓 皆是下贱之人吗 赵定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 心底无不一颤 就是张世为 看向赵定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几分意思 不敢 不敢 燕王爷您严重了 我等绝无此意 严重了 严重了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那几位原本站在周星一脉的 几位大儒 顿时一脸陪笑地说道 赵定这扣帽子的功夫 太恐怖 周星都能落得如此下场 更别说他们 一旦他们赶张口反驳 那面临的下场 绝对比周星还惨 门外几名逝者走了进来 将周星搬了出去 看着周星那气息 全无的模样 在长光额众人心底 又是一颤 赵定冷眼地看着这一切 继续开口道 而等身为士族 出身富贵 自以为手握经书 学得诸子百家之言 张口也尽是一些仁义道德 闭口也是都是云云众生 可若是连云云众生所做之事 你等都觉得下贱 自觉做价等高贵之躯 还有什么资格教育育人 还有什么资格谈论民间疾苦 今日若是谁不愿意从事劳作 本王可以保证 今日所发生之事 本王定会事无巨细地承报 于礼 天下万名唾骂 于晴 本王身为大前皇子 亦可直言面胜 今日本王再问诸位一句 今日之事谁同意 谁反对 赵定目光平静 神色淡然地看着在场的所有夫子 尤其是那些跟随着周星的夫子 可这淡然的眼神 却是让他们心底莫名的又是遗产 尤其是赵定 最后搬出了当朝陛下 这句话 简直是大杀气 他们不觉得 区区一件小事 能让他们身败名裂 可架不住 赵定真的去了宫里 直接面胜 虽说赵重远 一直以仁义治国 对待他们这些士族 皆是礼遇有加 可若是真的触犯到了赵重远的逆龄 那真的是 谁也就不了他们 尤其是赵定此言 还搬出了大前太祖 这威慑力 着实是有些太大了 小姐 燕王也好生霸道呢 和以前真的有些不一样了呢 一来就知道这些国子间 大如服服帖帖的 此间屋子隔壁 一名侍女打扮的模样清秀的女子 翘生生地看着 其对面擒台旁的 那位端座的少女 还行吧 徐若云声音淡然地开口道 这侍女文言 不由地撇了撇嘴 自家小姐什么都好 就是喜欢嘴硬 我等自然不敢反对 今日燕王爷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别说是让我等夏天劳作了 就是让我的去街上贩卖都可 国子间主厅内 听着赵定这话 一众国子间大如连连点头陪笑 开玩笑 周星都已经落得如此下场了 更别说他们 张世伟站在一旁 看着这一幕 也是笑了 文人对付文人 终究是差了一点 果然还是要一粒夫人 再加上一粒夫人 既然那如此 那走吧 赵定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是是是 随着赵定的话音落下 一众国子间大如 赶紧向着这间屋子外面走去 赶着去招呼国子间的学子 一起去后山开垦荒地 阎王爷 老夫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看着众人离去之后 张世伟欲言又止地 站在赵定的身旁 夫子是想说 今日我打了周星 那周善定不会善罢甘休 赵定笑呵呵地问道 是 张世伟点了点头 对于赵定能猜到这层关系 显然并没有丝毫的意外 敢问夫子 今日本王于智了吗 赵定问道 没有 阎王爷有理有据 不存在于智之举 张世伟思索了半赏 摇了摇头道 虽说赵定打了周星 但周星藐视大前太祖在前 就是杀了都不为过 打那不过是小城罢了 不过唯一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赵定是故意设了一个圈子 等着周星去钻而已 既然没有余智 那本王何惧 赵定笑呵呵地说道 一听这话 张世伟顿时笑了 拱了拱手道 燕王爷说得有理 赵定乃是大前的皇子 不管周星如何身份高 但终究是大前的臣子 既然为臣子 那就是赵定位分之下 既然在位分之下 又没有余智 打了周星 那周善也只能忍着 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毕竟这事若是真的闹到了陛下那里 他周善也占不了什么礼 而与此同时 国子剑内 有几名奸生 迅速地离开国子剑 国子剑外跑去 第132章 周善的决断 周府 常言道 十年豪强 百年世家 千年门阀 若说大前朝堂上 除了开国元勋的家族之外 唯一算得上是 世家门阀的 那指定是周家 此刻 周氏 东西二府之中的东府 周善静静地 坐在周氏家族的四季阁内 思索着潜水之势 眼下大前的局势发展 对于他们周家这种 立足大前这片土地数百年的家族来说 是愈发的不利 不管是前一段时间 赵重远以雷霆之势 铲除了盘踞在青州和益州的 周 陈 阳 李四大家族之外 还是此次潜水流域雨季 将自从皇室挑选赈灾之人 尤其是特地避开了晋王赵恒 唯独选了一个没权无视的燕王赵定这时来看 似乎大前这位历练以仁义至天下的君王 对于他们这些世家大族的忍耐度 越来越低了 种种行为 无不再预示着 要对他们这些盘踞在大前朝堂的世家大族动手 若是他周家远离朝堂 偏安易于 暗中培养亲信 掌控朝堂倒也罢了 可偏偏他周家的根基 却近在硬天 这就让他不得不有些担忧了 不过对于赵重远 是否会真的 对他周家动手 彻底的撕破面皮 这件事情 周善心底倒也有数 周氏能自前朝就立足这片大地 又历经改朝换代 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两百年 依旧屹立不倒 自然有足以让历代帝王忌惮之所在 可若真的到了撕破脸的那一步 伤筋不动骨 就算他周家能保留一丝元气 但长远看来 终究还是要衰落下去 只希望这一次能压队吧 东家 就在此时 四季格外 一道声音响起 周善放下手中的毛笔 起身推开门 一名管家打扮的老者 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发生了何事 如此急急忙忙地 周善脸色微沉 神色不悦地看着这名老者 这老者乃是他自幼的半读 祖上世代在周家为奴为仆 对于这老者 他自然极为熟悉 东家 大爷被人在国子间 被人打了 这管家急急忙忙地说道 被人打了 何人 周善眉头一皱 下意识地问道 何人敢到我堂兄 所谓的大爷 自然是周星 也就是他周善的堂兄 周是东西二府之中 东府的家主 亦是他周家执掌 大前文脉的重要义子之一 也正是因为有周星 在国子间内任职 再加上 他周善牢牢把空力步二十年 这才让周家在警员这一招 达到了巅峰 燕 燕王也 这老者结结巴巴地说道 燕王 怎么会是他 听着管家这话 周善猛然一惊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老者 随即眉头紧锁到 大爷和燕王 井水不犯河水 燕王如何会打了大爷 而且 燕王不知道 大爷乃是我周家的人 是我周善的堂兄吗 唉 听着周善这话 这老者长叹一声 当下把国子间内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周善 糊涂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因为这等事情 与燕王发生争执 他老糊涂了吗 周善气得破口大骂 眼下赵重远明里暗里的 有意加强皇权 削弱他们世家 对于朝堂的掌控 可周星居然因为这点小事 与燕王发生争执 但转念一想 周善又有些哭笑不得的 看着这老者问道 你确定是因为这事 燕王爷才和我堂兄起了争执 他不是去国子间读书的吗 啊 此话一出 这老者也愣住了 下意识地问道 燕王爷是去读书的 他不是奉命去整顿国子间风气的吗 啊 听着老者这话 周善也愣在了原地 可他在宫里听说的就是 赵重远让赵定去国子间读书的 顺带着教导皇长孙赵青瞻 可没听说 陛下让燕王爷整顿国子间的风气啊 那东家 现在怎么办 大爷被燕王爷打了 而且人现在就在西府 听说已经派人去城里找大夫了 七神医都过去了 见着周善不说话 这管家欲言又止道 能怎么办 难道你指望我去宫里 当着陛下的面 参燕王一本 因为这点小事 就和燕王殿下起冲突 依我看 大爷他 真的是老糊涂了 吃点亏也好 周善冷眼道 那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这老者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周善 不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 周善摇了摇头 随即吩咐到 给我被叫 不被骂 即刻去国子间一趟 去国子间干嘛 这老者一正 尤其是看着周善 居然要骑马去 更是不解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来那么多的问题 周善神色一冷 美好气地瞪了这老者一眼 随即站起身 就向着四季格外面走去 眼下赵重远 竟然想对他们这些世家动手 于他而言 最有利的就是 表面上老实一些 如果因为此事 参了赵定一本 那就等于 说是给了赵重远 找他周家麻烦的理由 他不仅要去国子间和赵定陪礼 还要上述一本谢罪的折子 请求赵重远 治罪他们周家 如此一来 赵重远也就找不出 他周善的问题 至于周星 借此急流永退也好 反正这么多年下来 他周家在国子间 乃至整个朝堂的布局 也足够了 就算周星不在国子间 只要他周善 也不影响他周家 在大前的权势 就在周善 向着国子间跑去之时 皇宫内 上书房中 赵重远一脸愕然地 看着眼前的传讯的宦官 错愕道 你说燕王去国子间 不仅没有读书 还把周星给打了 老子不是让他 去国子间读书的吗 谁肯磨的 让他把周星给打了 听着手下宦官的禀报 赵重远气得吹胡子瞪眼 随即又望向宦官旁边的 另外一名内侍问道 那周善呢 周善现在在何处 是不是在来宫里的路上 回陛下 周大人起码去了国子间 他去国子间 赵重远闻言证了一下 随即笑道 这周善看来 还是有点眼力见的吗 那陛下 您是不是也要 见着赵重远说话 王力士试探性的开口问道 朕干什么 朕知道这事吗 朕不知道这事啊 赵重远故作诧异的 看着王力士 第133章 致敬先辈 听着赵重远这话 王力士会心一笑 跟随赵重远多年 又能得赵重远重用 执掌司礼间 王力士自然明白 赵重远的想法 既然赵重远说自己不知道 那就是想借着燕王的手 敲打周善 至于周善能不能明白这层关系 那就看周善自己了 对了 你给朕准备一个鸾架 不 咱俩现在就换衣服 现在去国子剑一趟 朕倒是要看看 赵定这小子 怎么收拾周善 眼看着王力士没说话 赵重远突然一拍腿 叫嚷道 一个时辰之后 国子剑内 后山 一众国子剑的大儒 学子 扛着锄头 铁锹 箩筐在后山荒草地上 埋头哼哧哼哧 身为大前士族 最差也是寒门 他们哪里干过这火箭 没过多久 就累得哼哧哼哧地坐在了地上 就是赵青瞻等一众大前王室子弟 也从一开始兴趣横生 到现在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 而在这些人的旁边 一群原本国子剑内 负责干脏活累活的侍从们 正一个个好奇地点起脚看着这一切 干杂活 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可今天却是让他们第一次见到了这些平日里 他们所伺候的主子们 干杂活 虽然一个个站在外围 勉强地保持着一本正经之色 但依旧架不住 有些性格比较活泼的小厮和侍女 点起脚尖看 王爷 中午大太阳的 干这活能不能让我们些会啊 喝口水 吃点干粮啊 之前在国子剑内堂里面 和张世伟争的有来有往的国子剑大儒李学儒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气喘吁吁地看着身后不远处 正和张世伟站在不远处的赵定 累了 赵定掀起眸子 看了一眼李学儒 累了 真的累了 李学儒气喘吁吁地挣扎着 想从地上站起 但还没等其站起 就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赵定咧嘴笑了一声 对着身后刚被叫过来不久的张三喊道 看到没 李大儒饿了 也渴了 还不给李大儒去弄点吃的 得嘞 王爷 张三咧嘴笑了一声 走到后山的一处山泉旁 取出一个水袋子 直接胡乱地灌了一些 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野菜 混着粗粮做成的馍馍 递给李学儒 野菜馍馍干得要命 不少的地方都起皮了 李学儒看了一眼 张三手里递过来的野菜馍馍 吞咽了一口口水 我还是喝水吧 这玩意一看就不好吃 尤其是上面的粗粮 很多都是麦康弄成的 简直是难以下咽 给 对于此 张三也不意外 直接水袋里面 把刚才从山泉水形成的水池里面 灌的泉水递给了李学儒 就喝这个 李学儒一脸为难地看着张三 这是他刚才亲眼看到 张三从山脚边的水池子里面灌的水 那里面平日里都是养鱼的 人哪能喝呀 爱喝不喝 老子自己还饿了呢 说着 张三直接把手里的野菜馍馍 放在嘴里啃了一口 直接当着李学儒的面嚼了起来 这野菜馍馍虽然难吃 但相对于他们当初在幽州 和赵定区南辰那边 干打家结社伙计的时候 吃的野菜叶子好吃多了 至少还有点粗粮能咽的下去 那野菜野草吃起来 才是真的难以下口 一边吃着 一边张三 还把水袋里面的泉水喝了一口 虽然有点泥沙味 但胜在甘甜 赵定笑呵呵地走上前 看着李学儒 李夫子这是嫌弃 本王招待不周 哪敢啊 李学儒善笑一声 哦 那本王明白了 那就是不饿 赵定故作诧异地一拍脑门 扎巴着嘴道 也是 眼下四十刚到 距离五十还有些时间 应该还没到李夫子的饭点 故而不饿也是正常 说完赵定直接扭头 看向一旁的张三 瞧见没 李夫子不饿 你也是这个点给李夫子吃饭做肾 人家还没到饭点呢 赵定故作责怪地看着张三 张三自然明白 赵定这句话里的意思 瞧了一眼李学儒 摸着头一脸憨厚道 王爷 我这不是自己饿了吗 既然李夫子不饿 那小人就先吃点 还别说这野菜窝窝 比当初咱们在幽州吃的那些 都快发霉的窝窝好吃多了 一边说着 一边张三又对着手里的野菜窝窝 啃了两口 看着张三那 吃得一脸正香的模样 李学儒肚子不争气地想了起来 望着赵定一脸谄媚道 王爷 其实我饿了 您看您能给我点吃的不 给呀 自然给呀 我这里又不是啥监狱 李夫子你也不是囚犯 为啥不给你吃的呀 赵定咧嘴一笑 随后看了身后的张三一眼 张三顿时从怀里 又掏出了一个野菜模模 递给李学儒 而一旁那些没说话的夫子 和国子剑学生 也好奇地看了过来 而李学儒却顾不上这些 赶紧狼吞虎咽起来 可一入口 脸上的神色顿时变了 呸 呸 呸 一阵呸呸声中 李学儒赶紧把嘴里 咬了一半的野菜模模 全部吐了出来 但因为野菜模模太干 嘴里一股粗面粉 又赶紧抢过张三手里的水袋 喝了一口 可一口刚下肚子 第二口就喷了出来 随即抬起头 一脸苦巴巴地看着赵定 王爷 这也太难吃了 里面怎么还有倒壳呀 这是人吃的吗 还有这水 一股泥沙味 怎么喝呀 而听着李学儒这话 一旁那些原本对野菜模模 动起心思的国子健 一众大儒和那些学子们 顿时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难吃 也难喝 我试试 赵定又从张三手里 拿过一个野菜模模咬了一口 直接当着李成儒 和一众国子健大儒的面 嚼了起来 一边吃着 一边还让张三 重新取了一水壶的水过来 喝了一口 一边吃一边笑呵呵地道 也不难吃啊 而看着赵定这个样子 包括李学儒在内的 一众国子健大儒 和那些学子们 无不吞咽了一口口水 但没谁敢说话 而与此同时 国子健厚山围墙外 换好衣服 顺带着易容之后的赵重远 开着远处 赵定那吃野菜模模 喝带泥土味的山泉水石 那面不改色的模样 心底煤油来得一疼 这几年 他这儿子在幽州 到底是咋过来的 第134章 小姐 我好像看到王公公了 小姐 我刚刚看到一个人的背影 好像王公公 就在赵重远和王立氏 坐下的梁亭不远处的 另外一个房间之中 同样在关注着后山情况的 彩云 也就是徐若云的侍女 不由得有些好奇地 看向身后 依旧坐在情价旁的徐若云 王公公 你看错了吧 听着彩云这话 徐若云不由得有些皱眉地 看了过去 所谓的王公公 自然就是赵重远贴身的 大太监王立氏 身为赵重远身边的 当红大太监 从赵重远乾隆之时 就一直跟在赵重远身边的 大太监 徐若云自然和王立氏 有可能会来这里 徐若云皱眉思索了半赏 摇头说道 是啊 我看着那道背影就想了 彩云同样皱眉自语 身为斯理监的丙比大太监 王立氏很少出宫 就算是当朝陛下 有什么旨意要传达 一般也是 由斯理监的其他丙比大太监传达 很少会有王立氏单独出宫的场景 也许是我看错了吧 过了半赏 彩云皱眉自语道 毕竟王立氏出宫 基本上也就意味着陛下出宫 可当朝的陛下来国子剑作甚 看燕王 不至于吧 整个大前又不只是燕王一个皇子 况且燕王生母早逝 成年的时候就被贬到了 幽州那种苦寒的地方就翻 一待就是八年 也不没见有召回过 也就这一次召回来一次而已 小姐 你说燕王殿下 带着国子剑的一众大儒 还有那些国子剑的剑声在干嘛 真的就是为了拔草 为了让那些大儒和剑声 体验一下下层百姓之苦 过了半赏 彩云又有些好奇的问道 一边说着 一边无嘴轻笑道 小姐 我觉得燕王比他小的时候 可俊俏多了呢 光凭这份长相 小姐您嫁给他以后 也一定能生一个俊俏的世子爷出来 去 徐若云美好气的瞪了一眼彩云 这个字又和他一起长大的丫鬟 同时 目光也微微抬起 看了一眼后山的方向 但也就仅仅看了一眼而已 笑道 或许是这位王爷 显得无聊 就想折腾人吧 说完便不再自语 自己的看着桌上的旗谱 嗯 有道理 听着徐若云这话 彩云捏着雪白的小疤感慨一声 随即又补充了一句道 可我感觉不像 那就看看呗 徐若云笑着说道 看看就看看 彩云毫不示弱地回道 你这丫头 见此 徐若云无奈一笑 但也没说什么 似乎主仆二人 早已习惯了平日里斗嘴的样子 而与此同时 国子见后山之中 看着赵定三两口的 就把手里的野菜 磨磨吃了个干净 顺带着把水壶里面 带着泥土味的 甚至还有些浑浊的泉水和干净 李学如艰难地吞咽了 一口口水 但脸上却依旧谄媚道 燕王爷 以您的金贵之体 其实没必要这样的 那玩意真的难以下眼 金贵之体 赵夫子 你这是在拍本王的马屁吗 赵定吃笑了一声 讥讽道 堂堂国子见大儒 怎么一点文人的风骨都没有 李学如张了张嘴 没敢说话 赵定见此 又是吃笑一声 随即下一刻 脸色陡然一沉 你们觉得难吃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大前那些底层百姓 有的时候 甚至连这个都没得吃 你们觉得难吃 你们配觉得难吃吗 你们这些所谓的文人世子 一个个自诩风雅 自诩清高 整日以吟诗作画为乐 但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这些不是农丧的士族 供养你们吃喝完了的东西 到底来自于哪里 本王当初去幽州就翻时 最难的时候 树皮都吃没了 而你们呢 吃个野菜磨磨 就觉得难以下咽 喝点混杂着宁兴的山泉水 就觉得难喝 逼急了 你们尿都喝 李学如张了张嘴 但还没等他开口 赵定便抬手打断了他 玩着李学如 以及李学如身后的一种 果子剑大儒 还有那些不少撑着这个空隙 坐在地上休息的果子剑剑声 本王今日来此 不是想给你们说这些大道理的 也不想给你们说那些煽情的话 本王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给我在今天日落之前 没人开肯出一亩荒地来 没做完的人 今晚野菜磨磨也别吃了 肚子吧 啊 燕王殿下 我们是来读书的 您不能这样 对我们啊 殿下 我们是士族 我们是果子剑的剑声 日后侍奉的是陛下 不是来开荒的 王爷 您让我们干也就干了 可不能没干完就没吃的 您这有些不讲道理啊 就是啊 就是啊 王爷 听着赵定这话 一众果子剑的大儒 和那些果子剑的奸声 顿时叫苦连天 李学如罕见的并未说话 而是任由着那些开口的 果子剑学生和果子剑夫子 冲着赵定叫嚷 道理 想和本王讲道理 哼 赵定喝了一声 随后冲着身后的张三喊道 张三 你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们幽州的道理 好嘞 张三咧嘴一笑 他早就看这帮娇生惯养的 果子剑学子和大儒不爽了 讲道理 谁特么的和你讲道理 在幽州 不干王活 来年地里会给你掌吃的吗 你有本事和土地讲道理去 去和那些南臣和北梁范边的士兵 讲道理去 以他的眼光来看 这帮人 就说的太饱了 看了一眼 刚才叫嚷的那些人群 张三愁准了两个 刚才叫嚷最凶的 果子剑剑生 一手一个像滴溜着小鸡一样 把他们二人滴溜出人群 任凭这二人如何挣扎 始终逃脱不了张三大手的束缚 只能任由着张三 把他们二人拖出人群 混蛋 我爹是户部左侍郎周一飞 你敢动我 我爹不会放过你 我爹是车骑校尉田广 啊 疼疼 看着张三极为粗暴的 把他们二人抓出人群 那两名平日里 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 果子剑剑生 顿时大吉 哭喊着喊道 第135章 本王觉得我没做错 但还未等他们说完第二句 张三就直接抡起一个鞭子 抽在了他们的身上 啪的一声 一声清脆的鞭鸣声响起 尤其是在这空旷之地 显得极为的刺耳 啊 啊 随着这道鞭声响起 凄厉地惨叫声 顿时在这后山之中响起 两条清晰的血痕 出现在刚才叫让最凶的两人身上 还要讲道理吗 赵定咧嘴一笑地看着二人 看得二人心底又是一颤 张了张嘴 愣是不敢说话 赵定这才笑呵呵地站起身 妄想在场的那些果子剑剑生 大如道 本王是个喜欢讲道理的人 你们谁若是 还喜欢和本王讲道理 尽管过来 听着赵定这话 在场的众人下意识地又颤抖了一下 可终究是谁都没敢说话 赵定低着头 继续看着刚才被打的那两名学子 其中一人 笑呵呵地道 你说 你爹是户部左侍郎 位列户部尚书之下 审计天下财税 那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 每年朝廷派给地方老百姓的赴税是固定的 若是交不上 按照我大前律法 那是要罚作苦意的 封年的时候 或许这赴税不难 若是荒年如何 这还仅仅是我大前朝廷的赴税 若是再加上地方乡身 豪强 如你们这些身手不提四两的所谓士族剥削 那赴税至少还要再加三倍 你说他们交不上 那找谁说理去 自有当地父母官做主 人群之中 有一人忍不住叫嚷道 看着这名从人群中站出来的柿子开口 赵定满意地看了那人一眼 随即问道 既然你说了 那我问你我大前赴税收取 主要以食物为主 以苏米 高粱 小麦 麻 免等为主 且不说那些丝 麻 连这些市场价值会随着季节而波动 就说苏米 高粱 小麦 这些农作物 一年亩产是多少 封年是几蛋 荒年是几蛋 灾年又是几蛋 这些你知道吗 产出的粮 扣除付税 扣除电租 扣除一家吃喝 扣除来年留作播种的粮食 还能剩下多少 你知道吗 听着赵定这一句句问话 之前开口的那名学子 脸色胀红 突然有些说不上来话了 周公子 你知道吗 赵定又低着头 看着之前那名开口叫嚷 自己父亲是户部左侍郎的国子剑剑生 我 我不知道 那人张了张嘴 最终也是无力地低下了头 那本王再问你一句 若是你连这些都不知道 那你还如何当得好父母官 还如何为天子慕名 你目的是什么面 你目的是你自己的享乐 自己的富贵吧 说到最后 赵定脸色骤然一寒 吓得那信州的国子剑剑生 连滚带爬的向着人群后面跑去 然而 赵定却看都未看他一眼 抬起头 看着那些眼神带着畏惧的一众国子剑的大儒 和国子剑的剑生 所以 还有谁要和本王讲道理吗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国子剑 尖生和那些大儒们 心底都是莫名的一颤 心底莫名地生起了一股寒意 赵定府下身 笑呵呵地看着 已经吓得有些脸色发白的赵学如 赵夫子 作为青州世家大族 家中良田宫寝 敢问知晓本王刚才问你的那些事吗 看着本王命人打人的那一幕 是不是也有点眼熟啊 不 不清楚 也不熟悉 赵学如嘴角哆嗦了一下 这一幕 他怎么可能不清楚 不熟悉 在青州时 他们家就是这样 让下人管理手下的长工 电农 年底交不起麦子的时候 更是直接把人家青壮劳力 拖到府里打个半死 逼迫其签订卖身器 他们赵家府里不少的丫鬟 奴仆就是这么来的 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会被人这样 不清楚 不熟悉是吧 没事 赵定对此也不在意 捡起地上的锄头 丢在李学如的面前 指着李学如面前那些 只开荒了不到仪仗的方圆的土地 请吧 你 看着赵定那冰冷的眼神 李学如颤颤巍巍的站起身 想说话 但却又不敢说 只期望着周善能赶紧来 而与此同时 赵定同样抬起头 笑呵呵地看着在场的 其他的国子监大儒 亦或是那些已经不干活的 世家大族出身的学子 奸身 笑呵呵道 我知道 你们里面很多人 都在等着人来救你们 今日之后 参本王的奏折 也会像雪花一样的 飘到我父王的尚书房里面 但没事 但本王不在乎 因为用你们的话说 那些百姓的命贵 而本王的命也比你们贵 打死你们 也没人能治我的罪 还有谁对本王的命令有意义 都站出来 让本王瞧瞧 赵定一手扛着锄头 一手望向在场的 那些国子监的大儒和鞋子 听着赵定这话 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 主要是有那两个被打的人在前面 说了也只能挨打 一个个站起身 抡起手里的锄头 老实地干活 就是赵青瞻 也罕见地老实了下来 对他来说 今日这个皇叔 似乎有些不一样 王爷 您这么做 其实于您而言 并不好 看着原本懒散的人群 再次变得忙碌起来 张世伟忍不住走到赵定面前 小声地劝解道 这里的国子监建生和大儒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前的士族 自古以来 王与士族共天下 却从来没有王与百姓共天下 赵定此举无疑 是把自己推到了大前士族的对立面 那父子觉得 本王应该怎么做 赵定笑呵呵地问道 那自然是爱 张世伟张了张嘴 一时之间 却又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要是知道怎么做 又何至于之前在内堂里面 就被周星带着几个大儒 对得下不来台 但大前立国两百年 很多地方 真的是已经烂到了骨子里面 各种弊端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隔除的 尤其赵定眼下 还是一个皇子 还不是当今的陛下 若是因为此举 就站到了整个大前士族的对立面 日后皇位争夺之时 对于赵定来说只有百臂而无一意 反倒是更加有利于那些其他的幌子 不过从个人角度 张世伟倒是极为赞同赵定此举 大前这帮娇生惯养的士族 也确实该好好地治一治了 这些年 他不想入朝为官 一方面是为了给大前培养一些品性过得去低世子 另外一方面 也是受不了当前大前朝堂的风气 陛下 不远处 站在后商外面凉亭里面的王立世 看着这一幕 也忍不住向着一旁的赵重远 轻声开口道 没事 赵重远淡定地摇了摇头 随即一脸感慨道 朕觉得燕王做的倒也没有错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挺好 他赵重远早都想这样了 但奈何种种势力的平衡 让他不能放开手大展拳脚 可现在赵定这么做了 倒也确实给他赵重远狠狠地出了一口 欲结在心底多年的恶气 至于后续的事情如何 有他这个老子在 无人动得了赵定 而经过这一件事之后 他赵重远也彻底地放心 有些事情可以交给赵定去做 小姐 我觉得燕王爷说的好解气啊 那帮士族就该教训教训 房间里面 站在楼阁前 一直在关注着后山方向动静的彩云 站在窗口前 小脸一脸兴奋地看着自家的小姐 哦 是吗 听着这话 徐若云罕见地抬起头 看了一眼后山的方向 白皙无瑕地撬脸上 罕见地露出一丝异色 刚才赵定的那番话 他自然听到了 也听到了心底 可让他没想到的缺失 以赵定一个皇子 戍边藩王的身份 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是让他没想到 现在的赵定 真的和当年的赵定不一样了 当年的赵定 整日沉默寡言 就是在除了一文太子之外的 一众当朝皇子之中 也极为不显眼 甚至很多时候 还显得有些庸碌无为 可没想到如今的赵定 倒是真的有了几分 一文太子的风范 甚至在霸道那一面 比之向来对外 以柔和世人的一文太子 更加的强势 甚至就是比之 嗯 不可说 不可说 就在此时 国子剑后山外面 一阵马蹄声忽然响起 听着这道马蹄声 徐若云不由地向着外面望去 可当看到马背上 那道中年文士的身影之时 目光却是微微一凝 周善来了 陛下 周尚书来了 您是不是要 而就在徐若云看到周善来时 梁亭里面坐着的王力士 也同样注意到了 骑马而来的周善 没事 他注意不到阵 阵在这里看看 赵冲远淡淡地摇了摇头 眼下这个梁亭 虽然也靠近后山 但以周善所经过的位置 却不一定能注意得到他 更别说他此刻 还是处于乔装打扮的状态下 自然更加难以忍出 当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点就是 以周善此刻的心情 估计也没心思注意到他 估计也没心思注意到他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